林小璐都病好了吗 我没法做出判断 林天佑和林素素也无法做出判断 于是我们打电话给诡异王牧 王牧听说林小璐的情况后 当天晚上就坐飞机赶了过来 经过他细致的检查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林小璐 恭喜你啊 你真的痊愈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和林小璐都是喜极而起 相拥在一起 努力了这么久 终于是有了回报 我本打算请王牧吃顿饭的 这些年来 如果不是他提供的药 林小璐肯定活不到现在 可惜王牧明天还有一个预约 必须连夜赶回 这顿饭没能吃成 送走王牧后 林小璐问林素素和林天佑 姐 天佑 你们什么时候走 林素素说道 不急 我们抢走了混沌仙路 刘飞没法复活 黑鸭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和天佑会留下一段时间 等十三局把黑鸭再次覆灭 才会离开 我惊喜地问道 十三局要对黑鸭动手了 林素素点了点头 仰外必先安内 黑鸭这群跳梁小丑 蹦打的时间也够长了 如今混沌仙路被我们拿到手 黑鸭为了复活刘飞 肯定要一个个冒出头来 正好是一举尖蔑的好时机 我把另外一瓶混沌仙路 还有之前拿到的补天石 都拿了出来 大姐 这两样东西怎么处理 是不是毁了他们 刘飞就彻底无法复活了 林素素摇了摇头 补天石就不说了 你毁不掉的 这玩意儿非常坚硬 就算网上面绑上几百斤炸药 也没办法伤起毫毛 至于混沌仙路 我们只能保存起来 如果将它倒掉 散掉的灵气 会重新回到盘古宫 反而给了刘飞 得到他的机会 林天又疑惑道 既然不能倒掉 大姐你喝了不就完了 林素素扭着他的耳朵说 你好歹是个修行者 难道不知道 我修炼吸收的不是灵气吗 这玩意儿 我喝下肚 得好久才能消化掉 西边的封印 你去镇守 姐 松手 腾腾腾 林小鹿问道 姐 既然我能吸收混沌仙路 那其他的半腰 可不可以吸收 比如毛海 林素素依旧摇头 你能吸收混沌仙路的前提 可不仅仅是 因为你是半腰 更重要的是 你提前吸收过五月的灵气 没有五月的灵气打底 三大山脉的灵气 就算是半腰 也承受不住的 林素素想了想 把补天石放到我面前 然后把混沌仙路 交到林天佑的手中 你们两人分别保管一个 这样就算黑鸭的人来抢 也无法同时得手 林天佑不解的问 大姐 你保管一个 不更安全吗 林素素瞪了他一眼 林天佑当场吓得打了个哆嗦 黑鸭里高手不少 十三局现在缺少高级战力 要是由我保管 星爷那些人 你去对付 大概是想到自己 被星爷瘸腿踹了一脚 林天佑赶紧拒绝 我还是守着混沌仙路吧 林小璐问我 呆子 补天石我们藏在哪 补天石体积不算小 没办法像混沌仙路那样 随身携带 只能藏在某处 我想了想 把之前金柏木还给我的鹦鹉 摆便取了出来 很快 我们面前出现了 一针一甲两个补天石 林小璐满是疑惑地问我 黑鸭的人 难不成还能上当两次 我认真的回答道 我们只要能先骗过自己 就能骗得过黑鸭 听了我的话 其他三人都是一头雾水 林天佑问我 姐夫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笑着问道 你们先转过身去 三人转身 我没有动两个补天石 只是等了几秒钟 然后让三人再转回来 好了 你们来区分一下 这两个补天石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三人研究了半天 然后面面相去 林小璐说道 我区分不出来 林天佑同样是这句话 我也区分不出来 林素素摇了摇头 表示他也无法分辨 我笑着解释道 百变的效果非常逼真 除了阴伤以外 是无法分辨真假的 如今 黑鸭没了金百目 也就无人能辨别真假了 我指着假的补天石说道 从现在开始 不管发生什么事 哪怕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 我们都要一口咬定 这块补天石是真的 林天佑疑惑地问道 就算当时无法分辨真假 可等黑鸭用它来制作 刘飞的身体时 还是能发现的 我点了点头 林天佑说的一点都没错 假的就是假的 早晚都会被发现 但是 我可以在对方发现前 动一点小小的手脚 你们等我一下 我跑到地下室 拿来一件鹦鹉 当林小璐看到这件鹦鹉时 眼睛瞪得大大的 呆子 这是 我手里的鹦鹉 模样很是奇特 是一只透明的试管 试管当中 装有白色的粉末 这些粉末 是一件鹦鹉 名为粉魂粉 一旦有魂魄沾染上它 会立即燃起火焰 这火焰比地狱的浴火 以及林小璐常用的三昧真火 还要霸道 不出十秒钟 就会被烧到魂飞魄散 师父跟我说过 就算鬼进化到罗刹级别 粉魂粉也照烧不误 这件鹦鹉唯一的缺点 就是 只能使用一次 它会随着魂魄一同烧光 我把百变恢复原状 然后把试管打开 小心翼翼地 把粉魂粉撒在上面 等百变再次变成补天石时 粉魂粉就被包裹在了里面 至于真的补天石 肯定是不能放在茶馆里的 我用震音箱 完全隔绝了它的气息 然后连同黑爷 给我的星辰八卦镜 一同交给姑姑去处理了 有星辰八卦镜 姑姑的行踪 就不会被星爷发现 我给姑姑提的要求是 要把装有真的补天石的震音箱 藏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 然后不要告诉任何人藏在哪 直到黑鸭彻底覆灭 姑姑出门转悠了一天 才飞回来 她信誓旦旦地对我说 我把箱子藏好了 你放心 黑鸭的人再聪明 也想不到这个地方的 我对姑姑的话半信半疑 不过这个时候 我也只能选择相信她了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等着黑鸭出招了 平静的日子又过了三天 第四天 十三局传来了捷报 十三局的鹰人们 发动雷霆攻势 将各地的黑鸭余孽 一举歼灭 而且还发现了星爷的位置 林素素出发去抓星爷了 没有大姐坐镇 林天佑就不能待在茶馆了 她手里拿着混沌仙鹿 与我分开最为稳妥 她回了茅山 还从龙虎山请了不少高手 前去保护她 而我和林小璐 则是留在了茶馆 林素素和林天佑 走后的前三天 茶馆非常的平静 但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和林小璐 在去茶馆的路上 发现了情况 呆子 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眨了眨眼睛 试一塌我也发现了 我低声说道 这里不是动手的地方 把他们引到没人的地方 于是我和林小璐改变了路线 前往一处废弃的工地 这处工地是一片烂尾楼 几栋楼才见到两三层 开发商就破产了 至今过了三年 依旧毫无动静 周围非常偏僻 即便是白天 也很少有人经过 在这里动手 应该不会被人发现 跟踪我们的人 肯定发现我和林小璐改变了方向 但他们还是跟了上来 不用猜也知道 肯定是黑鸭的人 我摸到别在腰后的昆虏刀 而林小璐 也把火金剑 从背包里取了出来 林小璐喝道 鬼鬼祟祟的家伙 滚出来 下一刻 十二道身影 出现在我们的四周 我激活阴阳眼 这十二人的身上 全都冒着浓浓的煞气 他们的实力 或许不如珠峰顶上的五人 但也算得上战里高强的阴人 一名阴人 从怀里掏出一件法器 法器激活后 整个工地都被一片红光所笼罩 林小璐迅速判断出 这件法器的作用 红光以外的人 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 换句话说 不管等会儿 我们打得有多激烈 也不会有人知道 一名黑压的阴人 用阴森森的语气对我们说 把补天石交出来 否则要你们的狗命 我眉头微皱 倒不是因为对方语气不客气 而是他话中的信息 他刚刚只提到了补天石 没有提到混沌仙鹿 也就是说 黑压的人已经知道 混沌仙鹿不在我们身上 又是新爷的补算吗 我不知道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保证补天石不被抢走 那刘飞就不可能复活 见我和林小璐 事事没有动作 刚刚威胁我们的阴人 用凶狠的语气说道 看来 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上 干掉他们 十二个鹰人同时向我们走来 将我和林小璐团团包围 不留一丝足够我们逃脱的空间 林小璐笑着问我 呆子 害怕吗 我也笑了 怕得捶捶 又不是新爷亲自来 那好 一人六个 比比谁解决的更快一些 没问题 我抽出昆吾刀 然后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赵雷符 赵雷符撕开后 往昆吾刀上一贴 刀身上立马就有鹰雷闪耀 林小璐手中的火金剑也燃烧了起来 我们两人没有等对方走到身前才动手 相反 我们率先冲了上去 昆吾刀横扫 站在我对面的鹰人 急忙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去挡 啪 昆吾刀的确被挡住了 但对方的武器却防不住鹰雷 雷光瞬间蔓延到他的身上 只听一声惨叫 这人浑身焦黑地倒在地上 我听到身后有风声响起 急忙低头 一把锋利的刀刃从我的头顶上划过 我毫不犹豫地动用左眼的力量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转身 一刀划过偷袭者的胸膛 鲜血迸发 鹰雷钻进了对方的身体里 又是一声惨叫 这是我解决的第二个人 剩下四名鹰人上前 与我缠斗 这四人的武器还算厉害 多少能阻隔鹰雷的侵袭 需要费些力气才能解决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向林小璐 林小璐同样解决了两名鹰人 不过他遇到了一点麻烦 一名鹰人不知动用了何种手段 竟然把他手中的火金剑给打断了 我心中有些羞愧 火金剑是我制作的 和师父制作的昆乌刀相比 的确是有挺大的差距 没了武器的林小璐非常恼怒 他把手中的断剑往地上一扔 双手张开 呼 风声响起 方圆十米的气温迅速下降 我看到林小璐的头发变得雪白 风霜在凝聚于他的手心 呵 林小璐爆喝一声 双手拍出 刺骨的寒风吹向他身前的四名鹰人 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四名鹰人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结满冰霜 在不到三秒钟的时间里 被冻成了冰棍 林小璐这才笑了气 扭头笑嘻嘻地对我说 呆子 我赢了哦 我很是无奈 病好之后的林小璐 能够自由变身控制寒气 他实力长了不是一点半点 再次超过了我 林小璐跑过来帮忙 只用了两分钟 剩下的四名鹰人 也被我们联手解决了 林小璐拍了拍手 吐槽道 黑鸭就派这些垃圾来对付我们 真是瞧不起人 我用困雾刀 打破隔绝此地的法器 然后掏出电话 喊十三局派人处理现场 经过此事后 我和林小璐 又过了几天平静的生活 时间已经来到了五月份 大姐中间打过一次电话 说她正在追杀星野 我联系了林天佑 她说自己待在茅山足不出户 身边有众多高手保护 安全得很 事态似乎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我总觉得 这有些不寻常 只过了一天 我和林小璐正在研究 给她打造一件什么样的心武器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 走进了茶馆 卢哥 赶来的 正是好久没见的卢星一 卢星一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们两个有空吗 来帮忙 我让卢星一先坐下 慢慢地说 卢星一告诉我 珠峰一事后 十三局就开始了对黑鸭的围剿 卢星一所在的队伍 接到了一个关键的任务 那就是寻找 被黑鸭鹉吸走的魂魄 十三局的思路很明确 他们知道 黑鸭肯定会反扑 所以要加大刘飞的复活难度 争取更多的围剿时间 短短半个月 卢星一的小队 已经解放了上六千魂魄 可见当初有多少人 被黑鸭鹉鹉所伤 张贤 前天我们接到情报 黑鸭的鹰人 运送了许多鹰魂 赶到了安德 听到这句话 林小璐不解地问 他们把魂魄 搞到安德做什么 我很快就想通了 鸣声道 他们要在安德复活刘飞 我为黑鸭的疯狂感到震惊 黑鸭的人知道 自己逃不过十三局的围剿 于是破釜沉舟 要在我们手中抢到补天时候 当场举行复活刘飞的仪式 想到这 我忽然开始担心起林天佑了 如果要在安德举办复活仪式 那混沌仙路 也必须送到安德 如果我没猜错 黑鸭的人已经埋伏在茅山附近 准备动手了 我急忙打电话给林天佑 叮嘱他要小心 林天佑笑着说 放心吧姐夫 茅山上高手云集 又有龙虎山的道友相助 除非黑鸭整出几只罗刹来 否则想从我手中 抢走混沌仙路 坚直是痴心妄想 见林天佑这么自信 我稍微放松了一些 卢哥 你刚刚说要我们帮忙 怎么帮 卢心一解释道 我们的人已经在 核实黑鸭关押魂魄的地方 等确定之后 你们跟着我一起行动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既然黑鸭要在安德复活刘飞 那黑鸭残余的高手 肯定就在安德 十三局的高手们 都去镇压龙脉封印了 只靠卢心一他们这些普通英人 还真不一定是对手 卢心一在茶馆喝了两口茶 手机响了起来 他接起来只说了两句 脸上就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挂掉电话后 他激动地对我说 已经确定目标了 我们走 我和林小璐 跟着卢心一出发了 他开车赶到一片荒原 这里有两座低矮的小山 十三局的英人 早就在等着我们了 一下车 十三局的英人 就指着两座 小山之间的峡谷说道 黑鸭的人就在里面 大概有二十多名英人 卢心一不知道 带着大家去峡谷的后面堵着 留两个人跟着我们 从峡谷前面进去 二十分钟后 前去堵路的人 就发来了就绪的信息 卢心一对我和林小璐说 看你们的了 我和林小璐打前锋 卢心一带着两人 走在我们身后 一入峡谷 我就激活了阴阳眼 很快就发现了 隐藏在暗中的机关 这些机关都是法器 弩具样式 它能够通过感应 黑压成员以外 英人散发的气息 自动瞄准射击 可正因为是法器 上面散发的煞气 很容易被我的阴阳眼发现 接连拆除四处机关后 我看到卢心一身边的 两名英人 额头上满是冷汗 一人用庆幸的语气说道 幸好卢队长 找来你们这样的高手 否则不知道 我们得栽进去多少人 才能摸到敌人面前 我好奇地问道 既然你们没有进峡谷 又是怎么知道对方人数的 卢心一解释道 我的小队里 有一个能与动物沟通的英人 他养了一只鹰 能够进行侦查 我听后很是惊奇 华夏之大 真是什么样的奇人都有 在拆除八具机关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峡谷的中央 前方有一片稀疏的林子 透过树木之间的缝隙 能够看到 里面扎着几个迷彩帐篷 卢心一三人掏出手枪 子弹上膛 我对三人说道 你们守在这藏起来 等会儿万一有人往这个方向跑 把他拦下来 卢心一语气严肃地对我说 放心吧 一个都逃不掉 分配好任务后 我和林小璐走进了林子 五分钟后 战斗爆发 十分钟后 战斗结束 林子里的确有二十多个黑鸭鹰人 但实力非常一般 我甚至没有动用左眼的力量 就轻松解决了他们 有两个黑鸭鹰人见识不妙 逃走了 但很快就被堵路的十三菊鹰人们给拦了下来 清理完战场后 我们找到了被黑鸭束缚的魂魄 然而 魂魄的数量并不多 只有几十个 而且这些魂魄有些不对劲 经过仔细辨认后 我发现 他们竟然都是死魂 魂魄分为生魂和死魂 所谓生魂 就是从活人身上跑出来的魂魄 而死魂 则是人死后脱离身体的魂魄 我猜测 这些死魂的主人 在被黑鸭鹦鹉剥夺一魂一破后 发生意外而亡 因此生魂变成了死魂 而复活仪式需要的是生魂 因此死魂被挑选了出来 卢欣一抓了一个黑鸭鹰人 进行了现场审问 对方的招出来的供词 印证了我的猜测 就在昨天 他们刚刚完成了死魂的挑拣工作 黑鸭的高手们带着一万生魂 已经离开了 剩下的死魂 黑鸭准备炼成夜叉 但还没行动 就被我们爹剿灭了 卢欣一很是恼火 就慢了一步 他继续审问 知道那些人去哪里了吗 被审问的人急忙点头 知道 他们去 忽然间 这人面部表情变得极其恐怖 然后他喉咙里发出咔咔的声音 像是被什么东西堵塞了气管 几秒钟后 这人倒在地上 没了气息 我走上前 摸了一下他的脉搏 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没想到 黑鸭竟然还有这样防泄密的手段 没了情报 黑鸭最后的余孽下落再次成迷 卢欣一对我说 张贤 你帮忙把那些死魂超度了吧 虽然只是一魂一破 但在阳间待久了 终究不是好事 我说了声好 然后来到那些死魂前 因为只有一魂一破 这些死魂 犹如木头人般 呆呆地站在原地 我掏出城隐令 正准备超度 忽然间 一张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我的眼中 我用力眨了眨眼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小鹿 小鹿 林小鹿听到我的呼喊 急忙跑了过来 怎么了 我指着熟悉的面孔 问林小鹿 你看那是不是 李大爷 林小鹿定眼一看 惊讶道 真是李大爷 没错 我看到的熟悉面孔 正是我刚到茶馆时 来买生鲜酒的李大爷 他的魂魄 怎么会在这 我心中一紧 李大爷的魂魄出现在这 说明他在过世之前 曾经接触过黑鸭鹦鹿 我心里产生强烈的不安感 直觉告诉我 这绝不是巧合 林小鹿也有相同的看法 他建议我 呆子 用你的城隍令 能不能把李大爷 从阴间召回来问一问 我试试 我用城隍令 打开通往阴间的大门 先把其他的死魂超度 然后将自己的煞气 注入到李大爷的魂魄中 随后 我的意识深入阴间 开始尝试召唤李大爷 片刻之后 一道阴魂随着我的意识 从通往阴间的大门中 飞了回来 正是李大爷 李大爷一见到我 就笑呵呵地说道 是你小子 先跟你说声谢谢 你给我的那些阴德 让我在 我心中惊讶 没想到阴德 对于阴间的鬼来说 竟然如此重要 没时间叙旧 我急忙到 李大爷 我找你来 是有事想问你 问吧 李大爷 您还记得 生前的事情吗 李大爷笑着回答 我还没喝孟婆汤呢 当然记得 那你记得 自己当初来找我 买生鲜酒时 有遇到过什么 不同寻常的事情吗 李大爷想了一下 表情严肃起来 还真有 其实我见到你之前 已经跟林老板 买过好几次生鲜酒了 他告诉过我 这酒不能多喝 必须按时按量饮用 否则副作用极大 当时我身患绝症 当然愿意多活几天 陪陪家人 多抱抱我那可爱的小孙子 所以 即便是产酒 我也会强忍着 可不知怎么的 我的酒瘾忽然就变得很大 忍都忍不住 心里像是有蚂蚁爬 只要不喝到生鲜酒 就痒痒 后面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为了喝到酒 我跟疯了一样 最后甚至还打了 你旁边这丫头 现在想想 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李大爷满脸愧疚 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疑惑得喃喃道 那个时候 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我追问道 李大爷 这事儿或许不该怪你 你再仔细想一想 在你的酒瘾无法控制前 是不是接触过 带有一只红眼乌鸦图案的物品 李大爷瞪大眼睛 惊奇地问我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真接触过 他顿了一下 向我解释道 当时因为病症 我的腿瘸了 林老板的生鲜酒 虽然能缓解我身上的疼痛 但治不了我的腿 我只能瘫痪在床 慢慢等死 后来 有个年轻的女人 找上门来 给了我一根梨花木的拐杖 那拐杖上就有你说 红眼乌鸦的图案 说来奇怪 那女人留拐杖 不是让我主张 而是让我藏在床底下 我半信半疑 可照做之后 这腿还真灵电了许多 能下床走路了 你说神不神奇 李大爷跟我的猜想一样 他在去茶馆找我钱 果然接触过黑鸭制作的鹦鹉 他忽然无法忍受 生鲜酒的诱惑 应该是黑鸭鹉鹉的副作用 有一点我需要确认 这是凑巧发生 还是黑鸭故意而为 李大爷 长什么样子吗 李大爷挠了挠头 记不清楚了 对了 他的嘴巴下 好像长了一颗 很小很小的黑质 李大爷这话 让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了一下 嘴巴下 有一颗黑质 林小璐发现我情绪有变化 询问道 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心中却是思绪万千 李大爷 没别的事情了 你把自己的魂魄收回去吧 我送你回阴间 送走李大爷后 我与卢星一告别 准备带领小璐回茶馆 卢星一说等一会儿 然后把他的手机给了我 冯姐刚刚打电话找你 我回报号码 很快就接通了 冯姐 你找我 冯春生的声音 从话筒里传来 张贤 黑鸭残留的力量 已经被我们剿灭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余孽 肯定会冲着你和林天佑去 林天佑有毛山和龙虎山的高手保护 我不担心 你们身边的力量 却是太少了 我现在抽调出一批人 由熊二统领 驻扎在茶馆附近 保护你们 我没有拒绝 虽然我和林小璐 都已经算是阴人当中的高手 但黑鸭手段多 只不定会搞出什么幺蛾子 好 那就谢谢冯姐了 一天后 十三局抽调的人手就赶到了 有六十余人 且各个都是阴人 卢星一第一次率领这样的队伍 有些手足无措 经过编整后 他以十三局的名义 把茶馆附近的几个商铺都征用了 把茶馆团团保护起来 犹如一个铁桶镇 又过了三天平静的生活 第四天 我和林小璐早早地来到了茶馆 林小璐问我 呆子 你怎么了 自从见过李大爷后 总觉得你心神不宁的 我摆弄着一颗白色的棋子 这几天无聊 我经常跟姑姑一起下午子棋 我喃喃道 我想通了一些事情 心也有句话说得没错 我真的是被很多人当作棋子了 林小璐眨着眼睛问我 你在说什么啊 我看向茶馆大门 说了一句话 差不多 也该来了 林小璐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疑惑地问 谁该来了 他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出现在茶馆门口 林小璐脸上的表情 立马发生了变化 先是惊讶 随后露出些许的紧张 他问道 你怎么来了 来人面露局促的表情 不欢迎我吗 我站起身 让自己的表情看上去 尽量显得平静 姐 进来吧 来人 是两年半没有见过的李子 比起上次见面 李子看起来更加的成熟 也更加的美丽 她穿着一身紫色的旗袍 剪了短发 烫了波浪 手腕上戴着一枚透亮如玻璃的玉镯子 这副打扮 像极了民国时期的贵妇人 李子提着礼物走进了茶馆 她笑着与我打招呼 小仙 好久不见 随后 她又看向林小璐 用羡慕的语气说道 这不是上次在游乐场 见到的女孩吗 你们还谈着呢 感情真好 我请李子坐下 姐 你怎么回来了 李子回答道 在外面赚到了一些钱 想起小时候 福利院收养我们很不容易 回来看看 顺便给院里捐了些钱 院长说 这几年 你每年都会捐钱给院里 知道我要来找你 院长让我带她好好谢谢你 这几年 我的确每年都往福利院捐钱 但从不亲自去 因为我在福利院的回忆 一点都不美好 捐钱是因为师父之前每年都捐 如今他不在安德 我带他捐献而已 而且我都是用师父的名义捐献 大概是院长知道 师父出了远门 猜到我才是真正的捐献人 李子跟我聊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情 也聊了许多 这两年他在外地发展 总之都是些家常里短 聊了一会儿 李子把自己带来的礼物拆开 是一盒非常精致的糕点 小贤 弟妹 来尝尝我从南方带回来的糕点 可好吃了 李子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盒子 见我没有动手 他先拿起一块 自己咬了一口 尝尝吧 很好吃的 我抽出一张纸巾 伸手帮李子擦了擦嘴 都沾嘴上了 纸巾擦到李子嘴唇下方的时候 我稍稍用了一点力气 这一用力 纸巾把李子脸上的粉底擦了下来 一颗只有芝麻大小的黑质 露了出来 我心中涌现出说不清的情绪 随后 问了李子一个问题 姐 这糕点里 下来要吧 我看到李子热情的表情 僵在了脸上 林小璐看到了李子嘴角下的黑质 明白了我的意思 原来 给李大爷鹦鹉的人是你 李子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你们 在说什么呀 我开口道 我终于想明白 分魂针是怎么被偷走的了 我原本以为你也是受害者 黑压的人是因为我的缘故 才找上了你 之前我一直在猜测 他来茶馆时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帮手 才能在我不在茶馆时 带走分魂针 现在我想明白了 他的帮手就是你 姐 你究竟是什么时候 加入了黑压 在我说话的时候 李子的表情不断发生变化 从手足无措到惊讶 再到渐渐平静 甚至浮现出一丝笑意 此刻的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让我感到无比的陌生 小贤啊 来茶馆的这些年 你真的是聪明了很多 他把点心盒重新盖上 然后站起了身 本来呢 我不太想伤害你的 你们乖乖吃下点心 我把补天石带走就结束了 可现在 我们之间 似乎必须得打上一场了 呼 一股寒风吹起 我身前的桌面 瞬间结了一层冰霜 林小璐的头发变得雪白 他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我激活了阴阳眼 然而奇怪的是 我在李子的身上 没有看到任何的灵气或者煞气 怎么看他 都是一个普通人 面对林小璐强悍气势的压迫 李子的神情 没有任何的改变 一点都不慌张 他对我们说道 别急 和你们打的 不是我 他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出现在茶馆门口 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卢哥 卢星仪满身是血 他艰难地抬头 用虚弱的语气丢喊 快走 我们的人 都被打倒了 他话还没说完 头又重新落在地上 我急忙冲上前 把他扶起 还好 只是昏迷 人还活着 大 大 大 茶馆外 传来了脚步声 我抬头一看 两个女人正向着茶馆走来 这两个女人身上 冒着浓浓的煞气 除此之外 我在这两人身上 感受不到一点生机 这是两个死人 或者说 这是两具僵尸 两具僵尸的身上 燃有胃干的血迹 十三局派来保护我和林小璐的人 就是被他们打倒的 我抱着卢星仪往后退 退回到林小璐的身边 林小璐似乎想要先下手围墙 拿下李子 可就在他伸手 抓向李子的时候 一道电光 在李子身前炸裂 把林小璐的手弹了回去 李子依旧微笑 别着急嘛 都说了 和你们打的人不是我 我看这架势 不打是不行了 于是我大声喊道 姑姑 姑姑拍着翅膀飞了过来 把卢哥带去二楼小璐房间 帮他包扎伤口 姑姑抓着卢星仪的手臂 飞去了二楼 边飞边喊 怎么这么重 老子用的是玩偶身体啊 爪子都要被扯下来了 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紧盯李子 防止他忽然发难 然而 李子并未有任何行动 任由姑姑把人带走 两具僵尸走进了茶馆 他们迈进茶馆一只脚的时候 茶馆里的防御鹰雾 就有了反应 至少五件鹰雾同时发难 镇压两具僵尸 可最终的结果 却是失败了 我心中一沉 五件鹰雾的威力我很清楚 这两具僵尸 究竟是什么实力 我缓缓地抽出昆乌刀 准备战斗 就在这个时候 装在我口袋里的手机 响了起来 李子开口道 先接电话吧 说不定是惊喜呢 我皱着眉头掏出手机 是林天佑打来的 我心中生出一种不妙的感觉 这很可能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 按下接通键 话筒里传来林天佑剧烈的咳嗽声 嗨嗨 姐 姐夫 大师不好了 嗨嗨 林天佑的声音非常虚弱 林小璐焦急地问道 天佑 你怎么了 林天佑的回答 让我的心沉入谷底 二姐 毛山被黑鸭袭击了 我没能保住混沌线路 林小璐不敢置信 那么多高手 怎么会 嗨嗨 来了七具僵尸 各个都是飞尸水准 里面还有刘飞的遗魄 也是准罗刹级别 本来用毛山的阵法困住了他们 可没想到 七具僵尸都自爆了 姐 姐夫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我听黑鸭的人说 刘飞还有两魂 也练成了僵尸 比袭击毛山的僵尸更厉害 他们很有可能去找你们了 嘟嘟嘟 电话断了 两具僵尸释放的强烈煞气 阻断了信号 李子开了口 小贤 看在我们姐弟 异常的份上 把补天使交出来吧 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你们 我咬牙切齿地回答道 我最后叫你一声简 回头吧 还来得及 李子叹了口气 十迷不悟 他转过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茶馆 而两具僵尸则是一步步地走向我和林小璐 当僵尸距离我们 还剩下两米的距离时 一只僵尸身上爆发出更加可怕的煞气 呼 狂风起 茶馆里的桌椅全都被吹起来 砸在柱子和墙上 炸裂成碎片 另一只僵尸则是趁机杀向我 一拳轰了过来 知道这两具僵尸里面 荣有刘飞的魂 我不敢有丝毫大意 瞬间动用了左眼的力量 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我将昆武刀横在身前 一手握刀柄 一手推刀身 碰 僵尸的拳头 砸在刀身的另一面 我仿佛被一辆再重百吨的大卡车撞了一下 整个人倒飞出去 后背撞在茶柜上 直接将茶柜撞倒在地 呆子 你没事吧 我起身揉了揉自己的胸口 疼得是呲牙咧嘴 我的肋骨差点被打断 这是什么鬼力量 林小璐抱扶了起来 我看了一下 已经变得非常灵万的茶馆 低声对林小璐说 我们出去打 林小璐点了点头 同样小声说道 这两具僵尸里都融合了刘飞的魂 他们之间以魂相通 必定配合极好 我们两个分别对阵一句 别给他们联手的机会 我犹豫了一下 但仍旧点了点头 林小璐说的没错 两具僵尸里都有刘飞的魂 他们无需言语就能够交流 两对二我们百分百没有胜算 小璐 小心点 嗯 你也是 我和林小璐对视一眼 随后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各自从茶馆的一扇窗户跳了出去 跳窗的瞬间 我回头看了一眼 两具僵尸分别追向了我和林小璐 跳出茶馆 整条街道都静悄悄的 没有一个人 不知是十三局提前清了场 还是黑压搞的鬼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我和僵尸打斗 不会伤及无辜 僵尸脸上面无表情 他体内虽然有刘飞一魂 但也不会说话 依旧是毫无感情 这僵尸手中没有武器 全靠拳脚攻击 可他的力量大的出奇 一拳砸在路灯上 铁制的路灯 直接就被砸断了 如果只是力量大也就算了 僵尸的速度还很快 我两次 试图用困物刀攻旗要害 都被躲了过去 碰 我不小心又挨了一拳 整个人倒飞出两三米 起身之后 我感觉自己全身都快散架了 要不是右眼拥有强大的恢复能力 这个时候 我恐怕已经隔屁了 隔壁的街道 一道寒风冲天起 林小璐和另一只僵尸 也打得激烈 我心中担心林小璐的安危 用力咬牙 下定决心 要赶紧解决眼前的僵尸 去帮林小璐 我集中精神 再次扑向僵尸 僵尸依旧是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一拳 我精神紧绷 以最快的速度躲避这一拳 然后一刀扎向僵尸的额头 我在昆吾刀中注入煞气 阴雷绽放 让昆吾刀变得更加锋利 扑 刀锋成功刺入僵尸的额头 刀刃从僵尸的后脑穿了出来 我在心中松了口气 赢了 可才过了一秒 我就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天真 僵尸的双手握住了我的脖子 将我的身体提了起来 双脚离地 窒息感当即袭来 我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僵尸 脑袋被刺穿 脑子估计都被阴雷炸成了豆腐脑 竟然还能动 我拼命地挣扎 可我的力气不如僵尸 照这样下去 就算我的脖子没被僵尸捏碎 也会窒息而亡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被煞气包裹的黑影 从茶馆里飞了出来 一头撞在僵尸的侧身 僵尸飞了出去 松开了口 我从地上爬起身 大口地喘息 原本已经模糊的视野 重新变得清明 这时我才看清 是谁救了我 狗爷 谢了 救我的人是狗爷 狗爷大概是被激烈地打斗声吵醒 此刻全身冒着煞气 杀气腾腾 狗爷对我说 小子 别大意 这僵尸身体里面有魂 跟林素素的情况有些相似 寻常手段 可杀不了他 我急忙请教道 那该怎么做 狗爷开口道 你的阴雷毕竟是用符罩来的 威力不够 用更厉害的手段 更厉害的手段 我下意识地 逃出了幻神路 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底牌了 狗爷看了一眼 说道 这东西行 当初林玄打败刘飞 就用过幻神路 不过那时候的刘飞 可没现在强 召唤人杰很可能打不过他 要召唤真神才行 我有些傻眼 之前召唤人杰对敌 我的身体都有些吃不消 召唤真神 怕是神灵刚附体 我就死翘翘了 狗爷大概是猜到了的 我的顾虑 急声道 我可以帮你分担一些压力 让我想想 召唤谁比较合适 有了 召唤二郎真君 二郎真君 就是民间常说的 二郎神杨茧 民间故事 西游记 风神演绎 宝莲灵灯中 都有他的记载 在这些故事中 二郎真君 常以头上三目 执三尖两刃刀 千笑天犬的武将形象出现 既然是狗爷的建议 我自当采纳 于是我深吸一口气 将体内煞气 注入幻神路中 幻神路站 放出耀眼光芒 我大声朗诵 幻神口诀 香气沉沉 硬乾坤 燃起清香透天门 金鸟奔走如云剑 玉兔光辉四车轮 南辰北斗满天照 五色彩云闹纷纷 紫薇宫中开圣殿 桃园玉女请神仙 千里路途香申请 飞云走马将来临 弟子张贤 请真神二郎真君 杨简入无声 我话音刚落 天空中忽然响起 震天的雷鸣声 轰隆隆 与之前召唤人杰是不同 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 顷刻间乌云密布 我头顶的云层不断旋转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中雷霆密布 宛如一条条游笼 正在翻江倒海 狗爷提醒道 小子 来了 一道雷光从天降 落在我的身上 召唤人杰时 我会得到人杰生前的记忆 但召唤真神 我却有一种自己的记忆 被他人翻阅的感觉 我立即想明白了 召唤真神的前提之一 就是要得到所患之神的认可 片刻之后 我仿佛得到了二郎真君的认可 身上出现了一套精致的盔甲 仿佛真的化身二郎真君 不仅如此 有无穷的力量在我体内翻滚 力量越强 对身体的负担越大 只一刹那 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快要被二郎真君的力量给撑裂了 危急时刻 狗爷一头撞在我的胸口上 小子 把力量分我一点 我急忙照做 只见狗爷吸收了部分力量后 形态开始发生变化 他的骷髅狗头上 长出了血肉 很快又长出了身体 最终变成一只体型细长的白毛犬 与神话传说中的笑天犬一模一样 在我动用幻神鹿的时候 刚刚被狗爷撞倒的僵尸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伸手拔出插在额头上的昆乌刀 将其扔在地上 随后向我扑来 狗爷迎着僵尸冲了过去 他先是躲开僵尸的攻击 然后从僵尸身侧一跃而起 咬住了僵尸的脖子上 不知是不是神力的效果 僵尸立在原地 动弹不得 狗爷含糊不清的声音响起 小子 快动手 我没有丝毫犹豫 伸出自己的手 神力在我的掌心汇聚 化作一柄三尖两刃刀 在我握住刀柄的瞬间 我额头上长出了第三只眼睛 这只眼睛是竖着长的 冒着金光 透过这只眼睛 我看穿了僵尸的身体 看到了寄居在僵尸体内的那道魂 我双手握刀 爆喝一声 斩 刀光瞬间降临在僵尸的身体上 从他的额头 一直劈到他的胯下 狗爷跳开 然后僵尸的身体 连同刘飞的魂 皆是一分为二 我亲眼看到 破碎的魂 消散于天地之间 连碎片都没有留下 街道重新安静了下来 我成功地干掉一只僵尸 咔嚓 我听到一声清晰的破碎声 低头一看 刚刚放在地上的幻神鹿 变成了碎片 这一次 幻神鹿比师父交给我时 更加的稀碎 我上的铠甲同样破碎 体内的神力迅速消散 与此同时 天空中乌云散去 阳光重新照在大地上 虽然有狗爷分担 二郎真君的力量 但此刻我 仍就是脱了力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全身像是散架一样 使不出一点力气 我毫不怀疑 如果不是狗爷帮忙 我现在已经死了 我看向狗爷 狗爷重新变成了 骷髅狗头的模样 落在地上 身上一点煞气都没了 要不是他的眼眶里 还跳动着鬼火 我甚至以为 他已经魂飞魄散了 狗爷有气无力地说道 小子 快点恢复一下 林小璐那丫头 可没召唤真神的能力 他不一定打得过 另一具僵尸 我用力咬了一口自己的舌头 直接咬出了血 剧烈的疼痛 让我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 我拼命使用右眼的恢复能力 身体渐渐有了知觉 我勉强站起身 捡起之前被僵尸 扔在地上的昆乌刀 亮亮呛呛地 走向旁边的街道 不知什么时候 旁边街道的打斗声 已经停了下来 只有阵阵寒风 不时吹来 我在心中祈祷 小洛 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好不容易 走到林小璐战斗的地方 眼前的场景 让我心中一寒 整条街道 不管是地面 还是两旁的商铺 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林小璐倒在地上 而她的面前 则是站着与她战斗的僵尸 这只僵尸身上插满了冰刺 如果换作活人 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林小璐的冰刺 无法毁灭僵尸体内的魂 因此僵尸仍旧能动 此刻 僵尸正迈着一拳一拐的步伐 向着已经昏迷的林小璐走去 小璐 我拼命向前跑去 可我距离林小璐 实在是太远了 而僵尸距离林小璐 又实在是太近了 等我距离林小璐 还有十五米的距离时 僵尸已经将林小璐 从地上提了起来 她从自己的身上 拔下一根冰刺 抵在了林小璐的脖子上 威胁的意味 实在是太重了 我不得不停下脚步 大 大 大 另一个脚步声传来 我扭头一看 是李子 我死死地 盯着李子的眼睛 大声吼道 把小璐还给我 李子微笑着对我说 小贤 看来你真的很在乎她 她话锋一转 既然你在乎 那就好办多了 把补天使给我 我就饶她一面 气氛变得无比紧张 李子见我不张口 问道 怎么 你不愿意吗 她话音刚落 僵尸手中的冰刺 向前了一分 已经抵在了林小璐的皮肤上 我给 李子大笑起来 真是个痴情的人啊 僵尸提着林小璐 威胁着我回到了茶馆 李子跟在僵尸身后 不给我任何反击的机会 回到茶馆 我把补天使拿了出来 当然 这是假的 由鹰雾百变变化而成 我扶起一张还没坏的桌子 把补天使放在桌面上 向后退了几步 这就是补天使 李子走上前 用手抚摸补天使 似乎在检验真假 这个时候 我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许多 万一李子也有辨认真假的本事 那可就麻烦了 忽然间 李子脸色变得极其愤怒 这是假的 李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脏骤停 但我强忍住自己的情绪变化 不让自己看上去 有一丝惊慌 我假装愤怒地说道 李子 我们已经落到你手里了 要杀药寡随你 何必找借口呢 李子扑斥一笑 哎呀 傻弟弟 姐姐就是逗你一下 别急眼嘛 她的眼中流露出 掩饰不住的兴奋 终于是凑齐了 我在心中松了口气 我成功骗过了李子 补天石我已经给你了 放了小鹿 李子没有答应 那可不行 你 李子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我只说 你交出补天石 我可以饶他一命 可没说要放了他 我握紧昆乌刀 煞气外溢 李子看了我一眼 语气变了 行了 别想着跟我拼命 我不放他 不是不讲信用 是怕等会儿又有人来捣乱 这丫头的母亲 是十三局的二把手 就算支援赶到 也会投鼠忌气 放心吧 我们好歹姐弟一场 等尘埃落定时 我会放了他的 听李子这么说 我重新收敛了煞气 还不到拼命的时候 李子扫视茶馆 不知是说给我听 还是喃喃自语 当初刘飞试图在这间茶馆复活 可惜被林玄给扰了好事 如今林玄不在 这世间 还有谁能阻止了 她走出茶馆 很快 抱回一个木制的箱子 箱子打开 里面装有三样物品 其中两样 我很熟悉 被李子从茶馆 偷走的鹰雾分魂针 以及有野狼 从玉须宫拿走的白玉莲 还有一个刻满神秘纹路的竹筒 如果我没猜错 竹筒里装的 就是黑鸭这些年 用鹰雾 收集的一万生魂 加上补天时 此刻复活刘飞的条件 只剩下一个了 那就是混沌仙路 三个小时后 茶馆外的天空上 响起一声音鸣 很快 一只黑色的老鹰 飞进了茶馆 鹰找上抓着的 正是混沌仙路 我心中惊叹 这应当真不是梵灵 这才过了多久 就把混沌仙路 从茅山送到了安德 李子对我说道 你知道我 为什么要偷分魂针吗 因为当初你师父 把刘飞的魂魄打散 只能寄生在僵尸体内 才能保留下来 可与僵尸融合 寻常手段就无法将其分离 只有分魂针能够做到 李子一边解说 一边拿起了分魂针 他往僵尸身体上一扎 等拔出分魂针后 原本与僵尸融为一体的魂 就被勾了出来 这一刻 我的心动了 我暗中把手伸到背后 摸到了昆乌刀的刀柄 可就在我准备动手时 李子头也不抬地说道 别耍小心思 虽然没了魂 但我仍旧能操控这具僵尸 你信不信自己刀刚拔出来 林小璐就会死 我压住心中的冲动 松开了握刀的手 李子靠林小璐 把我吃得死死的 这个时候 我只能继续等待 李子手中的动作始终没停 他把刘飞的魂 送进白玉莲中 请客间 原本雪白的莲花 染成了墨色 漆黑一片 李子把分魂针扔给了我 还给你了 它已经没用了 随后 他把已经漆黑的白玉莲 放在了补天石上 李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先是打开竹筒 万数生魂在他的指引下 钻入黑色莲花 随后 他又拿起混沌鲜鹿 打开瓶塞 然后将鲜鹿倒在莲花上 当浓郁的喜马拉雅山脉 灵气注入白玉莲后 莲花与补天石皆是 绽放出七彩神光 几秒钟后 黑色莲花与补天石融为一体 渐渐幻化出一个女人的身影 这个女人 穿着宋代妃子的华贵服饰 一脸寒霜 散发出非常恐怖的威势 正是黑鸭的创始人 刘飞 刘飞吞噬了万数生魂 即将补全三魂七魄 李子兴奋极了 他呢难道 成功了 终于要成功了 然而就在下一刻 刘飞的身上忽然燃起金色的火焰 他张开嘴巴 发出痛苦的嘶吼声 我藏在补天石中的粉魂粉 发挥效果了 李子受到了惊吓 他不敢置信地喊道 不 怎么会这样 他心神失手 我抓住这个瞬间 以最快的速度 扑向劫持林小璐的僵尸 昏无刀出鞘 直接斩下了僵尸的头颅 没了刘飞的魂 只要斩下僵尸的头 他就动不了了 林小璐回到了我的怀抱 李子这才反应过来 他冲我咆哮道 是你 是你捣的鬼 刘飞的魂被粉魂粉烧毁了 混沌鲜路蒸发 飘向珠木狼马峰的方向 黑色莲花重新变回了白色 而假的补天石 也变回了鹦鹉百变原本的模样 李子死死地盯着百变 浑身颤抖 咬牙切齿 张贤 你做了什么 我报警林小璐 宁声道 李子 黑鸭失败了 你回头吧 李子眼神变得癫狂 声音也发生了变化 仿佛是从老玉嘴中发出的声音 张贤 我原本打算放过你们的 是你逼我的 一种不妙的感觉 从我心底涌现 李子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知道 黑鸭用刘飞的魂魄 炼制了几个僵尸吗 九个 七魄炼制的僵尸 在毛山上自爆了 两魂炼制的僵尸 死在你的手中 那我问你 人有三魂七魄 刘飞最后一魂 去了哪里 我心中一沉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 我从未想过的可能 李子 难道你 李子用手指向自己 没错 我就是刘飞的最后一魂 这个答案 让我全身冰凉 犹如置身冰窖 我想带着林小璐 离开茶馆 但一股恐怖的气势 压在我的身上 让我全身动弹不得 李子低下头 慢慢地说道 你诞生那年 金门铁蒜子满占过世 他在临终前 补算了一挂 挂象他只告诉了林玄 但这两人不知 我手下有星爷 这个原始传人 可知天命 偷听了他们的谈话 满战算道 二十多年后 天下将有灾难降临 如今有救世主 身怀大气运 以天煞孤星命格降临世间 只要能找到这个人 世界才有 被拯救的可能 林玄想要找你拯救世界 而我 则想要靠着你的大气运 重新复活 可惜啊 林玄比我快了一步 她先找到了你 把你送进了福利院 我当时魂魄分散 无力与她斗争 便想了一个办法 取一魂夺赦 这个叫李子的女孩 以孤儿的身份 进入福利院 当我来到你的身边时 我完全可以偷偷杀死你 但星爷告诉我 只有你 才能找到 让我真正复活的补天使 所以我非但没有杀你 反而处处保护你 在无形中 让你的命格 与我的命格相互纠缠 我甚至暗中 帮你练化林玄的鹰雾 让你快些成长起来 星爷算得没错 跟着你 我的手下才成功进入 隐藏在雪山中的 希望母宫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 你用假的补天使 整整骗了我两次 两次 我心中冰凉 原来真正的李子 在我们认识前 就已经死了 站在我面前的 一直都是刘飞 李子抬起了头 眼中蕴含的情绪 已是癫狂 如今混沌仙怒已经散去 就算我能找到 真的补天使 也于事无补了 不过 我倒也不是死路一条 他的目光 落在林小璐的身上 天无绝人之路 林玄大概也想不到 他的女儿需要服用 混沌仙怒 才能治好天生的寒症 拥有妖怪血脉 又吸纳五月三山的林小璐 已是超脱凡胎 比起用补天 十恋化的身体 都不遑多让 夺舍了她 我同样能够复活 话音刚落 李子的身体就倒了下去 随后一个 身穿贵妃服饰的女人 从李子的身体中 飘了出来 这女人的长相 与刚刚从僵尸体内 飘出来的女人 一模一样 是刘飞 我拼命地催动 左眼的力量 想要挣脱束缚 可不管我如何努力 身体如石化般 动弹不得 看着刘飞一步步靠近 我大声喊道 这事哦 下一秒 我的嘴巴 被刘飞的力量堵住了 发不出声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刘飞的魂 钻进林小璐的身体中 我感到怀中的 林小璐颤抖了一下 随后 刘飞的力量消失不见 我可以动了 也可以说话了 我急忙把林小璐 转过身来 林小璐缓缓地睁开眼睛 然而她的眼神 让我感到陌生 笑 小璐 林小璐的嘴角 扬起一丝微笑 她用戏血的语气对我说 你应该叫我姐姐才对啊 小贤 我浑身冰凉 除了心凉 身体也凉 林小璐 这个时候 她已经是刘飞 她的头发变得雪白 刺骨的寒气 笼罩在我的身体上 我握住她肩膀的双手 开始结冰 这可真是个不错的能力 小贤啊 你这次是真的是惹恼我了 既然你们这么恩爱 我就好心送你们一起走吧 寒气越来越盛 很快我胸口以下都结满了冰 小贤 该说再见了 刺骨的寒气 让我的血液都快要结冰了 我的呼吸和心跳越来越弱 几乎要停滞下来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 我看到林小璐的后方 飞来一道身影 咕咕抓着行天府 悄无声息地飞了过来 臭女儿 吃老子衣服 刘飞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 完全没有注意到 飞来的咕咕 等她反应过来时 行天府已经砸在她的脑袋上 我看到刘飞的魂 从林小璐的身体中飞出一半 林小璐的眼神也变了回去 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刘飞的魂 又回到了林小璐的身体中 她的眼神再次变得冰冷陌生 该死的臭鸟 刘飞手一挥 咕咕就被封印在冰块中 从空中跌落下来 砸在地板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解决了咕咕 刘飞扭头再次准备对我下手 可就在这时 我看到她脸上的表情 发生了变化 她的眼神里多出一丝忌惮 刘飞骂了一句 这个废物才拖了几天 说完 她扭头就跑 化作一道影子 从茶馆的窗户跳了出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身上的寒冰开始融化 三分钟后 林素素提着新爷的衣领 像托斯狗一样 走进了茶馆 林素素走进茶馆 看到茶馆里一片狼藉的样子 当即皱起了眉头 她先是走到咕咕面前 俯身弹指 啪的一声 咕咕身上的冰块就碎掉了 咕咕往地上一歪 有气无力地说道 吓死我了 还以为又要挂掉了吗 随后 林素素走到我面前 手往我身上一拍 我身上的冰也碎掉了 她问我 怎么回事 这不是小鹿的能力吗 我急忙指着刘飞逃跑的窗户 大姐 刘飞夺舍了小鹿的身体 跑掉了 我们快去追 我刚想行动 却被林素素给拉住了 我已经感应不到她的气息了 追不上的 我焦急如焚 正想说些什么 林素素却是给了我一个闭嘴的眼神 别慌 刘飞只是残魂 小鹿吸收了三三五月的灵气 以非凡胎 哪里是那么容易被夺射的 我想起刚刚姑姑用行天府偷袭时 刘飞的魂曾经短暂地离开林小鹿的身体 在那一刹那 林小鹿的眼睛恢复了清零 这足以验证林素素的说法 林素素对我说 把我离开后发生的事情 仔细地讲一下 我强压下心中对林小鹿的担忧 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给林素素听 林素素听完之后 没好气地对趴在地上的心也说 搞半天 你是被刘飞派去吸引我注意力的 就你这熊样 还想摆脱刘飞的控制 自己当骑手呢 真不够丢人的 心也被林素素说得脸都憋红了 他辩解道 我身上有塌下的诅咒 我能怎么办 我再次变得焦急起来 大姐 咱要想办法 把小鹿救回来啊 林素素盯着心也 说吧 刘飞会去哪 我凭什么给你们说 啊 他的手指 被林素素用脚踩住了 听说你们算命先生 最喜欢掐指一算 你说 我把你的十根手指头全踩断 你以后还能不能再算命了 心也脸色变得煞白 不知道是疼的 还是被林素素给吓的 别踩了 我跟你们好好聊聊 林素素松开了脚 说吧 就给你一次机会 心也吹了吹了自己红肿的手指 其实我也不知道 刘飞会藏在哪 他早就知道我有异心 不会事事都跟我说 不过我知道 他日后会出现在哪 我追问道 别打雅咪 快点说 心也道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刘飞一定会出现在龙脉的最后一条封印处 林素素眉头一条 东边的封印 为什么 心也解释道 就像你说的 林小鹿已非凡胎 刘飞想要成功夺赦 必然需要借助外力 而普天之下 能够帮助他的 只有封印中的力量 如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龙脉封印 有三方已被镇守 刘飞只剩下这一魂 不会去冒险的 所以 他只能去东边的封印 相尽一切办法 打破封印 吸收力量 我问道 东边的封印在哪 心也说出了一个 我意想不到的地名 威海卫 听到威海卫这个地名 我不解的问道 为什么是那 心也解释道 威海卫的最东方 名叫成山头 那里 是华夏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 龙脉的东封印 就在成山头 那为什么是四十九天后呢 算了呗 我严肃的问他 你没骗我们 心也看了林素素一眼 无奈道 你觉得我敢吗 他顿了一下 继续道 其实我很希望你们能彻底消灭刘飞 那样 我才能摆脱黑鸭诅咒 林素素说道 他应该没撒谎 四十九天之后 的确是龙脉封印薄络的时候 心也继续说道 那一天 刘飞肯定会把所有的黑鸭云孽带上 据我所知 黑鸭还有一批培育完成的夜叉 从未动用过 林素素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冯春生 他要求冯春生以十三局的名义 颁布江湖令 号召整个华夏的鹰人 于四十九日后 齐聚危海味 剿灭黑鸭 在挂电话前 我让林素素 再给冯春生借几个人 立马过来 毕竟卢心一还在昏迷之中 原本守护茶馆的鹰人们 此刻也是生死不明 十三局的鹰人们 很快就赶来了 卢心一被送去了医院 姑姑给她包扎过了 虽然受伤很重 但不致死 当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星爷也要被十三局的人带走了 我发现 他一脸的平静 我问他 你怎么这么淡定 以你的所作所为 或许会被十三局关上一辈子 星爷冲我笑了笑 我算尽天下 又怎会不知自己的命运呢 放心 我只是折服几年 还会出来的 我皱着眉头问他 你就这么自信 星爷扫了一眼 没有发现林素素 低声对我说 你把耳朵付过来 我犹豫了一下 仍旧是凑了过去 星爷用极小的声音对我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 林小璐会被刘飞夺射 听到这话 我心脏差点骤停 我一把抓住星爷的领口 质问道 然后呢 既然你能算到未来 那小璐有没有被我们就回来 我动作太大 扯到了星爷的伤口 他疼得呲牙咧嘴 金点 金点 你想弄死我啊 我松开了星爷 深吸一口气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继续说 星爷笑呵呵地说道 林小璐有没有获救 我是真没算到 毕竟刘飞夺舍她的身体后 要去动龙卖封印 有那东西干扰 除非我真的能穿越到未来 亲眼看一看 否则仅凭算命 是无法知晓结果的 不过早在二十年前 我就把林小璐会被夺舍的事情 偷偷告诉了一个人 你猜这个人是谁 谁 星爷眼神微妙 你的师父 林小璐的父亲 林轩 我的表情僵硬在脸上 师父她 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从大姐的反应来看 她也是不知情的 星爷继续说道 反正我是跟林轩说了 至于她信没信 有没有提前做准备 我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她现在下落不明 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安排的 看到我眼神闪烁不定 星爷幸灾乐祸地说道 是不是很震撼 张贤 这就是棋手 以天下为棋盘 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棋子 乱世将到 等林轩和刘飞奋出胜负 就轮到我们登台博弈了 真希望 到那时 我们不会分别站在棋盘的两侧 星爷感慨完了 忽然道 分别之前 我来给你补上一挂吧 我立即警惕起来 星爷吐槽道 我都要被关进大牢里了 还能害你不成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命运走向 我想了想 点头同意了 星爷对我说 把你身上遮蔽天机的法器拿掉 我取出黑爷送的星辰八卦镜 星爷看到后感叹道 这法器 是金门的黑爷给你的吧 不愧是满占大师最宠爱的图儿 的确是学到了几分本事 星爷让我张开手掌 他要通过手相 来窥视我的未来 我把手掌放到星爷面前 他盯了许久 脸上的表情一变再变 首先是惊讶 随后是诧异 然后笑出了声 我问他 你看到什么了 星爷看着我 像是在看一个傻子 我把刚刚说过的话收回 以后我们不会站在棋盘的两侧 捉对厮杀 为什么 为什么 哈哈哈哈 因为你啊 活不到那个时候 哈哈哈哈 星爷没再给我质问的机会 主动要求十三局的人带他走 林素素 从外面走回茶馆 见我表情不对 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星爷的话 原封不动地说给他听 林素素听后 嗤之以鼻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什么 我命由我不由天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慰道 别想太多 小路一定会回来的 我说的 有林素素的承诺 我心中安定了许多 在我眼中 大姐就是无所不能的战神 她说过的话 就一定会做到 不过也不能全靠林素素 我也要出一份力 大姐 剩下的49天时间 你能不能训练我 比起刘飞 我差得还是太远了 我满心希望林素素答应下来 但等到的却是拒绝 不行 我没时间 去救小路前 我得先回西边一趟 确保西边的封印 不会出现问题 他顿了一下 继续道 况且不到50天的时间 即便由我来训练你 你的进步也非常有限 你的功夫已经练得很不错了 缺乏的是修行者的抵御 你若是想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将你的双眼 开发到极致 我追问道 大姐 你的意思是 我的阴阳眼 还有提升的空间 林素素的点了点头 父亲跟我说过这个阴雾 你现在最多只发挥出它 三分之二的力量 距离完美 还有一段路要走 让我想想 去哪里 能让你快速提升自己 有了 你去衙门 那里很适合你修炼 提到衙门这个地方 我立马反应了过来 大姐是让我去古战场 林素素点了点头 衙门这个地方 与其他的古战场 有很大不同 那里死的无辜百姓最多 因此怨气极重 正适合开发你的左眼 至于右眼的恢复能力 你先等上几天 我另有安排 我立马出发 前往衙门 在高铁上 我打开手机 在搜索引擎中 属于了四个字 崖山海战 崖山海战 又称崖门战役 或者是宋元崖门海战 是发生在公元1279年 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的一场 大规模海战 也是华夏古代极为少见的大海战 崖山海战 是宋元之间的决战 战争的结果是 援军已少胜多 宋军全军覆灭 崖山海战后 南宋灭国 南宋少帝投海自尽 许多忠臣追随其后 据史书记载 有十万军民跳海殉国 看完有关衙门海战的记载后 我终于明白 林素素为何会说 这处古战场 与其他的古战场有所不同 在战争中死亡的无辜百姓 比起战死的士兵 怨气会更重 而我开发左眼的能力 正需要这些怨气 衙门位于华夏的岳省 我感到后才发现 当年的海战战场 如今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 泥沙淤姬 已成陆地 这片陆地阴森森的 即便是白天 我也感受到了 泥土之下 散发出来的浓浓煞气 当地人告诉我 古战场一到了夜里 经常会有人听到 鬼哭狼嚎之声 所以很少会有人逗留此地 太阳落山后 月亮从西边升起 在古战场中 我的双眼隐隐发烫 我激活了阴阳眼 看到黑色的煞气 从地底冒了出来 紧接着 一个又一个穿着古代服饰的鬼 出现在我面前的这片土地上 他们迷茫地行走在大地上 眼神呆滞 这些鬼大部分都是逆死鬼 他们身上沾满了海草 嘴巴里时不时地 还会吐出浑浊的海水 这样的地方 对于别人来说阴森恐怖 但对我来说 当真是修炼的天堂 我立马盘坐在地上 开始修炼地藏菩萨经 游荡在大地上的逆死鬼们 受到经文召唤 纷纷向我走来 我尽心尽力地超度他们 不一会儿 体内积攒的煞气就增加了许多 有愿意被我超度的鬼 就有不愿意被超度的 很快 上百只凶神恶煞的逆死鬼向着我扑来 对于这种执迷不误的恶鬼 我自然是不会客气的 昆乌刀出窍 只用了一分钟的时间 这百只恶鬼都死在我的刀下 魂飞魄散 被我杀死的恶鬼 化作浓郁的煞气 钻入我的体内 这个时候 地藏菩萨经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但我修炼的煞觉 却是派上了大用场 用杀绝吸纳煞气 会让我杀戮的欲望不断地膨胀 但左眼会帮我镇压这种负面情绪 与此同时 左眼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得到开发 我修炼了整整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上 我掏出手机用屏幕来当镜子 查看自己左眼的状况 我惊讶地发现 自己左眼上的神秘纹路变得更加清晰 激活左眼的能力后 左眼提供的力量也变强了不少 我不由得振奋起来 剩下的四十多天 如果我能把所有游荡在古战场上的恶鬼全部超度 那我的能力一定会得到质的飞跃 甚至有机会追上刘飞 望着从东方海面升起的太阳 我语气坚定地呢喃道 小路 等着我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 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两点一线 非常的枯燥 晚上 我在崖山海战古战场努力修炼 白天就跑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地方吃饭 然后在酒店里睡觉休息 等到太阳落山 就再次回到古战场 一周后 林素素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 林天佑马上就会赶来与我会合 第二天 我去车站接林天佑 林天佑看到我后 远远地就向我招手 姐夫 我在这里 我走到林天佑的面前 关心地询问道 你的伤势 恢复得怎么样了 林天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笑着说道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其实我本来没受什么伤 谁知道那僵尸忽然自爆 把我炸下了山崖 幸好被一颗长在崖壁上的小树接住 缓冲了一下 否则真就一鸣呜呼了 我忍不住感叹道 你呀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话锋一转 询问道 大姐把你派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林天佑回答道 当然是爱帮你的呀 我来了兴趣 追问道 怎么帮我 林天佑黑黑一笑 从她的表情不难看出 她要搞事情了 姐夫 这几天你的左眼 是不是开发进度很快 我点了点头 左眼上的神秘纹路 已经变得非常清晰了 提供给我的力量 比起之前 也有非常大的增长 林天佑继续说道 大姐派我来 是帮你开发右眼的 我愣了一下 询问道 右眼怎么开发 林天佑再次露出坏坏的笑容 咱去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先带着林天佑 到了镇子上的酒店 把她的行李放下 然后领着她 来到了崖山谷战场 这里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都很少有人路过 别卖关子了 你打算怎么帮我 姐夫 你就站在这里 不要动 说完 林天佑向后退去 她一连退了二十米 才停下脚步 正当我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我远远地看到 林天佑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符 因为离得比较远 我看不清那是一张什么符 但我的心里 忽然冒出不安的感觉 林天佑大声地喊道 姐夫 小心了呀 她用自己的灵气 激活了手中的符 随后我犹如被人砸了一闷棍 瞬间倒地 倒地的时候 我听到天空传来雷鸣之声 轰隆隆 我全身麻痹 剧痛无比 意识也在慢慢地消散 分明是濒临死亡的感觉 直到这时我才搞清发生了什么 林天佑这家伙 拿他最厉害的招雷符 给了我一道天雷 我的手臂冒着青烟 还散发着烧焦的味道 跟烤肉一个味 以前我挺看不起 林天佑这个绝招的 每天只能使用一次 简直是鸡肋 现在我才明白 自己当真是小看他了 这天雷的伤害 高得离谱 林天佑飞快地跑到我面前 一脸慌张地问道 姐夫 你没事吧 此刻我的右眼 已经开始发挥效果 身体正在缓慢恢复 我有气无力地问道 这就是你所谓的帮我 林天佑很是尴尬地 挠了挠自己的下巴 我也不想的呀 这是大姐安排的 我可不敢抗命 林天佑这一发天雷 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即便有右眼超强的 恢复能力 也在地上躺了两个小时 才缓过劲 林天佑问我 姐夫 你感觉怎么样了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恢复得差不多了 林天佑脸上 扬起一个坏笑 然后从口袋里 又掏出一张符 那咱接着来 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 质问道 之前你不是说 自己每天只能召唤一道天雷吗 林天佑黑黑一笑 我也是有进步的 现在我一天可以召唤两次天雷了 我的眼泪差点就落下来 不过为了林小璐 只能狠狠心 再挨一次 我用有些耸的语气 对林天佑说 天佑呀 稍微减少一下天雷的威力 别真把我给劈死了 林天佑非常自信地向我保证 放心吧姐夫 我心里有数 他再次后退二十余米 我知道这一发天雷躲不过 干脆坐在地上 免得一会儿被雷劈倒 又要摔个狗啃泥 林天佑没开二堵 大声地喊道 姐夫 你准备好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 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 然后用力点了点头 轰隆隆 我又倒在地上了 这一刻我真想 把林天佑吊起来打 说好的减少一些威力呢 怎么感觉比上一发天雷 威力还要大 不过 我是真的没有力气跟他计较了 我全力催动右眼的力量 迅速恢复身上的伤势 这一次 我足足用了四个小时 才彻底恢复 能够起身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大地上又冒出许多游魂恶鬼 来不及去吃饭 我立即开始了左眼的修炼 超度恶鬼 天亮时 我躺在地上 累得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了 只能请林天佑把我背回小镇 我睡了四个小时 起床吃了一碗饭 拉着林天佑再次来到了古战场 林天佑也没有完全恢复 与我一样 满脸的疲劳 她哀求道 姐夫 咱多休息一会儿 再修炼好不好 我断然拒绝 少废话 赶紧拿雷劈我 林天佑冲我翻了翻白眼 行行行 一切为了我减 一分钟后 又是一道天雷 从天而降 这样的修炼 整整持续了四十天 距离星野给的时间 只剩最后两天 我站在酒店的洗手间里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的阴阳眼彻底发生了变化 神秘的纹路已经完全展现 似乎是上古的明文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修为有了十足的进步 我已经拥有了抗衡刘飞的力量 林天佑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她召唤天雷的次数 从两次提升到了三次 熄灭了阴阳眼 我用凉水洗了八脸 扭头看向正在收拾行李的林天佑 催促道 快点收拾 别误了飞机 林天佑加快手中的动作 十分钟后 我们两人坐上前往机场的出租车 飞机直达威海卫 一路上我和林天佑虽然是零坐 却都保持着沉默 气氛十分的压抑 因为我们知道 最后的决战 马上就要来临了 飞机降落在威海卫国际机场 机场有十三局的英人接机 我们坐车直奔成山头 这里原本是一处景点 如今已经被十三局封了起来 不许闲杂人靠近 一下车 我就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有黑爷师徒 九叔 冯茧 熊大 卢星一 毛孩 仙灵 许强妇女 王牧 九叔 还有林小璐的闺蜜小美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英人 卢星一看到我后 迎了上来 华夏阴行有名有姓的人物 基本上都到齐了 你的师爷也来了 我顺着卢星一手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到了师爷张龙 师爷代表的是道家正义派 在他的身旁 还站着毛山和龙虎山的老天师 不一会儿 山海堂的储生堂主走了过来 张贤 你还记得华夏英雄榜吗 战力榜上的人来了三分之二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慰道 有这么多高手帮你 一定能救回林小璐的 谢谢楚堂主 我扫视了一圈 询问卢星一 大姐呢 怎么没有看到她 卢星一解释道 林教官正在龙脉封印处 我没有资格靠近 让卢姐带你过去吧 我说了声好 和林天又一起找到了卢春生 卢春生带着我们两人 越过重重守卫 见到了林素素 林素素听到脚步声 转过身来 你们来了 她盯着我的眼睛 夸赞道 你的两只眼睛 都开发到极限了 说明这四十多天 你非常的努力 我真的很想好好吐槽一下 我何止是努力啊 简直就是玩命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每天都要挨两次天雷 如果传说中 凡人度雷节 可呈现是真的 我都可以飞升一百多次了 林天又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大姐 封印在哪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 我也非常好奇 因为周围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林素素抬脚跺了跺地面 就在我脚下 我和林天又面面相去 这不就是普通的地面吗 哪里有封印 我激活阴阳眼 同样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林素素解释道 龙脉封印在没有破损前 只有在每年特定的时候 才会显现出来 再过三天 你们就能看到变化了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三天之后 正是与刘飞的决战之约 按照林素素的预计 龙脉封印 会在第三天的正午时分 出现松动 黑鸭余孽数量已经不多 刘飞手中最大的一股力量 是新爷说过的那支 下落不明的夜叉不对 夜叉毕竟是鬼 夜里战力更强 因此 林素素推断 刘飞会在前一天晚上 发动偷袭 两天时间眨眼就到 夜里 华夏的鹰人们 按照十三局的要求 布下层层铁桶镇 前半夜非常平静 可当距离破晓 只剩不到一个小时时 铁桶镇的最前方 有一道明亮的火光冲天而起 是信号弹 黑鸭的人来了 呼 狂风吹来 带着浓浓的煞气 风中是不绝于耳的 鬼酷狼嚎之声 给黑鸭打头镇的 是上千只恶鬼 望着从远方飞来的恶鬼 站在我旁边的林天佑吐道 这刘飞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 这种程度的鬼 哪里是我们的对手 位于阵线前沿的鹰人们 各施手段 恶鬼虽然数量很多 但很快就被打得魂飞魄散 但这仅仅只是开胃菜 恶鬼过后 是上百只夜叉 黑鸭最后一批夜叉 出现了 夜叉的实力 比起恶鬼强大太多 而且从夜叉身上 弥漫的煞气来看 这批夜叉 似乎得到了强化 比起正常的夜叉 实力也不遑多让 面对这些夜叉 普通的鹰人 已经起不到作用 鹰行中的大门派 一个个地顶了上去 我看到正一派的道爷们 在三大天师的带领下 一个个挥舞着陶木剑 组成了阵法 羞 羞 羞 一眉眉浮露 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冲天起 仿佛密集的火箭 发出震耳的破空声 浮露碰撞在夜叉身上 立即燃起熊熊烈焰 这火焰虽然不及三昧真火 但依旧能对夜叉 造成可观的伤害 这一幕 着实让我开了眼见 林天又骄傲地说道 厉害吧 随后 他又懊恼地吐槽 之前要不是那七具僵尸自爆 混沌仙鹿也不会被抢走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严肃地说道 只要救回小洛 一切都能挽回 林天又用力地点了点头 从口袋中 掏出他那把 只有八掌长短的陶木短剑 随后 他又掏出三张赵雷符 缠在剑身上 我的注意力在前方战场 刘飞还没有出现 上百只夜叉 在短短三分钟的时间里 就被灭掉了十几只 剩下的夜叉 似乎并不想与到爷们纠缠 他们一个个张开嘴巴 喷吐出浓浓黑雾 这是黑鸭夜叉 独有的鬼术 黑雾很快就笼罩大地 遮住了众人的视线 十三局发明的眼镜 显然没来得及普及 至少到爷们是没有的 原本能够精准打击夜叉的福禄 在黑雾中失去了准头 夜叉摆脱了纠缠 向着龙脉封印的方向飞来 我激活了阴阳眼 拔出昆吾刀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就在这时 我在夜叉群体中 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林小洛 不 现在控制他身体的 是刘飞 刘飞在夜叉的掩护下 以惊人的速度 向着龙脉封印的方向突袭 天佑 跟我来 我带着林天佑 向着刘飞迎了上去 左眼能力激活 狂暴的力量 在我体内翻滚 一张照雷符 贴在昆吾刀上 暗淡的雷光 在刀锋上跳跃 我没有保留任何实力 全力迎击 很快 我与刘飞碰面了 刘飞看到了我 他控制的林小璐身体 头发瞬间变得雪白 只见他手一挥 夹杂着冰雪的狂风 瞬间席卷到我的身前 只一刹那 我身上就结满了厚厚的冰 不过 我已经不是49天前的我了 我拿昆吾刀往身上一派 英雷直接将冰块炸链 至于英雷入体这样的小事情 被天雷劈了40多天的我 已经习以为常了 林天佑也是个大聪明 寒风袭来的时候 他躲到了我的身后 拿我当盾牌 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当我和刘飞 距离只剩下三步时 我毫不犹豫地 刺出手中的昆吾刀 前日林素素对我说过 虽然刘飞控制着林小璐的身体 但我绝不能因此心软 只有让刘飞受到足够的伤害 林小璐的魂魄 才有苏醒反击 重新夺回自己身体的机会 以我现在的速度 三步距离瞬间就到 然而 眼见刀锋就要碰到刘飞时 一道紫色的光芒 在她的身前炸裂 碰 我犹如撞在一堵无形的墙壁上 整个人掀视一阵 随后被弹飞了出去 我忽然想起 之前在茶馆 林小璐想要掀下守围墙 拿下还是离子的刘飞时 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林天佑惊呼道 她身上有护身法宝 刘飞看都没看我们两人一眼 继续向着龙脉封印所在的方向赶去 我急忙起身 追了上去 可一刀砍下 又被紫光弹飞出去 剑峰 闪开 让我来 林天佑举起手中的陶木小剑 一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轰隆隆 一道天雷从天而降 雷的速度 每秒几十到几百公里 虽然比光速慢得多 但依旧不是人能躲开的 天雷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刘飞 但那紫色的光芒再次出现 挡住了天雷的轰击 林天佑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喃喃道 这是什么护身法器 也太逆天了吧 本着打不过就摇人的精神 林天佑对着战场前方大喊 几位天师 刘飞在此 快来帮忙 只过了几秒钟 正一派三位天师就赶到了 三人齐齐出手 雷光 火浪 疾风 每个人出手的声势 都比林天佑要大 可即便是三人联手 依旧没能打破那紫色光芒 刘飞的脚步 没有任何停顿 继续向前 师爷张龙开口道 刘飞身上的法器 很是古怪 似乎蕴含某种规则力量 龙虎山天师皱眉道 那可就麻烦了 这种法器 只允许符合自身规则的力量通过 如果不符合 就算一百个我们联手 也无法打破 毛山天师道 前面不还有林素素吗 交给他解决吧 毕竟他比我们要强 我们先帮其他人灭掉叶叉 三天师离开了 我和林天佑对视一眼 追向刘飞消失的方向 等我们追上刘飞时 他已经来到了龙脉封印处 刘飞终于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的面前是林素素 看到大姐 我心里就莫名地安心 毕竟她是华夏最强的阴人 林天佑大声喊道 大姐 她身上有某种规则法器 你小心点 林素素面无表情地 从自己的后腰上摘下一件法器 从外形上看 是一根银丝的棍子 林天佑兴奋地对我说 姐夫 你知道吗 大姐最擅长的武器 是长枪 咱马上就可以大饱眼福了 我心中疑惑 林素素手中拿的 也不是长枪啊 我正想发问 只见林素素手中一抖 短棍两侧瞬间延长 一支银色长枪 出现在她的手中 枪尖上荧光流动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刘飞看着林素素 语气复杂 当初要不是林玄阻止 你的身体 本该是我的 林素素冷声道 二十多年前 你没能成功 今天 同样不会 刘飞阴森森地笑了起来 你可真是自信啊 难道你没听过一句老话 叫吃一切 长一智 这一次 我准备了很久 不会再有意外了 她看了一眼东方 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 刘飞喃喃自语道 快了呀 我马上就能够真正地复活了 林素素提枪杀来 我说了 你不会成功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 林素素全力以赴 她快速杀到刘飞面前 手中长枪 直接刺了上去 刘飞淡然道 别费劲啊 你伤不了我的 她话音未落 林素素手中的银枪 已经点在了她的胸口上 紫色的光芒再次乍现 但我看得清楚 紫色光芒距离刘飞的身体 只有几毫米的距离 而不像我和林天佑攻击时 紫光距离刘飞身体 一直有余 碰 刘飞的声音戛然而止 她倒飞出十余米 撞在附近的景区建筑上 墙都撞塌了 我咽了咽口水 这就是华夏英雄榜 双榜第一的大姐吗 碰 废墟炸裂 刘飞灰灰头土脸地站了起来 她身上无伤 但形象十分狼狈 刘飞不敢置信地望着林素素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才过去了二十多年 你怎么能变得这么强 林素素大步走向刘飞 你想不明白的事情 还多着呢 她再次杀到刘飞面前 这一次 刘飞不再站着挨打 一掌轰出 夹带着冰霜的寒风 从刘飞的掌中涌出 然而林素素身体向后一压 轻松躲过 林素素以右腿为轴 以极快的速度转身 在转身的过程中 她握枪的手 移动到银枪的最下端 人虽然背对着刘飞 但枪却擦着自己的肩膀 刺向后方 好意招回马枪 林素素的反击刘飞 完全没有预料到 枪尖直接刺到她的喉咙 紫光再次乍现 她防住了银枪 却无法完全抵消 林素素恐怖的力道 碰 刘飞又撞碎了一堵墙 这一次 林素素没给刘飞 再爬起来的机会 直接提枪冲了过去 碰 碰 碰 我和林天佑 眼睁睁地看到景区里的建筑 一动接一动地坍塌 比拆迁队的效率还高 三分钟后 一道身影飞了出来 重重落在地上 是刘飞 刘飞此刻狼狈极了 可她偏偏用的是 林小璐的身体 看得我十分心疼 不过她只是样子狼狈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林素素大步走了出来 她望着刘飞 眉头紧皱 刘飞癫狂地大笑 林素素 就算你强盗逆天 又有什么用呢 我说过 我早就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你是打不破我的护身法器的 林天又开口道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法器 一定有办法打破的 刘飞用阴森森的语气说道 你说的没错 这世上的确没有完美的法器 但我准备的法器能打破者 万中无一 她从衣服里掏出一个项链 项链的底端悬挂着一颗紫色的宝石 告诉你们也无妨 这件法器 只有至善或者至恶的人 才能打破 所谓至善 是一生中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的人 所谓至恶 是恶到连上天都看不下去的人 你们找得到这样的人吗 我心中一沉 按照刘飞的定义 这样的人很难找到 人之初 性本善 可在成长的过程中 哪怕再善的人也会生出思念 有思念就很容易做出坏事 比如为了争抢玩具 打了自己的小伙伴 比如为了买糖 偷偷从爸爸妈妈的钱包里 抽出一块钱 如此 至善之身就会被打破 至于恶到上天都看不下去的人 在这和平年代 同样也不多见 刘飞忽然笑道 其实 你们当中 原本是有这么一个人的 刘飞伸出一根手指 指向了我 你天生患有眼疾 难以做恶事 虽然客死了自己的父母 但那是你杀心命格的问题 因此 一直到你来到林玄身边 都保持着至善之身 我怕你有一天会被林玄利用 破我法宝 所以我主动帮你 做了两件坏事 我阴着脸问道 你用鹰雾 让李大爷无法忍受生鲜酒的诱惑 大闹茶馆 让我害死了他 刘飞承认了 没错 不过李老头只是后手 我真正给你设的局 是王森 当时你刚刚离开福利院 深爱着我假扮的李子 因此 你得知 李子有可能被王森所害 一定会出手相助 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只要稍微试点手段 就能让被王森害死的 三个前妻找上你 当时单纯的像一张白纸的你 真是太容易上当了 王森虽然是被他的 三个前妻所杀 但没你的帮助 他们无法成功 你沾了因果 至善之身 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听完刘飞的解释 我的后背被冷汗打湿 好算计 当真是好算计 刘飞抬头看向东方的天边 清晨第一缕阳光 照在了大地上 他的表情变得癫狂起来 来了 终于来了 我感觉到脚下震动了一下 林素素最早站立的地方 有微弱的光芒浮现 光芒越来越亮 面积也越来越大 我定眼一看 一个直径十米的法阵 浮现在地面上 法阵的边缘 刻满了和我阴阳眼上 神秘纹络相似的上古文字 而法阵的中心 则是一只藤云驾雾形象的巨龙 龙脉封印 现世了 刘飞扭头冲向封印 林素素立即追了上去 拦在她的身前 刘飞一改之前 被动防御的姿态 她疯狂地向林素素发动攻击 试图突破林素素的阻拦 触碰到龙脉封印 姐夫 我们去帮大姐 我和林天佑一前一后冲了上去 与林素素一起围攻刘飞 但效果并不好 刘飞不知动用了什么手段 增强了护身法器的力量 就连林素素的长枪 也无法做到像之前那样 将其打飞 刘飞靠着护身法器 一步步走向封印 虽然步伐很小 但照这个形式发展 她早晚都会碰到封印 刘飞一边与我们交手 一边癫狂地笑着 放弃吧 你们已经阻止不了我了 等待千年 我终于可以复活了 哈哈哈哈 就在刘飞嘲笑我们的时候 不远处走来一个身影 我愣了一下 封印所在的地方 除了少数人外 是不允许接近的 而此刻出现的身影 我从未见过 这是一个年纪 与我相仿的男人 他穿着花衬衫大裤衩 脚上还蹬着一双人字脱 此时虽然已至六月 但卢省的天气 显然还没到 需要换如此清凉衣服的时候 这个男人 更像刚刚从三亚度假回来 男人一步步走向我们 吸引了我们四人的目光 我们暂时停手 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他走到距离我们 还剩五米的时候 停下了脚步 男人看着刘飞 咧嘴一笑 飞机误点真麻烦 差点就误了大事 刘飞皱着眉头问他 你是谁 男人微微躬身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香谷圣童 我心中一惊 这就是给林小璐下鼓的香谷圣童 刘飞质问他 你来做什么 香谷圣童依旧微笑 他指着刘飞说道 这具身体里 养着我最珍贵的一条蛊虫 我来把它取回来 刘飞或许是感觉到了危险 他没有再开口 而是静止扑向香谷圣童 然而就在此时 香谷圣童打了一个响指 啪 一声脆响 原本凶神恶煞的刘飞 忽然停下了脚步 他死死地捂着自己胸口心脏部位 满脸的痛苦 香谷圣童解释道 林小璐中的鼓 叫做黄金式魂鼓 是只有每代香谷圣童 才能炼制的旗鼓 这种少见的鼓虫 平时寄居在人的心脏中 只要得到指令 就会啃食人的灵魂 刘飞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痛苦 他的身形摇摇欲坠 眼见就要站不住了 此刻我终于明白 师父为何会给自己的女儿下鼓了 唯的就是这一刻 我以为这场决战即将收尾之时 刘飞再一次挺着腰杆 他虽满脸痛苦 语气却充满了嘲笑 林玄啊林玄 你可真是好算计 如果不是我提前打破了南边的龙脉封印 让你不得不前去镇守 我还真有可能败在你手中 如今你不在 就算你留了许多后手 却依旧阻止不了我 恐怖的煞气 在刘飞体身上爆发 这些煞气汇聚在他的心脏部位 仿佛是给自己设下了一道封印 香谷圣童的脸色大变 他不敢置信地说道 我感应不到我的蛊虫了 刘飞没有对他出手 而是转身 亮亮呛呛地向着龙脉封印走去 我们三人齐齐出手 可仍旧破不了刘飞的护身法宝 刘飞冷笑道 等我打破龙脉封印 你们都得死 当刘飞距离龙脉封印 只剩不到一米的距离时 我心生绝望 难道真的无法挽回了吗 刘飞再次向前两步 他用颤抖的手摸向龙脉封印 千军一发之际 又有一道身影窜出 挡在封印前 这人一拳 砸向刘飞的胸口正中央 当他的拳头 距离刘飞身体十厘米左右时 紫色光芒乍现 然而 这人并没有像我们那样 被紫光弹飞出去 相反 紫光炸脸 啪 拳头砸中了挂在刘飞胸前的护身法宝 紫色的宝石破碎 化作数不清的碎片 散落一地 法宝破碎 刘飞瞬间被打倒在地 连起身都做不到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忽然出现的人 不敢置信 打倒刘飞的 是 九说 刘飞同样不敢置信 他手里 攥着宝石碎片 咬牙切齿地质问九叔 你怎么能打破我的法宝 九叔授权 平静地解释道 因为 我是治恶之人 我看着九叔比上次见面 更加年轻的模样 恍然大悟 九叔 你夺他人寿命 原来是为了 九叔点了点头 没错 夺他人寿命 乃逆天改命的恶举 这些年来 被我掠夺的人 少说也有千人 这世上 哪里还有比这更恶的人 刘飞一脸都不甘心 我策划了这么久 竟然败给了 你这样的小人物 九叔摇了摇头 刘飞 你错了 你并不是败给了我 而是败给了林玄 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想过 如此逆天的护身法宝 怎么会如此容易被你得到呢 刘飞瞪大了眼睛 他似乎想通了某些事情 难道 九叔给了他致命一击 没错 这件护身法宝 本就是林玄制作的 刘飞身体颤抖了一下 他用愤怒的语气吼道 林玄 林玄 我大步走到刘飞的身前 同样愤怒地说道 你说了 把林小璐还给我 刘飞盯着我的眼睛 呵呵地笑了起来 谁告诉你 我已经输了 他伸手指向封印 你们看看 那是什么 我扭头一看 只见封印的边缘 有一片鲜血 我这才回想起 九叔打破刘飞护身法宝时 刘飞嘴中吐出一口鲜血 刘飞继续道 那口鞋里 有我的残魂 输的是你妈 他话音刚落 封印中的鲜血就燃烧了起来 随后 封印逐渐变得暗淡 大概过了十秒钟 我见到了恐怖的一幕 龙脉封印下的土地 忽然凹陷下去 变成了一个看不到底的无底洞 有刺骨的寒风 从无底洞中吹出 伴随着令人胆战心惊的 鬼哭狼嚎之声 林素素脸色巨变 糟了 封印要破 他立即持枪跳了过去 脚踏封印 体内灵气疯狂外泄 注入龙脉封印中 有了林素素灵气的加持 封印原本暗淡的光芒 又重新变得明亮起来 刘飞却是不懈地笑道 林素素 就算你现在强如仙人 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只要我不死 封印就一定会破 林素素没有回应 但从他脸上凝重的表情 不难判断 刘飞没有撒谎 刘飞收回目光 重新看向我 该死的蛊虫 让我的魂变得如此虚弱 在封印破碎前 我需要休息一下 张贤 我们好歹解第一场 我发个善心 让你再见林小璐一面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与他道别 话音刚落 刘飞就闭上了眼睛 他的头发重新变回黑色 再次睁开眼时 眼神已经变得不同 呆子 我的眼泪瞬间流下 是林小璐 我一把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抱入怀中 小璐 怀中的人 是那么的熟悉 我用力地抱着林小璐 不想再次失去他 但只抱了十秒钟 林小璐就推开了我 他抓着我的手 表情焦急地说道 呆子 听我说 刘飞的魂 已经融入我的身体 只有杀死我 才能彻底地阻止他 林小璐的话 犹如一记重锤 砸在我的心上 杀死林小璐 我如何能下得去手 不行 我断然拒绝 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 林小璐攥紧我的手 呆子 没时间了 刘飞在吸收我体内的 三三五月灵气 恢复自己的力量 再过几分钟 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 不 我咬牙拒绝 让我杀死林小璐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做的 呆子 林小璐眼中涌出泪花 你还记得你跟我表白时 我是怎么回复你的吗 记得 你说等你病好了 再让我表白一次 那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当然 我比之前 更喜欢你了 林小璐笑了 笑得很美很美 美的让我心醉 她捧起我的脸 脚尖倾垫 柔软的唇 与我的嘴唇 倾触在一起 我多么希望 这一刻 时间能够停止 成为永恒 然而就在我沉醉之际 刺骨的寒冷 笼罩我的全身 林小璐的唇一开了 我低下头 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己 结满冰霜的身体 小璐 你在做什么 林小璐拿起昆乌刀 放在我的手中 刀尖向前 她用充满歉意的语气 对我说 呆子 对不起 刘飞在我的体内 如果我选择自杀 她一定会察觉 所以我 只能借你的手 了结这场灾难 她与我对视 眼中满是深情 呆子 我也喜欢你 真的好喜欢你 可惜我们的缘分已尽 不能在一起了 答应我 我死后 你不要被伤太久 我眼中涌出热泪 却融化不了身上的寒冰 我眼睁睁地看着林小璐 投入我的怀抱 手上传来刀锋入肉的感觉 温热的液体 流淌在我的手上 我身上的冰融化了 我下意识地松手 林小璐倒在地上 她的胸口上 昆无刀的刀身 进入 正中心脏 林小璐闭上的眼睛 再次睁开 却是刘飞的眼神 她疯狂地咆哮着 不 不 林小璐 你做了什么 煞气狂勇 刘飞想要自救 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她如溺水之人 眼神逐渐涣散 不 不 刘飞最后一魂 散了 自此 世间再无刘飞 我颓飞地坐在地上 目睹一切的林天佑 捂着脸痛哭 九叔和香谷圣童 则是沉默地站在一旁 刘飞死后 林素素成功地维持住封印 她走到我的身边 握住银枪的手 轻轻爆起 我伸手擦去林小璐脸上残留的泪痕 她的泪 是那么的冰凉 我闭上眼睛 用力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嘴唇都咬破了 我没有哭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而对林天佑说 天佑 你去把王牧找来 林天佑以最快的速度 找来了王牧 王牧看到林小璐的情况后 用遗憾的语气对我说 我知道你想让我救她 但林小璐她已经没救了 你要急爱 我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道 小璐的魂还在身体中 我们都是阴人 如果林小璐的魂破离体 我们都可以看到 王牧解释道 修行者的魂破 比常人坚韧 死后离体的速度也会慢一些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 她心脏已经破碎 就算是我 也就不回来 那请你帮忙把刀取出来 还有她心脏里的蛊虫 王牧点了点头 她召唤出自己饲养的名医 十分钟后 昆吾刀和黄金氏魂骨 都被取了出来 其中黄金氏魂骨 被昆吾刀刺穿 已经死掉了 我坐在林小璐的身边 望着她的脸 回忆着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 她穿着白色的兔尔睡衣 美丽的容貌 让我一不开眼睛 你好 我叫林小璐 我们明天再认识一下 敌人快推上高地了 我先回去打游戏了 在雪山上 我们两人快要被活活冻死 林小璐却是一点都不害怕 呆子 如果真的会死 能和你死在一起 也挺好 韩正治愈时 她开心地在我怀里 蹦蹦跳跳 开心得不得了 呆子 谢谢你 我终于是忍不住了 泪水肆意落下 我用力擦干眼泪 问了王牧一个问题 我的眼睛里 藏着一对珠子 对不对 王牧点了点头 我指了指自己的右眼 帮我把它 移植给小璐吧 王牧失声道 你 我把右眼开发到极限后 就已经知道了 真正镇压我天煞孤心命格的 并非左眼的赤油血脉 而是右眼的炎帝血脉 它的恢复能力 能够让林小璐 重新活过来 王牧断然拒绝 不行 你知道 失去炎帝血脉的压制 你会怎样吗 知道 红跟我说过 天煞孤心之人 克人克己 皆是命短之人 失去右眼 我会死 王牧再道 这事儿林小璐也知道 可他仍旧选择 让你亲手了结他的性命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他这是在警告我们这些知情者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不许任何人 用你的命 去交换他的命 我看了一眼周围的人 除了香谷圣童外 一脸茫然外 其他人显然都是知情者 没关系 小璐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现在 轮到我了 王牧仍旧拒绝 刘飞死前 带走了林小璐体内 大量的灵气 就算我用你的右眼 把他救活 他也会立即犯病 终究难逃一死 我笑了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你告诫林小璐 和我的关系 不要处得太好 以免日后下不了手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我的眼睛 能治好小璐的病 我指向自己的左眼 吃油血脉 可替三山五月灵气 王牧哑口无言 我知道 自己猜的一点都没错 时间紧迫 动手吧 王牧没有动手 仍旧劝我 你有没有想过 林小璐活过来后 知道你为他而死 会有多么的伤心吗 甚至 他会做出和你一样的选择 再次把眼睛还给你 我知道 我俯身亲吻林小璐 在抬起头来时 已经下定了决心 所以 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我毫不犹豫地 把自己的手指 插入右眼眼眶 我强忍着巨大的疼痛 把自己的右眼 抠了出来 啪 我用力一捏 右眼破碎 一颗火红色的珠子 出现在我的手中 失去右眼 我感觉自己体内有一股阴冷的力量 如火山爆发 疯狂吞噬着我的生命力 我催促王牧 快点吧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王牧叹了口气 不再犹豫 片刻之后 带有炎蒂血脉的珠子 被王牧移植到林小璐的右眼中 林小璐的心脏再次跳动起来 但爆发的寒气 再次将他的头发染成白血的颜色 我夸赞王牧 你医术真好 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 王牧看向我的眼神 充满了愧疚与遗憾 我已经快要不行了 我看向林素素 然后第一次见到 向来是女强人姿态的大姐 红了眼睛 大姐 我走后 你和天佑 一定要照顾好小鹿 林天佑气不成声 林素素用力地点了点头 向我沉默 一定 我再次动手 抠出了自己的左眼 持有血脉凝联的珠子 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因为我的视野已经陷入一片黑暗 这一刻 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每当入夜 我都会蜷缩在福利院的床上 在黑暗中瑟瑟发抖 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的恐惧 再次弥漫心头 我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双眼的疼痛都感觉不到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呼喊 是林小璐在昏迷中下意识地弥谈 呆子 恐惧消散 这一刻 我觉得 值了 你们离我远一些 为了不让林小璐醒来后 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 我决定毁灭自己 我用尽最后的力量 掏出城隍令 召唤了浴火 烈焰吞噬了我的身体 而后 我的意识消散 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卷城隍卷 上 你终于醒了呀 在一片黑暗沉寂中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我慢慢地睁开眼睛 然后看到一个老头 老头坐在地上 摆着一个烧烤架 架子下是发红的炭火 架子上摆有土豆 玉米 还有红薯 城隍 这个老头 正是安德城隍 城隍招了招手 示意我过去 我扫尸了一下四周 环境很熟悉 是安德的城隍庙 而我 则是躺在庙里的供桌上 我从桌子上下来 走到城隍面前 城隍拿起一个红薯 递给了我 这地瓜甜得很 趁热吃 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 然而红薯 却是静止 穿过我的手掌 掉在了地上 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 自己的身体处于 半透明的灵魂状态 我 死了 城隍笑了 可不是吗 来 坐下说 我有些迷茫地坐在地上 城隍把地上的红薯捡起来 再一次递给我 用煞气笼罩自己的灵体 我照做了 然后成功接住了 城隍地上来的红薯 我扒开红薯皮 吃了一口 很甜 原来死了 也是可以吃东西的 城隍笑道 那是自然 你以前又不是没听说过 厉鬼吃人的故事 不过 灵魂和肉体 还是有区别的 灵魂可不会拉屎 你吃下去的东西 会化作灵气 当然 鬼是没办法吸收了 所以大部分的鬼 都不会吃东西的 我打句道 可我每次见你 你都在吃 城隍哈哈大笑 沾点羊间的东西 才会觉得 自己还有人味 否则 真就是鬼了 吃完红薯 我问城隍 我怎么会在这儿 城隍美好气地说道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就算不想给 林小璐把眼睛 还给你的机会 找羊间的火烧 自己不好吗 非得从阴间 召唤浴火 差点把自己的灵魂 都烧干净了 要不是 有城隍令护着 外加己信和岳飞 两大城隍 送给你的造化 你呀 早就魂飞魄散了 我忍不住地挠了挠头 当时的确没想这么多 我急忙问道 小璐他 现在怎么样 城隍回答道 好着呢 半腰之体 三山五月残留灵气 外加上你给的吃油 炎帝血脉 林小璐现在修炼天赋 都快超过他的姐姐林素素了 林素素是僵尸复活 超脱五行 成仙无望 林小璐却是所有条件极其 说不定过上的三五十年 这世上就会再现 凡人非生的盛景了 城隍的感叹 我倒不怎么在意 只要林小璐还活着 我就开心了 城隍老头盯着我问 说你什么好呢 为了一个女人 连命都不要了 值得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值得 城隍老头笑了起来 你这小子 倒是挺像年轻时的我 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问 被林玄从头算计到尾 难过吗 我沉默了片刻 刘飞已死 所有的谜团全部都解开了 星爷说的没错 我师父林玄是直骑的棋手 他从上一次打败刘飞 就摆下了棋盘 我是他的棋子 帮他彻底消灭了刘飞 甚至我自愿牺牲 让林小璐死而复生 都有可能在他的预料之中 有点难过 但我不恨他 怎么说 至少他让我过了三年的精彩人生 体会到了三年的温满 城隍又笑了 你这话 像是给自己说道辞 行了 不逗你了 有件事要告诉你 那就是你的人生 还没有结束 我疑惑地看着城隍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城隍解释道 对于常人来说 人死不能复生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世间能让人复活的手段 其实并不少 林素素成功了 刘飞也差点成功 不过他们两人的手段 都有一个弊端 什么弊端 生死不上无名 我疑惑地问道 生死不上没有名字 难道不好吗 传说中的孙大圣 不也是生死不上无名吗 城隍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没有 那是他自己勾没的 城隍继续道 既然你看过西游记 那可知在书中第一回 有这么一句话 他停顿了一下 沉吟道 只见那班部中 呼跳出一个通北猿猴 吏声高叫道 大王若是这般远虑 真所谓道心开发也 如今五重之内 唯有三等名色 不服阎王老子所管 侯王道 你知那三等人 元侯道 乃是佛语先与神圣三者 躲过轮回 不生不灭 与天地山穿其兽 后面孙悟空 被封了毕马温和 齐天大圣 书中又是这样写的 先鸣涌驻长生路 不跺轮回万古传 从这两段记载中 你能明白什么 见我一脸迷茫 诚皇直接给出了答案 想要与天同寿 光是成佛成仙成神 还不行 还得上长生路才行 而长生路上的名字 必须与生死部上 相互对应 所以 生死部无名者 是无法成佛成仙成神的 假如刘飞真的复活 他也会跟林素素一样 跳脱五行 哪怕修炼再久 也无法飞升成仙 位列仙班 我挠了挠头 成仙成神太过飘渺 在人间好好活着 不也挺好吗 成皇嗤之以鼻 哪有那么容易 你知道 为何千年老鬼一巡 千年僵尸 却极为稀少吗 僵尸本质上也是 超脱五行的产物 所以 每隔百年 就会遭遇一次雷劫 挨不住 就会化作灰烬 当初林素素就是这么的情况 是你师父 散尽三万赢得 强行给了他造化 才让他免受雷劫之苦 不过啊 林素素终究是生死不上无名 虽然没了雷劫 但终有一日 还是会被上天抹去 以悲剧收场 可悲哟 我摇了摇头 并不为林素素担心 林素素对我说过一句话 我命由我不由天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降临 以他的性格 怕是真的 要与上天好好斗一斗 就算斗不过 也得把天筒一个窟窿 我把话题转了回来 您说这些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成皇拿起一个土豆 扒皮吹了两口气 咬了一大口 他一边咀嚼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当然 是在告诉你 你的情况跟他们不同 林玄虽然利用了你 但对你也是真的不薄 除了吃油和盐地的血脉 他在你身上 还藏了皇帝的血脉 对于此事 我并不意外 之前红告诉过我这件事 甚至已经猜到 我身上的第三个神明血脉 就是皇帝 只是到死 我也没弄清这皇帝血脉 有何作用 承皇解释道 皇帝血脉只有一个作用 那就是续命 其实按照生死部上的记载 你只能活到二十岁 换句话说 不管你有没有舍命救林小鹿 你都会死 而林玄用皇帝血脉 改写了你在生死部上的杨兽 也就是说 此刻的你 虽然变成了鬼 但杨兽未尽 就算复活 也不会变成第二个林素素 听到我可以复活 我一下就不淡定了 但很快 我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的身体 应该是烧没了吧 承皇点了点头 可不咋的 那可是浴火 几秒钟就把你烧成骨架子了 林素素都就不了你 要不是你 当时手上拿着承皇令 灵魂都烧没了 我问道 没了身体 我怎么复活 承皇老头从身后拿出一样东西 看看 这是啥 我定眼一看 只见承皇手里 拿着一朵洁白的莲花 我猛地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当初野狼 从玉戌宫里取出来的白玉莲吗 您从哪里弄到的 你的茶馆呗 刘飞把林小璐夺射后 你们一个个的心急如焚 这宝贝就扔在地上 我就顺手捡来了 刘飞准备的复活大礼 自己没用上 现在要便宜你了 我疑惑地问道 可是刘飞复活时 需要一万生魂 承皇老头被我气笑了 你是不是死了一次 脑子都坏掉了 刘飞需要一万生魂 是因为他当初魂魄被林玄打散 虽然好不容易凑回来了 但魂是魂 魄是魄 魄是魄 才需要炼化生魂 修补自己的魂魄 你呢 三魂七魄俱在 不需要 他画风一转 不过补天使我没找到 你自己想办法去寻 我回答道 补天使被姑姑藏起来了 那个写的执念鬼 倒是能藏 连我都没找到 我问道 还差混沌仙鹿呢 刘飞的复活仪式 被我毁掉 混沌仙鹿重新回到了盘古宫 可盘古宫几年开启 何时开启 我一概不知 承皇道 你用不着混沌仙鹿 难道你忘了 自己是一个鬼修吗 刘飞虽然是也是鬼 但他的目标是 复活后成仙 这才需要混沌仙鹿 铸造仙体 你一鬼修 用了混沌仙鹿 反而不好 那我用什么来替代 混沌仙鹿呢 承皇老头呵呵一笑 我总觉得他这笑容 不怀好意 当然是应得啊 只要你攒到足够多的应得 就可以替代混沌仙鹿 重新复活为人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总感觉您是有什么图谋啊 承皇老头高兴的胡子都在飘 想要积攒应得 上任承皇是最快的途径 这一次啊 你是没法拒绝我了 承皇老头 把我的承皇令取了过来 手轻轻一抹 我看到承皇令的背面 图案发生了变化 上面多出了一个数字 零 我用你容易理解的方式 改造了承皇令 这背面的数字 就是你积攒的应得 等到你积攒的应得过千 就能够复活了 那还挺简单的 不就是超度一千只鬼吗 承皇老头摇了摇头 这跟你是代理承皇时 可不一样 死去的人 在七天内自行来到这承皇庙离开 是没有应得的 只有超度那些逗留人间的鬼 才算数 告诉你一个秘诀 你超度的鬼执念越深 对杨坚危害越大 获得的应得也就越多 说完 他把承皇令扔给了我 距离我卸任还有几天 你先自己尝试一下 有不懂的 及时来问我 看着承皇令背面的数字零 我疑惑地问道 我之前积攒的应得呢 就你消耗光了 我自己还搭上不少呢 我感激称谢 随后收起承皇令 问道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承皇老头问我 你是迫不及待地 想去见林小璐吧 的确是这样 我想把自己能复活的好消息 告诉他 承皇给我泼了盆冷水 你暂时是见不到林小璐了 为什么 他不在安德 你昏迷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问了一个问题 现在是几月份 七月 我昏迷了一个月吗 不 是十三个月 距离刘飞死去 已经过去一年零一个月了 我人傻了 竟然过去了这么久 我重新坐下 让承皇给我讲讲 这十三个月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承皇叹了口气 刘飞死前 一口鲜血触发了封印 虽然林素素将其修复 但仍旧引起了 其他三个方向封印的共鸣 北边的封印 有十三局的高手 压着 南边的封印 不知道林玄用了什么手段镇压 还算稳定 问题 出现在西边的封印 西边的封印 一直是林素素在镇压 但当时他人在东封印 西封印出世时 他根本来不及赶回 一阵煞风 从封印中吹了出来 席卷整个滑下 许多游荡在大地上的孤魂野鬼 被煞风一吹 化作恶鬼 搞出不少事情来 要不是各地成皇出手镇压 外加十三局上后 恐怕会出大问题 林素素以最快的速度 赶回西封印 重新镇压 但三个月后 东封印出现了异常 林小璐就赶去了 留守至今 林玄这一家 可真是不容易 龙脉四封印 都是林家的人在镇守 听完成皇的解释 我开口道 那我去威海卫找小璐 成皇老头拉住了我 很遗憾 现在的你 无法离开安德 为了救你 我已经用成皇阶梯的任命书上 刻上了你的灵魂印记 在你复活重新拥有肉体前 你只能在安德地界内活动 我没法抱怨什么 只能接受 我先回茶馆看看 去吧 离开成皇庙 我漫步在大街上 大街上人来人往 但没有一人 能够看到我 我来到茶馆 茶馆大门紧闭 还上了锁 茶馆里有镇宅的鹰雾 鬼是无法进入的 但我是茶馆的主人 不在此恋 我静止穿过大门 成为鬼之后 寻常物体 我可以静止穿过 进入茶馆后 我发现茶馆里 原本因为和刘飞战斗打坏的桌椅 都已经换心摆好 不知道是不是林小璐所为 按照成皇的说法 林小璐已经赶往威海卫十个月 然而茶馆的桌椅上 一丝灰尘都没有 似乎常有人打扫 难道是咕咕 我支起耳朵 随后听到了二楼 林小璐房间里传来的声音 我走到二楼 穿过了房门 只见林小璐的电脑屏幕正亮着 咕咕站在桌面上 用爪子移动着鼠标 一边玩游戏 一边吐槽 傻 逼暴雪 如是出的什么垃圾拥兵模式 狗都不玩 我出声喊道 咕咕 咕咕听到声音 扭头看向我 然后吓得飞起来 一头撞在屋顶上 她惊恐地尖叫道 鬼呀 咕咕的反应 让我又笑又起 你自己都是鬼 怕什么鬼 咕咕终于反应过来了 拍着翅膀飞到我的面前 仔细打量 张贤 真的是你 当然是我 咕咕高兴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小子不会真的死透了 我跟小璐说她还不信 天天以泪洗面 听咕咕这么说 我的心又痛了 小璐一直没回来吗 咕咕摇了摇头 之前林天佑回来一次 说东风印的情况很不妙 现在林小璐 带着一些民间大门派的英人 正在镇守 根本分不出身来 不过之前这样也挺好 至少忙起来 就没太多时间伤心了 我点了点头 下定决心 复活后 赶紧去帮林小璐 我问姑姑 补天石 你藏哪了 姑姑问我 你是想学刘飞 用补天石 炼制身体复活 聪明 姑姑拍了拍翅膀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找回来 她飞到茶馆大厅 拿起电话 我给你们转账一千块 帮我去取件东西 放在茶馆门前就行 记得拿来钱 多冲两遍水 等姑姑挂了电话 我疑惑地问道 你到底把补天石 藏哪去了 姑姑嘿嘿一笑 就是不说 两个小时后 有人来到茶馆门前 按照姑姑的要求 放下了补天石 等人走了 我把补天石 从窗户里搬进了茶馆 补天石是真的 就是有一股 难以言喻的味道 就算我是灵魂状态 都觉得有些反胃 我忍不住追问 姑姑 你究竟把补天石藏哪了 姑姑飞得远远的 我告诉你可以 但你不能翻脸 行 你发誓 好 我发誓 姑姑这才说出了答案 三条街以外 有个话粪池 我把补天石沉池里了 你想啊 刘飞生前是什么人 人家可是贵妃 食指不沾羊春水 说不定拉屎 都要仆人给擦屁股 这种人 肯定不会去那找的 我听的是 额头青筋抱起 怪不得连安德成皇 都找不到补天石的位置 谁能想到 如此珍贵的宝物 会躺在化粪池里 一想到未来 我要用它来练制身体 我都有点不想复活了 我把补天石 拿到茶馆后院 用水冲了一个小时 才把那股烟透了的臭味冲下去 完事之后 我跟姑姑聊了一会儿天 了解这一年来 安德发生的事情 姑姑告诉我 当初西风印出世的时候 安德也被煞风波及 闹出了不少恶鬼伤人事件 光是林小璐 就杀了一百多只恶鬼 张贤 你既然灵魂还在 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回来 我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说了说 姑姑听后惊奇道 你要当成皇了 这可是好素材啊 你死之后 我的都断更一年了 你知不知道 我收到多少刀片 我打去他 你好歹是个家 胡编乱造应付一下不就行了 姑姑摇头 那可不行 有句话你没听过吗 艺术来源于生活 脱离了生活 艺术就是无根之瓶 不接地气了 不过前段时间 我去了一趟全城 跟九叔聊了几天 寻思着你要是一直不回来 我就把他年轻时的故事改编成 跟你说啊 九叔年轻时经历的事情 可比你的人生精彩多了 听着姑姑滔滔不绝 我感觉自己 又回到活着的时候 只可惜 林小璐不在身边 否则 我一定会更加的幸福 等姑姑讲完之后 我问他 狗爷呢 他还好吗 姑姑摇了摇头 与刘飞决战时 狗爷帮你分担了 换神鹿的副作用 原本就破碎不堪的 灵魂受伤更重 现在正在地下室疗伤呢 毕竟那里摆满了鹰雾 煞气更重一些 我带着姑姑 一起去了地下室 见到了摆在鹰雾架上的狗爷 狗爷感应到我的气息 狗头眼眶里 立即燃起了幽绿色的火焰 咦 你小子 这不是没魂飞魄散吗 我又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狗爷欣慰地说道 还有复活的希望就好 否则万一灵选也回不来 鹰伤这一脉 就彻底断了 我满是愧疚地问狗爷 您伤得厉害吗 狗爷笑道 别自责 我既然在茶馆弃声 帮你是应该的 伤得确实重了点 没你供应煞气 光靠鹰雾散发的煞气 吃不饱啊 我疑惑道 我的左眼一直给了小鹿 他走之前 没给您留些煞气吗 狗爷回答道 那小丫头想留的 可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 含煞之气我本来就吃不惯 现在已经转化为了灵气 那东西是修仙用的 我一只老鬼 吃灵气跟服毒也没啥区别 我想了想 提出了一个建议 狗爷 要不你跟我搬去城隍庙吧 我马上就要上任安德城隍 身边总归是要 有个出谋划策的人 你最适合不过了 姑姑帮腔道 听说城隍有任命鬼差的权利 狗爷你去当的文判也不错呀 狗爷眼眶中的火苗 跳动了几下 听起了不错 城隍庙每天都有鬼来寻求超度 从他们身上收点煞气 当过路费 不过分吧 我笑着回答 这我得问问老城隍才行 我觉得问题不大 狗爷同意了 好 等你上任 来接我吧 好 就这么说定了 我扭头看向姑姑 你呢 有没有兴趣来帮我 姑姑直摇头 不去不去 麻烦死了 还是写好玩 想给读者发糖就发糖 想给读者发刀就发刀 你呀 多给我贡献点素材 我就满足了 我知道 姑姑是执念鬼 对于写的执念非常深 也就没再多劝 天色渐黑 我与姑姑和狗爷道别 离开了茶馆 我准备回城隍庙一趟 好好问一问城隍老头 该怎么积攒应得 谁知在回去的路上 我碰到了一个小女孩 准确来说 是一只小鬼 小女孩蹲在十字路口 埋着头 呜呜地哭着 我走上前 询问道 小妹妹 你在哭什么 小女孩抬起头 哭得是梨花带雨 呜呜 我找不到妈妈了 呜呜 看小女孩灵体状态 应该是刚死不久 但也肯定超过了七天 我心中一喜 超度小女孩 是有应得的 当然 按照城隍老头的说法 强行超度不算应得 得先消了小女孩的执念才行 走吧 哥哥 带你去找妈妈 小女孩睁着大大的眼睛 泪眼朦胧地看着我 真的吗 我蹲下身子 以免居高临下的姿态 让小女孩感到害怕 跟哥哥说说 你是怎么跟妈妈走散的 小女孩哭着说道 妈妈说 带我去游乐园 可走着走着 妈妈就不见了 我已经在这等了她好几天了 从小女孩的描述不难判断 她很有可能 是在去游乐园的路上出现了意外 这里是十字路口 很有可能是遭遇了车祸 想要清楚发生了什么 被调去事故当天的监控录像 这是 我办不到 得找人帮忙 我把小女孩抱了起来 然后离开了这 半个小时候 我来到一个别墅小区 静止钻进一栋别墅里 这个时候正值饭点 我在别墅的餐厅里 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不过这场面 让我想打人 只见张峰正在吃饭 餐桌的另一面 摆着他的手机 手机屏幕亮着 上面显示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 是我 张峰一边吃一边叹气 张贤啊张贤 你咋一声不吭的就死了呢 我现在想找人一起吃个饭都难 哎 说着说着 这家伙眼睛还红了 怀中的小女孩问我 大哥哥 他在哭你吗 我笑着问小女孩 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好呀好呀 我最喜欢玩游戏了 我指了指张峰面前的餐盘 这家伙正在吃牛排 不过 这人也够扣搜的 明明家财万贯 还吃超市里 卖得最便宜的合成牛排 你爬到餐桌上 然后现身跟这个哥哥 要牛排吃 好呀 小女孩爬到餐桌上 而我则是 走到张峰身后 准备就绪后 我给小女孩 打了一个OK的手势 张峰正低着头 忽然听到有 奶声奶气的声音 大哥哥 能给我吃一口你的牛排吗 张峰吓得一个机灵 猛地抬起头来 然后看到了 正在流口水的小女孩 鬼呀 她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不停地后退 退着退着 她撞在了我的身上 下意识地回头 我用煞气蒙着自己的脸 一脸的阴森 还故意用沙哑的嗓音说道 我也想吃牛排 张峰差点被吓晕过去 脸色煞白煞白的 见他这般模样 我忍不住捧腹大笑 散去煞气 露出了真面容 张贤 张峰大喊一声 惊喜道 你还活着 看得出 张峰是真的把我当好朋友了 我笑着说 没活 死了 我把煞气彻底收敛 然后给他表演了一个顿地飞天 张峰震惊地问道 你现在变成鬼了吗 我点了点头 对 不过还有复活的希望 就是麻烦了点 在我和张峰叙旧的时候 小女孩已经把张峰的牛排吃光了 等我想起她来时 她正在端着盘子 舔黑胡椒汁 我指着她对张峰说 这丫头应该是出车祸死的 你能帮我调取监控 查一查具体的情况吗 张峰满口答应下来 你说说具体位置 我给交警队的同志 打个电话问问 二十分钟后 一段录像发了过来 张峰在自己的手机上 播放了录像 录像的地点 正是我发现小女孩的十字路口 小女孩也盯着屏幕 不一会儿 她大声喊道 妈妈 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身影 一个年轻的妈妈 正牵着小女孩的手 走过十字路口 此刻正值白天 但是因为地处偏僻 路上没有一辆车 但妈妈仍旧遵循交通规则 在人行横道上等到绿灯 才拉着小女孩的手横穿马路 可就在两人走到马路中央时 一辆黑色轿车 以惊人的速度闯过红灯 没有一点刹车的迹象 静止撞上了妈妈和小女孩 看到两人被撞飞 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 发生车祸后 肇事车辆非但没有停下 反而以更快的速度逃逸了 小女孩看到妈妈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大声哭了起来 妈妈 我要妈妈 我抱起小女孩 不停地安慰着她 张峰又给交警队打了个电话 了解具体的情况 挂掉电话后 她给我使了个眼色 我对小女孩说 大哥哥这里 还有许多好吃的点现 你吃点 我去跟大哥哥出去聊聊天 好不好 小女孩虽然眼里还含着泪 但仍旧乖巧地点了点头 我跟张峰来到了她的书房 张峰把刚刚在电话里了解到的情况 对我说了出来 这个小女孩 名叫霍兰兰 她的妈妈叫吕顺芳 九天前 两人在你遇到小女孩的十字路口 发生了车祸 小女孩当场死亡 发生车祸三分钟后 附近听到车祸动静的居民前来查看 立即报警 并呼叫了急救中心 吕顺芳在医院里 坚持了三个小时后 不幸逝世 肇事逃逸的司机 名叫王涛 根据她朋友的交代 当晚她在酒吧喝了12瓶啤酒后 拒绝朋友交代价的建议 执意驾车回家 发生事故后 她把车丢在安德郊区一片林子里 人消失不见了 目前警察已经立案 正在追捕 两日前 王涛给她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但只说了一句话 电话就挂断了 我追问道 她说了什么 据王涛的母亲交代 王涛在电话里 语气非常的恐惧 她说自己被恶鬼缠上了好几天 正要说自己在哪 忽然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张峰问我 张贤 你说会不会是吕顺芳死后 找王涛复仇去了 我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 车祸是九天前发生的 王涛两天前说自己被恶鬼缠上了好几天 如果缠上他的恶鬼 真是吕顺芳 那个时间点 吕顺芳甚至连头七都没过 按说 就算再大的怨恨 人死后七天内 也不会化作恶鬼 但安德之前被龙脉风印下 吹出来的煞风影响过 一切就不好说了 与张峰聊完后 我们回到餐厅找小女孩 小女孩没有吃张峰准备的点心 依旧坐在餐椅上流泪 但我敏锐地发现 她身上的煞气 比起之前要浓郁了许多 或许 是车祸录像 给她带来了强烈的刺激 如果继续放任下去 小女孩不出三日 就会变为恶鬼 我不忍心将她强行超度 不管怎样 都该让她再见妈妈一面 于是我当机立断 去城隍庙 我带着张峰和小女孩 回到了城隍庙 一进庙 张峰就好奇地问我 以后 这就是你办公的地方了 我点了点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 城隍庙以后 就是我的办公室 张峰打拒我 你成了安德的守护神 我是不是该时不时地 来给你上炷香 如果眼神能杀人 张峰现在已经被我临时了 我冲着城隍像喊道 城隍爷 您在吗 城隍老头身形浮现 笑呵呵地问我 怎么 还带客人来了 面对忽然出现的老城隍 张峰有点手足无措 过了好一会儿 才磕磕巴巴地开口 城隍爷 你好 城隍老头笑着点头 然后目光落在了小女孩身上 看来你已经上到了呀 我问城隍老头 你有什么办法 帮着孩子找到他妈妈吗 城隍老头却是摇头 活人好找 死人不行 虽然我不知道 这是啥道理 不过能找活人也行 那您知道王涛还活着吗 城隍老头随手一挥 一本厚厚的册子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个给你 以后你会常用到的 我把册子接过来一看 只见册子封面上 有三个烫金大字 生死簿 我瞪大了眼睛 正想发问 却听城隍老头这样说道 这跟你想的那本生死簿不太一样 这算是阎王涛那本生死簿的副本 上面只记有在安德出生之人的信息 而且无法修改 我懂了 这本生死簿算是只读文件 就算在上面乱改 也不会影响人的寿命 翻开生死簿 每一页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名字 名字后面标注有生辰八字 因此 就算有重名者 也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生死簿上的名字 跟新华字典一样 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的 因此 我很快就找到了王涛的名字 在查找的过程中 我惊讶地发现 生死簿上的名字 有的是红色的 有的是灰色的 城隍老头解释道 红色的名字是人还活着 灰色就是已经死了 名字颜色越红 说明阳寿还多 颜色浅了 说明命不久矣 我仔细一看 王涛的名字还是红的 但已经褪色得特别厉害 即将变灰 这个人 嗯 城隍老头伸手在王涛的名字上一点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王涛的名字 从生死簿上飞了出来 漂浮在我的面前 随后 王涛的生平简介 展示了出来 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 嗜酒 因此丧命 再看他的阳寿 仅剩下不到三个小时 城隍老头对说 等你正式接任城隍 也可以动用这个能力 查看他人 生平简介和阳寿 他顿了一下 继续道 你不是要找人吗 伸出手来 我伸出自己的手 城隍老头把王涛的名字 从空中取了下来 放到我的掌心上 名字没入我的掌心 而后 我感应到了王涛所在的方位 谢了 我带着张峰和小女孩 离开了城隍庙 两个小时后 在安德郊区一处 非常偏僻的地方 找到了王涛 见到王涛时 他的模样 惨不忍睹 我见到王涛时 他被用绳子捆了个结石 躺在一条土路上 土路的尽头 有一辆满是煞气的纸扎车 王涛的脸上满是鲜血 而他的身上也满是污泥 而且能看出 有好几道轮胎 碾过留下的痕迹 张峰问我 这什么情况 他话音刚落 纸扎车开动了起来 纸扎车看起来轻飘飘的 开得也不算快 可当轮胎压过王涛身体时 他当即发出痛苦的呼嚎声 车压过王涛后 往前跑了两三米 杀住了车 而后车开始往后倒 并再一次从王涛的身上压过 纸扎车里 坐着一个满身煞气的女人 她眼神里充满了仇恨 显然已变成了恶鬼 我心中惊叹 这煞风未免太过邪门 竟然能让头七都没过的阴魂 直接变成恶鬼 纸扎车二次压过王涛后 再次停下 然后又开了起来 我可以想象 在王涛失踪的这些日子里 她被无数次被碾压 吕顺芳要将她活活折磨死 妈妈 小女孩看到了自己的妈妈 飞奔过去 只扎车猛地杀停 而后车上的吕顺芳 向着小女孩飞奔来 母女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气不成声 我和张峰走了过去 我对吕顺芳说道 既然你们母女已经团聚 就收手吧 多造一点念 等到了阴间 就会多受一份苦 不值得 吕顺芳用凶狠的眼神看向我 小女孩立即道 妈妈 大哥哥是好人 你不要凶他 吕顺芳眼神收敛了一些 他质问我 这个畜生 酒驾撞死了我们母女 懒懒她才五岁啊 难道她不该死吗 王涛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急忙大喊道 我有钱 我可以给你们家人赔偿 五十万 不 一百万 只要你饶了我 我给你家人一百万 吕顺芳咬牙切齿地吼道 人都死了 要钱还有什么用 说着 他就要冲到王涛面前 将他碎尸万段 张峰急忙拦在吕顺芳面前 我是警察 请让我把他带走 请相信 法律会还你一个公道 然而吕顺芳丝毫没有听从的意思 我相信 法律会给我公道 但那太久了 我现在一刻都不想让他多活 说完 他一把推开张峰 我皱起眉头 想要出手 倒不是吕顺芳想要报仇的想法不对 但阴阳有序 各有各的规则 他一旦打破规则 日后面临的将会是十殿阎王的重判 然而一出手我才发现 自己的实力下降了太多太多 我的一身修为 随着身体的死亡 已经烟消云散 而阴阳眼的力量 也给了林小璐 如今的我 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鬼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涛 被吕顺芳杀死 杀死王涛后 吕顺芳身上的煞气更重了 他扭过头来 看向我和张峰的眼神 充满了杀意 小女孩害怕地问道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吕顺芳没有回答 他仿佛癫狂了般 一步步向着张峰走去 妈妈 妈妈 小女孩拽紧我的裤腿 害怕地问道 大哥哥 我妈妈她怎么了 这个问题我能回答 吕顺芳杀了王涛 被浓烈的煞气冲昏了头脑 此刻只想杀更多的人 这种恶鬼我之前不是没见过 但都是杀害很多人后 才会变成这般模样 而吕顺芳只杀了一人 本不该这么严重 或许这也是龙脉风印下 吹出的煞风所造成的后果 当真是可怕 张峰声音打颤地问我 张贤 他怎么冲我来了 我回答道 这里就你一个活人 不冲你冲谁 我瞪他一眼 还愣着干什么 跑啊 张峰这才回过神来 扭头就跑 吕顺芳不想放过他 想要追上去 被我拦了下来 我知道自己现在不是吕顺芳的对手 于是立即拿出了城隍令 我用自己的煞气激活了城隍令 刹那间藏在云雾中的城隍庙 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冲小女孩大喊 带着你妈妈进庙门 庙门的后方就是阴间 小女孩听了我的话 拉着吕顺芳往庙门飞 吕顺芳虽然失去了理智 却并没有伤害自己的女儿 她一不留神 就被小女孩拉进了庙门中 我急忙操控城隍令 将庙门关闭 哐当一声 门关了 城隍庙重新引入云雾 我惊讶地发现 城隍令的背后 数字由零变成了一 如果我没猜错 这是我超度小女孩 获得的应得 吕顺芳属于被强行超度 因此没有应得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 应得变化的瞬间 我赫然发现 自己的修为增长了一点点 我心中不禁冒出一个猜测 城隍的实力 是与应得数量挂钩的 过了一会儿 张峰又跑回来了 他心神不定地问我 吕顺芳呢 被我超度了 张峰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一副吓死宝宝的模样 他问我 以后你能不能也教我两手 要不遇到鬼我一点办法 都没有 我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行 张峰跟着我做事 遇鬼是难免的 的确得想办法 让他有应对鬼的能力 至少也要能够自保 我让张峰处理王涛的尸体 张峰感叹道 他死亡的时间 跟城隍生死不上的时间 还真是丝毫不差 我打去他 等我当上城隍 要不要看看 你还剩多少羊兽 张峰急忙拒绝 别 千万不要 那样 你还让我怎么活 万一剩不下几年 那我岂不是一下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我与张峰告别 回到了城隍庙 我把刚刚的发现 说给城隍老头听 城隍老头 哈哈大笑 你猜得没错 吕顺方变成恶鬼如此快 的确是受到了 煞风的影响 而城隍的实力 的确与应得的数量有关系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毕竟你还可以修炼自己的功法 城隍老头顿了一下 既然你已经知道城隍的任务了 那今天我就正式把城隍之位 善让给你 说完 他手腕一抖 手中多出了一个长卷 城隍老头将长卷展开 上面写了许多文字 我读了一下 发现是安德城隍的任命书 任命书上有城隍老头的名字 郭怀 城隍老头伸出手 在自己的名字上轻轻一摸 只见任命书上他的名字 立即就消失不见了 来 小子 把你的手伸出来 我伸出手 城隍老头把任命书送到我的面前 让我的手掌摁在他名字消失的地方 等我把手收回 我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任命书上 城隍老头笑呵呵地对我说 成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安德城隍了 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自己这就变成城隍了 城隍爷 我才开口 城隍老头立马冲我摆了摆手 别这么叫 现在你才是城隍 我无奈地改口 老前辈 你把城隍之位给了我 自己怎么办 城隍老头一声轻松地说道 当然是要去阴间报到 准备轮回了 他话锋一转 你还记不记得 之前我找你的时候曾经说过 等你当上城隍之后 要给我办一件事 我点了点头 当然记得 老前辈 你要让我办什么事 城隍老头的回答 把我吓了一跳 也没啥 把我回到过去就一个人 哦不 是一只鬼 就一只鬼我能理解 但回到过去四个字 让我有点猛 老前辈啊 你所谓的回到过去 是什么意思 城隍老头解释道 用你们年轻人的话来说 叫穿越 我傻了眼 穿越这个词我能理解 毕竟现在的中主角 很多都是穿越的 可现实不是 真的能够穿越吗 我提出了这个疑问 城隍老头拉着我坐下 说要跟我讲一个故事 小子 给你讲一讲 我年轻时的故事吧 城隍老头 喋喋不休地讲了起来 原来这老头死之前 身处于民国时代 是从茅山下山云游的道士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是1942年来到的安德 那个时候的安德 可真是不太平啊 我能理解城隍老头的话 我看过安德的县制 1942年 也就是民国13年 那个时候 正是军阀乱战的时期 当时在庐省任督军的 是凤系军阀张东昌 这个人是土匪出身 因此他的部下 也都带着匪气 张东昌有一个叫马天的心腹 带着士兵进驻安德 这人与安德当地的土匪勾结 任意抢掠 可谓官匪不分 甚至是兵匪河流 把安德搞得乌烟瘴气 城隍老头听我讲完后 笑着说道 你小子历史学得不错 我刚来到安德时 着实被吓了一跳 当时冤死横死的人不计其数 一入夜 整个安德都是鬼哭狼嚎之声 城隍老头叹了一口气 当时的我还很年轻 悲天抿人 不愿看到安德被恶鬼袭扰 于是选择留下来 日夜超度 说到这里 城隍老头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嘴角上扬 就在这个期间 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一个人美心善的姑娘 她叫陆清清 从城隍老头的表情不难判断 她这是恋爱了 陆姑娘是土生土长的安德人 也是一名英人 在我来之前 她就在不停超度安德城里的亡灵 我们第一次相遇时 她把正在做法超度的我 当成功了捉鬼练魂的恶人 出手偷袭我 把我的头都给打破了 城隍老头说着 说着笑了起来 她撩开自己的头发 对着一块硬币大小的头皮 对我说 看到这块斑兔了吗 就是被她打坏了头皮 不长了 我忍君不禁 笑了起来 我们两个联手在安德城内 超度了一百多天 城里的亡灵 只差一千多个 就要全部超度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和陆姑娘忽然发现 城里的鬼 全都不见了 城隍老头 逐渐严肃起来 我动用毛山秘法 找到了这一千只鬼的下落 原来是被马田捉去了 这个马田 不只是军阀手下的大将 还是一名英人 他不知 从哪里学来一种 炼魂改命的邪恶法术 准备将这一千只鬼 全部超度增强自己的运势 妄想在乱世之中 争得更大的气愈 说到这 城隍老头哼了一声 他也不想想 哪一个乱世枭雄 不是天生 自带大气愈 妄图以这种手段 逆天改命 当真是可笑至极 我和陆姑娘决定阻止他 解救这一千只鬼 可我们没想到 行动时出了差错 马田早就发现了 我们的所作所为 提前布下了埋伏 我和陆姑娘比马田强大 却敌不过他手下 拿枪的士兵 被乱枪打死 我们死后 马田仍旧不打算放过我们 要把我们的魂魄 捉去炼化 陆姑娘为了救我 魂飞魄散 我看到城隍老头的眼睛里 有泪花涌现 此刻我才明白 得知我为了林小璐而死时 城隍老头为何会说 我和年轻时的他 有点像了 我追问道 然后呢 我逃出了升天 当时我心中悲愤 发誓要给陆姑娘报仇 茅山秘法当中 有一门鬼修功法 能让阴魂在短时间内 修炼成功力高强的恶鬼 但代价惨重 哪怕是魂魄 也会一夜白头 变成苍老模样 看着城隍老头 白发苍苍的模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 城隍老头继续往下讲 我修炼成功后 本想去找马田报仇 可命运弄人 在我修炼的时候 马田与其他军阀发生冲突 被一发冷枪打死 我心灰意冷 准备散魂去陪陆姑娘 就在这个时候 当时的安德城隍找上了我 城隍告诉我 他念我和陆姑娘 超度安德亡灵有功 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那就是有一种秘法 可以消耗应得 送人回到过去 这个人 只要在陆姑娘魂飞魄散前 将他超度 那陆姑娘还有机会 再次转世重生 修炼这种秘法的前提 是成为城隍 城隍任期已到 就把城隍之位善让给了我 这几十年来 我兢兢业业 努力超度安德的冤魂怨鬼 如今终于是凑齐了 发动秘法的英德 只是这秘法 不能作用于自身 只能送他人回去 所以我选中了你 我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是我呢 城隍老头笑着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你带着上百只英魂 前来城隍庙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我能看到 那些英魂看向你的眼神 充满了感激 你天生就是当城隍的料 能通过己兴大人的考核 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 好 我帮你 城隍老头却是白手 你先别急着答应 这件事 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做 城隍老头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认为 历史能够改变吗 这个问题 我真的答不上来 毕竟能穿越回过去这种事 听起来就很扯淡 应该不能吧 我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 的确发现 有那么一两个人 行为做事很像穿越者 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王莽了 王莽在当上皇帝后 把土地收为国有 然后再分发给农民 在城市新建公租房 给穷人居住 不仅如此 在那个封建里 叫颜柯的古代 王莽竟然给自己的妃子 设计了超短裙 他设计的卡齿 更是和现代的游标卡齿 十分相似 不过王莽最终还是败给了 被后人戏称 未免质子的刘秀 刘秀与王莽争霸时 王莽集结了四十万精兵 攻打刘秀 此时的刘秀 只有两万人马 四十万对两万 怎么看刘秀都不可能取胜 可或许是上天 察觉王莽是个穿越者 为了解决他 给刘秀开了挂 根据后汉书 《光无本记》中记载 正当数十万大军 志得一满 准备围城打员时 夜有流星坠营中 骤有云如坏山 当银而隐 不及地齿而散 历世皆艳福 翻译成白话 就是天降陨诗 有人说 往往的失败 就是历史不容篡改 世界容不得穿越者的铁证 听完我讲的故事 城隍老头哈哈大笑 你这故事 我也不知真假 不过历史确实可以被更改 只不过 几乎无人能够成功 他语气忽然严肃起来 老城隍跟我说过 当我把人送回过去时 会被天庭和地府察觉 如果我送回去的是个人 会有天兵天将追寻过去 如果我送回去的是个鬼 会有鬼兵鬼将跟随 所以说 穿越之后 你一定要伪装好 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否则一旦被鬼兵鬼将捉住 你会被当场斩杀 再也回不来了 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以我现在的修为 碰上鬼兵鬼将 岂不是当场就完蛋了 城隍老头问我 怕了吗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没有犹豫 回答道 确实是怕了 不过我会信守承诺帮您 如果不是您出手相助 现在的我 已经是魂飞魄散了 城隍老头欣慰地说道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去送死的 这几十年来 我积攒得应得不少 出去用于穿越仪式 还能云给你一些提升修为 我点了点头 问道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 城隍之位我已经善让给了你 很快就会有鬼叉 前来接我去地府树植了 拿好你的城隍令 等你完成任务 只要回到城隍庙 就能穿越回来了 我牢牢记住这句话 随后 城隍老头开始准备穿越仪式 他在我的身边 摆了六珠箱 而后 一一点燃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城隍老头释放自己积攒的阴德 一股阴德钻入我的体内 让我感觉自己全身暖洋洋的 修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与此同时 另一股阴德 注入六个香炉 伴随着青烟鸟鸟 我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 我仿佛睡了一觉 等我醒来时 周围景色大变 我听到一道嘹亮的女声 何方妖道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行练魂歹势 逃打 我循着声音看去 只见前方有一年轻男子 倒是装扮 一手抓着阴魂 一手掐招法觉 口中念念有词 这男子见眉高鼻梁 和城隍老头一模一样 毫无疑问 这就是年轻的城隍老头 毛山倒是郭槐 而出言训斥她的是一个 穿着红色棉袄 扎着长长马尾变的姑娘 只见她一边臭骂郭槐 一边抬脚踢飞一枚石子 这姑娘应该就是 郭槐的心上人 陆青青 陆青青一看就是个恋家子 被她踢飞的石子 又急又准地飞向郭槐 打在了她的脑袋上 哎呦 郭槐痛呼一声 捏住鬼的手松开了 阴魂立马就跑掉了 她捂着头 鲜血顺着指缝往外流 陆青青跑到郭槐面前 抬手就要打 郭槐赶紧喊道 停停停 你这姑娘 为何打我 陆青青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这妖道 拿阴魂修炼邪法 伤天害理 不打你打谁 郭槐大呼冤枉 我那是在超度她 陆青青愣了一下 将信将疑地问道 真的 真的 不信我示范给你看 说着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符 对着阴魂逃走的方向一扔 扶路飞走 片刻之后 脑门上贴着扶路的阴魂 自己走了回来 郭槐当着陆青青的面 以毛衫之法 将其超度 看到了吗 我真的是在超度她 陆青青红了脸 急忙道歉 对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她看到郭槐的头还在流血 急忙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干净的手帕 我来帮你止血 谁知手帕刚捂在头上 郭槐就疼得呲牙咧嘴 大呼小叫 陆青青见郭槐这副模样 更是愧疚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不停地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谁知郭槐忽然变了面孔 他笑眯眯地说道 姑娘 你给我吹这气 可能就不疼了 陆青青脸更红了 跺了跺脚 说了句好你个道士 不守清规 随后扭头就走 郭槐赶紧大声喊 我是茅山道士 能娶妻生子的 姑娘 你还没告诉我 你的名字呢 陆青青脚步不停 却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陆青青 郭槐大喜 陆姑娘 我叫郭槐 以后我怎么联系你啊 有缘自会再见 陆青青离开了 郭槐看着燃血的手帕 一脸傻样 我思索了片刻 然后用将煞气内敛 让自己从外表上 看上去是像个活人 为了方便接近郭槐 我还用煞气凝聚了一件道衣 看上去跟他一样 也是个道士 这种假装活人 煞气化衣的本事 我本事做不到的 多亏陈黄老头给的应得 让我修为大掌 我仔细检查 确定身上没啥破绽后 走到了郭槐面前 这位道友 郭槐警惕地打量着我 我心中一紧 以为自己暴露了鬼的身份 可没想到 他开口第一句话却是 是我先看上那姑娘的 你可不能抢 我嘴角抽搐 谁能想到 城隍老头年轻时 竟然是个逗逼 我咳嗽了两声 这位道友误会了 我对刚刚的 那姑娘没兴趣 谁知我这么解释 郭槐露出更加警惕的表情 难道你对我有兴趣 要不是眼前这位日后救了我 此刻我真想绑绑 给他两拳 道友莫要误会 我乃安德的道士 见道友一直在超度安德亡灵 很是感激 想与道友搭个伴 一起行此善事 郭槐这才放松下来 他问我 你在哪座山上修得到 我回答道 龙虎山 郭槐似乎还是有些不放心 听说龙虎山倒是最擅长画符 我仰慕已久 不知道有可否让我欣赏一下 我在心里暗骂 这老头年轻时还真是警贴 好在这难不住我 毕竟我跟林天佑学过几手 我没带纸墨 就用树枝在地上随意画上两笔吧 好 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 然后飞速地在地上画出一道赵雷符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没有丝毫停顿 郭槐感叹道 道友果然是龙虎山下来的高人 在下郭槐 毛山弟子 在下张贤 就这样 我和郭槐碰面了 往后三天 我与郭槐一同在安德城内超度亡灵 越发地熟悉起来 夜里 我和郭槐刚刚超度完十只阴魂和两只恶鬼 正准备停手回去休息 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几道枪声 我和郭槐对视一眼 快步赶了过去 等赶到枪响的地方 发现有三人倒在血泊之中 一男一女两个大人 还有一个孩子 这很有可能 是一家三口 郭槐气愤地说道 肯定又是马田的部下干的 这群心狠手辣的家伙 与其说是士兵 倒不如说是土匪 随后他又叹了口气 在这乱世之中 何止是安德 几乎每一个地方 都是水深火热 亡灵变城 真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 我很想告诉他 再过十三年 也就是一九三七年 华夏的老百姓 将会面临更加可怕的灾难 但只要坚持下去 到了一九四九年 人民就会翻身做主人 但我忍了下去 城房老头说 历史是可以被改变的 我可不敢泄露天机 超度了他们吧 这一家三口的魂魄 已经飘了出来 他们望着自己的尸体 手足无措 一脸的惊恐 以及悲伤 郭槐走到三人面前 用毛山的秘法 开始超度 我正想上去帮忙 心中忽然生出一种 毛骨悚然的感觉 就好像 有什么东西 正隐藏在暗处盯着我 也就是 我现在失去了肉体 否则全身都要 骑满鸡皮疙瘩 我急忙向着四周看去 可转了一圈 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毛骨悚然的感觉消失了 我心中疑惑 难道是我多心了 在我四处张望的时候 郭槐已经将三个阴魂超度 他情绪低落地对我说 我们回去休息吧 我刚说了声好 前方又传来了一阵枪声 紧接着 一道红色的影子 甩着长长的马尾辫 从街道前方跑过 有两名士兵紧追不舍 还时不时地向天上放枪 嘴中大喊 站住 郭槐问我 张贤 刚刚跑过去的 是不是鹿姑娘 好像是 我话音刚落 郭槐就已经追了上去 跑得比兔子还快 郭槐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我为了不暴露 自己是鬼的事实 只能用脚跟着跑 不能化作灵体 直接飞过去 当我跑到街道的拐角处 我听到街道的另一边 传来两声惨叫 等我追上时 刚刚持枪追杀鹿姑娘的 两个士兵 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郭槐手中握着一把匕首 刀刃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 我心中惊讶 这郭槐平时看起来 不像是有什么伸手的人 没想到是身藏不落啊 郭槐将怀中的尸体 扔在地上 关心地问道 鹿姑娘 你没事吧 鹿轻轻心有余悸地说道 我没事 我在城西超度亡灵 没想到 被这两个家伙盯上了 郭槐劝解道 鹿姑娘生得美丽 晚上最好不要出门 以免再被这种 畜生不如的人盯上 鹿轻轻却是一口拒绝 白天在城中游荡的 亡灵数量有限 夜里不出来 何时才能让安德成 恢复平静 郭槐夸赞道 鹿姑娘果然是人美心善 不如这样 以后我们三人搭伙 一同完成此事 鹿轻轻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好奇地问道 这位道友是 郭槐介绍道 这位是张贤 是龙虎山的弟子 与我们一样 身怀善心 在超度安德的亡灵 鹿轻轻激动地说道 那可真是太好了 我替安德的百姓们 向你们道谢 说完 他深深居了一躬 我提议道 刚刚动静不小 很快就会有人过来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聊天吧 好 我们三人前脚刚离开 就听到后方传来很多人跑步的声音 鹿轻轻把我们两人带到了他的家 房间里很是简朴 很难看出这是女孩子的闺房 郭槐问道 鹿姑娘 你自己一个人住吗 你的父母呢 鹿轻轻眼睛一红 两年前 他们去村里帮人做法事 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土匪 郭槐急忙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问的 没关系 见气氛有些尴尬 我主动转移了话题 鹿姑娘 你可知道安德城中 还有多少亡灵没被超度 鹿轻轻开口道 前几日 我大概的统计了一下 大约还有两千亡灵 尚未被超度 这些亡灵 多是冤死亡死之人 如果不快些超度 很容易就变成恶鬼 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郭槐提出了一个疑问 据我所知 人死后变成阴魂 能感应到当地城隍庙的位置 可安德城中的亡灵 怎么就聚集在城中了呢 我也挺好奇这事 毕竟来之前 城隍老头并没有给我解释 陆轻轻愤恨地回答道 还不是那些当兵的 跟土匪一样 滥杀无辜 杀的人太多 导致城隍庙门前 挤满了阴魂 城隍超度不过来 心死的人 就感应不到城隍庙的存在 因此城中 才会有这么多的亡灵 听完陆轻轻的解释 我心中不禁感叹 乱世的可怕 竟然连城隍庙都挤不下了 郭槐开口道 一支支的超度 实在是太慢了 你们两人有没有食妖办法 能把亡灵聚集在一起 聚集亡灵的方法吗 陆轻轻回答道 我有办法 可 可什么 可亡灵当中 不禁有人畜无害的阴魂 还有杀人是命的恶鬼 如果聚集的恶鬼数量太多 我们三个恐怕不是对手 郭槐自信地说道 陆姑娘请放心 人人都知我 毛山擅长驱鬼阵邪 你只要把亡灵引来 至于那些恶鬼 叫由我来对付 真的 真的 再说了 不是还有张贤帮我们吗 我们三人说干就干 第二天刚到午夜 我们三人就来到了城中一僻井之处 白天的时候 郭槐画了好多符录 又让陆轻轻去城中买了十二个酒碗 此刻 他将所有的酒碗里 都倒入半杯白酒 随后再向每个酒碗里放三张符录 他向我们解释道 道家有一种法式仪式 名为教 其中有三种大教规格最高 第一种 叫普天大教 供奉三千六百教位 第二种 叫周天大教 供奉两千四百教位 第三种 叫罗天大教 供奉一千两百教位 这每一个教位 都代表一个神位 只要仪式开启 别管多厉害的鬼 也难以逃脱 我疑惑地问道 可你这才十二个教位啊 郭怀疑惑地看着我 你在龙虎山 没有经历过举办过摘教吗 仪式中每一人 最多只能供奉十二个教位 我这才发觉自己多嘴了 容易引起郭怀的疑心 急忙解释道 我在龙虎山上学艺时间不长 还真没经历过 郭怀似乎还想追问 这时陆轻轻刚好开口 打断了他 郭怀 你这阵法 能控住多少只鬼 一百二十只 够吗 陆轻轻点头 够了 我一次也就能引六七十只亡灵 郭怀道 那好 陆姑娘负责引来亡灵 我负责控制他们 张贤负责超动 我说了声好 陆姑娘便开始行动了起来 只见陆姑娘从口袋中 掏出一根手指粗细的檀香 随后在地上扣了个小洞 将檀香插入 这檀香我怎么看怎么眼熟 下意识地问道 这是陈鬼檀香 陆轻轻惊讶地问道 你认识 我问他 这东西 你是从哪弄来的 这个呀 安德城中有家名叫白小生的茶馆 我跟老板讨要的 对了 那老板叫金百木 长得可帅了 我哑口无言 原来现在掌管茶馆的 是尚未被黑压害死的金百木 我心中生一股冲动 如果我把后来发生的事情 告诉金百木 那刘飞或许在师傅这一带 就被彻底消灭了 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历史不容篡改 金百木若是没死 茶馆里被收养的小二 也就是我的老师爷 就不会成为殷伤 那我的师爷 也不会是张龙 师傅更不会是林选 这样的话 刘飞非但不会被消灭 还有很大的可能成功复活 这就像一句名言说的那样 一只亚马逊河流于热带雨林中的蝴蝶 偶尔扇动几次翅膀 就能在遥远的克萨斯州 引起一场龙卷风 陆青青点燃了成魂檀香 这东西我太了解了 檀香味道对鬼诱惑极大 能将方圆两三百米的鬼 全都吸引过来 在等鬼过来的时候 郭怀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姓金的老板 真有你说的那么帅 我听出郭怀的语气有些紧张 分明是吃醋了 陆青青笑着说 很帅啊 城里好多姑娘暗恋她呢 要不是她的茶馆茶水太贵 肯定会被踏破门槛 这样啊 陆姑娘 你这么夸赞这个金老板 该不会是喜欢她吧 等待回答的过程中 郭怀极紧张又尴尬 我看到她的脚尖在不停地蠕动 要不是穿着鞋 我觉得她能用脚趾头 扣出一个三十一听 不知道陆青青 是不是听出了郭怀的弦外之音 她笑着回答 不喜欢啊 我就是单纯地觉得 金老板比较帅 郭怀暗暗地松了口气 高兴地说道 今晚收工 我下厨请你们吃面 正说着 一阵阴风吹来 我往街道的镜头一看 两只阴魂正向着我们走来 我立即提醒 鬼来了 被沉魂檀香吸引来的阴魂 越来越多 其中还有几只 修为不弱的恶鬼 半个小时后 超过六十只鬼 聚集在沉魂檀香前 他们像是吸了猫薄荷的猫咪 一个个神态沉醉 但这只是暂时的 等沉魂檀香烧完 他们就会恢复原状 甚至会因为吸不到檀香 而发怒暴躁 陆轻轻开口道 附近的鬼差不多都到了 郭怀 看你的了 郭怀说了声好 手掐法绝 口中念念有词 他每念一句 一只酒碗当中的浮露 就会自行燃烧起来 很快 十二个酒碗 全都冒起了火光 郭怀看向我 严肃地说道 我能坚持半个小时 你动作一定要快 我点了点头 开始超度 我先剪着恶鬼超度 我袖子里藏着城隍令 效率极高 只用了二十分钟 就把所有的鬼都超度了 陆轻轻夸赞我 好本事 就在我准备收工的时候 毛骨悚然的感觉再次出现 我猛地回头 只见街道的尽头 出现了两团跳动的 幽绿色火焰 郭怀与陆轻轻也看到了 郭怀颤声问道 那是什么 我用力咽了咽口水 难道这就是城隍老头所说的 追杀我的鬼叉 两团火焰向我飘了过来 此时天上遮住月亮的云彩飘走了 月光洒了下来 然后 我看到一个两米高的怪物 这怪物人身 双脚却是蹄子 脖子上顶着的是一个长脚的牛头 这怪物手持一柄 比它还高的钢叉 呼吸间 冰冷的寒气 从它的鼻孔中冒了出来 郭怀不敢置信地问道 这是传说中的勾魂使者 牛头吗 在传说中 地府有一对勾魂使者 专门缔拿不愿前往阴间报道的恶鬼 他们被合称为牛头马面 眼前这只牛头 身上的煞气浓郁到好似跳动着黑色的火焰 强烈的压迫感 就算是刘飞 也比不得 陆轻轻失声道 煞气化火 这是修罗的标志 听到修罗这两个字 我人都傻了 修罗是什么概念 刘飞之前拿来炼化僵尸的魂魄 才不过准罗刹级别 罗刹和修罗 还差着一个等级呢 如果非要对比 修罗在鬼的等级中 对应着僵尸中的汉拔 而我知道的汉拔 只有一个人 大姐零诉索 我忍不住倒吸一口良妾 就算城皇老头借给我一点修为 我也不可能干得过这牛头 我看了同样是目瞪口袋的 郭怀和陆轻轻 脱口而出 你们愣着干嘛呢 跑啊 说完 我带头逃跑 很快 郭怀和陆轻轻就追了上来 而同样在追的 还有牛头 牛头脚步很沉 他每迈出一步 地面都在微微颤抖 郭怀气喘吁吁地问我 我们是怎么得罪这牛头的 他不是勾魂使者吗 怎么追着我们三个大活人不放 陆轻轻也会焦急 不知道啊 被他追上 我们肯定会死的 我心一横 这事其实跟两人无关 牛头在追的 只有我一个 我果断对他们说 得罪牛头的是我 你们两个往别处跑 他不会追你们的 我本以为郭怀和陆轻轻会 立马逃开 却没想到 两人仍旧跟在我的身后 郭怀说道 张贤 咱们也算是朋友了 我郭怀可不是背心弃义之人 陆轻轻同样说道 没错 有困难 咱一起扛 我很感动 但此刻牛头马上就要追上我们了 你们如果没有对付他的办法 就赶紧走 不要让我连累你们 郭怀喊道 我有个想法 但不一定能行 什么方法 快说 传说地府有规定 锁魂使者不能在普通百姓面前现身 因为我们是阴人 所以他才没有顾忌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跑到人多的地方 他肯定会离开 我问道 可现在深更半夜的 哪里去找人多的地方 郭怀盯着我和陆轻轻 你们两个才是土生土长的安德人 问我有什么用 我的确是土生土长的安德人 但这个时候我父母都还没出生呢 城市面貌更是相差甚远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陆轻轻 陆轻轻没有让我们两人失望 他沉生道 我知道哪里人多 不过我们最好把脸蒙上 我们三人边跑边扯下一根袖子 当作面巾蒙在脸上 随后 陆轻轻带着我们冲进了一间房门虚掩的大房子 在我们从前门冲到后门的过程中 伴随着好几道女人的尖叫声和男人的怒骂声 等从后门跑出后 我们三人回头一看 一直紧追不舍的牛头 果然是消失不见了 郭怀一屁股坐在地上 气喘吁吁地说道 真没想到 我人生中第一次逛摇 子 竟然会是这样 陆轻轻提醒我们 别停下 快点走 这里是马田的产业 里面有不少来找乐子的士兵 等他们提上裤子 我们就有麻烦了 听到这 郭怀赶紧起身 走 就这样 我们三人逃出升天 消失在茫茫夜幕中 天亮之后 安德城中的百姓都出了门 躲了一夜的我们 终于可以安心睡一觉了 第二天夜里 我们三人再次聚集在一起 继续合作超度城内亡灵 接下来的十天 一切都很顺利 牛头并没有再次出现 这十日 我们超度的亡灵 数量超过了八百只 按照陆轻轻的估算 城内游荡的亡灵 大概还有千只左右 十日的合作 我们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尤其是郭怀和陆轻轻 两人的感情明显升温 只要我不在场当灯泡 两人铁定是你弄我弄 然而就在第十一天 出现了大问题 安德城中的鬼 都不见了 哪怕陆轻轻手里 拿着城魂檀香满城跑 也无法吸引一只亡灵 郭怀奇怪地问道 鬼都去哪啊 难不成是城皇爷来过 把他们都带走了 陆轻轻却是摇头 不会的 傍晚我去买菜时 路过城皇庙 庙门前还是鬼满为患 我知道答案 鬼都被军阀马田抓走了 我故意提示道 城内会不会有其他的阴人 我这么一提醒 陆轻轻忽然道 我之前听人说过 马田那家伙 好像懂些阴行的手段 该不会是他 郭怀皱起眉头 这个马田心狠手辣 对活人尚且是土匪手段 对鬼不行 我们得去看看 陆轻轻指向东南方向 马田的宅子在那边 现在是深夜 我们只要小心一点 应该不会被发现的 在陆轻轻的带领下 我们三人来到了马田的宅前 这人非常的谨慎 竟然安排了整整一队 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门前助手 我指了指宅子北面的墙 有一个房子的屋顶 靠着墙很近 只要翻上墙 就能顺利跳到屋顶上 但现在 有个麻烦的事情 就是有墙下 也有两名站岗的士兵 这两人坐在地上 以着墙根 手中步枪 一头靠在肩膀上 另一头煮在地上 他们明显是困了 一个哈气连篇 另一个头跟鸡卓米似的 一上一下 郭怀问我 张贤 你不是龙虎山上下来的吗 化妆能助眠的符 让他们昏睡过去 我挠了挠头 嗯 我不会 陆轻轻低声道 看我的 他从地上捡起一个斑砖 然后从侧面 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陆轻轻卖的是猫布 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 两个士兵 竟然谁都没有发现 陆轻轻先是来到 打哈气的那个士兵身边 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士兵吓得一个机灵 可就在他扭头的瞬间 坚硬的板砖 砸在了他的脑门上 这名士兵身体一软 后背划着墙面 倒在地上 旁边那个马上就要睡着的士兵 听到声音 也惊醒过来 可还没等他拿起枪 板砖也落在他的脑门上 就这样 两个士兵被陆轻轻全部放倒 我和郭怀面面相去 这算不算是物理助眠 陆轻轻冲我们两个招手 示意我们快点过去 一分钟后 我们三人爬上了墙 然后小心翼翼地跳到房顶上 当我们把头探向大宅的院子时 都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院子里摆着一个巨大的炉子 一个穿着军官服饰的男人 正在不停地往炉子里扔木头 炉中火焰烧得很旺 冒出的烟里带有一股微甜的气味 而在炉子周围 则是沾满了阴魂 甚至是恶鬼 这些亡灵被用特殊的绳子 绑住了双脚 一魂串着一魂 整个院子里 大概站着三百多个亡灵 陆轻轻小声对我们说 你们看那边 我顺着陆轻轻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不远处的三个房子 煞气冲天 毫无疑问 剩下的几百只亡灵 都被关押在这三个房子中 陆轻轻问道 马田抓这么多亡灵 是要做什么 郭怀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在茅山修道时 曾经听师父说过 民间有一种极为邪恶的炼魂之法 可以将阴魂炼成丹药 服用后会增加人的气韵 这马田应该是不满足于 只当军阀的手下大将 他想提升自己的气韵 在乱世中获得更大权利 陆轻轻不屑一顾地说道 历代君王 哪一个不是天生 自带大气韵的人 通过邪门歪道 想要上位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郭怀叹了一口气 权利迷人心 就算是人人都懂的道理 也仍旧会有人铤而走险 陆轻轻咬牙道 这么多无辜的百姓 生前被他们残忍杀害 死后还要被他们这样对待 真是太让人愤怒了 他顿了一下 怒声道 我们要救他们 不行 我断然拒绝 两人同时看向我 脸上满是疑问 我犹豫了一下 决定实话实说 把自己是从未来 穿越回来的事实说出来 可一张嘴 我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喉咙 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时我才明白 我无法说出 发生在未来的事情 郭怀问我 为什么不行 我只好换个思路 马田是鹰人 外面还有不少拿枪的士兵守着 我们如果就这样冲下去 只要搞出一点动静 根本没时间解救这些鹰魂 陆青青同意了我的看法 张贤说的没错 我们要从长记忆 郭怀被我们两人说服了 指了指来石的墙 然后我们三人原路返回 回到陆青青的家 我们三人开始商议 如何解救鹰魂 最后商量出来的计策时 是在马田宅院附近制造混乱 等士兵们跑去查看时 我们趁机侵入马田的宅院 将被困的鹰魂解救出来 我知道结局是怎样的 但每当我想找理由 说服两人不要这样做时 总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没有办法 我只能按照原计划 等陆青青死后 想办法将它抄补 这样也算是完成了 城隍老头的交代 第二天晚上 陆青青做了丰盛的晚餐 郭怀甚至还开了一瓶酒 张贤来尝尝 这可是我珍藏的好酒 平时都舍不得喝 我刚想说自己喝不了酒 却是惊讶地发现 我明定闻到了酒味 却没有出现恶心的感觉 我愣了一下 当初生鲜酒带来的副作用 竟然消失了 我猜不到 这是不是我变成鬼的结果 但盛情难却 我就喝了一杯 鬼喝酒是喝不醉的 酒进了我的肚子 只会化作灵气 然后消散 可一杯酒下毒 我忽然觉得自己头重脚轻 我立即反应了过来 这酒有问题 而且是专门针对鬼的手段 郭怀用满是愧疚的语气 对我说道 张贤 我和陆姑娘已经发现你是鬼了 毕竟牛头是不会对活人下手的 马田拿鬼练丹 你跟着我们很危险 一旦被捉住 必是魂飞魄散的下场 所以 你就留下来休息吧 等我们回来 再向你谢罪 他刚说完 我眼前一黑 没了知觉 等我醒来时 桌上的饭菜 已经凉透了 我没想到 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喝酒 竟然会是这番情景 我知道郭怀和陆青青 是一番好意 可若是耽误了拯救陆青青 我如何来报答 陈皇老头的恩情 我赶紧起身 准备赶往马田的大宅 可刚出门 毛骨悚然的感觉再次出现 我环视四周 什么都没有发现 但我肯定 牛头就在附近 这个时候 我已经顾不上自己了 在陆青青魂飞魄散前将它超度 才是当务之急 我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马田的宅院 远远地就看到宅院附近 有火光冲天 这火应该是郭怀和陆青青放的 四周声音嘈杂 是士兵们在救火 以防烧到马田家中 两人掉虎离山的计划成功了 此刻应该已经潜入了马田宅中 我心中焦急 自己必须得加快脚步了 否则真就来不及了 我收连体内的煞气 然后飞了起来 遇到墙壁直接穿过去 不得不说 相比于人 鬼跑路更快 等我赶到马田大宅时 郭怀和陆青青 两人都已经躺在地上 没了气息 我在心中忍不住地叹了口气 历史终究还是按照 原本的轨迹在运转 但我牢牢记得 城隍老头交给我的任务 他不是让我把陆青青救活 只是想让他 能被顺利超度到阴间 至少还能有下意识 此时此刻 马田正站在两人的尸体前 他张开两只手 每个手掌上都画有一道符露 两道符露 散发出紫色的光芒 光芒笼罩郭怀与陆青青的尸体 两人的魂魄 正在被一点点地拉出来 郭怀挣扎了片刻 发现自己根本逃脱不掉 大声喊道 陆姑娘 我对不起你 马田嚣张地说道 现在说对不起也没用了 我好不容易把安德变成鬼城 竟然被你们悄悄超度了那么多 救难你们的魂魄 来弥补我的损失吧 陆青青眼神带有一股决绝的狠意 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他手掐法掘 随后魂魄中涌现出强大的力量 马田大吃一惊 你要做什么 陆青青大声喊道 郭怀 快跑 说着 他身上凝聚的力量 就要爆裂 这是一种 以魂飞魄散为代价 发动的强大法术 他要牺牲自己 换取郭怀魂魄魄逃走的机会 郭怀发现了陆青青 想要做的事情 眼眶欲裂 陆姑娘 不要 然而 他此刻被马田的竖法所困 就算有心阻止陆青青 也无能为力 千军一发之际 我出手了 我掏出了陈黄令 用最大的力气 扔向陆青青 看着飞向陆青青的陈黄令 我在心中祈祷 一定要赶上 陈黄令在空中 划出一道弧线 在陆青青自爆魂魄的瞬间 碰到了他 刹那间 陈黄庙门显现 一股强大的犀利 将陆青青的魂魄 拉入庙门 我心中大喜 成了 咣当一声 陈黄令掉在了地上 马田和郭怀 同时扭头看向我 郭怀惊喜地喊出我的名字 张贤 而马田 则是怒道 又来一个送死的 他手一挥 原本控制住陆青青的紫光 笼罩我的身体 紫光照住我以后 我立即察觉到 马田不是普通的阴人 穿越之前 成皇老头曾用自己的阴德 增强了我的修为 可如今 我和郭怀一样 动弹不得 马田看着我 露出贪婪的表情 竟然是一个鬼秀 可真是稀奇 把你炼化成单 肯定能让我增加更多的契约 郭怀对我说道 张贤 谢谢你救了陆姑娘 我没好气地说道 你要是没惯罪我 你们说不定都不会死 郭怀一脸愧疚 这个时候 我没时间继续责怪他 因为马田已经打开了 练魂的炉子 再想不出解困的办法 我和郭怀 都要被练承单了 我看了一眼成皇令 既然我自身的修为 无法脱困 那陈皇令 就是最后的希望 可陈皇令距离 我有三米的距离 怎么才能拿到手呢 趁着马田生炉火的空当 我悄悄问郭怀 你们茅山 有没有隔空取物的本事 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我见过 临天又遇见的本领 我本没抱希望 却没想到 郭怀点了点头 我大喜郭望 急忙到 快把那块令牌取过来 郭怀手掐发绝 嘴唇轻颤 他念过一阵咒语后 手指对着陈皇令一点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陈皇令 从地上飘了起来 郭怀手指一勾 陈皇令飞到我的面前 陈皇令一碰触到紫光 紫光瞬间消散 我脱困了 马田感应到了身后的变化 急忙转身 不过我动作更快 我先是用陈皇令 帮郭怀脱困 随后又用陈皇令 打开了庙门 抓着郭怀的手臂 将他扔了进去 待到庙门关闭 郭怀也被我超度了 你敢 马田恼羞成怒 向我冲了过来 他从衣服里 掏出一把短刀 刀身式 镶嵌着一个 满是煞气的骷髅头 我不小心被刀蹭了一下 即便是灵体 亦是感觉到钻心的痛 我不想与马田战斗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按照陈皇老头的说法 我只要跑到安德陈皇庙 陈皇令就会让我穿越回去 回到那个属于我的时间线 我以最快的速度 冲向宅院的墙壁 我毕竟是鬼 不用走正门 然而 当我一头扎在墙壁上的时候 砰的一声 我被撞了回去 我摸着自己的头 傻了眼 怎么穿不过去 扭头一看 只见马田一脸得意地走向我 我在墙壁里藏了法宝 只要激活 鬼就穿不过去了 我立即飞上天 准备直接飞出去 却一头撞在一堵透明的天花板上 又给撞了回来 马田笑得更加猖狂 我在自己家中练鬼 怎么可能不做防备 你不妨再试试遁地 看看能不能出去 我伸手拍了一下地面 我的灵体同样无法穿过 此刻的我 犹如被困在笼中的鸟 马田冷声对我说 这下看你往哪跑 在他看来 我已经束手无策了 我深吸一口气 给他提了个建议 你现在放我走 你好我好大家好 否则 一会儿咱两个一起倒大煤 马田不懈道 装你 妈呢 说着他就要出手再次困住我 我叹了口气 然后疯狂释放体内的煞气 世间万物 都有自己独特的气息 对于鬼来说 煞气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区别 却是身份证明 独一无二 在我煞气释放后 马田停下了脚步 他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问道 你要做什么 我嘴角一扬 你猜 我话音刚落 身后的墙壁喷的一声 被撞出一个大洞 一只手持钢叉的鞋物 从撞碎的墙体外走了进来 正是一直在追杀 我的勾魂使者 牛头 牛头看到宅院里 满是被束缚的阴魂恶鬼 身上的煞气冒了出来 犹如跳动的黑色火焰 恐怖的威压降临 在场所有的阴魂恶鬼 全都匍匐在地 我在牛头的眼中 看到了怒火 这怒火 不是因我而起 而是因为 马田束缚亡灵的行为 马田是阴人 自然看得到牛头 此刻他瑟瑟发抖 两条小腿抖得跟筛子似的 他的恶行 成功吸引了牛头的注意力 这个时候 我悄悄地向着墙体的破洞移动 钻出去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安德城隍庙 庙门前有许多阴魂正在排队 我也顾不得礼不礼貌 直接插队挤了进去 我没有在城隍庙里看到城隍 因为害怕牛头追来 立即掏出了城隍令 并将其激活 城隍令散发出微光 紧接着 我眼前一黑 等再次有光浮现在眼前时 眼前的场景 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 回来了 眼前的景象 才是我熟悉的城隍庙 城隍 我呼唤了一下 这才想起 现在自己才是城隍爷 于是改口喊道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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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呼唤了三声 没有任何人回应 这时我才想到 之前我把郭怀给超度了 难道历史被改变了 郭怀被超度 就当不上城隍 所以他现在也就不在了 我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手 城隍令依旧在我的手中 这就奇怪了 郭怀没当上城隍 那城隍令又是谁给我的呢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 走进了城隍庙 惊喜的声音响起 你回来了 正是我在寻找的城隍老头 只见城隍老头 一手提着酒瓶 一手拿着 咬了一大口的鸡腿 他激动地跑到我面前 焦急地询问 怎么样 你成功了吗 我点了点头 成功了 我把陆小姐超度了 他没有魂飞魄散 城隍老头的眼圈 立马就红了 他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 好 好 真是太好了 他扔掉手中的酒瓶和鸡腿 迫不及待地说道 快打开阴间大门 我要去找他 这才过了几十年 他很有可能还没轮回呢 我用城隍令打开了通往阴间的大门 城隍老头头也不回地钻了进去 我望着缓缓关闭的大门 心情复杂 老头已经把城隍之位善让给了我 从此这门他只能进 不能出 我围着掉在地上的酒瓶和鸡腿 看了许久 然后叹了口气 我取来城隍生死簿 寻找陆清清的名字 找到之后 我将煞气注入书中 陆清清的名字飘起 生平展现 生死簿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陆清清魂飞魄散 历史并没有被改变 正当我翻看城隍生死簿的时候 毛骨悚然地感觉再次出现 我抬头 看向城隍庙的大门 身高两米 手持钢叉的牛头 走进了庙里 庙里的气温瞬间爆降 地面都结满了白霜 牛头走到我的面前 面貌恐怖 但我此刻已经一点都不怕他了 我盯着牛头的眼睛 问道 你是谁 牛头开了口 无奈勾魂使者 阿棒 阿棒 是神话中 牛头真正的名字 我平静地反驳道 不 你不是 牛头反问我 何出此言 我解释道 我超度了陆清清 但历史并没有改变 这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我之前的经历并不是真的 所以你也不可能是 真正的牛头 牛头问我 那你觉得我是谁 我猜测道 你应该是欺骗诚皇老头的人 也是把诚皇之位善让给他的人 换句话说 站在我面前的 是安德前前任诚皇 你有什么依据吗 我继续道 很简单 你给诚皇老头设下了骗局 所以必须要保证 骗局不会被揭穿 如果诚皇老头刚刚冷静一些 一定会翻看诚皇生死部 查看陆清清的命运 究竟有没有被改变 为了不让他看诚皇生死部 所以你假扮勾魂使者前来 准备将他强行带去阴间 牛头身上煞气散去 随后的形象 变成了一个穿着古装的男人 男人感叹道 你可真是个聪明人 我重新问道 你是谁 男人好奇地问道 你刚刚不是已经说出我的身份了吗 我疑惑地问他 据我所知 诚皇善让之后 就该去投胎轮回了 为何你还留在阳间 男人哈哈大笑 谁说诚皇善让 一定要去投胎 难道就不能高升吗 原来如此 男人自我介绍道 认识一下 我叫陈宽 现任全城城皇 用现代人的话来说 我是你的上司 我拱手道 见过上神 陈宽对我说 当年郭怀帮我超度安德亡灵 我不忍他 因为失去生活信念 而魂飞魄散 于是编制了一个 只要积攒足够英德 就能改变历史的谎言 我提取了他的记忆 制作了一个幻境 为了防止被他察觉 我又骗他 不能自己穿越 要找人代替他完成心愿 后面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虽然陆青青的命运没有改变 但至少郭怀得到了善终 他顿了一下 对我说 我知道你当城皇 是为了复活自己 这没关系 没有规定 活人不能当城皇 郭怀走得急 当城皇需要知晓的规矩 以及要掌握的本领 应该还没来得及交给你 就由我来代替他吧 说完 陈宽伸手往我额头上一点 海量的信息 出现在我的记忆中 这等手段 像极了传说中的醍醐灌顶 等我把新增的记忆消化完后 陈宽已经离开了 城皇庙外的天色 也已经黑了 我掏出城皇令 将令牌翻了过来 令牌背面的数字 已经变成了301 多出的300英德 是城皇老头 送我最后的礼物 我看向庙外 目光深邃 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正式上任了 第二天一早 我回到茶馆 把狗爷请到了城皇庙 然后又找来了 正在休周末的张峰 张峰一来到城皇庙 就激动地问道 张贤 你现在已经是城皇了吗 我点了点头 拿出了城皇的任命 我开口道 县级的城皇 刚好能任命两名下属 狗爷 我任命 你为安德城皇庙的文判 以后主动来城皇庙 寻求超度的阴魂 就由你来负责了 狗爷眼眶中的忧火跳动 好 这也算是个铁饭碗了 当上这文判 我再也不会缺杀气吃了 我让狗爷把自己的魂魄印记 留在任命书上 而后有浓浓杀气涌出 化作一身文判官服 狗爷藏在官服之中 只露出一对燃着忧火的眼睛 张峰迫不及待地问道 那我呢 我解释道 城皇属于阴阳两届 共同任命的职位 因此 我和鬼差一样 能找一个阳间的代言人 也就是守夜人 张峰点头 这我知道 你以前跟我说过 你师父林玄 就是守夜人 我把城皇令拿了出来 其实昨日我的城皇令 已经变成了印章模样 但我已经习惯了城皇令的模样 又将它变了回来 我要在你身上 印下守夜人的烙印 你觉得印在哪里好 张峰把自己的左臂 从衣袖里抽了出来 印胳膊上吧 我说了声好 先是在任命书上 写下张峰的名字 然后再用城皇令在他的手臂上 落下了印 印痕缓缓消散 平日里是不会显形的 张峰惊讶地问我 这就完事了 我点了点头 叮嘱道 守夜人的实力 与两个方面有关 一是任命者的修为 以后我修为越高 你就越厉害 其二是你获得阴德的数量 你超度的阴魂恶鬼越多 实力同样会增加 我从城皇庙的暗桌上 取来一件物品 递到张峰手中 张峰打亮着手中的东西 问道 这是金堂木 没错 就是古代县令神案时 用拍桌子用的金堂木 这东西在城皇庙放了很多年 本身就是厉害的法器 昨晚我把它改造了一下 变成了阴雾 驱鬼阵邪的效果 大大增强 张峰把手中的金堂木 掂量了两下 打去道 那这东西打架 像不像是拿板砖拍人 狗爷开口道 其实板砖也不错 没听过一句话吗 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 功夫再好 一砖撂倒 张峰被狗爷逗笑了 认识您这么久 才知道您这么幽默 不过他很快又为难了 这么一根棍子 我也不好随身携带啊 我指了指他手臂上的城皇印 能收进去的 张峰将信将疑地 把金堂木拿到城皇印旁边 手中的金堂木 还真就消失了 他手一抓 金堂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中 我对他说 以后遇到游荡的阴魂恶鬼 可别光想地跑了 你超度的鬼 我也会有阴德进掌 张峰笑道 感情我是在给你打工啊 事实证明 张峰是一个优秀的员工 在他成为守夜人的第二天 就给我找到了新火 第二天一早 我正在城皇庙中睡觉 其实鬼是不用睡觉的 但我记得城皇老头的那句话 总要做些有人味的事情 否则慢慢地就真变成鬼了 呼 一团火在我的面前燃起 我睁开眼睛 看到火中出现了一张纸 我伸手拿住纸 火焰立马就散去了 纸上是张峰的字 上面写着 素来星河大桥 这是守夜人和城皇传信的手段 至于为什么不用电话 是因为我 必须将煞气密布灵体 才能在活人面前现行 碰触阳间的物品 而维持这种状态 是需要消耗力量的 一旦我收敛煞气 手机就要从口袋里掉出来了 不过 我让张峰找人在城皇庙里 拉电话线了 装个固定电话 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看了一眼 正在给阴魂办理超度手续的狗爷 开口道 狗爷 张峰找我 我出去一趟 去吧 我看家 说着 狗爷一口吸掉了阴魂身上的煞气 手续办好了 去应间报道吧 我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星河大桥 这个地方还是很偏僻的 桥上只有车辆通行 并无行人 我在桥的下方 看到几辆警车 飘了下去 张峰成了守夜人 已经能够轻松看到鬼了 自然也看得到 灵体状态下的我 他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与我见面 我问他 什么事 张峰解释道 今天早上 我们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有一个钓鱼老钓鱼石 鱼钩被缠住 用力拉上来一看 鱼钩上挂着一半截泡烂的袖子 他怀疑 水下有尸体 我和同时赶过来 请了专业的打捞队帮忙 结果还真有发现 水下沉着一个人 脚上绑着两圈纱带 还用装西瓜的网袋装满石头 绑在自己的腰上 法医初步判断 应该是投河自尽 我疑惑道 这不就是一起自杀案件吗 怎么把我找来了 张峰指着桥下说道 法医说 这人最少死了半个月了 可我在桥下 看到了死者的阴魂 你不是说 过了头期的阴魂 就感应不到 城隍庙的位置了吗 我就寻思着超度了他 结果 我失败了 这鬼身上煞气很重 感觉他马上就要变成恶鬼了 我听明白了 这是来活了 我等着张峰的同事们 勘察完现场离开 然后在张峰的带领下 在桥下石柱旁 见到了死者的阴魂 死者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男人 他全身湿漉漉的 身上还挂有不少水草 符合逆死鬼的形象 但奇怪的是 他的头饰 戴着一个白色 顶部尖尖的帽子 这帽子有两米多高 比死者本人的高 帽子上写着三个大字 墙 奸犯 戴着这种高帽形象的鬼 我还是头一回见 不过在城隍城宽 给我灌入的知识里 倒是有相关介绍 这叫高帽鬼 他头上的帽子 是世间百姓 给他打上的标签 给他打标签的人越多 帽子越高 据说汪精卫死后 头上就顶着 写有卖国贼三字的高帽 只是寻常高帽鬼的帽子 也就几十里米高 两米多的高帽 实在是太少见了 高帽鬼看到我后 或许是鬼对城隍 有特殊的感应 他立即认出了我 见过城隍眼 我问他 你有什么怨恨未解 为何不去阴间报道 高帽鬼抬起自己的双手 紧握头顶上的高帽 试图将他给拔下来 可不管他如何用力 头上的高帽都摘不下来 高帽鬼扑通一声 就给我跪了下来 他恳求道 大人 小的之所以不愿去阴间报道 是因为 我想摘下头上这帽子 我问他 你是说 你是被人冤枉吗 是的 我是被冤枉的呀 看着高帽鬼身上 已经非常浓郁的煞气 我决定先把他带回城隍庙 否则过不了几天 他就会变成恶鬼 此人身上怨念很重 一旦变恶鬼 他所怨恨之人 必定会遭毒手 你先随我回城隍庙 至于你的冤情 我会听的 谢谢城隍爷 就这样 我和张峰把高帽鬼 带回到城隍庙 一入庙 狗爷就兴奋地说道 张贤 你给我带回来一个大补之物呀 说着 他猛地吸了一口气 试图将高帽鬼身上的煞气 吸进肚里 可一阵风吹过 高帽鬼身上的煞气纹丝不动 依旧附着在身上 咦 狗爷很是吃惊 这家伙究竟有多大的怨恨 这衍生出的煞气 我竟然抢不过来 这一幕 倒是验证了高帽鬼的话 他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我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冤情 讲出来吧 回城黄爷 我叫高凯 高凯介绍了自己后 开始讲述自己的冤情 两年前 他原本是一家公司的高管 工资高 受人尊敬 家庭和睦 然而这样的生活 因为一个女人 发生了改变 大学毕业季 公司人事部召来了一个 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名叫龚玄 对于公司的职员们 尤其是男职员们来说 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玄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 但对高凯来说 他很讨厌这个新人 因为这个公玄工作能力很差 而且经常迟到早退 于是他按照公司的规定 对公玄进行了处罚 发工资的那一天 大家都下班了 只有高凯 正在办公室里加班 正当他思索 明日要跟客户怎么商谈时 办公室的大门被人推开了 高凯抬头一看 公玄拿着自己的工资单 气冲冲地走到他的面前 大声质问他凭什么扣自己工资 高凯没有跟他争吵 他拿出公司规定 把每一笔扣款说得清清楚楚 而且警告公玄 如果他下个月还是迟到早退 自己一定会让人事部把他开除 公玄不服气 在办公室大吵大闹 临走时还让高凯走着瞧 第二天 公玄没有来上班 但高凯奇怪地发现 部门里的同事都在用奇怪的眼神看他 女同事们更是躲着他走 当时高凯并没有上心 可回到家后他的妻子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 高凯梦了 质问自己的妻子这是干什么 妻子骂他衣冠禽兽 然后把手机甩在他的身上 高凯捡起手机一看 屏幕上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小作文 发微博的正式公玄 读完之后 高凯脑袋嗡嗡作响 公玄在网上控告高凯 说他想要潜规则自己 为了达到目的 故意扣自己的工资 他还说高凯威胁他 如果不跟自己发生关系 下个月就把他开除 而如果公玄从了高凯 那他工资不仅能够翻倍 还能升值 公玄说自己义正言辞地拒绝了高凯 可高凯不仅没有收手 还想要在办公室墙 兼自己 要不是他跑得快 高凯就得逞了 小作文的最后 还附有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公玄扣了工资的工资条 第二张是公玄被撕坏的衣服 看完小作文 高凯人都傻了 他仔细回想 那天发生的事情 非常确信 自己自始至终 都没有碰过公玄 这是赤裸裸的污蔑 第二天 他来到公司 向同事们解释 这是公玄污蔑自己 大家都表示自己相信经理的为人 可就在散会的时候 高凯听到有人小声说 怎么可能会有女孩子 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从那天起 高凯的噩梦降临了 公玄发的微博热读越来越高 甚至冲上了热搜榜单 小作文的阅读量 达到了惊人的几千万 网友们群情激愤 纷纷留言 痛斥高凯的无耻行为 有人扒出了高凯的个人信息 他的姓名 身份证号 乃至家庭住址 都被公布于网上 一时间 高凯的电话被人打爆了 每个人都在辱骂他 高凯不得已 只能关机 但这并不管用 因为有一日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的家门 被人破了油漆 旁边还摆了一个花圈 花圈上的碗帘上 写了四个字 赠墙 监犯 半个月后 高凯的老婆受不了了 把一纸离婚协议书 扔在高凯身上 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然而 这还不是结束 等高凯收拾好心情 回到公司时 却被老板通知 他因影响公司声誉 被开除了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高凯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凯怎么也想不通 明明自己没做的事情 为何仅凭公璇的片面之词 就把自己打入了深渊 他喝了一夜酒 第二天 决定要挽回自己的清白 高凯先是去找公璇 可公璇早就离开了这个城市 他凭借控告高凯的微薄 吸粉数百万 人人都夸他勇敢 不像职场潜规则低头 是新时代独立自强女性的代表 最终 高凯选择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己的生育 两年后 法院宣判 公璇诬告 高凯无罪 法院要求公璇赔礼道歉 可等高凯兴高采烈地 把判决书发到网上 他才发现 当初那些信誓旦旦辱骂他 肯定是强 监犯的网友 根本不在乎他 是不是清白的 这就和某著名电影当中的情节一样 别人污蔑你 吃了两碗粉 只付了一碗粉的钱 可当你剖开肚子 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粉时 那些污蔑你的人 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除了高凯 没人在乎真相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是高凯拿着判决书 去找自己的孩子时 孩子却愤怒地告诉高凯 他在学校里交不到一个朋友 所有的同学都远离他 甚至喊他 小强 监犯 高凯受不了打击 选择了自尽 他在身上绑上纱带和石头 从大桥上纵身一跃 听完高凯的讲述 我心情很是沉重 关于诬告 我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之前我还活着时 曾在金门碰到过 黑压售卖的鹰鹉结舌刀 这件鹰鹉的使用者 就是被人在网上诬告 但那个女孩 至少最后证明了清白 并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诬告的男人 也被结舌刀割掉了舌头 但高凯 没有得到应有的正义 我决定帮他摘掉头上的高帽 他活的时候清清白白 不能死得如此误会 我让高凯先住在城隍庙 得到我的承诺后 高凯身上的煞气不再增长 因为他心中有了希望 不过想帮高凯伸张正义 得先让龚玄回到安德 因为我在复活之前 是无法离开安德的 这事张峰也不好出面做 他毕竟是一个警察 于是我找到了一个人 黑客小胖 小胖跟我也算是老朋友了 当初命运左轮和鬼屋事件 如果不是小胖的帮忙 我很有可能会遇到生命危险 小胖并不知道我已经死了 所以对于我的出现 并没有感到惊奇或者害怕 小胖是个技术宅 整天窝在家里钻研电脑技术 这次见到他 他已经快要 从小胖进化成大胖 当我把想要做的事情 告诉小胖时 小胖有些腼腆地问我 张哥 能不能给的报酬 最近我囊中羞涩 家里快揭不开锅了 我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朋友归朋友 生意归生意 如果跟朋友做生意都不给钱 那这朋友也就没得做了 不过 我现在身上没带钱 承诺回头转给他 这事交给姑姑去办 小胖按照我的想法 通过技术手段 查找到了龚玄的电话 然后他打电话 说自己是安德一家珠宝店 希望能找他做一做广告 小胖在电话里 把广告废开得很高 龚玄完全没有怀疑 当场答应下来 三天后 龚玄回到了安德 他按照电话里的约定 来到了一家大型珠宝店 到店后 龚玄给小胖打电话 小胖说自己有事 要晚一点才能到 让龚玄在店里随便逛逛 他可以随意 挑选一件八千块钱以内的首饰 免费赠送 龚玄挂掉电话后 开始兴高采烈地挑选首饰 就在这个时候 等待已久的我有了行动 我在柜台里 找了一枚价格昂贵的钻件 取了出来 柜台房的住人却防不住鬼 随后 我把钻戒翘无声息地 放进了龚玄的手提包内 15分钟后 小胖再次打电话给龚玄 说马上要到饭点了 请他吃饭 顺便谈一谈具体合作 龚玄没有怀疑 准备离开珠宝店 准备去赴约 可就在他踏出珠宝店大门的时候 门口的警报器响了起来 珠宝店的保安立即把他拦住 在一番争执之后 保安在龚玄的手提包内 发现了未结账的钻戒 店家当即报警 然后龚玄就被警察带走了 而整个过程 都被小胖雇佣的人 用手机录了下来 当天晚上 微博上出现了一个热搜 知名大V偷窃暂见 龚玄这个名字 本就很有热度 他一出新闻 传播度非常惊人 等龚玄从派出所出来 再想做公关 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这个女人的确有些手段 她立即发布微博 解释自己是被冤枉的 理由就是 已经手机已成空号联系不上的小胖 以及珠宝店监控录像 从录像上看 她的确没有偷钻戒 至于钻戒 是怎么进入她手提包的 成为了一个谜 多数人相信了龚玄的话 许多人在龚玄的微博下留言 说自己相信她 对于这个结果 我并不意外 因为这本 就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让小胖这样做 只是为了先挑起龚玄的热度 为接下来的事情做铺垫 小胖找到了另一个黑客朋友 把龚玄的录像发给了她 三天后 一段由电脑技术合成的录像 被公布在网上 录像中 龚玄在一个隐秘的场所 猥亵一个 只有不到十岁的小男孩 这个录像 将龚玄的名字 再次推上热搜 而且热度持续了好几天 无数人声讨龚玄 声势比上一次还要大 我让录像的制作者 故意在录像中 做出一个破绽 一日后 龚玄再次发布 指出视频中的破绽 指责有人故意污蔑她 她告诫网友 千万要擦亮眼睛 不要轻信任何人的片面致词 至此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让小胖做了第三件事 把高凯的判决书照片 发到龚玄的微博评论区 并找水军顶到了守卫 虽然龚玄很快发现 并删除了这条评论 但仍旧有不少网友看到 并将其传播开来 很快 龚玄上了第三次热搜 网友们发现 这个让大家不要轻信 片面致词的人 用片面致词毁掉了一个男人 如今这个男人 已经自杀 至此 已经有很多很多人 知晓了高凯的清白 我觉得 自己已经实现了高凯的愿望 然而 当我回到城隍庙时 却震惊地发现 高凯头上的帽子仍旧还在 只是高度从两米多 降低到三十厘米 我想不明白 高凯的判决书 都流传这么广了 为什么他还是无法摘掉高帽 张峰一语道破天机 不是所有人 每天都挂在微博上的 有些人当初看到了 公悬污蔑高凯的博文 如今已经不完微博 或者几天没上微博 刚好错过热搜 那在他们心中 高凯依旧不是清白的 还有一些人 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 哪怕有判决书 他们也会找给自己找理由 来证明自己当初没有错 这个答案 让我很是沮丧 高凯头上的高帽 注定摘不下来 高凯倒是已经看看 他对我说 陈皇爷 您让这么多人知道了我的清白 我已经很知足了 请超度吧 我超度了高凯 获得了四十九点应得 应得总数量达到了三百五十 一下获得这么多应得 我本该兴奋 高兴 可我的心里 却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 说不出的压抑 一句污蔑之言 毁掉了一个人的一生 高凯本是一个对内顾家 对外努力工作的人 最终却落得这样的收场 太过凄凉 超度高凯后几天 又一次迎来周末 我在安德的朋友 只剩下张峰 便约他一起哈皮 张峰开车来接我 他说 最近市区商场 新开了一家烤肉店 味道特别好 今天他请客 当车路过一个老小区时 我忽然察觉到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煞气 靠边停车 下车后 我和张峰走进了小区 这小区建于几十年前 总共只有三栋 墙皮都脱落许多 张峰也察觉到了煞气的存在 笑着对我说 周末你也不休想 我回答道 多超度一只鬼 我就能多得一份应得 也就能早点去找林小洛 张峰语气酸酸地说道 真羡慕你们 我啥时候才能有女朋友啊 我打去他 你人长得不丑 还是个富二代 怎么就找不到女朋友呢 张峰叹气道 还能为什么 工作太忙了呗 聊天的时候 我们两人已经走进楼呢 我寻着煞气上楼 在三楼找到了散发煞气的鬼 看到这只鬼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因为他身上 穿着一件被熏黑的衣服 衣服虽然被熏得有黑 但依旧能看出他原本的制式 这是一件蓝色的消防服 毫无疑问 这只鬼生前 曾是一名消防员 从这只鬼身上的煞气来判断 他去世最少已有三年 是什么样的执念 让他久久不去阴间报到 鬼也发现了我们 转过头来 这是一张很年轻的脸 不到三十岁 他的脸和身上的衣服一样 被熏得有黑 张峰惊讶地喊道 宋队 我好奇地问道 你认识他 张峰用力点头 向我介绍道 这位是宋队 几年前 在火灾现场 他为了救一个孩子 从楼上摔了下来 他到死都没用松开抱着孩子的手 用自己的身体给孩子当缓充电 最终孩子获救 宋队却不幸牺牲了 我们当时还开了大会 学习宋队为民服务 不怕牺牲的精神 知道眼前的人是英雄 我用非常尊敬的语气问道 宋队 你是有什么执念未了 才不去阴间报到的吗 宋队一脸的严肃 他指了指身前的门 语气凝重地说道 他要来了 我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问道 谁 谁要来了 我话音刚落 只听门内传来一声尖叫 紧接着 有浓烟从门缝中飘了出来 张峰大惊失色 着火了 他用力去拧门把守 可这是在外面 没有钥匙是打不开的 门内响起一个女孩子 惊慌失措的呼救声 大火似乎是挡住了 他逃生的路线 只见宋队二话不说 穿过门 进入屋内 我对张峰说了句打119 然后跟着宋队穿过大门 进入房间 四处都是浓烟 房间里的火势蔓延很快 雾中 家具烧得噼啪作响 隐约间 我听到了咳嗽的声音 急忙寻了过去 只见宋队抱着一个 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孩 走进了洗手间 她将一块毛巾用水打湿 放在女孩的口鼻上 然后打开洗澡的淋浴 对着门口喷 再开窗透气 最后紧关洗手间的门 如此 就算有浓烟从门缝中钻进洗手间 也会从窗户飘走 我以为是宋队修为不够 无法带着女孩逃离火场 于是急忙到 我可以带她离开 谁知宋队一脸紧张地扫尸四周 她还在这 不把她打跑 我们就不了这个女孩 宋队的话 让我满是疑惑 听她话的意思 这火场之中 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 失去阴阳眼的我 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 便利地寻找各种隐藏之物 此刻只能将自己的感觉提升到极限 探查四周 呼 我在燃烧的火焰中 听到一个异常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移动 那是什么东西 宋队非常凝重地回答道 是炎魔 这个回答让我十分地意外 因为我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宋队解释道 这是我给她起的名字 这个家伙寄生于火焰中 她每一次出现 都会引发新的火灾 我这些年之所以没有去阴间报道 就是在和她斗 宋队的回答让我肃然起敬 我决心帮她解决这个炎魔 我支起耳朵 奇怪的声音再次响起 呼 这一次 声音更近 而且就在我们两人身前 我敏锐地做出判断 炎魔攻击的目标 是宋队 小心 我当即一拳轰向宋队身前 虽然我从人变成了鬼 但我当初的功夫底蕴 还是在的 在我出手的瞬间 宋队身前窜出一条火蛇 火蛇在接近宋队的过程中 变化成一只大手 试图掐住宋队的脖子 我的拳头砸在这只火焰 凝聚的手掌上 刹那间 手掌破碎 一团残火落在宋队身上 它吃痛闷哼一声 而我的拳头上 也传来了烧灼感 我心中一惊 这绝不是普通的阳间之火 它竟然能对鬼造成伤害 我的行为 似乎是激怒了炎魔 我身前的大火烧得更加旺盛 火焰中隐约能看到 一张恐怖的脸 我非常肯定 这张脸不是人类 而是某种邪魔 正当我做好准备 再次攻击炎魔时 送对转头跑向了厨房 离开前 它对我说了一句话 帮我拖延一下时间 我说了一声好 然后一头扎进火焰里 我的秀为能够保证 我不会被火焰伤得太深 我这样做 是要抓住炎魔的本体 一入火焰 我立即听到一个 低沉的嘶吼声 仿佛野兽在低音 紧接着 有什么东西 从我的身侧扑了过来 我冷笑一声 一拳打了过去 这一拳 刚好打在炎魔的脸上 砰的一声 炎魔的脸炸裂了 然而 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 炎魔的脸再次凝聚在一起 我愣了一下 难不成这家伙 还是不死的 炎魔向我发动了反击 他用火焰凝聚的双手 抓住了我的肩膀 我的双肩 立刻感受到灼热的痛感 不过这样的攻击 还不至于让我受伤 我反手掏出城隍令 直接贴在炎魔的身上 城隍令爆发出一阵刺眼的光芒 紧接着 炎魔的口中 传出痛苦的嘶吼声 两秒钟后 炎魔的身躯整个炸裂 原本熊熊燃烧的火焰 也变弱了不少 然而 炎魔还是没有被消灭 我看到火焰重新凝聚在一起 再次变成炎魔的身躯 我眉头紧皱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竟然连城隍令也无法消灭 就在这时 宋队回来了 他的手中提着一个塑料桶 里面装着满满的水 看着宋队手中的桶 我心中满是疑惑 连城隍令都消灭不了的邪魔 难道用一桶水就能解决吗 宋队用严肃的语气对我说 炎魔体内有一个深红色的核心 碰不得水 我急忙问道 核心在哪个部位 宋队回答道 核心会在炎魔体内不停地移动 每次都在不同的部位 你有办法帮我找出来吗 我自信地说道 当然呢 话音一落 我再次扑向炎魔 跑向它的途中 我顺手在客厅茶几上 抓起一个苍蝇拍 这是一个普通的苍蝇拍 它在大火中已经被烧化了大半 不过 当我体内的煞气注入时 苍蝇拍上燃烧的火焰 立即熄灭 姑姑告诉我 昆虎刀被林小璐拿去了威海味 此刻我没有趁手的武器 只能随手捡上一箭了 不过对于修行者来说 摘叶飞花皆可伤人 苍蝇拍也不是不行 啪 我手中的苍蝇拍 狠狠地抽在炎魔的右臂上 它的右臂瞬间消散 我没有看到红色的核心 炎魔恼怒地张开大嘴 喷出一口火焰 火焰中煞气浓郁 就算是我 硬抗也会受伤 我转身躲开 手中苍蝇拍用力 往炎魔头上一拍 啪 炎魔头没了 但红色的核心仍旧没有出现 藏哪去了 没了头的炎魔 动作便慢了许多 我手一顿乱挥 把炎魔的身体 打得是四分五裂 终于 在打散炎魔的左腿时 一颗红色的珠子 出现在的我面前 我一苍蝇拍抽了上去 没想到红色的珠子 非但没破 反而把我手中的苍蝇 拍给烧毁了 我不信邪地伸手去抓 入手一阵滚烫 然后赶紧松开了手 再看我的掌心 已经被烧焦了一小片 等我松开手后 周围的火焰 向着红色珠子凝聚 这炎魔 又要复活了 我不禁在心中暗叹 好邪门的东西 就在这时 一直在旁观的宋队带喊道 让开 我往旁边一让 宋队提着筒 上前一泼 筒里的水浇在红色珠子上 激起大量的白气 原本红色的珠子 像是冷却了般 变成了黑色 周围聚拢得火焰散了 炎魔并没有再次复苏 宋队对我说 你试试看能不能打碎它 我凝聚力量 一拳打在珠子上 这是我目前修为 所能施展出的最大力量 碰 漂浮在空中的珠子 只是往后退了一点点 没有丝毫损坏 不仅如此 黑色的珠子 又有重新变红的迹象 我立即警戒 如果炎魔复活 又将是一场恶战 就在这时 我听到门外传来声音 是你抱的火警吗 对 里面有人被困 接着传来了 机械破门的声音 炎魔的珠子 飞向窗台 破窗而去 很快 消防员完成了破门 一边灭火 一边冲进屋内 搜寻被困人员 躺在卫生间的女孩 获救了 我和宋队走出了火场 喊着张峰 一同离开了现场 找到一个僻静之处 我问宋队 那炎魔究竟是什么东西 跟我详细讲一讲 宋队伸手抹干净 被熏黑的脸 开始了讲述 几年前 我在火场中 就一个孩子时 不小心从楼上 失足坠落 我死后魂魄出窍 看到孩子没事 就准备再去 见一见家人和战友 然后去阴间报道 可就在我准备 离开火场时 我第一次见到了炎魔 那个时候 他还没现在这么厉害 只有巴掌大小 外形看起来还挺萌 你别看他那时候 长得可爱 但直觉告诉我 这东西很危险 而且火灾很有可能 就是他引起的 于是我就跟着他 跟了三天 来到了一个破旧的民房 那民房是 上个世纪的产物 电线凌乱老化 我亲眼看到 炎魔让电线短路 造成了一场火灾 火燃烧起来后 他会吸收火焰的力量 每吸收一次 体型就会增大一点点 我知道这东西危害很大 就一直跟着他 一开始 我还能打得过他 可后来他变得强大后 我就不是对手了 于是我只能不停 追在他的身后 等他引发新的火灾 不求灭火 只求救人 听完宋队的讲述后 张峰神情严肃地对我说 张贤 咱得想办法帮宋队灭了这炎魔 否则让他继续成长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我用力点了点头 维护辖区安定 不受邪魔侵扰 本就是城隍的职责 好 我们帮忙 或许是之前见识到了我的身手 宋队高兴地说道 那可真是太好了 我问宋队 你知道 炎魔接下来会出现在哪吗 宋队摇头 他每次出现的地方 都是不规律的 一般我都是跟着他 如果没跟上 就会去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等着 跟他打交代的这几年 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 越是消防工作不到位的地方 越容易吸引他去 之前有几个月 市里消防大检查 不管是住宅还是商业 都加强了消防意识 那几个月 炎魔就一直没有出手 可惜检查时间一过 大家就松懈了 这才给了炎魔可乘之机 我想了想 现在是十月份 正值深秋 天气干燥 许多地方落叶已经完全干枯 如果不及时清扫 很容易引发火灾 尤其是山火 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得到了宋队的认同 安德位于平原地区 山林只有一片 我们完全可以守株待兔 猜到炎魔可能出现在哪 但如何消灭它 是一个大问题 我已经知道 炎魔的弱点 是它的核心 可核心太过坚硬 我没了困物到 单纯以自身修为 无法将其打破 宋队开口道 炎魔还没成长起来前 我曾经把它的核心 打出过裂缝 当时里面涌出 特别多的煞气 听到这话 我眼前一亮 如果炎魔的核心 是由煞气构成 那有一物 能够克制它 我对张峰说 你找辆带斗的车 开去茶馆 三个小时后 张峰开着租来的清卡 来到了茶馆门前 我先进茶馆取来钥匙 打开门后 我带着张峰 来到了二楼卧室 这原本是林小璐的房间 我先开林小璐的床 露出藏在下方的物品 张峰看到后 瞪大了眼睛 他磕磕巴巴地问我 正 张贤 这是玉座的棺材 没错 林小璐的床下 藏着一具白玉棺材 这白玉棺材 本是大姐林素素的东西 按照林小璐的说法 当初师傅从地下 把大姐挖出来时 她就躺在这具棺材里 后来大姐 由僵尸变活人 棺材就用不上了 恰逢这具有压制煞气的效果 就给了林小璐用 林小璐每次犯病 如果身边没药 就会钻进棺材里睡觉 延缓病情的发展 我把棺材稍微推开一丝缝隙 刺骨的寒气 立即从棺材里钻了出来 哪怕我是灵体 身上也结了一层冰霜 一旁的张峰 更是冻得瑟瑟发抖 我赶紧把棺材合上 张峰一边打着哆嗦 一边问我 这棺材 简直比冰柜还冷 我解释道 林小璐以前犯病时 经常在里面休养 她散发的寒气 已经把棺材浸透了 那研磨怕水 自然也怕寒气 加上这白玉棺材 有镇压煞气的效果 肯定能消灭研磨 来 大把手 把它运车上去 装好车后 我和张峰还有宋队 驱车前往安德 仅有的一大片山林 我们把车开进林子里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守株待兔 结果一连等了两天 也没等到研磨 唯一的好消息是 这两天 安德并没有火灾 想来研磨还在潜伏中 周末过去了 张峰还要上班 只剩下我和宋队 在山林中等待 好在我们两人都是鬼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还不用吃饭 日子倒也不算是艰苦 无聊时 我们两人就会聊聊天 听一听对方的故事 就这样等啊 等 等到了周五 太阳快落山时 下班的张峰 提着两份麻辣烫 上山来找我们了 我用保温盒装来的 趁热吃 正吃着 我听到不远处 传来了脚步声 我放下碗筷 过去一看 是三个男人 正踩着厚厚的落叶 向山上进发 他们牵着一只德木 看手中拿着的铁锹 网套等工具 应该是来抓野兔的 野兔一般会在天黑道 晚上九点这段时间 出来活动 这些人一看就是老手了 三人有说有笑 说着这周 发生在工作和生活上的趣事 其中一人应该是烟瘾犯了 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白将军 叼在嘴里点上了火 他才抽了一口 同伴立即劝阻道 别抽了 满地落叶 天气又干 小心引发山火 另一人也打趣道 放火烧山 牢底坐穿 我们可不想去监狱给你送饭 抽烟的人笑骂了一句 用戴着手套的手指 将烟掐了一下 然后把掐灭的香烟 往自己口袋里塞 大概想的是 下山后继续把这根烟抽完 然而他没发现 自己并没有把烟送进口袋 松手后 香烟掉落在地 三人走远了 而掉落的香烟上 还有一颗非常非常小的火星 正常来说 这么小的火星 很快就会熄灭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熟悉的气息赶来了 是炎魔 炎魔来到烟头前 俯下身子 轻轻吹了一口气 做烧 我一边大喊 一边冲向炎魔 却仍旧是晚了一步 伴随着炎魔的吹气 烟头跳动起一丝 小小的火苗 我的动作终究是慢了一点点 炎魔这一口气 把大片的落叶都点燃了 看到我感到 又释放出大量的煞气 明火遇到煞气 像是泼上了汽油 燃烧得更加猛烈 不过两三秒的时间 方圆二十米 都被火焰笼罩 今天有风 火被风吹着 向山上烧去 而炎魔现在所占的地方 是上山唯一的道路 如果不阻止山火蔓延 那刚刚上山去抓野兔的三个人 必定会被困在山上 甚至会被活活烧死 张风和宋队也赶了过来 我对宋队说道 你去救人 我和张风来对付炎魔 宋队说了一句 你们小心便飞速地往山上赶去 而我和张风则是炎镇一带 我是灵体 不怕阳间的火 但张风是活人 此刻被大火炙烤的头发都打脚了 更要命的是 山火冒出的浓烟 让他咳嗽不停 我用对他说道 你现在是守夜人 用煞气笼罩自己全身 张风尝试了一下 他咳嗽的声音立即就停了下来 他惊奇地回应 我好像感觉不到热了 我点了点头 下定决心 等消灭了炎魔 一定要好好训练一下张风 把你的武器拿出来 张风立即把金塘木取了出来 用力握在手中 我问他 打过棒球没有 张风摇头 咱华下很少有人玩这个运动 我对他说 没见过猪跑 总吃过猪肉吧 等会儿我把炎魔的核心逼出来 你就用手中的金塘木 把它往白玉关所在的位置打过去 听明白了吗 张风用力地点了点头 这是交给我吧 就在我和张风说话的时候 山火已经烧得更加旺盛 浓浓的黑烟向着天上飘去 当物之急 是要把炎魔从火焰中给揪出来 经过这几日的思考 我发现自己之前陷入了一个误区 以前我是活人的时候 拥有能够窥破迷雾的阴阳眼 遇到找不着人或者鬼的时候 只要把眼激活 就必定会有所发现 如今阴阳眼已经没了 但我也拥有了新的能力 也是身为鬼神来就拥有的能力 那就是对煞气极为敏感 既然炎魔的核心是煞气凝聚的珠子 理论上我闭着眼也能找到它 我拒精会神 感受着四周煞气的分布 果不其然 我很快就感受到 在一团火焰中隐藏着浓郁的煞气 找到你了 我立即冲进火焰中 一拳将炎魔打了出来 炎魔的体型比一周前见到它实大了不少 它又一次成长了 炎魔嘶吼一声 火焰化作的双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如果我是活人 此刻肯定已经喘不上气了 但我是鬼 不需要呼吸 我反手抓住它的胳膊 然后使出一招以前林小璐常用的招式 过肩摔 炎魔被我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仔细感应着它身上煞气汇聚之处 随后伸手抓向它的小腹部 我摸住了炎魔的核心 用力抓了出来 然而 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拿捏住炎魔要害时 我吃惊地发现 炎魔的核心上多出了一个明文 望着核心上的明文 我的大脑有一秒钟的当机 我非常肯定 一周前 炎魔的核心上并无此物 这个明文是被谁刻上去的 又代表着什么 这个问题我暂时想不到 但有一点我非常肯定 这个明文并非天生 而是人为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有人曾经找到过炎魔 并对它施展了某种手段 我不知道 这种手段具体的效果 但既然炎魔还在外作恶 那必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忽然间 核心上的明文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我只觉自己的手掌变得滚烫 随即便握不住了 只能松手 在我松手的瞬间 火焰向着核心巨拢 炎魔再一次凝聚身体 出现在我的面前 更加可怕的是 明文似乎是加强了炎魔的力量 炎魔的体型增加了一倍有余 变成了一个火焰巨人 炎魔发出一声嘶吼 他双手虚握 一把火焰斧头 在他手心中凝聚 斧头向我砍来 我急忙向旁边躲避 然后亲眼见到一颗比我大腿 都粗的树 被斧头拦腰砍断 这只炎魔发狂了 张峰在远处喊我 需不需要我帮忙 我赶忙拒绝 你站在原地不要动 等我喊你的时候再过来 张峰刚刚成为守夜人 以他现在的修为 根本不可能是炎魔的对手 此刻前来只会帮到忙 我把城隍令取去了出来 随后打开了通往阴间的大门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既然之前我能将浴火 从阴间召唤出来 那么更契合我的阴雷 是不是也可以 我心面一动 紧接着一道暗淡的雷霆 从大门中飞了出来 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阴雷落在我的手中 我将自己的煞气注入其中 然后出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阴雷化作一颗闪烁跳跃的雷球 乖乖地躺在我的掌心中 我心中一喜 成为城隍后 我对阴雷的掌控力更大了 即便没有困雾刀 我也可以使用它 我冲炎魔冷笑一声 看看 是你阳间的火厉害 还是我阴间的雷厉害 炎魔咆哮着向我冲来 雷球从我掌心中飞了出去 雷球直接将炎魔的手臂炸裂 随后产生的冲击波 将炎魔身上的火焰全部吹飞 红色的核心再次露了出来 不过明文散发的力量更加强大 这股力量对鬼有克制作用 我竟然一时无法靠近 四周的火焰有再次聚拢的迹象 我立即大声喊道 张风 快过来 张风立马冲了过来 而我则是跑向白玉关所在的位置 我一把推开白玉关的关盖 然后再次冲张风大喊 就是现在 快打 张风卯足力气 手臂用力一挥 他手中的金塘木 狠狠地打在炎魔的核心上 啪 张风的准头非常惊人 核心正好掉进白玉关中 我二话不说 将白玉关的关盖重新合拢 从关中冒出的寒气 已经将周围的地面冻得帮硬 张风跑了过来 紧张地问我 解决了吗 我把耳朵贴在白玉关上 里面没有一点动静 再看周围的火焰 已经渐渐变小了 解决了 我和张风 合理把白玉关 重新装进青卡的车斗上 然后上山去寻送队 就在我和炎魔战斗的时候 火已经烧上了半山腰 也不知道那三个 前来抓野兔的人 有没有被烧伤 等找到送队时 我才知道自己多虑了 送队拥有着丰富的消防经验 他用阴风 把地面上的落叶吹走 做了一个十米宽的防火带 今天的风不是特别的大 火焰吹不过去 自然就不会继续往前烧了 三个前来捉野兔的人 吓得不轻 尤其是抽烟的那个 他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惹了祸 十分钟后 消防车拉着警笛呼啸而来 有消防队的介入 剩余的山火 自然不是问题 我 张风 还有宋队提前离开了 我们三人回到了城隍庙 我问宋队 你还有什么 没有消除的执念吗 宋队摇了摇头 对我说道 谢谢你们 帮我消灭了炎魔 没了他 安德想必发生火灾的几率会小很多 我可以安心去阴间报到了 我打开通往阴间的大门 将宋队超度后 我获得了二十点的阴德 阴德总数达到了三百七十 随后 我把城隍庙的大门关上了 然后对张风和狗爷说道 做好战斗的准备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白玉关的关盖 一股寒气冒出 整个城隍庙的内部都结满了白霜 张风搓着手 嘴巴里哈出白气 这可真是太冷了 等寒气全部冒出来 我把头探进白玉关里一看 原本红色的研磨核心已经被冻成了白玉色 甚至冻出了裂纹 毫无疑问 研磨已经不可能复活了 我把珠子捡了出来 拿到狗爷面前 狗爷 你帮我看一下 认不认得珠子上的这个冥文 狗爷看了一眼 摇了摇头 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这个回答让我挺惊讶的 毕竟狗爷见多识广 能难住他的事情可真不多 狗爷提议道 联系一下你那个茶馆合伙人吧 他现在不是在十三局里任职吗 或许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狗爷指的是卢新一 自从我苏醒之后 还没有联系过他 也该报一个平安了 张峰把手机给了我 我打给了卢新一 电话里嘟嘟响了三声后 对面接了起来 张峰 有什么事吗 我现在正在忙 能不能晚点再打过来 卢哥 是我 卢新一听出了我的声音 语气变得无比激动 张贤 是你吗 我没有听错吧 你还活着 我笑着回答道 我已经死了 现在跟你通话的 是鬼不是人 是人是鬼重要吗 关键是你没有魂飞魄散 他顿了一下 询问道 你现在是在安德吗 和张峰在一起对吗 你等着 我现在就回去 卢新一迫切的语气 让我感动 这就是好兄弟啊 我说了声好 然后告诉了 他我人在安德城皇庙 只过了半天 卢新一就赶到了 他看到我之后 一个箭步冲了上来 给了我一个用力的拥抱 卢新一抱得特别用力 我笑着打去他 幸好 我现在没有身体 否则非得被你活活勒死 卢新一松开了我 对着我的胸口给了一拳 我们都以为你 魂飞魄散了 既然没有事 为什么不早点联系我 我实话实说 我一是消失了有一年时间 是安德的老城皇救了我 张峰在一边插嘴道 卢哥 你还不知道吧 张贤现在是安德的新城皇 卢新一惊讶万分 上下打量着我 行啊 兄弟 当官了呀 我对他说道 叙旧的话晚点再说 你看一下这个 我把眼膜的珠子取了出来 递到卢新一手中 你看看上面的名文 认不认识 卢新一看了一眼 表情当即发生的变化 我立即问道 你认识 卢新一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最近半年来 相似的名文 我们十三局已经发现好几次 之前都是在南方城市发现的 没想到会在安德出现 他顿了一下 向我讲解道 之前西边的龙脉封印 因为林教官不在 失守了大概有一天左右 封印里冒出大量的煞风 我点了点头 这个信息 我已经从姑姑那里得知了 煞风吹遍了整个华夏 许多城市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 一些阴魂被煞风一吹 变成了恶鬼 一些原本还能保持理智的恶鬼 直接变成了嗜血杀人魔 我们十三局联合民间的阴人 用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 牺牲了很多人 才将这些恶鬼镇压 煞风带来的影响 远不止于此 有些居心叵测的阴人 想借着煞气 提升自己的修为 或者做一些邪恶的事情 他们聚集在一起 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 你看到的这枚名文 就是这个组织发明出来的 我询问道 这个组织叫什么 卢星一回答了三个字 急煞糖 他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这个急煞糖 聚集了许多有野心的阴人 他们手段各异 非常难对付 急煞糖的理念 目前我们还没有搞清楚 但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 他们在各地培养 受到煞风影响的恶鬼 围惑人间 已经有不少无辜者受到伤害 甚至是丢了性命 从某种程度上讲 他们比黑鸭更加可恶 我能理解卢星一最后这句话 毕竟黑鸭之前的所作所为 虽然也是在作恶 但大多数的恶事售卖阴雾 夺取普通人的魂魄 丢失一魂一魄 人还能活 但急煞糖的行为 却是直接要人命 这种邪恶的组织 绝不能留 我在复活之前 只能待在安德 如果十三局在安德 需要什么帮助 尽管联系我 卢星一惊讶地问道 你还能复活 能 毕竟补天石和白玉莲 都在我的手中 只要我 及其足够的应得 替代混沌仙禄 就能复活 对了 此事不要外扬 毕竟死而复生这种事 很容易引起其他人的觊觎 卢星一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理解 放心吧 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对了 我转移了话题 我想求你办件事 卢星一笑着说道 我们兄弟之间 哪里还用得着求这个字 说吧 什么事 我一定帮你办 帮我联系小鹿 苏醒之后 我尝试过打零小鹿的电话 一直都处于关机状态 我无法离开安德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联系上他 现在卢星一来了 或许能够帮我传递消息 然而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卢星一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看到他脸上表情有些不自然 心中猛然一颤 卢哥 你这是什么表情 告诉我 小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卢星一见我神情紧张 急忙说道 林小鹿没有出事 只是我们现在联系不上他 我稍稍松了口气 追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仔细跟我说说 卢星一解释道 之前龙脉东风印 被刘飞打破了一点点 为了防止龙脉下的东西跑出来 林小鹿带着民间英人高手 在那里助手 大概在半年前 东风印又出现了一次震荡 方圆石里被黑色的煞风所笼罩 现在风印之外的人 完全无法进入 而风印里边的人每隔一周 才能传出一次消息 我眉头皱起 林小鹿那里的情况 看起来非常的不妙 卢星一接着说道 你可以联系一下林天佑 他现在人在茅山 对风印内的事情 说不定比我了解得多 我点了点头 直接拿起手机 打给了林天佑 当林天佑知道 我没有魂飞魄散后 反应和卢星一一模一样 说会尽快赶来安德与我见面 挂掉电话后 卢星一对我说 黑鸭已经完全覆灭了 我加入13局的初衷 也已经完成了 既然你现在离不开安德 那我申请一下 调回来陪你一起超度亡灵 争取让你早点复活 我笑着答应下来 卢星一立马去联系冯姐 冯姐还是值得信任的 因此告诉了 她我尚未魂飞魄散的消息 冯姐很痛快地 就批准了卢星一的申请 从这一刻起 卢星一就不用回去报道了 可以安心留在安德 我对卢星一说道 你们13局 知不知道安德哪儿的怨魂比较多 只靠我和张峰去找 效率实在是太慢了 卢星一回答道 之前安德被杀风影响的挺严重的 我去找助手安德的同事们问一问 说不定会有一些内幕消息 卢星一的效率非常高 当天就拿到了一些绝密资料 她将这些资料整理了一下 然后挑出一份对给了我 13局的同志们 前一阵发现 这家养老院可能有问题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 我接过资料一看 这是一家位于安德城区最边缘的养老院 名字非常的温馨 叫安享晚年 行 那明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之所以明天才去 是因为我要先对张峰 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 张峰一听我要训练 他立马兴奋了起来 张贤 你准备教我什么 我给他指出三点 第一 我要教你一些关于阴行的常识 张峰点了点头 非常谦虚地听着 第二 我要教你守夜人的一些本事 第三 你得提升一下自己的身手 张峰听完之后提出了异议 前两条我肯定会虚心学习的 可第三条是不是有点小看我了 再怎么说我也是锦销毕业的 身手可差不了 我笑了笑 对于普通人来说 你的身手确实是够用了 但作为阴人可能还差一点点 我指了指一旁的卢心一 打趣道 要不 你们两个切磋一下 听到我的建议 张峰立马来了精神 他冲着卢心一挑了挑眉 卢老师啊 来打一架啊 当然 这句话 他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 卢心一笑着回应 行啊 不过咱先提前说好 别被我打得哭鼻子 张峰用大拇指摁了一下鼻子 摆出李小龙经典动作 谁哭鼻子还不一定呢 卢心一解开了自己的风衣 别看他外表高高瘦瘦的 脱下衣服来 满满的都是肌肉 张峰看愣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卢老师吗 卢心一说道 你是不是忘记 我加入十三局 已经快有三年了 我往后退了两步 给两人让出空间 然后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卢心一 其实我也很想看看 十三局究竟把卢心一 培养成什么样子 张峰也认真了起来 摆好了格斗的姿势 张贤 你来说开始吧 好 开始吧 我话音一落 张峰立马扑向了卢心一 看得出 他用的是擒拿 就在张峰碰触到卢心一的瞬间 卢心一出手了 啪的一声 有人倒在了地上 是张峰 张峰被卢心一摔得七昏八速 眼神呆呆的 整个人有些回不过神 卢心一问他 服气了吗 张峰愣愣地回答 你都一招保秒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他用不敢置信的语气 问卢心一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卢心一面露苦涩 我刚进十三局的时候 每天都要被打蒙十几次 练着练着 就这么厉害了 他伸手把张峰拉了起来 怎么样 张贤说 你的伸手需要提高 没有说错吧 张峰使劲点头 没错 跟你们一比 我确实是弱了些 他扭头问我 张贤 伸手方面是你来训练 还是让卢哥训练我 我想了想 先让卢哥训练你吧 等你基本功扎实了 我再教你一些功夫 在此之前 你得先学一些守夜人的手段 我张开手 一团煞气 凝聚在我的掌心中 你现在是守夜人 能像鬼一样使用煞气 来试试看 有了之前对付炎魔石 将煞气密布全身的精力 张峰很快就学着我的样子 召唤出一团煞气 只不过 他没有我这么好的掌控力 我手中的煞气 像是一颗篮球 非常圆润 而他手中的煞气 像是泉水 咕嘟咕嘟地不停冒泡 我对张峰说 你以后闲着没事 就训练自己 对煞气的掌控能力 张峰说了声好 然后又疑惑地问道 煞气掌控得好 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 我给你展示一下 我通过城隍令 召唤出一丝阴雷 将手中的煞气点燃 只听呲啦一声响 我手中的煞气 变成了一颗雷球 张峰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好鸟 滴呀 他不敢置信地 指了指自己手中的煞气 我能做到吗 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他 当然可以 你手臂上的印痕 是用我的城隍令印上去的 一脉同源 我能召唤的东西 你也可以召唤 张峰立马就迫不及待地 尝试了起来 只见他手臂上的 城隍印浮现出来 随后一道暗淡的雷霆 沿着他的手臂 飞快地窜到他的掌心中 点燃了煞气 与我一样 张峰的掌心中 也有雷光跳动 张峰激动得 像是得到新玩具的小孩子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张贤 卢哥 你们快看 我成功了 鹰雷的形状 是以煞气的形状为基础 所以我手中的鹰雷 是一颗球 而张峰手中的雷 像是一只刺猬 这一瞬间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急忙喊道 快收起来 张峰愣了一下 随后就要收起手中的雷球 可就是在这一瞬间 他脸色大变 我控制不住他了 只见张峰手中的雷球 自己飘了起来 而且外表越来越狂暴 半发出刺耳的风鸣声 这是要爆炸了呀 一想到之前 我用雷球打研磨石 爆发出的威力 我的心颤了又颤 快躲开 我急忙用煞气 密布自己全身 灵体变尸体 然后将张峰扑倒在地 压在他的身上 与此同时 卢星一也飞快地趴下 哄 一声巨响 地动天摇 等我回过神来时 城隍庙的内部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不管是房顶还是地面 一或者是窗户 大门都被炸得破破烂烂 就连城隍像都炸出了裂纹 我站起身来 询问张峰 你没事吧 张峰嘴角抽搐 喃喃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也没有责怪他 你只是煞气掌控力太差 多练一练 以后就能掌握了 卢星一也站了起来 他看了看城隍庙 打去道 这得重新装修一番了 我点了点头 对他说 刚刚动静不小 你智慧一下十三局 别让人误会了 好 我打声招呼 就在卢星一打电话的时候 狗爷出现在我们面前 吐槽道 睡个觉 差点被你们吓死 我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讲了一遍 狗爷 你是用煞气的高手 你来教教张峰 怎么掌控煞气 狗爷回答 掌控煞气 有什么好教的 为首熟二 想想你之前是怎么练成的 我回忆了一下 我对煞气的掌控 最初是用昆吴刀练成的 在用煞气缠绕刀身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的就熟练了起来 我立马明白 狗爷是什么意思 对于张峰说的 你把金堂木拿出来 张峰立马召唤出金堂木 然后呢 注入煞气 张峰照做了 金堂木上 立即煞气满满 再召唤鹰雷 张峰明显是被刚刚炸怕了 召唤鹰雷的时候 非常小心 这一次的结果 与刚刚截然不同 只见金堂木上雷光闪耀 非常的平稳 狗爷的点拨果然是对的 用外物限制煞气的流动 果然就容易控制了 我对张峰说 在你熟练掌握控制煞气前 鹰雷就先这么用着 千万不要冒险 否则把自己给炸死了 我还得超度你 呸呸呸 乌鸦嘴 张峰接着训练 等他恋累了 我和卢星一 又给他讲了一页 关于阴行的常识 等到天亮的时候 张峰勉强算是一名 合格的阴人了 走吧 我们去养老院看一看 我们三人来到了 这个名为安享晚年的养老院 张峰把车停在了养老院门口 我下车一看 奇怪地问道 这不一点煞气都没有吗 卢星一回答说 按照资料上的记载 白天养老院十分地平静 没有一丝煞气 可等到入夜 煞气浓烈地堪比乱坟岗 张峰昨晚修炼一夜没睡 此刻顶着两个黑眼圈抱怨道 中午都没到呢 咱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行不行 我看他这个状态 肯定熬不到晚上 同意了 我们三人先是找了一个早点摊 吃了早饭 我点了油条和豆浆 想到以前都是和林小璐一起吃早饭 心情不免有些沉重 卢星一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心思 安慰道 如果十三局的调查没有出错 这养老院里 一定有不少的怨魂恶鬼 你将他们超度了 肯定能得到不少应得 我点了点头 我现在巴不得立即复活 去找林小璐 但我也知道 现在必须要沉得住气 吃完早点后 张峰和卢星一回车上睡觉 我是鬼 不需要休息 就竟找了一个空闲的地方 开始修炼 以灵体修炼地藏菩萨经 比我还是活人时 修炼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不过我现在更好奇杀绝的效果 失去了阴阳眼 我还能镇住那冲天的杀意吗 修炼时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天色渐渐地黑了 我把张峰和卢星一喊了起来 都醒醒十二 你们两个都睡了八个小时了 张峰起身伸了个懒腰 然后从后备箱取出一瓶水 拧开盖子 把水直接浇在了脸上 啊 清醒了 卢星一倒是没有这么干 她用自己的手掌搓了搓脸 然后看向养老院所在的方向 她用严肃的语气说道 你们快看 煞气冒出来了 我和张峰扭头一看 果不其然 有浓烈的煞气从养老院冒了出来 犹如蒸腾的热气 向着天空飘去 张峰大吃一惊 这煞气也太夸张了吧 说实话 这般情景 我以前也很少见到 我心中非常疑惑 一家养老院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煞气呢 等天完全黑掉后 我决定进养老院看一看 我收敛体内的煞气 重新化为灵体 直接从养老院的墙钻了进去 可我在养老院转了一圈 没有任何发现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 我发现养老院的一棵老槐树上 挂着一枚铜铃 铜铃上刻着明文 此刻明明没有一点风 却正在轻轻晃动 发出叮铃铃的响声 我心中一动 莫非是这铜铃发现了我 所以养老院里的鬼听到铃声 都提前藏了起来 看铃铃的样式 与我在研磨核心上发现的铃铃非常相似 恐怕也是急煞堂搞出来的东西 既然养老院与急煞堂之间有联系 那这里必然有大问题 我退出了养老院 张峰问我 怎么样 有发现吗 我把发现铜铃的事情 说给了二人听 如心一说道 那铜铃恐怕只有活人才能避得开 要不我和张峰再进去看看 我摇了摇头 你是十三局的人 说不定在他们那里挂了号 进去之后更容易打草金蛇 至于张峰 我看了他一眼 还是算了吧 张峰也知道自己是个半调子 没有反驳 卢心一问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笑了一下 然后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老头模样 卢心一和张峰都瞪大了眼睛 张峰不敢置信地问道 你这是什么本事 易容术还是七十二变 我回答道 一种简单的障眼法 城隍秘书里 有一种可以完全收敛气息的本领 配合着这障眼法 就算是因人看到我 也会错认成活人 张峰问我 你是打算混进去 我点了点头 然后扑斥一笑 张峰 明天恐怕得委屈你一下 委屈我什么 给我装个孙子 张峰神情古怪地看着我 装孙子 啥意思啊 我笑着回答他 就是字面意思 我指了指自己现在的形象 你看我现在这个年龄 像不像你爷爷 张峰拿手一拍额头 行了 我明白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旁边找了一家宾馆 睡了一觉后 第二天早上 有我和张峰走进养老院 我们找到了工作人员 张峰指着我说道 这是我爷爷 我想把它安排在咱们养老院 还有空床吗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拿出一张登记表 交到了张峰手中 他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指着登记表说道 填好之后 去那边报到 交钱 事情办得很顺利 办个小时候 就有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把我领到了一个房间 以后你就住这 我打量了一下房间 这个小房间里有两张床 说明我还有一个室友 工作人员叮嘱张峰 记得每个月按时往 我们账户上打钱 张峰说了声好 扭头就走了 他走之后 工作人员问我 你这孙子不怎么孝顺啊 连句叮嘱都不说 我叹了口气 而孙不笑啊 工作人员表情 没有丝毫变化 似乎早已司空见惯 你老人家现在这休息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等你的室友回来 你多请教请教他 有些事我跟你讲十遍 也不如他说一遍地明白 说完 他也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眉头皱了皱 这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冷漠 一直等到中午 我才见到自己的摄友 我的摄友 是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 他穿着陈旧的衣服 拄着根拐杖 走路亮亮呛呛的 老头见到我有些诧异 你是新来的吗 怎么把你安排到这屋了 我好奇地问道 把我安排到这屋 有什么问题吗 老头指了指我坐着的床位 昨天才死的 你不嫌晦气啊 我愣了一下 随后笑着说 我们这年纪 也算是半只脚踏进棺材的人了 有什么好怕的 老头听后 哈哈大笑 我喜欢你这样乐观的精神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陈 你教我老成头就行了 我姓张 你也教我老张头吧 我们两个聊了一会儿 老成头从自己的床底下 拿出一个塑料水桶 我好奇地打量着 不知道他这是要做什么 只见老成头打开水桶盖 我探头往里一看 里面放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他把塑料袋打开后 我这才发现 里面装的都是一些零食和点心 老成头拿出一个虎皮蛋糕 递到我的手中 食堂差不多已经关门了 你肯定还没吃饭 先拿这个垫一垫吧 等到了晚上 我带你认一认去食堂的路 我说了声谢谢 正准备吃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老成头脸色一变 急忙把水桶盖合上 然后用力地把水桶 推到床底最深处 我非常疑惑地问他 你这是在做什么 老成头着急地对我说 快把蛋糕藏起来 要是被发现 你会有麻烦的 看着老成头慌张的样子 我有些傻眼 把蛋糕藏起来 为什么 难不成还有人要跟我抢 正不解着 房间门口出现了三个人 这三人也都是老头 为首的那个最年轻 大概也就六十岁 他剃了个光头 连脚还有一到八 老成头看到他 有些害怕 王哥 你来了 老成头这句话 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明明是他年纪比较大 怎么还叫对方哥 被老成头称为王哥的光头 把目光移向了我 他旁边的一个白发老头 用训斥的语气对我说 你是没长眼睛 还是没长嘴巴 见到王哥 怎么不打招呼 老成头在一旁给我打眼色 应该是示意我赶紧开口喊人 不过 我选择了无动于衷 光头旁边的另一个老头 撸起袖子 做出想打人的模样 凶神恶煞地对我说 白活这么大年纪 一点眼力架都没有 赶紧叫王哥 光头摆了摆手 人家新来的 别这么吓唬人 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是黑社会呢 我张嘴反问了一句 你们这架势 不就是黑社会吗 光头皮笑 若不笑地对我说 我妈 年轻的时候 是混了段时间社会 可现在人老了 金盆洗手了 咱来这养老院 不就是为了一养天年吗 说到这 他突然话锋一转 只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 而有社会的地方 就得有规矩 陈老哥 既然他是你社友 那么你负责 给他讲讲规矩 老陈头 点头哈腰地说道 好好 老陈头 又冲我打了个眼色 开口说道 老张头 在咱这个养老院 男的归王哥管 女的归留审管 以后你见到王哥 一定要热情地打招呼 听明白了吗 说完之后 他使劲眨了眨眼 嘴唇也动了两下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是让我赶紧 开口喊王哥 然后为刚刚的 失礼道歉 不过我依旧 没有选择这样做 当初我眼睛半瞎 在福利院受够了欺负 如今我当上了城隍爷 怎么可能再受这份气 我盯着光头的眼睛 打去道 见到你 我有一种变年轻的感觉 光头饶有兴趣地问我 这话是怎么说的 我回答道 小年轻在学校里 不就是这么拉帮结派 气氛弱小的吗 光头盯着我的眼睛 问了一个问题 你说我在这里把你打一顿 你孩子会不会管你 还没等我回答 他旁边的那个白发老头 先开了口 王哥 这老家伙来的时候 我看得仔细 是他孙子送来的 走的时候 连招呼都没跟他打 八成是不会管的 光头笑了 笑得很猖狂 然后走到我的面前 一把将我手中的 虎皮蛋糕抢走了 他放在嘴里咬了一口 还挺好吃的 我就好这一口 再丢两块 见我没有反应 他身旁两个老头 直接跑到我的床铺上 翻东翻西 王哥 没有啊 这老家伙来养老院 怎么连剑行李都没带 王哥扫了一眼我的床铺 然后转身 与老陈头面对面 我说陈老哥 这蛋糕 该不会是你的吧 面对光头的质疑 老陈头很是紧张 王哥 我要是有好吃的 肯定先给您送两块尝尝 光头笑嘻嘻的 我是相信你的 毕竟咱哥俩关系这么好 你说对吧 他虽然话这么说 却是给身旁的白发老头 打了个眼色 白发老头颤巍巍地蹲下身子 发现了老陈头 藏在床底下的塑料筒 他抢过老陈头的拐杖 把塑料筒勾了出来 筒盖一打开 老陈头的脸色都变了 光头看着桶里满满的零食 也不恼目 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陈老哥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如果你有好吃的 肯定要送我几块 对不对 对 光头把桶里装零食的塑料袋 提了起来 从里边拿出两块蛋糕 扔回桶里 他先是把塑料袋 递给了旁边的人 然后语重心长地对老陈头说 我听养老院里的护工说 你上一次体检血糖有点高 陈老哥 咱得注意身体啊 零食蛋糕什么的 能不吃就不吃 一时的嘴馋 说不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你说是不是啊 老陈头都快哭了 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光头哈哈笑了两声 快到午休的时候了 我就不打扰陈老哥了 等过两天呀 再来看你 说完 他转身就要离开 我看了一眼满脸委屈的老陈头 伸手抓住了光头的肩膀 光头重新转回身 凶神恶煞地盯着我 醒来的 我看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懂规矩啊 我笑着回答 那就请王哥给我讲讲规矩吧 光头恼怒地伸出手 一巴掌抽向我的脸 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普通老头 这一巴掌 估计都能把我戳趴下了 很可惜 我不是 我反手抓住光头的手腕 然后轻轻一鸣 光头脸色当即大变 长得通红 松手 你给我松手 我非但没有松手 反而多加了一点力 啊 光头惨叫一声 凄惨地喊着 疼 疼 疼 他对跟着自己来的 两个老头求救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 还不帮我 这两个老头 年纪都比光头大 看到光头都吃了憋 哪里敢上前帮忙 我手一推 光头一屁股坐在地上 把零食留下 从哪来的滚哪去 拿塑料袋的老头 赶紧把零食放回老陈头在床上 然后两人拉着光头离开了这间宿舍 老陈头大概是被吓着了 愣愣地看着宿舍门口 久久回不过神来 我问老陈头 你被欺负多久了 老陈头惊醒过来 叹了口气 从今这家养老院的第一天 我就被这三个人欺负 我眉头皱了起来 问道 养老院的护工 不管吗 老陈头摇了摇头 他们只要做的不是特别过分 养老院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至于你说的护工 他们欺负起人来 可比王哥很多了 这个回答让我非常意外 在我的认知里 养老院应该是老人们 营养天年的地方 怎么在老陈头的话里 这里简直像是地狱 就在这个时候 老陈头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家 在养老院里过得好不好 靠的是什么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老陈头的问题 然后说出了答案 钱 养老院毕竟是要盈利的 你给的钱多自然也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老陈头摇了摇头 钱的确挺重要的 有钱你能在养老院吃到更好的饭菜 住条件更好的宿舍 甚至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但想在养老院真正过得舒心 光有钱可不行 他把零食重新装回塑料桶 捡起地上的拐杖 向着宿舍门口走去 跟我来 我带你逛一逛其他几间宿舍 我跟了上去 老陈头先带我来到隔壁宿舍的门口 透过虚眼的宿舍门 我发现这间宿舍同样是两人间 但房间里有三个人 除了两个居住在此的老头 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护工 两个老头都躺在床上 老陈头小声地对我说 这两个老头 一个和你是本家 也姓张 另一个姓吕 这两个人都瘫痪了 平日里只能靠护工喂食 老陈头用手指了一下 护工面前的 就是和我同姓的张老头 只见护工招呼也不打 直接解开了张老头的裤腰带 然后用力往下一扯 就把张老头的裤子 扯到膝盖处了 我发现张老头穿的不是内裤 而是成人纸尿裤 护工撕开张老头的纸尿裤 动作依旧是很粗鲁 纸尿裤一扯 一股酸臭扑面而来 张老头的裤裆里 已满是屎尿 这绝对不是一次的量 护工紧了紧自己脸上的口罩 然后在身旁的小推车上 撕下一大把卫生纸 像用抹布擦桌子似的 给老人擦屁股 全然不顾张老头脸上 痛苦的表情 他这种行为 看得我火冒三丈 这家伙 难道就不知道 什么叫尊老吗 老尘头小声对我说 你往下看 护工收拾完张老头的裤裆 重新给他穿上裤子 转身在小推车上 拿起一个袋子 通过袋子的外形 不难判断 这是一代流石 此刻乃是11月 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雪 天气已经非常冷了 护工手里的流石 没有任何加热 想必也是冰凉冰凉的 更可恶的是 护工自始至终 都没有洗过手 他把吕老头的床摇了起来 让瘫痪的吕老头 成半座的姿势 护工直接撕开流石袋 把开口放进吕老头的嘴巴里 使劲往里灌 仿佛看不到 老人因吞咽太极呛出的眼泪 陈老头拉着我离开了 带我去了走廊尽头的那间宿舍 这间宿舍野场的门 里面只有一张床 而且屋内的装修和家具 比我之前见到的两间宿舍 都要好上不少 我猜想 要住进这间房 肯定是要比其他的老人 花更多的钱 但此刻躺在病床上的老人 所享受的服务 并不比刚刚的张老头和吕老头好 护工护理的手法 同样是简单粗暴 老人家似乎是被护工弄疼了 忍不住喊道 我一个月给你们养老院 交一万八 你这是什么服务 护工毫不客气地回怼一句 我每个月只领三千块的工资 你就只能享受三千块的服务 看到这 陈老头问我 现在你还觉得 在养老院有钱就有用吗 我问了老陈头一个问题 房间里这老头看起来挺有钱的呀 他为什么不私下给护工一点呢 老陈头反问我 你是不是觉得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我点了点头 因为这就是事实 老陈头叹了一口气 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 在战乱年间 如果你是地主 手里没有枪 那你的粮仓就是别人的粮仓 我们这些老人家 一旦行动不便 就跟没有枪的地主一样 你以为给那老头 没给过护工钱吗 他第一个月给了护工五百 护工对他的确是好了不少 可到了第二个月 护工向他索要一千 如果不给 不光服务质量要倒退回去 还可能暗中收拾你一顿 老头忍了 可到了第三个月 护工狮子大开口 直接索要两千 其实这还不算胆子大的 真碰上那种无法无天的护工 他敢跟你要银行卡密码 听完这句话 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那这老头的儿女 就不管他了吗 老陈头对我说道 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刚刚我不是问你 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家 住在养老院 生活好坏是靠什么吗 答案就是儿女 但凡是有儿女管的 就算一个月一分钱不给护工 护工也不敢欺负你 可那些没有儿女的 下场你也看到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欺软怕硬 都是刻在基因里的 他伸手指向屋子里的老头 这老头年轻的时候忙着赚钱 一辈子没娶老婆 总觉得只要自己有钱 老了没孩子照顾 也能过得很好 你猜怎么着 他退休以后 请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 结果保姆贪他的财 想跟他结婚 老头不愿意 被保姆从楼梯上推了下来 把腰摔断了 出院之后 他再也不敢找保姆了 就进了养老院 以为进了养老院 就安整无忧了 可结果 你现在也看到了 老陈头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至于刚刚那间 宿舍的两个老头 完全就是儿女不孝了 有句话怎么说的 久病床前无孝子 这两人刚瘫痪的时候 儿女还挺孝顺的 可日子久了 谁愿意整天 给两个糟老头子 整天收拾屎尿呢 说着说着 老陈头的眼角 有泪花涌现 你说儿女们 还是小一儿的时候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 把他们拉扯大 从没嫌弃过他们 怎么我们老了 反而被他们嫌弃了呢 这个问题 我选择了沉默 因为我没办法回答 老陈头抹了抹泪 想来他的儿女 也没有那么孝顺 否则又怎么会 被老光头欺负 老陈头对我说 我带你看这两间宿舍 不光是让你熟悉 养老院的情况 还是想要告诉你 最近你得小心一点 你别看 那王哥挺浑的 他儿子 对他却很孝顺 王哥的儿子 是混社会的 知道你打了他店 肯定会来找你的 我笑了笑 没事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再说了 谁还没跟儿孙呢 说完 我掏出手机 给张峰打了一个电话 大孙子 下午有空过来一趟 挂掉电话后 我跟老陈头回宿舍午休 老陈头很快就睡着了 呼噜打得震天响 我是鬼 不需要睡觉 就从老陈头床头 拿了一本《红楼梦》 兢兢有味地看了起来 下午两点半 砰的一声巨响 宿舍门被人踹开了 门锁都被踹飞了 老陈头一下惊醒过来 他被吓得够呛 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捂着自己的胸口 脸色煞白煞白的 我把书放下 抬头一看 两个正亮的光头 出现在我的眼中 一个光头 正是中午 被我差点扭断手腕的王哥 另一个光头 则是一个40岁左右的 中年男子 这男子穿着破旧的牛仔裤 上身穿着一件 达满卯钉装饰的牛仔马甲 他黑油油的脖子上 还挂了一串大金链子 不过几年的经商经验 告诉我 这大金链子的分量不对 这小光头 如果去澡堂里泡澡 金链子 说不定能飘在水面上 老光头一看到我 就满脸战红的 伸手指向我 儿子 就是这个老王八犊子 打了你爹 小光头骂了一句脏话 撸起袖子 走到我面前 他伸手攥住我的衣领 凶神恶煞的向我吼道 臭老头子 敢打我爹 我看你是活腻外了 老陈头赶紧起身劝驾 年轻人 别冲动 谁知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小光头吼了一句 这里没你说话的范儿 老陈头不敢说话了 唯唯诺诺地站在一旁 小光头扬起拳头 我盯着他的拳头 问了一个问题 你这一拳要是打下来 我往地上一躺 有病没病的 肯定要去医院 做一套全身检查 到时候你说 你是赔一万呢 还是赔三万呢 小光头愣了一下 你威胁我 没有没有 我怎么会威胁你呢 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小光头色丽那人的哄我 你信不信 老子废了你 我用很平静的语气回答他 信 怎么不信 你要试费了 我估计等你从监狱里出来 也能直接进养老院了 小光头脸上的表情 要多精彩 就有多精彩 他举起来的拳头 此刻是抬着也不是 放下也不是 我扭头对老陈头说 看到了吗 在当今这个社会 年龄就是你最大的优势 以后谁再欺负你 你就往地上一躺 就算对方也是老头警察不好处理 他们的儿女也得赔钱 到时候 火气自然会发到自己父母的身上 小光头咬牙切齿地对我说 老子混社会二十年 还真没见过你这种滚刀肉 我伸手把小光头 放在我衣领上的手拽开 老人家的事情老人家解决 既然儿孙要插手 那你就跟我的孙子聊聊吧 我感受到张峰身上的气息 知道他来了 小光头也听到了张峰的脚步声 扭头一看 脸色立马就变了 他磕磕巴巴地问道 张 张警官 你怎么来了 张峰做警察多年 眼力非凡 一打眼 就猜到宿舍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阴沉着脸 对小光头说 你个小憋三 刚放出来 就来惹事 还惹到我爷爷头上来了 张峰揪着小光头的耳朵 走出了门外 随后外面就传来了训斥声 老光头自己待在宿舍里 满脸尴尬 也跟了出去 老尘头小声问我 老张头 你孙子是警察呀 真羡慕 我对老尘头说道 老光头以后 应该也不敢欺负你了 老尘头充满感激地向我道谢 我摆摆手 说这是小事一桩 外面的训斥声 很快就结束了 张峰独自一人走进了宿舍 正 爷爷 看到张峰脸上便秘式的表情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这便宜站的 老尘头开口道 我出去晒晒太阳 你们爷孙聊 等老尘头走后 张峰很无奈地说道 你才进来几个小时 怎么就惹上麻烦了 我把刚刚所见所闻 说给了张峰听 张峰听后叹了口气 其实有些子女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 也挺无奈的 和我一般大的朋友 多数是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 也没有姐妹 找个老公或者老婆 也是独生子女 这样小夫妻上面 就有四个老人 现在不是提倡多生吗 很多家庭都是两个孩子 这样一对夫妻 就要负责八个人的生计 你说哪里抽得出时间 来照顾老人呢 很多人其实不想 把父母送进养老院 可不送进养老院 又能怎么做呢 张峰摇了摇头 这话题太沉重了 不说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 超度养老院里的鬼 我连鬼都没见到呢 怎么也得等到天黑 张峰点了点头 那我就先走了 我也不回局里了 就跟卢哥在外面等着 需要我们你就打电话 我说了声好 送走了张峰 在养老院院院子里 晒太阳的老尘头 走了过来 你怎么不跟孙子 多聊两句 他呀 大忙人 哪有时间跟我这老头子 续道 老尘头回答道 说的也是 正是奋斗的年纪 忙点好 忙点好啊 他指了指 不远处的小石桌 桌子上 有用油漆化的棋盘 会下棋吗 咱们杀上两局 好啊 我和老尘头玩起了象棋 一玩就玩到了天黑 老尘头棋艺非常厉害 连我棋局 着实过了瘾 天黑了 不玩了 老张头 我带你去食堂看看 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老尘头领我到了养老院的食堂 别的不说 养老院的饭菜 还是挺可口的 吃饭的时候 老尘头只向靠窗的一张桌子 养老院的桌子 都是两人做 但他指的这张桌子 只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和其他的老人不同 这个老太太 穿着很是时髦 戴着一副迎边眼镜 吃饭也慢悠悠的 细嚼慢咽 老尘头对我说 那就是刘婶 我想起来了 之前老尘头说过 在养老院 老头的事归老光头馆 老太太的事归刘婶馆 我惊讶地问道 这老太太看起来 跟老光头不是一路人 老尘头小声说道 刘婶年轻的时候 算是我们那个年代 少有的读书人 就算老了 也有书卷气 刘婶跟王哥不一样 她的威望 不是靠欺负人建立的 而是欺负她的人 都倒了大霉 久而久之 谁也不敢招惹她 反倒是好生好气 求她办事的人 最后都能如愿以偿 听老尘头这么讲 我对刘婶的经历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催促老尘头 你仔细讲一讲 老尘头对我说道 刘婶也算是一个苦命人 她年轻的时候 丈夫是一名地质学家 外出勘探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被山石掩埋 最后都没有把尸体挖出来 丈夫死后 刘婶没有改嫁 一个人把当时 年仅四岁的女儿拉扯大 她的女儿非常好学 听说是京都一所大学毕业的 毕业后找了一个 很有前途的工作 结婚生子 女儿女婿都很孝敬刘婶 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美美 可就在三年前 女儿女婿带着刘婶和孩子 一起外出郊游 车在高速上报了胎 一家四口 只有刘婶侥幸活了下来 出院后 刘婶觉得生活没了盼头 心灰意冷 差点自杀 她用胶带把屋里的门窗缝 全都封了起来 然后点了一盆火炭 没多久 刘婶就昏迷了过去 刘婶在梦里 听到女儿不停地喊妈妈 鼓励自己 她要好好地活下去 就这样 刘婶又醒了过来 爬到门口使劲拍门 刚好被回家的邻居听见 及时送到了医院 我好奇地问道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老陈头回答道 刘婶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经常和其他人聊天 所以 她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我有些疑惑 这么说 刘婶的朋友应该很多才到 为什么她独自一人 在吃饭 这是刘婶的习惯 她总说吃饭的时候 女儿会来陪着自己 所以大家都不去打扰她 我询问道 刚刚你说 欺负过刘婶的人 都倒了大霉 又是怎么一回事 老陈头向我讲起了故事 刘婶刚来养老院的时候 在老太太那边管事的 是一个姓李的泼妇 那老太太可比王哥厉害多了 如果谁招惹到她 能把你挠得满脸开花 李泼妇听说养老院来了新人 就去找刘婶要保护费 当时刘婶不敢得罪她 就给了钱 可就在当天晚上 李泼妇疯了 有人看到 她拿着夜壶 往自己嘴里灌 说到这里 老陈头把声音压得更低 据说当时李泼妇的双手 是用力往外推 就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人 正在往她嘴里灌尿 再后来 又有几个老太太 跟刘婶发生过矛盾 这几个老太太 不是走路摔了一跤 就是饭菜里吃出苍蝇 蟑螂 从那之后 人人都说刘婶邪门 就再也没人敢欺负她了 加上她老说 自己吃饭的时候 有女儿陪着 大家都觉得 她过世的女儿 可能一直守在她的身边 老陈头神神秘秘地问我 你说 人死后 真的会变成鬼吗 如果是真的 那死亡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我没有回答 老陈头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到了一只鬼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从食堂门口走了进来 静止坐到刘婶对面的空座上 刘婶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抬起头来 露出微笑 我仔细打量着两人 他们长相有几分相似 或许老陈头说的没错 刘婶的女儿 当真就守在她的身边 刘婶女儿身上的煞气不少 我决定 今晚找她好好谈一谈 吃完饭后 护工们打开了餐厅里的电视 老人们聚在一起 看新闻联播 看抗日神剧 等到了点 就回宿舍睡觉 回宿舍后 我躺在床上 打算等老陈头睡着 就去找刘婶的女儿谈一谈 谁知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老陈头压根就没睡 她侧着身子 眯着眼睛 悄咪咪地盯着我 我猜测了一下 她大概是和我抱有同样的想法 于是我假装自己睡着了 打起了呼噜 果不其然 老陈头从床上坐了起来 捏手捏脚地打开宿舍门 走了出去 我心中疑惑 半夜三更的 她这是去哪 我收敛煞气 变为灵体 悄悄跟了上去 不知道是不是我在养老院内部 才变成鬼的原因 那棵老槐树上的铃铛 竟然没有响 我一路跟着老陈头 来到另一栋宿舍楼 我障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要知道 这栋宿舍楼可是女宿 宿舍楼的大门已经关了 老陈头来到保安室的窗户前 伸手轻轻地敲了敲 窗户打开 露出一张50岁左右中年妇女的脸 如果我没猜错 她应该是女宿的管理员 管理员显然和老陈头很熟悉 她跟老陈头聊了两句 就起身打开了女宿的大门 老陈头说了声谢谢 走进了女宿 她轻车熟路地来到了二楼 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宿舍 男宿和女宿的设计结构是一样的 最边缘的宿舍是豪华的单人间 老陈头轻轻敲了敲门 门很快就打开了 我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 一脸微笑地迎接着老陈头 两人手挽手走进了宿舍 然后关上了门 这一幕着实把我给看愣了 如果这两人都是年轻人 我还比较容易理解 没想到两个半只脚踏进棺材的老人家 也会如此 就在这个时候 我身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新来的 不知道女宿不欢迎男鬼吗 这语气十分地不客气 我扭头一看 正是我准备寻找的留审女儿 我问她 你是留审的女儿吧 女鬼眉头一条 你认识我 我直言道 以前不认识 但现在我想找你谈谈 说完 我释放出一丝气息 女鬼脸色忽然大变 成 成皇 对于鬼来说 成皇的气息独一无二 很容易就辨别出来 我点了点头 开口道 来谈谈吧 留审女儿哀求我 成皇爷 您能不能不超度我 我明白她的想法 故作威严地说道 那得看你的表现了 留审女儿很是上道 有什么问题 成皇爷您尽管问 我一定是知无不言 绝不撒谎 留审女儿 带我来到了女宿的天台 我随手一挥 用成皇秘法 隔绝了周围的空间 如此 就算有其他鬼在附近 也发现不了我们二人 偷听不了我们的谈话 我们留审女儿 你叫什么名字 回成皇爷 我叫刘瑞 我有些意外地问道 你随母姓 不是 我的父亲也姓刘 我问刘瑞的第一个问题 老陈头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大半夜地 跑女宿这边来了 刘瑞撇了撇嘴 还能为什么 解决自己的需求呗 见我有些愣神 刘瑞反问我 成皇爷 你应该不会以为老年人 就没有那方面的需求了吧 这个问题还真难住了我 毕竟我死前还很年轻 对于老人家不够了解 刘瑞解释道 静养老院的老人 大部分都是没了配偶的 他们的内心也需要慰藉 有的生理上也需要满足 所以像老陈头这样的情况 其实并不少见 我点了点头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我没有继续八卦下去 接下来 我开始问正事 养老院老槐树上的那个铃铛 你知道是谁挂上去的吗 刘瑞摇了摇头 这我还真不知道 好像是去年才出现的 一旦有陌生的鬼进入养老院 那个铃铛就会响 鬼的修为越高 铃铛的响声就越大 昨天晚上 铃铛响的声音特别大 把我们这些鬼都吓得藏起来了 我询问道 一到夜里 养老院就煞气冲天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刘瑞撇了撇嘴 城皇爷 您真该看看 养老院里的护工 都是怎么对老人家的 许多老人家活着的时候 都怨气满满 死了之后 怎么可能不化恶鬼 说到这里 他语气变得疑惑起来 不过说来奇怪 虽然养老院里的煞气很重 恶鬼也很多 但从没听说 有哪个护工死于非命 这的确挺反常的 我把它记在心里 说不定会有重要的发现 我问刘瑞 你一直不肯去阴间报道 是为了你的母亲吧 刘瑞恩了一声 我母亲本来就是那种温柔的性子 如果没有我的保护 她肯定会受很多欺负 刘瑞哀求道 城皇爷 我母亲现在患了病 再过两三年 大县就到了 您开开恩 让我等母亲过世后 与她一同去阴间报道吧 我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刘瑞事出有因 的确可以法外开恩 我可以答应你 但你得帮我做件事情 刘瑞急忙道 城皇爷您尽管吩咐 只要能让我留在母亲身边 我都答应你 把手伸出来 刘瑞伸出了手 我用城皇令法 留了一道煞气 在她的手掌上 今天晚上 你把养老院 其他的鬼都找出来 把我给你的煞气 粘在他们身上 明天晚上 我会去超度他们 我顿了一下 又补充道 如果有情况 和你相似的鬼 你把他带到我面前 如果情况属实 我也可以法外开恩一下 刘瑞千恩万谢 然后离开 去做我交代的事情了 我回到宿舍 打开台灯 继续看那本《红楼梦》 凌晨五点半的时候 老陈头回来了 他推门看到 正在看书的我 神情尴尬 脸蛋发红 老张头 你怎么没睡啊 我笑着说道 刚睡醒 实在是睡不着了 坐起来看会儿书 听到我刚睡醒 老陈头松了口气 我去了趟厕所 我没拆穿它 两人一起下了会儿棋 等到了天亮 天亮之后 我见了卢星一和张峰一面 告诉他们两人 我今晚准备行动 回到养老院 又是下棋 吃吃喝喝的一天 根据我的观察 但凡能够自理的老人 在养老院过的 还算比较舒心 吃完晚饭 老人们都回宿舍休息了 今天老陈头 没有再去女宿 刚躺下没多久 呼噜声就起来了 我离开宿舍后 来到了女宿的天台 刘瑞已经在等我了 陈黄烨 您交代给我的事情 我已经做好了 但凡是我能找到的鬼 我都在他们身上 留下了你的煞气 随后 他又拉来一只新的鬼 是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 刘瑞介绍道 这孩子是王沈的孙子 几年前因为一场意外过世了 他的父母工作忙 从小就没怎么管过他 一直是王沈带着 所以他死后 一直留在王沈身边 王沈住进养老院后 他也跟了过来 希望王沈百年之后 能够与自己的奶奶再见一面 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孩子 他身上的煞气 比刘瑞还要重 估计再过几个月 就要变成恶鬼了 我对两人说道 你们现在去城隍庙 去找庙里的文判 他会处理掉你们身上的煞气 我答应 让你们暂时在阳间待着 但等你们的亲人过世 你们必须一同去阴间报到 如果让我发现 你们到时候 还敢停留在阳间 可别怪我不客气 刘瑞和孩子千恩万谢后 赶往城隍庙 等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后 我准备动手了 我施展城隍密法 立即锁定了养老院中的鬼 这次就算他们再躲起来 也逃脱不了 接下来整整两个小时 我将这些鬼 一个又一个地揪出来 然后展示自己的身份 知道我是城隍爷 绝大多数的鬼都没有反抗 老老实实地被我超度 有几个不愿意走的 也都被我强硬地扔进了阴间 在超度完一个女鬼后 我再次施展密法 发现养老院里 只剩下一只鬼了 我拍了拍手 看来马上就可以收工了 我在养老院的小广场上 见到了这只鬼 这只鬼浑身湿漉漉的 从外形上看 是一只逆死鬼 我愣了一下 有些摸不着头呢 之前超度的鬼 大多都是在养老院过世的老人 养老院连个池子都没有 怎么会有逆死鬼存在 我照例走到鬼的面前 展现自己的身份 对方发觉了 我是城隍 脸上露出惶恐的表情 我开口道 阴阳有序 你既然已经死了 就不能继续 都留在阳间了 去阴间报到吧 说着 我用城隍令 打开了通往阴间的大门 然而这只鬼 非常倔强地说道 我不走 我要讨回我的养老钱 我皱起眉头 呵斥的 你已经死了 活人的钱带不去阴间 你讨回来 又有什么用 还不速速离开 可我眼前的这只鬼 依旧不为所动 他大声喊道 那是我积攒了一辈子的钱 我必须要讨回来 见对方执迷不悟 我决定用强硬的手段 将他超度 可就在我把他 扔进阴间大门时 原本大开的门 毫无征兆地关上了 看着关闭的阴间大门 我立马就明白了 眼前这只鬼身上的怨气太重 执念太深 如果不消解掉他的执念 是无法将他超度的 不过这也正好 按照老城隍对我说过的话 鬼的怨念越深 超度后获得的应得也就越多 我们来聊聊吧 我问眼前的鬼 你叫什么名字 又有什么怨念 眼前的鬼扑通一声 给我跪下了 我知道您是承皇爷 求求您给我主持公道啊 我死得实在是太憋屈了 我把他拉了起来 用柔和的语气说道 讲讲你的冤情吧 好好 承皇爷 小得姓李 单名一个护子 我生前是一个工人 退休有五年了 我年轻时 做了一些混蛋事 气跑了老婆和孩子 退休以后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经常出一些小毛病 我觉得自己不能继续待在家里了 万一哪一天闹了大病 连照顾自己的人都没有 于是我就萌生了 找一家养老院住着的想法 李狐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年轻时打工存了一点钱 但不算富裕 一些高档的养老院 根本是住不起的 我经朋友介绍 找到了现在这家养老院 只是当时养老院人满为患 没有床位 我本来打算 再去找一家养老院的 这时候 这家养老院的老板找到了我 老板说 他最近正打算开一家新的养老院 问我有没有兴趣 提前预定一个床位 按照他的介绍 我可以提前预付三年 五年和十年的费用 预付的越多 折扣越大 当时我算了一笔账 如果预付十年 基本上相当于打了半价 非常合算 况且以后物价肯定要涨的 我存的这点 养老钱够不够用 都是未知数 我心动了 交上了钱 三个月后 新的养老院开业了 可我才住进去不到一年 养老院就关了门 老板说 新养老院经营不善破产了 钱也没退给我 我没了钱 无处可去 整天用酒精麻痹自己 结果有一天喝多了 不小心跌进了河里 淹死了 我疑惑地问道 既然两家养老院是同一个老板 你去到他不就行了吗 李护哭着说道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这老板开的新养老院 是用别人的身份信息注册的 那人没钱还债 进了监狱 可真正的老板 依旧逍遥法外 我懂了 这老板一早就没打算 好好经营新的养老院 只想捞一笔就跑 所以提前找好了 背黑锅的人 李护又给我跪下了 陈皇爷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我问你李护 你毕竟已经死了 就算我帮你把钱要了回来 你也花不了 这钱你打算怎么办 李护回答道 可以给我的前妻和孩子 我活着的时候对不起他们 死了多少补偿一下吧 我继续问道 这家养老院的老板 叫什么名字 钱百通 行 我知道了 你现在去陈皇庙等我的消息 李护离开了 养老院里除了我 不胜一只鬼 可我吃惊地发现 我把所有的鬼超度后 这家养老院依旧是煞气冲天 我心中满是疑惑 鬼都被我超度完了 这家养老院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煞气 难道有什么事我没有发现呢 我决定去寻找煞气的来源 我在养老院里绕了好几圈 最终确定煞气的来源 是一间独立的房子 这间房子的屋门和墙上 都可有阻止鬼进入的名闻 这名闻的样式很熟悉 肯定是急煞堂的手段 如果我强行闯入 一定会惊动里面的人 所以我决定等到天亮 以活人的身份进去一探究竟 我回到宿舍熬到了天亮 等老陈头醒来后 我询问道 昨天我在养老院 看到一间独立的房子 那里是干什么的 老陈头回答道 那里啊 听说是院长办公室 护工不让我们靠近 白天还有保安手上 院长办公室 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养老院的院长前百通 就是急煞堂的人 那个挂在老槐树上的铃铛 并不是给刘瑞这些鬼提醒用的 而是前百通的监控 吃过早饭后 老人们开始在养老院中活动 老陈头跟自己的相好 打太极拳去了 我独自一人 来到了院长办公室门前 和老陈头说的一样 白天的院长办公室门前 有保安看守 保安看到我靠近 立马挡在我的面前 这里不准进去 去别的地方玩 我笑着对他说 我找一下前院长 我跟他是亲戚 很熟的 说话间 我施展了城隍密法中 一种能够迷惑人心的法术 只见保安的眼神 逐渐变得迷茫 等他再次清醒时 脸上凶恶地变成了巴结的表情 原来是院长的亲戚啊 您快请进 院长刚刚出门了 说是半个小时候回来 您先坐下喝口茶 等等他 我说了声好 然后大摇大摆地 走进了院长办公室 一进门 我就察觉到了浓郁的煞气 这间房子里 摆着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样貌可怖的面具 有泛黄的皮股 还有袖极斑斑的小刀 这些东西 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祭祀用的法器 毫无疑问 这些法器的主人 是一个阴人 我继续探索 在墙角处 发现了一个上锁的保险箱 保险箱的门缝里 有浓浓的煞气 正在不停地往外飘 煞气之浓郁 可以堪比古战场 我心中一动 有了一个猜测 养老院的煞气 源于保险箱中的东西 只不过白天 它在保险箱里锁着 流露出来的煞气很少 难以察觉 可到了晚上 千百通把它拿了出来 所以 整个养老院 都看起来煞气冲天 这保险箱里 究竟锁着什么 我先是尝试着变回灵体 看看自己的手 能不能穿过保险箱 我失败了 保险箱和办公室的墙壁一样 刻有阻止鬼 进入的名闻 不过这难不倒我 回想起之前 给林小璐制作火金箭的过程 我可以从阴间 召唤一个擅长开锁的人 前来帮我 说干就干 我拿出城隍令 打开了通往阴间的大门 随后 我心念一动 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一只鬼 从大门中走出 出现在我的面前 相比于我还是预备城隍时 现在的我召唤鬼 不光过程顺利了许多 还能在召唤的过程中 得知鬼生前信息 眼前的这只鬼 名叫孙钱 生前是一个小偷 他是一个开锁高手 结构在复杂的锁 只要是机械结构的 在他手中 绝对坚持不到五分钟 这家伙算是个倒霉蛋 他生前最后一次偷窃 盯上了一栋豪华别墅 他提前才好了点 等别墅主人离开的时候 趁着天黑 悄悄地摸了进去 可等他来到别墅的主卧时 却震惊地发现 原本出差在外的别墅女主人 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 此刻正躺在床上睡觉 孙钱在惊吓之后 迅速冷静下来 他见女主人睡得很熟 决定速战速决 偷完东西就走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男主人因为忘记带东西 又折返回来了 这个时候 孙钱想要逃走 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他躲到了床底下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没有完全藏好 露出了一截衣角 就这样 他被男主人发现了 别墅的男主人 没认为孙钱是小偷 他以为孙钱 是和自己妻子偷情的野男人 气得他跑去厨房 摸了一把菜刀 然后把孙钱 从床底下揪了出来 等女主人被孙钱的惨叫声惊醒 男主人这才知道 自己搞错了 就这样 倒霉的孙钱还没送到医院 就一命呜呼了 此刻我面前的孙钱 用八级的语气 向我问好 小的见过城黄眼 我指了指面前的保险柜 你能把它打开吗 孙钱看了一眼 拍着胸脯保证到 没问题 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我保证能把它打开 那快动手吧 然而孙钱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我皱起眉头 质问道 你是想抗命吗 孙钱急忙摆手 不是不是 当然不是 城黄爷 您可千万别误会 那你还等什么 孙钱谗媚道 城黄爷 我听说被城黄召唤的鬼 都有一次完成心愿的机会 我懂了 这小子是在讨价还价啊 不过我并不打算答应他 上次我满足鬼的愿望 是因为对方是救火英雄 我敬重他 但眼前的小鬼 生前是个窃贼 是罪犯 得不到我的敬重 我呵斥的 给你一个应得 别跟我讨价还价 你要是不愿意 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反正能开锁的小鬼 又不止你一个 孙钱被我的气势震慑到了 不敢再多说什么 他在房间里找到一根铁丝 把铁丝的一端掰出一点点弧度 伸进了保险柜的钥匙孔 他把耳朵贴在保险柜上 一手拿着铁丝 另一只手轻轻转动密码门盘 事实证明 孙钱没有吹牛 只过了两分钟 只听保险柜内传来咔哒一声 锁开了 我给了孙钱一个应得 送他回音间 随后伸手 打开了保险柜的门 柜门打开的瞬间 一股狂风从保险柜中吹出 刹那间 整个房间都被浓郁的煞气所笼罩 而就在这一刻 我感觉自己的精神 变得有些不太正常 被风一吹 我原本平静的心境 只过了短短半分钟的时间 我的内心仿佛吹起了一场怨念暴风 满满的都是杀意 如果此刻我眼前有一只活物 我很有可能会忍受不了 将其大卸八块 撕成碎片 这跟我以前修炼杀绝的感觉 非常相似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才想起来 自己已经变成了鬼 是不需要呼吸的 原本我想碰到那种 坚决不要被超度的恶鬼 再时一世杀绝的效果 如今可以提前尝试了 我盘坐在地上 运转杀绝 我飞速地吸收着房间里的煞气 修为提升的速度特别快 但吸收的越多 我心中的杀念就越是强盛 以前出现这种情况 我都是用左眼的 吃油血脉进行镇压 但现在却是用不成了 只靠杀绝本身 是无法消解杀念的 我正准备停止修行 忽然发现 有一股奇妙的力量 涌变全身 这股力量 不断地消解我心中的杀念 我心感惊讶 急忙追寻这股力量 最终发现 力量的来源 是我的城皇令 我把城皇令取出来 只见城皇令闪烁着微光 有如呼吸一般 一鸣一灭 城皇令每闪烁一次 就会让我的内心 变得平静一分 我很快想明白 其中的原理 城皇的任务是 超度游荡在阳间的恶鬼 必定会沾染 各种各样的怨念 所以城皇令本身 就有安抚人心的效果 这个发现 让我欣喜万分 有了城皇令 以后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修炼杀觉 杀觉 地藏菩萨经 城皇阴德 三种不同的手段 都可以提升我的修为 可以预想到 到 我的修炼速度 能够超乎绝大数人的想象 我修炼了二十分钟 修为提升巨大 但我没有贪图 这种提升带来的快感 因为按照门外保安所说的话 养老院的院长前摆通 还有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 我停止修炼 睁开眼睛 随后吃惊地发现 房间里的煞气 被我吸收了那么多 依旧浓郁到令人惊叹 我把目光投向保险柜 里面有一颗黑色的珠子 像是用黑钥匙打磨而成 源源不断的煞气 就是它释放出来的 这是什么 我伸手将珠子 从保险柜中取了出来 仔细探查后 我发现 这是一件容纳煞气的法宝 而珠子当中的煞气 犹如汪洋大海 就算释放十天十夜 也不会干涸 可这世间 哪里来的这么多煞气 猛然间 我心中有了一个猜测 姑姑之前告诉我 龙脉西风印爆发的那一日 整个安德被煞风吹过 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煞气 或许这颗珠子里的煞气 就是由此得来 养老院的院长前百通 收集煞风残留的煞气 有什么目的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团火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伸手一抓 从火焰中抓出一张黄纸 这是张峰用守夜人的手段 传递给我的消息 黄纸上写了一行字 小心 养老院来了很多阴人 有人来了 而且还是很多阴人 我心中立马有了猜测 应该是前百通带来的人 昨夜我将养老院里的鬼超度一空 很有可能被他察觉 所以 今日才会出去找员兵 只是他没有想到 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我已经把他的法宝拿到了手 此刻我有两个选择 一是和前百通见面 亲自见识一下急煞堂的手段 二是暂避锋芒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想了一下 决定和前百通见上一面 急煞堂是比黑鸭还要邪恶的组织 我必须尽早了解他们 日后才好多家防范 我把珠子装进口袋里 大步走出了院长办公室 很快 我与前百通迎面撞上 前百通的身后 站着五个男人 每一个人身上都流露出兵猛的煞气 我扫一眼 便知他们都是阴人 而且是修为很高的阴人 一一打六 我并不害怕 毕竟我现在是城隍 手段繁多 不过 这里是养老院 周围都是无辜的老人 在这里出手 很容易误伤无辜 况且 这里还是前百通的地盘 鬼知道他有没有暗藏其他的手段 前百通站在离我两米的距离 他死死地盯着 我装着珠子的口袋 一脸怒气的质问 你是不是偷了我的东西 我把珠子掏了出来 在空中抛了两下 然后看到前百通的脸色变得 极为难看 显然 他很看重这件法宝 前百通问我 你是什么人 哪门哪拍 知不知道我是谁 招惹到我又有什么后果 我回答道 我是谁并不重要 我只是很好奇 你们极煞堂的人 收集煞风残留下的煞气 有什么用 前百通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跟你无关 赶紧把东西还给我 既然知道我是极煞堂的人 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极煞堂的手段 敢和我们极煞堂作对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前百通的话 惹得我捧腹大笑 你都多大的人了 还能说出这么中二的话 也真是不容易 我用双指捏起珠子 拿给前百通看 这颗珠子 应该是用黑药石做的吧 你猜我用力一捏 能不能把它捏碎 前百通的脸色在变 他急忙阻止道 这事哦 你绝对不能这么做 如果你捏碎珠子 这家养老院会刮起煞风 这里所有人 包括你我 都会死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给身旁的人打眼色 五名鹰人慢慢地向左右走去 对我形成了一个半包围圈 这是想要动手啊 我直接了当地说道 谁再往前一步 我就捏碎了他 这一下 没人敢动了 我指着前百通说 想要回你的宝卧 就跟我走 就你一个人 前百通的脸色 阴晴不定 但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好 就我一个人 我大步向着养老院外走去 前百通紧随其后 走出养老院时 我看到了在车上 等待的张峰和卢新一 我给两人打了个眼色 卢新一冲我点了点头 他掏出手机 应该是给十三局报信了 我带着前百通 来到了一座荒山上 前百通的人 的确没有跟来 他们停留在山脚下 没有上山 在山顶上 前百通问我 你究竟是谁 十三局的人吗 我开口道 你搞错了一件事 现在有资格提问的人是我 你只有回答的份 前百通恼怒道 凭什么 我扬起手中的珠子 用手指捏了捏 看得前百通是胆战心惊 你说凭什么 前百通只能强忍怒气 你问吧 我问了他第一个问题 急煞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前百通自豪地说道 急煞堂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组织 这话差点把我逗笑 别说废话 否则我真把他捏碎了 前百通怒上加怒 但他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现在的社会合理吗 我反问道 你指的什么 前百通回答道 现在的社会是由普通人来掌控的 拥有更强大力量的阴人 反而无法站在台面上 甚至会被官方约束 乃至打压 我问你 这合理吗 我白了他一眼 当然合理 在这个世界上 普通人有七十亿 阴人才多少 全世界所有阴人加起来 恐怕都超不过一百万人吧 难不成你想让这一百万人 去统治那七十亿人 前百通癫狂地反问道 为什么不能 我们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为什么不能统治他们 我们才应该是天生的人上人 不用前百通继续往下说 我也明白 急煞堂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了 这是一群妄图颠覆社会规则的疯子 我嘲笑道 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 叫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阴人的确拥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 可真要妄图与整个社会为敌 你能躲得开子弹吗 如果阴人真的能够逆转乾坤 那当初整个华夏 也不会因为国力激弱 被外敌侵扰了 前百通面色泛冷 但眼神却变得更加狂热 那是因为 我们阴人还不够强 如果我们能掌握更强大的力量 就能真正地凌驾于凡人 到那个时候 所谓的科技力量 在我们面前 根本就不值一提 说完 他指着我手中的珠子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偷走的东西 就是能让我们实现愿望的宝物 我看了手中的珠子一眼 反问道 这就是一个能够容纳煞气的法宝 你们急煞堂用它能做什么 人类的身体 可是无法吸收煞气的 在我的认知中 只有天生煞心命格的人 才有机会以煞气修炼 成为鬼修 前百通回答道 你说的没错 正常人的确无法吸收煞气 提升自己修为 可如果我们能改造肉体呢 我心中一惊 追问道 要怎么做 前百通回答道 一年前 一股煞风扫过华夏大陆 很多鹰人发现 自己原本无法吸收煞气的身体 忽然对煞气变得亲和起来 为了发掘这个秘密 我们这些有共同志向的鹰人 聚集在一起 组建了急煞堂 经过研究 我们发现 只要收集煞风才留下的煞气 经过秘法炼制 就能改造我们的肉体 让我们成为半人半鬼的存在 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吸收煞气 以极快的速度 提升自己的修为 前百通的话 让我大受震撼 半人半鬼 那还是人吗 俗话说得好 阴阳有序 生死无常 人是活的 鬼是死的 那半人半鬼 究竟是活人还是死人 前百通盯着我手中的珠子 立声说道 知道我急煞堂 有多么高的追求了吗 我给你一个加入的机会 你可一定要珍惜啊 我呸了一口 骂道 歪门邪道 前百通更加恼怒了 他伸出自己的手 你问的问题 我都已经回答了 把法宝还给我 我忍不住笑了 你还真以为 我会还给你啊 咋这么幼稚呢 我以为前百通会大发雷霆 可没想到 他竟是露出了笑容 他问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 会回答你的问题吗 因为我在拖延时间啊 他话音刚落 我忽然震惊地发现 脚下的土地 有煞气向外一处 我低头一看 整座小山都变得不一样了 泥土竟然变成了黑色 而周围的草木 逐渐变成了枯萎的模样 我质问道 你做了什么 前百通回答道 我手下的五个人 在山下摆了一个阵法 现在逆境没有逃走的机会了 我感觉手中的珠子 有些不对劲 仔细一看 竟是在缓慢地吸收 从土地里冒出来的煞气 前百通大笑道 这件法宝在吸收煞气的时候 就算你是举世无双的大力士 也无法将它捏碎了 他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然后从外套内侧 抽出了一把刀 这把刀上刻了两个明纹 一黑一红 散发着浓郁的煞气 前百通用冷冷的眼神看着我 刚刚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 现在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向我冲了过来 我捏了捏手中的珠子 正如他说的那样 珠子的材质变得无比坚硬 我用尽了力气 也无法将它破坏 我把珠子放进了口袋里 既然无法毁坏 那就留下来研究一下吧 前百通已经冲到了我的面前 他一刀挥来 刀锋向着我的脖子砍来 没有丝毫地留守 他这是打定主意 要杀了我 前百通如此残忍 我自然也不会客气 论用刀 整个滑下 我自称第三 几乎没人敢称第二 至于第一 那就不用说了 自然是大姐 我一巴掌拍了出去 刚好打在前百通握刀的手上 他手中的刀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就在这个瞬间 我一脚踢了出去 人的身体是有弱点的 比如喉咙 关节 还有胯下 我这一脚 踢的 就是前百通的胯下 别跟我说什么不讲武德 这是生死之战 怎么能最快地弄死对方 自然要怎么来 前百通被我踹了个结结实实 下一秒 他双膝跪在地上 刀掉落一旁 双手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胯下 脸色煞白煞白的 大力大力的汗珠 从额头上往下低 我嘲笑道 吹了那么久的牛 B 结果就这点本事 正当我准备出手 彻底制服他时 前百通忽然抬起了头 我看到他的双眼 密布血丝 然后额头上 浮现出一个黑色的明纹 他低沉地嘶吼道 我要杀你 前百通的样子很不对劲 他额头上的明纹 正在释放出大量的煞气 煞气顺着他的血管和经脉 密布他的全身 在煞气的影响下 他的样貌发生了变化 额头上长出了一只脚 皮肤变得像是布满了蜘蛛网 而且逐渐泛黑 他的手指也变长了许多 还长出了尖锐的指甲 半边头颅的头发全都掉了 露出像是蜥蜴皮肤的硬草 我现在算是明白 什么叫做半人半鬼 这副模样 着实是让人恶心 在明纹的推动下 前百通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加 我立即上前 一脚踹在他的脸上 砰的一声 前百通飞了出去 可等我再次来到他身前时 他一个鲤鱼打滚 从地上站了起来 给我去死吧 他双手掐住我的脖子 用力地捏了下去 前百通的力气变得很大 如果我是一个活人 就算有施瓦心格那样的体格 也会被他捏断脖子 不过我是鬼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鬼 我双手掐住他的手腕 用力一凝 同时右脚插进他的双腿之间 压住他右腿的膝盖 又是砰的一声 前百通被我摁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 前百通终于反应过来了 你不是人 现在才发现吗 我一拳打在他的后脑勺上 把他的脸都砸进土里了 前百通嘶嘶嘶嘶的还想说话 我又是一拳砸了下去 这一次 土埋到前百通的耳朵了 正当我准备砸第三拳的时候 我忽然听到 后方有急促的破风声响起 我下意识地向左侧翻身 躲过了一截 飞来的是 前百通的那把刀 他落在前百通的身边 前百通用力把自己的头 从地里拔出来 将刀剪了起来 他体内的煞气 注入刀身 激活了那枚黑色的明纹 只见一只又一只恶鬼 从刀身中钻了出来 我震惊地发现 这些恶鬼都是老人模样 我心中一颤 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 我质问道 这些鬼 是你用养老院的老人恋化的 你倒是好眼力 我语气泛了 所以说 护工们虐待老人 让老人们不断积攒怨气 也是你暗中指使的 前百通猙獰地说道 我可没有暗中指使 我只是想着办法 客扣护工的工资 时不时地骂他们几句 他们自然就有了怨气 告诉你个秘密 怨气是可以传染的 我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护工们在前百通 这受到了委屈 极有可能会把怨气 撒到老人们身上 当真是好算计 好恶毒的算计 前百通挥刀 力声道 给我杀了他 从刀中冒出的恶鬼 疯狂地向我扑来 我决定不再留守 释放出自己 身为城隍的气势 都给我跪下 我一声嘶吼 恶鬼们纷纷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对于一般的恶鬼来说 城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不敢误逆 前百通被这一幕吓到了 他哆哆嗦嗦地问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回答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安德城隍 张贤 听到我是安德城隍 前百通的脸色变了又变 阴晴不定 我没有继续理会他 而是对跪在我面前的恶鬼们 说道 你们本是无辜之人 落入奸人之手 才会化成恶鬼 一切因果 皆跪于前百通 我恕你们无罪 速去阴间报到 说着 我用城隍令 打开了通往阴间的大门 恶鬼们不停地向我叩头 谢谢城隍爷 谢谢城隍爷 我挥了挥手 恶鬼们纷纷散去一身煞气 飞入大门中 片刻后 我的身前 再无一只恶鬼 我没有关闭通往阴间的大门 因为我打算 杀了前百通后 直接把他的魂魄扔进去 以他在阳间犯下的恶行 到了阴间之后 一定会被打入地狱 受尽无穷的折磨 我问前百通 你做好受死的准备了吗 前百通咬牙切齿地说道 就算你是城隍 我也能杀了你 他这话着实把我给逗笑了 我给他做出一个精准的点评 不自量力 我快不向前百通走去 前百通显然不想束手就擒 他双手放在地上 疯狂地吸收阵中的煞气 只见他的外表再次发生变化 几秒钟后 他的身体从一米七长到了两米二 身上的衣服都被撑爆了 此刻他的外貌 像极了神话传说中的山鬼野精 除了用两腿走路外 几乎看不出一点人形 他重新握起自己的刀 然后激活了刀上那枚红色的明纹 明纹亮起后 刀身上燃起了熊熊火焰 而后 从刀身上冒出的火焰 幻化出一只怪物 这只怪物通体漆黑 形如大犬 它长着一对翅膀 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这只怪物张着嘴巴 不停吸食着刀身上的火焰 吸食的火焰越多 体型越大 我皱起眉头 这只怪物 很像传说中的灾难之兽 火豆 前百通用猙獰的表情对我说 看你怎么赢我 他再次挥刀 怪物张开双翅 向我飞了过来 我一拳砸了上去 把怪物重新砸成了一堆火焰 然而这些火焰飞到我的身后 再次聚集成形 不仅如此 我的身上还残留了许多火焰 正在炙烤着我的魂魄 即便有城皇令保护 我也感受到了 灵魂被炙烤的痛楚 显然 这不是普通的火焰 前百通大笑道 看到了吗 只要加入集煞堂 就算是凡人 也拥有是神斩仙的力量 我有些无奈地回应他 你还能再中二一点吗 我伸手拍去身上的火 然后对前百通说道 在我面前玩火 你就不怕晚上睡觉尿炕吗 我打了个响指 心念一动 通过阴间的大门里 冒出熊熊火焰 我把浴火召唤了出来 我手一挥 浴火犹如大浪 瞬间吞噬了前百通的身体 前百通当即发出惨叫声 他想要自救 可浴火是专门对付恶鬼的地狱烈焰 半人半鬼的他 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 只过了不到半分钟 惨叫声便消失了 火焰化成的那只怪物 瞬间消散 我把通往阴间的大门关上 前百通的魂魄 已经烧成了灰烬 已经不需要送往阴间了 想到他无法去地狱赎罪 我竟然觉得有点亏了 解决掉前百通之后 我准备下山 然而才走了几步 我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挡住了 这时我才发现 笼罩在这座小山上的阵法 还没有被打破 我在心中叹了一句 乱世将至 十三局因为高手全都去镇压龙脉 如今办事的效率也变慢了许多 离开养老院的时候 卢欣一已经给十三局的人打了电话 想来十三局的人已经赶到了山脚下 可都过了这么久 他们还没有解决前百通的五个手下 于是我决定自己破阵 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束缚我的阵法 似乎暗藏着某种风水秘书 对于不懂风水的人来说 此等阵法极难突破 但这难不住我 当初红传我杀绝的时候 还将鬼谷一脉的秘书尽数传授于我 鬼谷一脉最主要的成就 在于数学、军事和治国 但这不代表鬼谷没有玄学方面的造诣 鬼谷子这本书中原著有十四篇 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十二篇 最后两篇早已失传 这两篇都是玄学方面的造诣 一为观天、二为观命 所谓观天就是认识天地自然 风水便在齐烈 所谓观命就是观察命理 也就是占卜算命之流 观命需要天赋 显然我是不具备的 所以即便我学会了这一篇 也无法成为算命先生 但观天一篇 只要学会了多加思考 就可以融会贯通 我仔细辨别了方位 对应天象地理 很快就找到了阵法的薄弱之处 我来到这个地方 稍稍施展手段 这阵法就破了 走回山下 我刚好看到正在战斗的张峰 他正在跟前百通的一个手下纠缠 张峰手中握着金堂木 因雷闪耀不停 我和卢星一致交了他一天 张峰的进步就非常明显 外加阴雷克制一切斜碎之物 张峰的对手 虽然道横更深 却是落于下风 我站在一旁 饶有兴趣的观战 实战是提升实力的正道 只要张峰没危险 我就不会出手 张峰看到了我 心中有了底气 出手更加狠辣 也更加冷静 十分钟后 他用手中的金堂木 将对手打晕 他气喘吁吁地来到我面前 询问道 我刚刚的表现 还可以吧 我点了点头 夸赞道 有点模样了 张峰揉了揉自己的肩膀 笑嘻嘻地说道 有进步就行 我问他 受伤了吗 张峰把肩膀露了出来 他的肩膀已经漆黑一片 显然是被某种因素影响了 回城皇庙吧 让狗爷帮你处理一下 大部分因素 都是以煞气为基础的 狗爷只要吸一口 就能治好张峰的伤 我和张峰先回了城皇庙 卢星医要和十三局的人 交代事情的经过 晚点才会回来 狗爷帮张峰治好伤后 我把那颗珠子拿了出来 狗爷 你看看这个 狗爷接过珠子 只看了一眼 便开了口 这个急煞堂 所求甚大 狗爷不愧是老江湖 一眼就发现了问题的关键 我把前百通说过的话 都讲给了狗爷听 狗爷听后 却是直摇头 这个前百通 应该是被忽悠了 急煞堂幕后之人 肯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狗爷的话 让我有些摸不着头呢 我问他 前百通怎么被忽悠了 狗爷解释道 张贤 你真觉得 半人半鬼 是能长久存在的吗 这个问题还真问住了我 我仔细回想 前百通变成怪物之后的模样 然后摇了摇头 应该不能 那副怪物模样 连身高和体型都发生了变化 肯定会对身体有很大的负担 狗爷点了点头 你说的不错 人的身体是有极限的 变成那副鬼模样 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如果我猜测的不错 它最多变化三次 就活不下去了 狗爷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这个时间 但凡想要获得力量 都要付出代价 修行者想要变强 就得耐得住寂寞 刻苦修炼 学生想要提高学识 就得不断地学习 通宵打蛋 成年人想要赚钱 就得绞尽脑汁 或者努力工作 那极煞堂的鹰人 凭什么觉得 自己能够不劳而获 我觉得 狗爷说得很有道理 询问道 所以说 加入极煞堂的鹰人 都是被骗了吗 狗爷非常肯定地说道 的确是这样 不过我不相信 世间有这么多傻子 所以我推断 极煞堂的老大 或者说是 这个组织的幕后黑手 拥有某种强大的洗脑手段 才会让这么多鹰人 心甘情愿地 做这些疯狂的事情 狗爷的这个推断 让我心中有了危机感 如果不赶快阻止 极煞堂 这个组织一旦壮大 很有可能会比黑鸭 还要可怕 等卢星一赶回来之后 我把狗爷的推断 说给了他 卢星一告诉我 目前 十三局也有相似的推断 他神情严肃地说道 我们判断 极煞堂的最终目的 很可能与龙脉封印有关 我心中一惊 急忙追问道 你仔细讲讲 卢星一解释道 极煞堂 是在龙脉封印中的 煞风吹过之后 才出现的 而他们如今所做的事情 也是在收集煞风 留下的煞气 所以我们推断 极煞堂的最终目的 极有可能与龙脉封印有关 我问出了那个 之前问过许多人 但一直没有 得到答案的问题 龙脉封印下 究竟有什么 卢星一回答道 这个已经解密了 根据十三局提供的情报 龙脉封印中 镇压着许多上谷恶鬼 一旁的张峰问道 天底下所有的鬼 不都是龟阴曹地府馆吗 为什么还有恶鬼 会被镇压在阳间的地界 狗爷也开口道 这个秘密连我都不清楚 你仔细讲一讲 别卖关子 卢星一问我 张贤 你熟悉守夜人的历史吗 我点了点头 关于守夜人 山海堂的楚堂主 曾跟我仔细讲过 守夜人是城隍体系 尚未建立之前 鬼差为了方便抓鬼 从活人当中挑选的代言人 卢星一又问了我另一个问题 那你知道 英曹地府 是从哪个时代才有的吗 张峰在一旁听得一脸猛逼 他忍不住吐槽道 你们这些文化人 聊天能不能说得直白一些 我听不懂啊 张峰听不明白 但我和狗爷听得懂 我回答了卢星一的问题 英曹地府 六道轮回 十八层地狱 这些概念都源于佛教 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卢星一点了点头 虽然我们谁都没有见过神仙 但根据历史典集中的记载 以及我们十三局的推测 仙神的兴衰 与凡人们的信仰有关系 在英曹地府建立之前 容纳妄鬼的乃是鬼国封都 山海经中 就有关于鬼国的记载 后来佛教兴盛 道教没落 凡人们逐渐接受了轮回转世的概念 因此 英曹地府与十八层地狱 受到凡人们的信仰 应运而生 从那之后 死去的人 鬼魂受十殿阎罗所管 为了将阳间游魂送往地府 这才有了鬼叉 以及鬼叉的下属守夜人 后来又逐渐发展出城隍体系 讲到这里 卢星一停顿了一下 他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 鬼国从丰都变为英曹地府 那之前在丰都居住的鬼魂 又去哪里了呢 狗爷非常惊讶地问道 难道龙脉封印下镇压的 就是 封都里的鬼 卢星一回答道 应该是这样的 十三局推测 当初鬼国变化 原本住在封都城里的鬼 应该交由地府管理 可封都城里的律法 与十殿阎王定下的律法 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上古的鬼 不肯受十八层地狱中的刑罚 因此不服十殿阎王的管教 或许是十殿阎王图省事 亦或者处理不了这么多鬼 于是在阳间寻找龙脉 在华夏大地的东南西北四个角上 设下四个封印 借着龙脉的力量 镇压这些是不服管教的鬼 上千年过去 被镇压的鬼 怨气越来越深 个个都变成了恶鬼 夜叉 罗刹 乃至羞罗 卢星一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仅仅是封印松动吹出来的煞风 就差点让华夏大的陷入混乱 如果让封印中的恶鬼都跑出来 这个世界 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 张峰被吓得打了一个哆嗦 用恐惧的语气说道 那岂不是末日降临 张峰这个形容一点都没有错 被关押了上千年的恶鬼们 一旦被放出来 必定会让整个世界生灵涂炭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 师父一家人是多么的伟大 师父镇压南方的龙脉封印 至今下落不明 师娘率领着十三局的高手们 镇压北方的龙脉封印 如今也很难联系得上 大姐林素素 镇压西边的龙脉封印 四大封印 中 当属西封印最为凶险 而如今的东封印 是林小璐带着民间的高手 在监视看管 卢星一对我说 张贤 如果吉沙堂的最终目的 真的是打开龙脉封印 那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你说的没错 我的回答斩钉截铁 为了林小璐 为了师父一家 也为了世间无辜的百姓 我绝不可能坐视不管 我对卢星一和张峰说道 你们两人分别去查 前百通的人际关系 说不定我们有机会 顺藤摸瓜 找出吉沙堂的幕后老大 卢星一和张峰各自去查了 我留在城隍庙等消息 经过杨老院这次事件之后 城隍林背面记载的应得 数量已经达到了476 距离我复活 只差一半多一点 接下来的几天 我一直在安德城区巡逻 试图寻找怨魂超度 不知道是国泰民安 还是我运气不好 始终都没有找到一个 今天又是一无所获 我回到城隍庙 准备休息一下 结果狗也跑出来对我说 张贤 你出门的时候 电话响了 没错 张峰已经找人 帮我安装好了固化 现在的固化都比较先进 能像手机一样 查询通话记录 我翻了一下 电话是从茶馆打来的 茶馆里只有姑姑 不可能是其他人 于是我来到茶馆 找到了正在写的姑姑 姑姑 你给我打电话了 姑姑一边在键盘上 蹦来蹦去 一边头也不回地 对我说道 昨天有人来敲门 我站在二楼窗户上 往下看了一眼 好像是福利院的院长 师傅走后 我一直用师傅的名义 给福利院捐款 院长曾经登门道谢过 所以姑姑认了他 我这才想到 在我死后的一年里 林小璐跑去了威海卫 去镇压龙卖东风印 所以 今年没有给福利院打钱 院长过来找我 应该为的此事 虽然我对福利院的印象不好 带给福利院捐钱 是师傅一直以来的习惯 他没说不捐 我自然不会停止捐献 姑姑帮忙操作了一下 给福利院赚了钱 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 没想到只过了半个小时 茶馆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我接起了电话 是福利院的院长 和前些年相比 他的声音衰老了许多 喂 是张老板吗 你回来了 现在有空吗 我想见见你 我没有拒绝 只过了二十分钟 院长就打车过来了 院长的头发白了许多 腿脚也没有那么灵便了 走路一缺一拐的 我请他入座 然后给他沏了一杯茶 我关心地问道 院长 你的腿怎么了 院长叹了一口气 老了 骨质流失的厉害 半年前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成了骨裂 治好后就成了这副模样 我劝解道 你年纪不小了 单脆就退休吧 院长很是无奈地说道 我也想退休啊 可没人愿意接我的位置 我如果撂卷子不干了 院里的孩子们 可怎么办啊 他这句话 让我的心稍微温暖了一点 虽然我在福利院的日子 过得并不好 但我也不能否认 如果没有福利院 我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我发现 院长和我聊天的时候 时不时地看我一眼 眼神有些闪躲 如果我没猜错 他肯定是有什么话 想对我说 院长 有话你就直说吧 院长有些为难 又有些愧疚地问我 张老板 您今年能不能给院里 多捐点钱 如果是别人 对我说这话 我肯定会毫不客气地 把人轰出去 给福利院捐钱 是善心 但被逼着捐钱 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之所以没这么做 是因为我比较了解 院长的为人 他不是贪财的人 以往也从未提过 这种要求 恐怕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才让他不得不厚着脸皮 求我多捐点钱 福利院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院长解释道 的确是有困难 以前给福利院捐款的 除了你和林老板的茶馆 还有另外两家企业 可从去年开始 那两家企业都停止了捐献 所以 我有些意外 给福利院捐款 对于企业来说 并不算特别大的开支 而且能赢得一个好名头 怎么就忽然停止了呢 是这两家企业经营不善 所以捐不起了吗 院长摇头 这两家企业 是在安德市的龙头企业 经营得很好 那为什么不捐了 是因为他们把钱 捐给了别人 这个答案让我非常意外 据我所知 安德只有这么一家福利院 安德心开了一家福利院吗 院长还是摇头 不是福利院 是有一个姓陆的女士 收养了很多流浪的孩子 一年前 她的事迹经过媒体报道 获得了很大的关注 之前给我们捐款的两家企业 或许是觉得 把钱捐给陆女士 对企业形象的提升帮助更大 所以 转而资助陆女士了 我让院长详细地 讲一讲这个陆女士 听完之后 我对这个陆女士 很是佩服 这个陆女士 也是一个可怜人 她的丈夫吸毒成瘾 把家里三百多万的积蓄 全部摆光 为了筹集毒资 在1996年时 丈夫把年幼的儿子给卖了 得知消息的陆女士 发疯一样地冲向了车站 在人贩子抱着她儿子上车前 把人拦了下来 为了要回自己的儿子 她还给了人贩子 八千块钱的赎金 儿子回来了 陆女士心中满是后怕 她下定决心 与自己的丈夫离婚 可即便这样 每当儿子不在自己身旁时 她总会感到害怕 不仅如此 每当她看到 在路边祈祷的孩子 她也会不由自主地 想起自己的儿子 如果当初 她没有把自己的儿子 抢回来 或许自己的儿子 也会被人贩子 折磨成残疾 丢在路边乞讨 或许是心中的怜悯 让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定要见个 属于孩子的家园 让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 都到这里来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陆女士经营的商业很成功 身价过百万 她在一片废矿上 盖上了房子 并起名为爱心村 从那之后 她时常捡来孤儿或者弃鹰 收养在村中 爱心村孩子最多的时候 达到了118人 想要照顾好孩子 单单给他们一个家还不够 孩子们需要吃饭穿衣 还要学习来改变未来 开办爱心村的开销非常大 入不敷出时 陆女士卖掉了自己的别墅 虽然重新过上了艰苦的日子 但陆女士心甘情愿 她感觉自己 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有一次 陆女士刚从银行取了钱 就被早已盯上好的劫匪拦住了 可这是孩子们的救命前 陆女士拼死抱住 最终她被劫匪打成了重伤 陆女士头上缝了78针 胳膊也被打折了 抢救三天三夜后 医院下达了死亡通知书 可就在陆女士被推向火葬场时 陆女士收养的孩子们 把她拦了下来 孩子们哭着喊道 妈妈没有死 让我们陪妈妈几天吧 在孩子们的祈求下 陆女士的家人们同意了 然后就发生了奇迹 在孩子们的日夜呼喊中 三天后 陆女士竟然奇迹地活了过来 就连医院的人都以为是诈尸 一年前 有记者听闻此事 特地写了一篇报道 从此陆女士的事迹全国皆知 听完院长讲的故事 我能理解 两个企业为何选择资助陆女士 而非福利院 企业的慈善并非真的慈善 绝大多数是为了一个好名声 这就像打广告选演员 花同样的钱 肯定要请名气大的那一个 我让院长回去 今天晚些时候 我就会把第二笔捐款打过去 这些钱对如今的我来说不算多 能养活一些可怜的孩子 是值得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做好事也是积累应得的一种途径 院长离开了 我安排姑姑操作转账 然后准备回城隍庙 这时 茶馆里的电话又响了 我接了起来 是张峰 打城隍庙里的电话没人接 我一猜 你就在茶馆 我笑着说道 找我烧纸不就行了 我跟着同事出警呢 没法烧 找我什么事 我这遇到一个超度不了的小鬼 你过来看看 挂掉电话后 我按照张峰提供的地址 来到了一个村子的附近 张峰远远地向我招手 我看到他身旁站着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是阴魂 眼神迷茫 站在张峰身边 有些不知所措 我走上前 询问道 你的同事呢 被我支开了 对了 我查过前百通了 没什么线索 还是期待一下卢老师那边的情况吧 我点了点头 目光落在张峰身边的小鬼身上 小鬼似乎有些怕我 躲在了张峰身后 张峰安慰道 别怕 这个大哥哥是陈皇爷 你有什么冤情 跟他讲就行 小鬼小心翼翼地向我问好 陈皇爷你好 我蹲下身子 询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鬼怯怯地回答道 我叫夏夏 我问他 你为什么不愿意被超度 夏夏捏着自己的小手 用非常委屈的语气回答我 我想见一见妈妈 我想看看她长什么样子 这话让我论了一下 不知道自己妈妈长什么样 这是什么情况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和妈妈不在一起生活吗 夏夏摇了摇头 不是的 是我活着的时候 眼睛看不到东西 我一阵心疼 眼前的孩子 让我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我们带你去找妈妈 好不好 夏夏开心地跳了起来 好耶 我能见到妈妈了 我问夏夏 你知道自己住哪吗 夏夏摇头 那你知道自己的妈妈 叫什么名字吗 夏夏依旧摇头 这就有些难办了 正当我发愁的时候 张峰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你查一查你的 成皇生死簿 不就行了吗 我一拍脑门 咋把这事给忘了 我换出成皇生死簿 很快就找到了 夏夏父母的生平 张峰看我表情有变化 询问道 找到了吗 我指着生死不说道 这孩子的亲生父母 在他一岁那年 双双出了车祸 都是当场死亡 夏夏反驳道 不可能 我生病的时候 妈妈还给我一个大苹果呢 把其他孩子都羡慕坏了 我抓住这话中的重点 追问道 妈妈有很多孩子吗 嗯 妈妈有好多好多孩子呢 除了我 还有小花 小田 石头哥哥 玫瑰姐姐 夏夏一连报了二十多个名字 而且还在不停地 吐出新的名字 我打断了他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兄弟姐妹 夏夏回答道 就是有这么多啊 妈妈经常说 我们是一大家子人 父母双亡 又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 我忽然就想起了 院长跟我说的陆女士 我问夏夏 你的妈妈 是不是姓陆 夏夏兴奋地回答道 对 很多大人都喊他陆妈妈 张峰脸上的表情 变得有些古怪 他对夏夏说 夏夏乖 我要跟大哥哥 说一些大人才能听的话 你先自己玩一会儿行不行 夏夏非常乖巧地点头 然后张峰把我拉到了一旁 张峰问我 你知道陆女士的事迹吗 我点了点头 来之前 刚从福利院院长那听说 说陆女士自费收养了 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 是个善人 张峰搓了搓自己的脸 其实我跟同事们来这 就是为了调查陆女士 我有些错愕 调查他什么 张峰解释道 最近上头收到了很多举报信 说陆女士其实并不是一个大善人 而是坏事做尽的村霸 我有些傻眼 一个女人 村霸 这可能吗 我让张峰仔细给我解释解释 张峰继续道 举报信里 有举报陆女士霸占村民田地的 有举报她打人的 还有举报她阻碍工程建设的 张峰一连说出许多罪名 如果一个罪名可能是莫须有 那这么多罪名 被人诬陷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正说着 张峰的电话响了 他接了电话 挂断后对我说 我的同事被挡在了爱新村外面 我得过去看看 我跟你去 我把下下收进城隍令 然后跟张峰一起 来到了爱新村 爱新村的村口 立着一个很大的牌子 牌子前站满了人 张峰的同事 被一群孩子给拦了下来 张峰走上前 询问道 怎么回事 他的同事很无奈地说道 这群孩子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进村 张峰上前 对孩子们说道 我们是警察 要找你们的路妈妈聊聊天 孩子们 让一让好不好 一个大一点的孩子 大声喊道 警察是抓坏人的 妈妈她不是坏人 我们不让 其他孩子 也附和着喊道 不让 张峰也是束手无策 如果他们面对的是地痞流氓 在妨碍公务 早就动手抓人了 可面前站着的是几岁十几岁的孩子 这怎么动手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我眉头皱了起来 孩子们不懂事 他们这般做 背后一定是有人叫唆 我是灵铁 孩子们看不到我 于是我从孩子们头上飞了过去 进入村中 说是村子 其实只有几间房 然而我震惊地发现 这几间房里 都有杀气外意 我拿出城隐令 施展城隐秘法 安德城隐在此 阴魂恶鬼速速感爱 命令一下 二十几只鬼 迅速从房子里飞了出来 跪倒在我的面前 看着身前的这些鬼 我心中一颤 因为他们 全都是孩子 看到身前这么多孩子 我的内心被愤怒所占据 我再一次拿出了 城隐生死簿 手一挥 生死簿 哗啦啦地自动翻页 很快 眼前孩子们的生平信息 都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些孩子都是可怜人 要么是自幼丧父丧母 要么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所抛弃 而他们的死因 大多数源于疾病 以现在的医学条件 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病 都能治愈 这么多孩子病死 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患病时 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医疗 甚至有可能放任不管 我几乎可以断定 这个被报道成大善人的陆女士 绝没有那么简单 我把眼前的这些孩子 统统收尽了城隐令 然后强压住 直接去找陆女士对峙的冲动 活人的事情 就应该由活人去解决 我这个城隐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插手的 我回到了张峰身边 他和同事们 仍旧被孩子们拦着 寸步难行 我对张峰说 这爱新村有问题 既然你们进不去 那先从侧面了解一下 张峰眼睛一亮 你是说附近的村民 我点了点头 不是有人举报陆女士 霸占耕地吗 根据厉害关系 肯定是附近的村民举报的 我指向爱新村的一侧 那个村子与爱新村 只间隔不到200米 举报者大概率住在村子里 张峰喊了两个同事 开车去我指的村子里 我跟在后面 看着他们办案 一进村 村民们听说 警察是来询问陆女士的消息 一个个走出家门 把警察们围得水泄不通 警察同志 你们总算来了 一定要帮我们 把这个姓陆的村霸铲除了 就是就是 我家一共三亩地 被爱新村霸占了一亩半 我家也被占了半亩 还有我家 村民们一个个脸上 挂着愤怒的表情 简直可以说是天怒人怨 张峰大声喊道 大家别着急 一个一个的反应 我们都会做好记录的 随后 张峰和同事们 将村民们反应的情况 一一记录下来 我在一旁听着 根据村民们的反应 陆女士的罪行 可真不少 光是霸占附近村庄的地 就达到了三四百亩 不仅如此 她还在耕地搞了围栏里面 放养了几只大狗 村民们都怕被咬 不敢靠近 除了压榨村民 陆女士还是一个碰瓷高手 有一次 她在酒店乘坐电梯时 电梯发生的运行故障 陆女士就说自己腰受了伤 酒店不光付了两万药费 还额外赔偿了十五万 有一次她去染发 说理发店的染发剂 让她的耳朵过敏 又额了理发店六万块钱 除此之外 她还让爱新村里的残障孩子 阻碍工程建设 如果工程方不肯出钱 那这些孩子 就一直待在工地上 甚至直接跳进 挖好的地基坑里 张峰问村民们 为什么不早些举报 村民们说 陆女士太出名了 谁也不敢轻易得罪她 要不是忍无可忍 大家也不会写 那么多匿名举报信 有了这么多的证据 张峰和同事向上级报告 最终决定 决定传唤陆女士 这一次 他们强硬了起来 即便有孩子们阻拦 仍旧是冲进了爱新村 将陆女士带走了 在陆女士上车之前 我把夏夏从城隍岭放了出来 虽然我很遗憾 她第一次见妈妈 是这样的场景 但至少是 消解了她的执念 后面张峰给我说 经过他们的调查 村民们的举报全部属实 而且还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比如陆女士私自转移 来自社会上的捐献 她完完全全 把孩子们 当成了脸菜的工具 最终 陆女士数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处罚人民币二百六十七万元 谁能想到 曾经感动无数读者的爱新妈妈 背地里竟是一个这样的人 或许她真的曾经很有爱新 想要让每个孩子 有家可归 但她迷失在金钱里 忘记了初心 时间回到我从爱新村 赶回的第二天 林天佑终于是感到了安德 一见面 她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姐夫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我打句道 你好歹是个阴人 难道看不出 我现在是魂魄吗 林天佑用俏皮的语气回答 只要还没魂飞魄散 就有复活的机会 之前我并没有告诉她 我的复活计划 因此我很差意地问报 难道你有让我复活的办法 林天佑挠了挠头 也不是没有 姐夫 你知道哪吒的故事吗 我当然知道 在神话故事里 哪吒抽了龙王三太子的龙金后 恼怒的龙王要水淹成堂关 为了不牵连家乡的无辜人民 哪吒自杀谢罪 哪吒死后 他的师父以真人 折合灵为骨 藕为肉 丝为金 叶为一 将哪吒复活 我好奇地问道 你会太以真人的法术 林天佑解释道 原版肯定不会 不过我们到家有类似的术法 能让你的魂魄依附在物品上 至少在普通人的眼里 你跟活人是没有区别的 我理解了 这就跟阴魂附着 在纸扎上的效果差不多 不过这只是一种障眼法 并非真正的复活 我谢谢你的好心了 不过 我用不着 我把自己复活的计划 说给了林天佑 毕竟是自己未来的小舅子 信得过 林天佑听完之后 冲我竖起个大拇指 行啊姐夫 刘飞要是知道 她千辛万苦找来的宝贝 最后让你用上了 非得再死一次不可 好了 别平了 咱聊点正事 你解答情况怎么样 林天佑打句道 我两个姐姐呢 你指的哪个 我没好气地 给她胸口一拳 明知故问 林天佑笑嘻嘻地说道 二姐人肯定没事 她病治好了 又得了 你的一对阴阳眼 现在是神党杀神佛党杀 佛 除了大姐她打不过 其他阴人 已经没几个是她的对手了 要是没这样的本事 那些民间大派的阴人们 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 以她为首 去镇压龙脉 说到这 林天佑话锋一转 不过吗 不过什么 林天佑的这个转折 让我着急 我催促她道 快点说 别卖关子 明天佑回答道 姐夫 自从你为了救二姐 牺牲了自己之后 二姐的情绪 一直不太对劲 虽然她表现得 好像已经走了出来 但我能够看得出 她心里一直很难受 听到林天佑的话 我不禁一阵心疼 但我现在无法离开安德 只能想办法 尽快收集完英德 林天佑问我 姐夫 你现在还差多少英德 就能复活 还差四百多 这不速度挺快的吗 林天佑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小本子 小本子破破烂烂的 一看就很有历史了 这是我从毛山 给你带来的礼物 我有些疑惑地 借过小本子 本子的封面上 写有四个字 毛山雷法 为什么给我这个 林天佑回答道 姐夫 你成了修行者 就能够修炼一些术法了 其实该早些给你的 我笑着说道 我现在已经成了城皇 能够从阴间召唤阴雷 说着 我给他表演了一下 林天佑看着我指尖 跳动的雷光 惊叹不已 好厉害啊 不过他随即画风一转 但从阴间召唤的阴雷 和自己修炼得到的阴雷 还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 林天佑指了指我手中的小本子 你修炼一下 就明白了 我把小本子翻开 毛山雷法 是一种基础的术法 只教修炼者如何引雷 至于引来的雷电威力大小 全看修炼者自身的天赋 毛山雷法的修炼难度不高 我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已经初步掌握 我将体内的煞气 按照特定的经络进行运转 最后煞气运转到我的指尖 随后被竖法点燃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指尖有雷光跳动 更神奇的是 我以毛山雷法召唤出的阴雷 颜色发生了转变 从阴间寄来的阴雷 是暗沉的蓝色 而我用毛山雷法召唤的阴雷 则是红色 我吃惊极了 红色的阴雷 我并不是第一次见 当初去死亡谷 寻找地藏菩萨经时 红就曾经施展过红色的阴雷 相比于暗沉的蓝色 红色的阴雷威力更大 也更加灵活 林天佑笑着问我 姐夫 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 的确是提升巨大 真是谢谢你了 不过 我画风一转 你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 连毛山的秘法都给我 不怕被毛山追究吗 林天佑黑黑一笑 姐夫 你看我送了你这么一份大礼 请你帮点小忙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忍不住翻了的白眼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让我帮什么忙 你说吧 毛山给了我一个历练 我只有完成 才能从毛山出师 我疑惑地问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无法离开安德 怎么帮你 林天佑又黑黑一笑 毛山给了我三个选择 其中一个地点 就在安德 如果翻白眼能杀人 林天佑肯定能被我千刀万剐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小舅子 该帮还是得帮的 说说吧 是什么历练 林天佑问我 姐夫 你知道东方朔吗 我当然知道 这可是安德的历史名人 东方朔 本姓张 自曼倩 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汉武帝即位 争四方式人 东方朔上书自荐 照拜为狼 后任常侍狼 太中大夫等职 他性格辉谐 言辞敏捷 滑稽多智 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 他曾言政治得失 陈农战强国之际 可惜武帝始终 把他当排忧看待 不以重用 林天佑说道 姐夫你有所不知 东方朔不仅是一位文人 还是一个阴人 这个回答 让我很是惊讶 我来了兴趣 催促林天佑仔细讲讲 关于东方朔 有这么一条记载 说汉武帝 游信甘泉公 看到一只红色的小虫 牙齿耳鼻都有 但却没人认识 于是 汉武帝让东方朔前来辩认 东方朔只看了一眼 便回答道 此虫名叫怪哉 是当年秦朝 被关押犯人怨气所化 汉武帝叫人一查 东方朔所言非虚 我听明白了 东方朔能分辨出 怪虫乃怨气所化 那必然是阴人 我问林天佑 东方朔跟你的历练 有什么关系 林天佑说道 那得讲一讲 关于东方朔另一个传说了 汉武帝和其他的皇帝一样 都想要长生不老 他晚年派遣一名叫鸾大的人 去寻长生之法 鸾大带回了不死酒 号称只要将其喝下 就能永生不死 汉武帝摘戒七天 可就在他打算喝时 不死酒被东方朔夺去 一饮而尽 汉武帝大怒 东方朔主动求死 他说陛下如果杀了臣 那么就证明 这酒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喝了能够不死 那么陛下就杀不死臣 汉武帝听出 东方朔这是暗示 不死酒是假的 最终赦免了东方朔 林天佑顿了一下 继续道 根据茅山记载 东方朔之所以要抢武帝的酒 并不仅仅是因为酒是假的 而是他发现 不死酒有大问题 那不死酒 乃是用英术熬制的剧毒 服用者会变成嗜血的怪物 如果汉武帝和下 不仅会丧失理智 变成怪物 此事还会被人大作文章 从而动摇汉朝的根基 我听后大为震撼 急忙追问 那东方朔后来怎么样了 林天佑解释道 东方朔英术造诣极高 他用秘法将不死酒逼到手指处 然后找来一只马黄吸他的血 从而将酒排出体内 那马黄吸了他的血 果然变成了怪物 而且寻常手段 根本无法将其杀死 为了不让怪物祸害人间 东方朔在自己的家乡 依靠风水秘书 建立了一个封印 困住怪物 听到这 我下意识地问道 你该不会说 那怪物还活着 而且有要出来的迹象 林天佑冲我鼓掌 姐夫 你好聪明啊 就是这样的 我很事无语 汉武帝可是公元前的人 那怪物从他那个时代 活到现在 已经超过了两千年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还真的是不死酒 东方朔阻击安德 如果怪物被放出来 安德必将生灵涂炭 身为安德城隍 哪怕不是林天佑求我 我也得阻止此事发生 我问林天佑 既然东方朔的封印 能维持两千多年 那为何封印中的怪物 快要跑出来了 林天佑解释道 东方朔的封印是以风水术为基础打造的 如果风水变了 风印就会被不断削弱 最终失效 风水变了 此话怎讲 林天佑叹了口气 没有什么东西 能保持两千年不变 根据毛山的调查 东方朔的封印镇 风水根基是黄河 两千年来 黄河几经改道 每改道一次 都会对封印造成一次影响 尤其是明清时期代改道 封印力量弱了许多 镇中怪物趁机修炼变强 现如今它马上就有突破封印的力量了 我点了点头 自古以来 黄河都有善于 善绝 善喜的特征 人们常说 黄河是三年一绝口 百年一改道 现如今 黄河在卢省入海 但很少人知道 在明清时期 黄河的入海口 曾经改道至苏省入海 我问林天佑 封印还能坚持多久 林天佑面色严肃地回答道 应该不超过半年了 若不是新挂此事 我也不会从龙脉东风印撤出来 好 我帮你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姐夫你说 事成之后 你立即前往东风印 告诉你姐 我还活着的消息 我听十三局说 东风印现在与外界几乎断了联系 寻常阴人根本无法进入 你不是普通阴人 或许你可以做到 林天佑非常痛快地答应下来 好 就这么说定了 事不宜迟 我和林天佑当即出发 如新一还在帮我调查 急煞堂的事情 所以为没有喊他 至于张峰 他在我眼里 依旧是个菜鸟 对付这种两千年寿命的怪物 对他来说 为时尚早 我和林天佑 来到一片荒原 我望着四周 没有任何奇特的发现 天佑 你确定是这里 林天佑摇了摇头 不确定 只是根据毛山记载 风印就在附近 但具体在哪 还得我们自己找 他环视四周 询问我 姐夫 你懂风水吗 既然风印是以风水为基础 必然能从风水学中 找到蛛丝马迹 我反问他 毛山和龙虎山 没教你这个 林天佑挠了挠头 教是教了 但我没认真学 行吧 看来还得我出力 我抬起头 天色已黑 星星都出来了 林天佑好奇地问 姐夫 你看什么呢 找星星啊 找星星 看风水 不是要根据山川水流地是吗 我笑着解释 那是下策 真正高深的风水树 是先看天象 再结合地势 我根据鬼谷一脉的绝学 很快就发现 一片风水汇聚的宝地 随后我让林天佑 从网上找到古代黄河地图 与之对比 半个小时后 我带着林天佑 来到一个地势低洼的地方 就这了 林天佑一脸茫然 这里什么也没有啊 我指了指脚下 在 我是灵铁 能够遁地 我探查一番后 在地下五米的位置 发现了一个地宫 我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了林天佑 然后他人就傻了 姐夫 你确定吗 地下五米 我点了点头 非常确定 林天佑懊恼地说道 我想下去 还得先挖个坑 我问道 我听说到家 有一种出阳神的术法 能让魂魄暂时离体 你不会吗 林天佑摇头 不会 出阳神是道家内丹修行者的功夫 茅山当中也能学到 但我最早是从龙虎山学艺的 龙虎山更擅长外丹修炼 所以出阳神的本事 我至今还没学会 林天佑说的 让我有些迷糊 内丹和外丹流派 有什么区别吗 林天佑解释道 简单来说 内丹就是通过修炼 达到精气神圆满如一 不漏不破 横如经 现在那些修正中说的精丹 其实就是内丹 至于外丹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用 通过外物修补己身 最常见的 就是丹药 姐夫你也应该知道 道家在历史上最出名的 就是炼制仙丹 我眼睛一亮 那你也会炼丹 林天佑自豪地说道 那是自然 我炼丹技术 在龙虎山 那是排得上号的 等你和我二姐结婚 我给你炼上一炉 保折你吃后生龙活虎 说完 林天佑给了我一个 男人都懂的眼神 我没好气地 拍了他一巴掌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快去找铁铲 找来铁铲后 林天佑开始了 挖坑道的大工程 他在铁铲上贴了一张符 然后铁铲入土 跟刀切豆腐一样轻松 他一边挖土 一边向我吐槽 姐夫 我怎么感觉自己 像一个盗墓贼 别说 还真挺像的 而且 当我们真正进入地宫后 就更像了 林天佑挖到地宫后 我以灵体穿过宫门 打碎了抵在门后的挡门石 然后放林天佑进来 地宫里特别的冷 好似入了冰窖般 一进地宫 林天佑就冻得瑟瑟发抖 他等地面上的空气 进入地宫后 点了个火折子 照亮前行的路 地宫面积不小 但只有一个大殿 殿里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发现 林天佑喃喃道 怎么会是空的 就在这时 我忽然听到 上方传来一道 清晰的撞击声 动 我急忙抬头 借着微弱的火光 我赫然发现 就在我和林天佑的头顶上 悬挂着一个铜棺 铜棺被数条铁锁缠绕 悬挂在大殿的天花板上 林天佑震惊道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棺材 他话音刚落 棺材里响起撞击的声音 动 伴随着声音 铜棺在空中晃了两下 铁锁晃动 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这声音在安静的地宫中 格外甚人 林天佑用力咽了咽口水 声音打着颤问我 姐夫 东方说我不会把那怪物 关押到棺材里了吧 有可能 我飞上半空 来到铜棺面前 我发现 铁锁上已经出现了 数道清晰可见的裂痕 林天佑说得没错 因为风水变动的缘故 东方说射下的封印 已经快要镇压不住 棺里的怪物了 我从半空中飘了下来 对林天佑说道 捆绑铜棺的铁锁 就是封印 如今铁锁已经出现了裂纹 破碎只是早晚的问题 我正说着 铜棺里又传来一声 清晰的撞击声 碰 林天佑一脸严肃地问我 姐夫 你的意见呢 我沉思了片刻 下定了决心 既然这雷早晚都炸 与其日夜防着 不如现在就爆了 林天佑嗚了一声 我也是这个想法 随后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姐夫 你说 咱能打过他吗 有什么打不过的 刘飞都被我们干趴下了 林天佑有些害怕地说道 刘飞才有千年倒横 就那么难对付 这怪物可是活了两千年了 我笑着说道 怂了 林天佑拍了拍胸口 倒不是怂 就是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我能理解 毕竟对手是来自两千年前的怪物 必须要谨慎对待 做些准备再开关 好 我和林天佑立即忙碌起来 魏父则给他找出风水阵的核心点 而他则是以这些核心点为中心列阵 等同关开启后 阵法立即就能运转 三个小时后 准备工作终于是做完了 林天佑召唤出他那把 只有八掌长度的桃木小剑 然后深吸一口气 简佛 我准备好了 我点了点头 然后再次飞上半空 来到同关前 被关押在同关里的怪物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从一个小时前开始 撞击同关的频率明显增加了许多 我运转煞气 红色的鹰雷出现在我的掌心中 闪耀跳动 林天佑给我的毛山雷法 的确很好用 不光召唤鹰雷的速度加快 威力也翻了倍 我伸手一点 鹰雷瞬间击碎了一条 布满裂痕的铁锁 啪 铁锁破碎 而后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同关中传出 震碎了其他的铁锁 没了铁锁的禁锢 同关从半空中坠落 轰隆一声巨响 砸在地宫的地面上 激起大片的尘土 尘土落下后 同关忽然恢复了平静 整个地宫里静悄悄的 只能听到林天佑的呼吸声 然而我知道 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在平静了大概一分钟后 熟悉的撞击声再次响起 动 同关整个跳了起来 关盖有了一丝松动的痕迹 动 又是一声巨响 地宫的天花板上 都震下了细腻的尘土 动 第三次巨响 同关没有再跳起来 关盖一飞冲天 直接砸入地宫天花板 镶嵌在其中 一个大概有一米长的影子 从同关里冲了出来 他散发出的可怕气息 让人心生恐惧 天佑 动手 我大喊一声 林天佑当即手掐法绝 口中念念有词 赤赤扬扬 日出东方 无刺灵符 蒲扫不详 口吐山脉之火 扶飞门射之光 蹄怪便天逢立世 破温用碎痴金刚 降服妖魔 化为吉祥 太上老君 无极吉如律令 这是茅山的驱邪煞昼 昼雨一出 冲出同关的影子 仿佛是挨了一闷棍 又从空中掉了下去 重新掉回棺材 姐夫 帮我压制他一下 好 我飘在半空中 看得真切 刚刚从同关中冲出来 又掉下去的影子 实际上是一只巨大的马黄 林天佑的情报没有错 两千年前 东方硕的确是用马黄锡 走了自己体内的不死久 当然 这马黄肯定不止一米大小 因为他全身皮肤褶皱 分明就是因为失去水分缩小的样子 真让他恢复正常体型 怕是五米也打不住 马黄虽然虚弱 但他的力量不容小觑 林天佑的驱邪煞昼 几乎没给他造成一点伤害 眼见马黄又要从同关中蹦出 我一道 阴雷砸了下去 红色的阴雷 在马黄身上炸裂 整个棺材都冒出红光 姐夫 干得漂亮 林天佑在夸我 但我并没有感到高兴 我在空中看得比他清楚 马黄并没有因为吃了一发阴雷 就一命呜呼 他甚至都没有受伤 只是身上的冒出几缕黑烟 我眉头皱起 这可是加强版的阴雷 这马黄身体的防御力 未免有些太惊人了 马黄似乎是被阴雷惹恼了 他张开像是吸盘式的嘴巴 一般的马黄是没有牙齿的 它是靠嘴巴里外形的鳄片来吸血的 但我眼前的这只大马黄 嘴巴里却是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牙齿 少说有两百颗 如果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这一幕 现在肯定已经是起满鸡皮疙瘩 噗 马黄的嘴巴里喷出一道粘液 冲向我 我是灵体 正常来说 哪怕粘液有剧毒也不会受伤 因为它碰不到我 可直觉却告诉我 这粘液非常危险 我急忙躲避 粘液打在地宫的天花板上 随即天花板上冒出黑色的泡沫 被腐蚀大片 被腐蚀的天花板散发出难闻的气体 我只是沾了一下 魂魄便感觉到剧烈的疼痛 这粘液 竟然能伤害灵体 马黄剑没喷到我 再次张开大口 不过这一次 我比他更快地动手 轰隆隆 红色的阴雷 从我掌心中飞出 直接灌进了马黄的嘴巴里 好 马黄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声 看来他体内器官 并不像外表 那么坚不可摧 我催促林天佑 还没好吗 林天佑大喊道 好了 他手掐法掘 之前布下的符露 全都飞了起来 在空中燃烧 符露燃烧后 天降神力 所有的火光汇聚于一点 仿佛一只火箭 射入铜关 顿时间 铜关内燃起大火 整个地宫都被火光照亮 我来到林天佑身边 询问道 这火能烧死这怪物吗 林天佑有些犹豫地回答道 应该可以 我用符露召唤的是六丁神火 是传说中太上老君丹炉里的火焰 此火能炼气炼丹 亦可降妖伏魔 我惊讶地问道 那岂不是鲜火 天佑 这六丁神火 是道士们都能召唤的火焰吗 林天佑摇头 只有我召得出来 龙虎山和茅山的老天师 也做不到 他挠了挠头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可能我真的是到先转世吧 我们两人说话间 铜关里的动静越来越小 我和林天佑都集中精力盯着铜关 过了大概十分钟 铜关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待到火焰消散 林天佑指了指铜关 姐夫 你过去看看 我忍不住吐槽他 你咋不上前 林天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这不是功夫不如姐夫吗 我有些无奈 上次跟这小子合作 他也是这么说的 我捏住一道阴雷 慢慢靠近铜关 走近一看 铜关内漆黑一片 已经没了大马黄的身影 好像是没了 听我这么说 林天佑才敢靠过来 他往铜关里看了一眼 然后指着一处说道 姐夫 你看那是什么 我仔细一看 在黑乎乎的灰烬中 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我控制煞气 将此物包裹 送到眼前 等我看清楚这东西的长相后 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这分明是一只小号的马黄 相比于之前一米长的大马黄 眼前的小马黄只有小指粗细 他全身过半面积是黑色的 刚刚混在黑色的灰烬中 很不容易分辨 要不是林天佑眼间 还真就让他蒙混过关吗 林天佑刺着牙说道 难道当年的不死酒 真的能让生物永生 这家伙又是雷击 又是火烧的 竟然还活着 我用阴雷包裹小马黄 小马黄被垫得浑身颤抖 但他始终不死 回去问问狗爷 看看他有没有杀死这怪物的方法 我和林天佑正准备离开 我的面前忽然浮现出一团火焰 我把手伸进火焰 拿出了一张黄纸 是张峰的传信 林天佑好奇地凑上来 什么事 张峰说 卢星一刚刚打不通我的电话 就打给了他 卢哥在电话里说 十三局对吉沙堂的调查有了成果 他们发现 吉沙堂的人之所以聚集在安德 似乎在找一个青铜骨关 读完黄纸上的内容 我和林天佑面面相去 青铜骨关 难不成就是眼前这个 我皱起眉头 思考吉沙堂为何想要谷关 就在这个时候 林天佑提出了一个预想 他们会不会是 想要马黄肚子里的不死酒 林天佑的话提醒了我 狗爷说过 吉沙堂的手段 虽然能让鹰人 获得强大的力量 但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力 可如果他们 获得了不死酒呢 想到马黄可怕的生命力 我不寒而栗 至于喝了不死酒 会变成怪物 这样的副作用 对于吉沙堂 这群疯子来说 或许真的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被煞风影响的他们 本就是怪物 姐夫 你怎么打算 我当即到 原本吉沙堂在岸 我们不好把他们给揪出来 不过现在既然知道了 他们的目标 那就好办多了 林天佑眉头一挑 姐夫的意思是 守株带兔 我点了点头 看向地上的青铜骨关 随后露出一丝笑容 天佑 咱两个把骨关重新掉上去 林天佑用古怪的眼神看着我 姐夫 你该不会是想藏里面 给吉沙堂的人一个惊喜吧 没错 可是要睡棺材 多不吉利 怕啥 反正我死了 死人不就是睡棺材吗 在我和林天佑的努力下 青铜骨关重新升了空 铁锁虽然断掉 但用火焰烧红 重新锻造在一起 并不困难 虽然从外边上看起来怪怪的 但吉沙堂的人 以前也没来过地宫 应该分辨不出来 做完这些事后 林天佑问了我一个问题 姐夫 咱咋知道吉沙堂的人 哪天会来呢 总不能一直在这等下去吧 我笑着回答 这还不简单 直接放风出去就行了 我们回到地面上 我用林天佑的手机 给卢星一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把青铜棺的位置 放出消息去 就说是十三局发现的 卢星一在电话里问我 吉沙堂的人会上当吗 我回答道 吉沙堂的人 既然很想要 青铜棺里的东西 那他们只能信其有 而不能信其无 再说了 咱既然演谢 就得演全套 卢哥你带点人来 假装挖掘的模样 我就不信鱼儿不上钩 卢星一的效率很高 消息很快就放了出去 在吉沙堂的人赶来前 我先带着林天佑回城隍庙一趟 当狗爷看到我拿回来的小马皇后 嘖嘖称奇 这小东西 好旺盛的生命力啊 我问狗爷 你有办法消灭他吗 狗爷反问我 为什么要消灭他呢 他指了指我手中的马皇 这家伙已经虚弱成这个样子了 你只要把他看管好 他就没有祸害人间的可能 但我仍旧担心 可留下他终究是个隐患 狗爷摇头 不赞同我的看法 说不定他对你会是一个助理 我好奇地问道 此话怎讲 狗爷解释道 这马皇能够不死 是因为不死酒的效果 如果我们 能将不死酒的成分提取出来 必然会是强大的力量 林天佑在一旁说道 可喝了不死酒的人 同样会变成怪物 如果没有强烈的副作用 当年东方硕 也就不会让这只马皇 把不死酒从他的体内吸出来了 狗爷点头 你说的没错 但万事没有绝对 张贤 你不是认识诡异王牧吗 把这马皇交给他 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现在我的面前 有吉沙堂这个禁忧 还有龙脉封印这个远律 面对这两个大麻烦 我的确需要更多更强大的力量 多做些准备 总归是没错的 于是我联系了王牧 他知道我灵魂未消后 嘖嘖称奇 你等着 我现在就带一个朋友去安德 你小子竟然没死透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刚挂掉电话 卢哥的电话就打来了 张贤 鱼儿上钩了 我和林天佑赶紧找到卢星一 卢星一对我说 消息放出去后 吉沙堂的人果然有了反应 我估计天一黑 他们很可能就会动手 我嘴角上扬 我们里应外合 将他们一网打尽 一个小时后 我再次来到了地宫 林天佑则是留在了外面 和卢星一一起 等我的信号 我钻进青铜棺中 等待鱼儿上钩 青铜棺里静悄悄的 我待在里面 十分的无聊 透过厚厚的关闭 我能听到一点外面的声音 为了让这场骗局更逼真 有两名十三局的鹰人 陪我一起下了地宫 他们假装成 前来挖掘考古的人员 不知等了多久 外面的说话声戛然而止 我立即来了精神 把耳朵贴在关闭上 然后听到了几个陌生的声音 老大 这两个的确是十三局的人 看来情报没有错 另一个人说道 能有错吗 看不到我们头顶上 悬着的青铜棺吗 没想到 我们找了这么久都没线索 竟然被十三局给找到了 不过也好 省了我们的时间 你们上去两个人 把青铜棺放下来 从对话来判断 至少来了四个人 很快 悬吊在半空中的青铜棺震动了一下 如果给没猜错 是有人跳了上来 脚踩在棺盖上了 这人惊呼道 老大 这青铜棺上的铁锁 怎么有被火断烧过的痕迹 我心一沉 这家伙 心倒是很细 不过 我早就想好了应对之法 只要让这些人警惕起来 他们就没时间去观察细节 我用双脚 用力蹬了一下上方的棺盖 动 一声巨响 青铜棺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棺盖外 响起惊吓的喊声 老大 里面的东西是活的 老大的声音响起 慌什么 活着就对了 那可是喝了不死酒的怪物 要是死的 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 另一个声音响起 老大 这可是活了两千年的怪物 就凭我们五个人 能解决吗 听到这话 我眉毛一条 原来是来了五个人 其中一人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老大自信地说道 怕什么 为了拿到不死酒 堂主把黎先生都派来了 黎先生的本事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区区一个怪物 有什么好怕的 老大顿了一下 大声喊道 快把青铜关放下来 我们里外放倒了好几个十三局的人 他们的援军肯定已经在路上了 动作要快 是 青铜关又晃了两下 应该是又跳上两个人 这三人齐心协力 将捆绑青铜关的铁锁打断 砰的一声巨响 青铜关再次落地 老大的声音再次响起 都做好战斗的准备 小心阴沟里翻船 是 过了大概三分钟 关盖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急煞堂的人 在开关了 我用城隍密法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身穿红色嫁衣的女人 皮肤白皙 吹弹可破 等关盖打开后 急煞堂的人都傻了眼 老大 怎么是个女人 还是个好漂亮的女人 难不成传说是假的 或者说 这女人就是那只马黄变的 老大语气同样疑惑 先搬出来 让黎先生给看看 我感觉到 有三人的手 分别放在了我的肩膀 双脚和腰部 要将我从青铜关中抬出来 在我身体脱离青铜关的瞬间 我再次动用城隍密法 让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 在急煞堂英人的眼中 我的身体刚刚脱离棺材 立马开始腐烂 原本白皙的皮肤 拥有弹性的身体 变成了散发着恶臭的烂肉 啊 惊恐的叫声 在我身边响起 我的身体 再次落回青铜关 我强忍的笑意 就这点胆量 还敢当反派 看我吓不死你们这群小鳖三 事实证明 我的下人很有成效 刚刚负责搬运 我的三个婴人 此刻都喘着粗气 还有人拍着胸膛 平息狂跳的心脏 老大的声音响起 你们三个没用的家伙 入行这么多年 什么可怕的事情没见过 这就被吓到了 有一人辩解到 事发突然 谁能想到美女变骷髅 老大没好气地喊道 快把人搬出来 三人再次来到关前 这一次 我又使了换 我激发体内煞气 使出了类似于千斤坠的法术 此刻的我 虽然在急煞堂婴人眼中 是一具骷髅 但实际上的重量 超过了三千斤 别说三个体型正常的男人 就是来三个举重冠军 想要把我从棺材里抬出来 都非常困难 三个婴人使出吃奶的劲 但我始终纹丝不动 一人气喘吁吁地说道 老大 这骷髅好重啊 你来帮忙搭把手 老大忍不住骂道 你们三个废物 真不知道唐里扬你们 有什么用 说着 他也来到了关前 我能感觉到 放在我身上的手 从三对变成了四对 我本想着 五人都凑近时在发难 但老大口中的黎先生 始终没有动静 我便不想等了 在四人喊着一二三 一起用力抬我时 我使用雷诀 用阴雷附体 啊 四个惨叫声同时响起 紧接着便是落地声 我变回本来的模样 然后从青铜棺中站了起来 我扫尸四周 青铜棺的周围 躺着四个人 其中三个已经被阴雷打倒 生死不明 我的目光集中在站着的那个人 从方位上判断 他是地上三个人的老大 这老大光着头 头上还有一条很长的疤痕 长着一种给人一看 就是地痞流氓的相貌 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手腕上有一个玉镯子破碎 掉在地上 这是一件护身法妾 要不是这件法妾 他将会和三个手下的下场一样 被我的阴雷打倒在地 光头非常恼怒地望着我 你是什么人 十三局的吗 我平静地回答道 不是 不过也差不多 是要将你绳之以法的人 光头怒道 臭小子 老子让你知道 多管闲事的代价 说着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手枪 看着黑油油的枪口 我心中生出一种 非常荒唐的感觉 我问光头 你们急煞堂 不是想用英术控制全社会吗 怎么还用上了科技武器 光头冷笑道 对付凡人 英术最好用 对付英人 反倒是枪更好用一点 这话的确没毛病 用英术对付英人 英术有可能会被对方破解 但用枪 还真没几个英人 能躲得开子弹 碰 枪响了 枪口冒出一缕青烟 然后 光头傻了 他看到 子弹从我的胸口穿了过去 打进了地宫的墙壁里 他这时才反应过来 你是鬼 没错 所以啊 你用错武器了 我有和急煞堂英人交手的经验 知道他们有变身的能力 所以 绝不会给眼前光头变身的时间 一道红色的鹰雷 从我掌心中射了出去 正中光头的胸口 光头没了护身法器 全身焦黑地倒在地上 四人倒地 但我并没有因此放松下来 因为 少了一人 刚刚我在青铜棺中 虽然只听到了四个声音 但老大光头 多次提到第五个人 黎先生 可从我从青铜棺中走出来后 就没有见到黎先生 我不认为是光头虚张声势 毕竟他说这话的时候 并不知道我埋伏在关内 所以 黎先生 在哪 我扫尸四周 掌心中红色的鹰雷不断跳动 不管周围有任何风吹草动 我都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可我一连等了十分钟 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在我的精神有所放松时 忽然间 一个声音传入我的耳中 哎哟 我吓了一跳 手中的鹰雷 差点就脱手出 好在我忍住了 因为发出声音的 是那个被干晕的十三局鹰人 他捂着头从地上爬了起来 先是晃了晃 依旧昏迷的同伴 随后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这人用庆幸的语气说道 幸好你在 否则这几个人 可真不好留下 我说 是啊 然后收起手中鹰雷 走到他的面前 关心地询问 你没事吧 我送你上去治疗一下 说着 我伸出手去扶他 就在我即将碰到他的时候 原本已经被我收起了的鹰雷 再次涌现 滋了 鹰雷将这人肩膀上的异物炸裂 但并没有伤到他 他反应非常快 在我出手的瞬间 就接连后退三步 躲开了我的偷袭 你是怎么识破的 我盯着眼前的人 回答道 这两个人 并不知道我藏在青铜棺中 对方笑了 原来如此 是我大意了 我询问道 你是黎先生 没错 你能控制别人的身体 对方微笑着反问 你觉得 我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吗 他从身上摸出一把刀 然后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放我走 否则我就杀了他 我眼神当即变得锐利起来 杀了他 你还能活吗 对方依旧是笑而不语 似乎已经看穿我 藏在话语里的陷阱 我之所以这么问 是想找一个答案 黎先生控制他人 是用密法操控别人身体 还是灵魂占据 这两者是不同的 应对的方法也不相同 可惜黎先生不上当 我不能拿十三局 同志的性命开玩笑 只能让开了路 多谢 黎先生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在他走出地宫的瞬间 我掏出一张黄纸 飞快地写下两行字 黄纸燃了起来 随后张峰就能收到我的消息 他虽然没来 但看到黄纸 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系卢星医 我等了片刻 走出了地宫 一来到地面 就看到被黎先生 占据身体的阴人 倒在了地上 他的额头上贴着一张符 是林天佑的手柄 看到我出来 林天佑开口道 姐夫 幸好你消息来得及时 否则就让他给跑掉了 我问林天佑 这副能镇住身体中的魂魄吗 林天佑保证道 当然呢 这可是龙虎山秘露 疯魂服 我快步走到这人面前 俯身查探 然而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 这人体内只有一个魂魄 这个结果 我想不明白 林天佑同样是想不明白 姐夫 她到底是怎么逃走的 明明她一出来 我就给她贴上了服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阴行的隐秘太多了 我们没办法全部了解 我话锋一转 对卢星医说 说不定能审问出一些消息 卢星医说了声好 带着十三局的人走下地宫 但很快 她又慌慌张张地跑了上来 张贤 快下来看看 见她表情有意 我急忙跟了下去 随后看到惊悚的一幕 地宫里躺着五个人 四个急煞堂的鹰人 一个十三局的鹰人 这本没什么稀奇 因为我离开地宫前 他们五个就躺在地上 可与我离开时相比 这五个人的模样发生了变化 五人的脖子扭向同一个方向 口笔流血 我上前仔细查看了一下 五人的脖子都被扭断了 怎么会这样 我心中涌出一个可怕的猜想 那个黎先生 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地宫 他在埋伏在暗中 等着我离开后 选择了杀人灭口 以防我们从四个急煞堂鹰人口中 拷问出消息 至于杀十三局的鹰人 则是赤裸裸地报复 我警惕的环视四周 但仍旧没有任何发现 这个黎先生 不知是能够隐身 还是用了我 无法发现的障眼法 当真是古怪至极 说真的 我有些怀念阴阳眼了 安全起见 我和林天佑 护送着十三局的鹰人们 返回他们的据点 然后我们两人 才赶回城隍庙 我问林天佑 你的考验 算是完成了吗 林天佑点了点头 既然那怪物 没了祸害人间的可能 我的考验就算是完成了 说着 他伸了个懒腰 笑着说道 我从六岁开始学艺 历经十二载 总算是出师了 看着林天佑年轻的面庞 我不禁有些羡慕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 天佑 你明天就出发吧 赶往威海味 林天佑无奈道 姐夫 你好歹让我休息一天吗 我瞪了他一眼 等你把我还在的消息告诉你姐 你想休息几天 我都懒得管你 林天佑笑嘻嘻地问道 姐夫 你看我明天就要出远门了 去的又是龙脉封印 这种危险的地方 你看不管是送行还是撞行 是不是都缺点什么 我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 缺顿酒呗 林天佑使劲点头 以前我未成年 老爹老妈都不让我喝酒 如今我成年了 想尝尝 成 我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我喊上张峰和卢哥 今晚陪你好好喝 卢哥在饭店里定了一个包间 既然是亲小舅子 那我也不能小气了 一瓶酱香型的茅台 一瓶浓香型的舍的 一瓶清香型的粉酒 随便林天佑喝哪个 自从变成鬼 我对酒的恐惧已经消失 而且酒进肚子 只会转化成灵气 真正的谦卑不醉 可我还是后悔了 因为林天佑 这个愣头青 喝了足足一斤酒 然后 吐得找不到北了 最可恨的是 这家伙还耍酒疯 他从饭店走出来后 谁都不让服 都别服我 我没醉 我给你们表演一个采白线 他的确是采线走 只不过短短五米 就从马路东边的白线 走到了马路西边的白线 再往前走 一头扎进路边的绿化袋里 直第三天 林天佑才踏上去 微海卫的火车 林天佑走后 我没有立即离开火车站 因为王牧给我打来电话 说他两个小时后就赶到了 接上王牧后 我们再次回到了城隍庙 王牧上下打量着我 打巨岛 张贤 你行啊 竟然上任城隍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城隍呢 我笑着回答道 你救了那么多病人 积攒的阴德 说不定比我都多 等你死了 说不定也能被推举为城隍 王牧听后却是摇头 活着就够累的了 死了还要工作 不干不干 我宁可用阴德换一式闲散妇人 玩笑开完了 我们开始聊正事 你来看看这个 我拿出小马皇 交给王牧 王牧知道这是什么 他神情严肃 小心翼翼地 从我手中接了过去 他研究了好一阵 然后问道 有血吗 现场就三个活人 王牧跟卢星一和张峰 是第一次见面 不好意思开口索要鲜血 干脆从随身药箱里 拿出一根银针 扎破了自己的指尖 随后 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行为 他把自己的血 滴进了小马皇的嘴里 之前这马皇被鲜火焚烧 烧得都快要咽气了 自从变小后 像晒干了一样 一动不动 可他只吸了一口血 全身颜色立即变得鲜艳起来 干瘪的皮肤也分泌出了黏液 王牧惊叹道 只一滴血 就能让他恢复如此多的生命力 真是神奇 见王牧还想再喂他一滴血 我赶紧阻止道 小心 这东西 鲜火都烧不死 别让他恢复太多 王牧点了点头 用自己的嘴巴 做了一口手指 然后找了个金丝楠木做的药盒 把小马皇装了起来 他对我说 你想让我从他的体内 提取出不死酒 我点了点头 补充道 要人喝下去 不会有太大副作用的那种 王牧道 放心吧 我是医生 只救人 不害人 他顿了一下 面带微笑 如果提取的不死酒 真的能给人强大的恢复能力 那许多以往难以治疗的疑难杂症 说不定都有救了 我想了想 对王牧说道 这东西毕竟有危险性 而且急煞堂的人也在找他 要不你就留在我这研究 如果遇到麻烦 我也能保护你 王牧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医术虽然举世无双 但战斗力的确比较渣 怀避其罪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聊完了正事 王牧问我 你现在是不是正在找怨魂超度 换取应得 对 那我送你一个礼物 他从药箱里取出一个小罐子 打开之后 一个怨魂飘了出来 他生前是安德人 因为怨气太重 困在了我的家乡 你帮忙超度他吧 我打量眼前的冤魂 从面貌上看 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 我询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回城皇爷的话 小的叫宋农 我问宋农 你有什么怨念 宋农回答道 我呀 被人骗得好惨啊 话还没说完 宋农就开始抹泪 我疑惑地问道 你被谁骗了 宋农问我 城皇爷 城皇庙隔壁那条街 您知道吗 我看着宋农手指的方向 点了点头 那条街有个很好吃的油条摊 以前我和林小璐经常去买 知道 怎么了 那街口 有一家医馆 叫神医堂 我回忆了一下 好像是有这么一家小医馆 就是印象不深 毕竟我死前是年轻人 极少生病 唯一一次中枪 也是进大医院住院 宋农冲我哭诉道 城皇爷 一年前 我儿子单位有体检福利 他把体检的机会让给了我 我当时还不愿去 心想能吃能喝的 能有什么病 结果 结果我查出来癌症 还是晚期 医生说 我检查出来的太晚了 全身有好几处转移 没办法做手术了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在滑下 许多人 尤其是老年人 根本就没有每年体检的习惯 他们老觉得体检费钱 殊不知 很多病只要提前发现 是有机会救命的 你接着说 我查出病后 先是做了化疗 可效果并不好 而且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我看了一眼 宋农几乎掉光头发的脑袋 很理解他的痛苦 宋农继续道 我坚持了几个月 病情发展到走路 我有些困难了 这个时候 我听说有家叫神医堂的医馆 馆主是个老中医 很多化癌的人都是 从他那里拿药 他有祖传秘方 效果很好 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找了过去 那老中医年纪比我还大 留着白胡子 大马挂一穿 真的很像神医 他跟我说 他有一剂独家秘方 每日服用三次 虽然无法治好我的癌症 但能让我的癌症不再发展 我当时就像溺水的人 但凡有根草 我都要努力抓住 于是我就信了他 可谁能想到 那家伙就是个老骗子 他不肯写出药方 只卖煎好的药汤 一袋三百块 一天就是九百 我喝了一个月 还终止了化疗 然后就喝死了 王牧接下了话茶 后来他一家人终于反应过来 喝得要有问题 想拉到我这再看一下 结果车刚停在我家门口 人就不行了 我听后有些唏嘘 这老爷子 如果能多坚持一会儿 以王牧的医术 说不定还能再抢救一下 我对宋农说 你这么重的怨气 只是因为上当了 宋农直摇头 如果只是因为这个 我也认了 人活一辈子 谁还没被骗过呀 可就在王医生家里 王医生发现我孙子 也还患了病 王牧解释道 他孙子患了一种 比较罕见的病 幸好发现得早 只要好好治疗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呢 然后治疗这病 需要花很多钱 我听懂了 宋农一家给宋农看病 肯定是 花了很多很多钱 然后又被神医堂 坑了小三万块钱 如今八成是没钱 给孩子治病了 宋农哀求我 城皇爷 您一定要帮我把钱 讨回来啊 对于我来说 两万七的钱不算多 我甚至可以当场 把这钱交给宋农 不过别人给的钱 和要回自己的钱 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前一种是施舍 后一种是应得 想要消去宋农的怨气 让他心甘情愿地 去应间报到 还是得把他被骗去的钱 讨要回来 我知道你的诉求了 我扭头问张峰 去会一会那老骗子 张峰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行啊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王牧开口道 我也去 我们三人来到隔壁街道 果然在街头 发现一个挂着 神医堂三字的医馆 医馆看起来还挺忙的 进出的都是一些老年人 王牧问我 你打算怎么做 我反问道 你觉得骗子最怕什么 王牧思考了一下 回答道 被骗的人打上门 我摇了摇头 是怕自己以后再也骗不到人 说完 我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身材高挑的长发美女 王牧和张峰都瞪大了眼睛 王牧不可思议地问道 这是什么法术 你就当是孙猴子的七十二遍吧 其实 这是一种成皇才能学的障眼法 因为法术等级比较高 所以连阴人也很难分辨出来 张峰故意用色迷你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打去道 张贤 昨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说如果你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变成了美女 你会怎么做 你猜 点赞最高的答案是什么 我满是疑惑地问道 是什么 先让兄弟们爽爽 我用变化出的高跟鞋 一脚踩在张峰脚上 疼得他冷汗直流 等张峰缓过进来 我让王牧掏出手机 打开录像 然后悄悄跟在我们身后 我挽着张峰的手 走进了医馆 宋农口中老骗子 正好在做堂 老骗子留着白须 穿着白挂 一副道貌黯然的高人模样 我坐在他的面前 老骗子问我 姑娘哪里不舒服 我看了一眼张峰 张峰连忙按照我教的话说道 医生 我老婆最近茶不思饭不想 还时常呕吐 您快帮忙看看 他犯了什么病 好 姑娘把手伸出来 我帮你搭个麦 我伸出手 老骗子把手指 放在我的麦搏上 装模作样的搭麦 搭了一会儿 他问卫 姑娘 你月时多久没来了 我回答道 一直没来 听我这么说 老骗子胸有成竹地说道 那我要恭喜二位了 这是喜麦啊 我故意露出惊讶的表情 真的吗 真的 我行医几十年 从没看错过喜麦 姑娘 不过你这麦相稍稍有些弱 需要服用一些安神保胎的药 我给你开上几副 喝完之后 保你生得渐渐康康的胖娃娃 我故意拉长音调 医生 你确定我是怀孕了吗 老骗子有些生气 难道老夫骗你不成 我笑了 然后变回自己原本的声音 老骗子 我问你 男人也能怀孕吗 还把我生得胖娃娃 是用钉 眼生吗 听到我发出男人的声音 老骗子一下就梦了 他不敢置信地问我 你 你是男人 是啊 老骗子瞪大了双眼 那我刚刚问你多久没来越试 我回答了呀 一直没来 我一个男人 怎么来越试 老骗子又看向一旁的张峰 你刚刚说这是你老婆 张峰笑嘻嘻地搂住我的肩膀 叫老婆不行吗 难道同性之间就不能存在爱情了吗 我暗中踩了张峰一脚 然后掰开他的手 老骗子这时候反应过来了 他怒斥我们 你们是来找茬的 我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我们就是来找茬的 我回头问王牧 都录下来了吗 王牧扬了扬手中的手机 录下来了 我盯着老骗子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问他 如果我把刚刚的录像 发到网上 你猜会怎样 老骗子喉咙滚动 使劲咽了咽口水 毫无疑问 他会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你 你们想怎么样 我之前说的一点都没错 骗子最害怕的 就是以后再也骗不到人了 你还记得宋农吗 老骗子哆嗦了一下 你是那老头的家人 别管我是谁 你把坑他的钱拿来 我就放过你 真的吗 真的 我举起自己的手 对天发誓 如果我骗你 我立马暴毙 我拿捏着老骗子的把柄 他不得不从 很快 他拿出了两万七千块的现金 交到我的手中 宋农喝了三十天药 钱都在这里了 我点了点头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王牧开口道 把你卖给他的药 给我一份 老骗子立马警觉起来 你要那个干什么 王牧变脸道 你是不是忘了 录像在我的手机里 老骗子被王牧拿捏得死死的 没办法 只能找来一袋药 不过他也不傻 药袋上的标签被撕掉了 这样就算我们拿着要去举报他 他也可以不承认 离开医馆后 王牧把药袋撕开了 他把药液倒在自己掌心上一点 然后用舌尖舔了一下 张峰用不可思议的语气问道 你能分辨出这里面用了什么药 王牧点了点头 能 我从小就平药 这是基本功 张峰佩服的竖起大拇指 你这舌头可真厉害 我连菜里放的酱油 还是蚝油都分辨不出来 我看到王牧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随后他又用舌尖舔了一次 而这一次 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愤怒 我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王牧解释道 这里面用的都是很常见的药材 这药方算是一种常见的补药 肯定没治疗癌症的效果吧 王牧点头 没有 而且癌症病人 尤其是晚期病人 绝不能喝这药 这里面有一剂药材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害 但对于病入膏肓的人来说 却是毒药 怪不得宋萌病情发展得那么快 这简直是谋财害命 我对张峰说 你给工商打个电话 举报这家医馆 当当我仔细看过了 他没有张贴行医资质 属于非法行医 张峰说了声好 打电话前又停顿了一下 你刚刚不是发誓 自己不会报复那老骗子的吗 是啊 我说了 如果我报复他 立马报毙 可是 我已经死了呀 对于我的回答 张峰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兄弟 你这话 一点毛病都没有 随后 他就打通了工商的投诉电话 当天下午 医馆就被查封了 张峰回去上班了 我和王牧则是回到城隍庙 送农的钱 我让卢新一转交给他的家人 至于用什么理由 卢新一会自己看着办 身为十三局培养出的精英 这种小事肯定能做得稳妥 送农对我是千恩万谢 我将他超度 获得了不少的英德 将城隍令翻过来 英德的数量 已经快要接近六百了 王牧自回到城隍庙后 一直在研究 乃至小马皇 他非常的认真 我也不打扰他 自己在一旁修炼 等我修炼结束 睁开眼时 时间已经临近了午夜 我发现王牧还在研究 比我修炼都要认真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喊了他一声 王牧 你要不要吃东西 王牧肚子非常示警地咕噜一声 他惊醒过来 都这个点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 在这里 我是主人 竟然让客人饿着肚子 太失礼了 我交个外卖 行 随便点 我拿起城隍庙里的固化 准备打给以前常去的一家烧烤店 他家嫌弃蓝黄两家外卖抽点太高 一直都是自己配送 可正当我翻找电话号码的时候 我忽然察觉到 自己的腰间有一丝震动 是城隍令 王牧看到我的表情发生变化 走了过来 怎么了 我严肃地回答道 张峰好像遇到麻烦了 张峰是我的守夜人 他遭遇危机时 城隍令是会有感应的 我立即拨打他的电话 然而话筒里传出的声音 却是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我心中生出不好的预感 当即对狗爷喊道 狗爷 你保护好王牧 我出去一趟 狗爷的身形浮现 放心去吧 我立马跑出城隍庙 然后腾空而起 目标是张峰的家 赶到张峰家时 我立马就察觉到了危险 张峰住的别墅 被浓郁的煞气所笼罩 但别墅以外的地方 却察觉不到一丝煞气 是某种阵法 我首先想到的 是吉萨堂的报复 可我转念一想 在地宫中埋伏吉萨堂的阴人 张峰并不在场 吉萨堂的人应该还不知道 我们两人的关系才对 既然想不通 那就不想了 我直接踏入阵法 进入别墅 别墅里静悄悄的 屋内有一层淡淡的雾气 让人的视线受阻 我化作灵体 走路无风 小心地观察着四周 可我把别墅一二三层都找遍后 也没有发现张峰的踪迹 别抓走了吗 不对 如果人被抓走 那这阵法 肯定会被收起来 难道 是在地下室 我立即往地下室走 张峰家的地下室 是他和父母的收藏展厅 之前我给林小璐改造的火金键 就是从地下室渠道的 刚走下楼梯 我就感应到 一股危险的气息袭来 只听滋拉一声 一块闪耀着阴雷的板砖 从楼梯拐角出现 砸向我的脸 忽然出现的阴雷 着实吓了我一跳 但我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能够施展阴雷的 除了我自己 就是张峰了 我定眼一看 拍过来的 哪里是什么板砖 分明是我送给张峰的金堂木 我闪电出手 一把抓住了袭来的金堂木 至于阴雷 我是玩雷的行家 随手就给他散去了 张峰终于是看清了我 张贤 是你啊 我冲他翻了个白眼 幸好我有点实力 否则非得被你 拍个七婚八素 张峰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太紧张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间 我立即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张峰回答道 我也不清楚 半个小时前 我正吃着饭呢 忽然有风吹开了窗户 等我去关窗户时才发现 有很浓的煞气钻进屋里 我第一反应 是别墅闹鬼了 就把金堂木给拿了出来 想把鬼吓走 谁知对方好像完全不怕 屋里煞气越来越浓 都凝聚成鬼物了 我问他 那你怎么不联系我 张峰指了指 自己身上的睡衣 电话打不通 黄指 在我白天穿的衣服里 留在上面实在不安全 我就退到地下室来了 我点了点头 其实张峰做得很聪明 如果他选择的是夺门逃 此刻很有可能 已经中埋伏了 固守地下室等援军 是很明智的选择 走吧 我们出去 张峰开心地说道 好嘞 你来了 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走在前 张峰走在后 我们两人回到了别墅一层 屋内的鬼屋更浓了 可我始终没有感受到 有人或者鬼隐藏在附近 这就奇怪了 到底是谁在捣鬼 我带着张峰走出别墅 然而刚踏出房门 我就察觉到了不妥 房门外 并不是来时的场景 小区绿化没有出现 青石板砖铺的小鹿也没有出现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荒野 张峰紧张地问我 这是哪里 别人设下的阵法里 我现在总算知道 笼罩别墅的阵法是干什么用的了 能使出这般阵法的阴人绝非泛泛之辈 今天我和张峰算是遇到高手了 我环视四周 随后大声喊道 藏头鹿尾的算什么英雄好汉 出来见一见吧 我话音刚落 面前走出来一个人 张峰惊讶到 老骗子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式卖假药的老骗子 原来这是老骗子的复仇 然而我心中却有一种怪异感 成为城隍后 我对煞气敏感程度 比活着时提高了百倍 我非常确信 白天见到老骗子时 他身上没有一点煞气 而此时 他身上的煞气 非常的浓 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你是谁 老骗子盯着我的眼睛说道 城隍爷 我们又见面了 我心中一惊 想到了一种可能 此刻与我对话的 并不是老骗子 他的身体 被人控制了 能控制他人身体的本领 不久前 我刚刚见识过 你是黎先生 老骗子回答道 城隍爷好眼力 我盯着眼前的老骗子 准确来说 他现在是黎先生 可在我的感知里 他的体内 就只有一个人的魂魄 和之前在地宫上发生的事情 一模一样 张峰小声问我 这老骗子 怎么感觉很邪门啊 你往后站 这人不好对付 张峰非常听话地后退三步 我张开手掌 红色的音雷 在我的掌心中跳动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黎先生抬起了手 城隍爷 别着急 在你动手之前 我们先来和气地谈一谈 好不好 我眯起眼睛 反问道 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黎先生笑道 当然有 比如 你的爱人林小璐 我心中一惊 但没有表现在脸上 那就谈谈吧 我收起掌心中跳动的音雷 黎先生一挥手 煞气在我的面前 汇聚成一张桌子和两个椅子 这等手段 我还真是闻所未闻 黎先生做了个请的动作 请坐 我也没再怕的 静止坐了下来 黎先生坐到我的对面 开门见山地说道 城隍爷可真是大英雄 如果不是你在威海卫阻止了刘飞 我们现在的日子 也不会这么难过 他这话很是耐人寻味 我问他 你们就这么希望 把龙脉下的上骨恶鬼放出来 黎先生微笑地说道 为什么不呢 乱世才能有枭雄 只要这世道乱了 我们阴人才能发挥更多的作用 甚至成为救世主 对于这个说法 我是不屑一顾 那可是上骨恶鬼 随便拎出一只 就够你们喝一壶的 更何况 你知道四条龙脉 黎先生依旧保持着微笑 我们自有办法 我们急煞堂的目的是提高阴人的地位 可不会做那召唤世界末日之事 我心中疑惑 这家伙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正当我准备发问的时候 黎先生伸手阻止了我 陈皇爷 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正事吧 我神情严肃地等他开口 黎先生道 你的爱人林小洛 目前正带领着民间各大门派的高手 镇压龙脉东风印 我说的没错吧 我没有回答 但沉默代表了默认 黎先生继续说道 半年前 龙脉东风印曾经出过一次混乱 虽然林小璐成功镇压了这次混乱 但从那时起 整个东风印被煞风笼罩 里外难以沟通 这话的确没错 不管是姑姑给我的消息 还是林天佑带来的情报 和黎先生说的并无二致 林先生顿了一下 伸手敲了敲桌子 54日后 也就是除夕夜 龙脉东风印 还会再爆发一次混乱 这次混乱 如果没有外援 林小璐等人必死无疑 听完这话 我心猛地一沉 说完 黎先生问我 城皇爷 不知这个见面里 你喜不喜欢 我质问道 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真是假 黎先生笑呵呵地回答 想分辨很简单 等时间到了 城皇爷就知道 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黎先生讲完之后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等我起身后 煞气凝聚的桌椅全都散去 他抬起手 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 然后开口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皱起眉头 质问道 什么时间差不多了 黎先生回答道 城皇爷 在我们华夏 有这么一句俗语 叫来而不往非里也 既然我送了你见面礼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送我一件礼物 黎先生 或者说是吉煞堂 想在我这得到的东西 必然是那只小马皇 你在拖延时间 我敢断定 此刻我的城皇庙 必定有吉煞堂的人在围攻 王牧强在医术 而非战斗 也不知道狗爷一个人 能不能扛得住 张峰 我们走 我带着张峰向后方跑去 在与黎先生交谈的时候 我也没有闲着 我暗中观察这个秘境 以鬼谷一脉的传承 找到了出口 我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却没想到 黎先生并没有追来 荒野上有一块大石头 我带着张峰 一头撞了上去 头没有撞上 只是眼前一晃 周围的场景发生了变化 我们回到了别墅小区 走 去城皇庙 我和张峰 以最快的速度 赶回了城皇庙 城皇庙的庙门大开 门内门外的地上 躺着三十几个人 狗爷 王牧 我大声喊着 很快两人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看到王牧面色有些惨白 急忙询问道 你没事吧 王牧摇了摇头 我人没事 但那只马皇 被抢走了 狗爷眼眶里的鬼火剧烈跳动 可以看得出 他有多么的恼火 狗爷开口道 真是奇怪 安德什么时候冒出这么多的阴人 我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他们全都打倒 张峰上前检查 然后惊讶地喊道 这不是孙大哥吗 我扭头一看 张峰从地上扶起一个人 不敢置信地说道 这是我单位旁边便利店的老板 他应该是个普通人才对啊 我快步走上前 仔细查看 的确是普通人 狗爷听到后 不敢置信地说道 不可能啊 这些人手段都很厉害 在阴人中也算是高手 怎么可能是普通人 他走上前 仔细辨别 然后惊住了 还真是普通人 张峰咽了咽口水 也就是说 有人把普通人 变成了阴人 这话让我的心一沉 即便这个效果只是临时的 但依旧是一种可怕的能力 是黎先生吗 王牧招呼我 张仙 你过来 我走到他面前 询问道 怎么了 王牧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指甲盖大的东西 我定眼一看 是小马黄的尾巴 你切下来的 王牧点了点头 当时情况紧急 我只能留一点样本 这小家伙身体够硬的 费了我一把最锋利的手术刀 才把他的身体切开 不过 我这毕竟是尾巴 离开主体后 无法存活太久 我得抓紧时间研究 我听明白了王牧的意思 对他说道 我给你换个更安全的地方 我把王牧安排到了 茶馆的地下室 由姑姑负责他 每日的饮食和起居 茶馆的地下室 有强大的封印 唯一一次被攻破 还是夜妖假冒师傅 才得逞的 王牧安全得到保证后 开始没日没夜的研究 不死久 他要在马黄的小尾巴 完全失活前 搞出一点研究成果 我把卢星一喊了过来 当他得知 城隍庙发生的事情后 着实吓了一跳 卢星一立即安排 十三局的人去调查 但什么都没查到 被狗爷打倒的人口供一致 他们说自己原本正在工作 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至于和我在秘境中 交谈的老骗子 说自己店铺被查封后 一直在睡大觉 连梦都没做过 我和狗爷分析道 狗爷 这种类似于群体夺舍的手段 你之前听说过吗 狗爷摇了摇头 没有 这手段实在是匪夷所思 甚至可以称之为神迹了 他警告我 张贤 这急煞糖比我们原本预料的 还要危险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我用力点了点头 其实相比于急煞糖 我更在意 狗爷先生对我说过的话 狗爷开口道 任何人 做任何事 都是有目的的 那个狗爷先生告诉你 林小璐在除夕夜会遇到麻烦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把自己设想成狗爷先生 然后进行推测 很快 我就得出了结论 黎先生和我们是敌对关系 他不可能做帮助我们 又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的事情 如果我知道 林小璐将会有危险 那我肯定会想尽办法去营救 而这 正是他的目的 狗爷顺着我的话往下说 从目前收集到的情报来看 急煞糖想要打开龙脉封印 若是龙脉封印 真的即将发生混乱 那你去了 对他们来说 不应该是阻碍吗 我陷入沉思 最后想到了一种可能 有没有可能 真正的阻碍并不是我 而是小璐 狗爷眼中鬼火跳动 你的意思是说 林小璐虽然会遇到危险 但他如果拼命 是有可能平息这场混乱的 可若是你去了 他很可能就设不得拼命了 所以对急煞糖来说 你去反而是一件好事 我恩了一声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狗爷叹了口气 对方只是用了一个阳谋啊 就算你发现了他们的意图 也没什么用 毕竟你一定会去的 狗爷说的一点都没错 知道林小璐将会遭遇危险 我怎么可能不去 我搞来一份日历 在除夕夜那一天 画上了一个红色的圆圈 还有52天 想要去见林小璐 我首先要做的 就是复活 如今我还差400多英德 必须尽快得到 我没有继续留在城隍庙 而是出门 去找怨魂 说来幸运 我刚走上街没多久 就看到一只鬼 徘徊在一个破旧的居民楼前 这只鬼身上的煞气很重 眼中满满的都是怨恨 我走上前 一巴掌拍在他的肩膀上 朋友 需要帮忙吗 被我拍了一下 怨鬼吓了一大跳 他大声骂道 谁他娘的吓我 可等他转过头来 态度又180度大转变 他一脸谄媚地向我打招呼 原来是城隍爷啊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拍马屁了 怨鬼立马闭上了嘴 我问他 你在这里徘徊什么呢 怨鬼回答道 小的生前经常在这里玩 比较怀念 所以 这话我只信一半 如果是怀念生前的快乐 那他的眼中 又怎么会有这么重的怨念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焦阳 你怎么死的 自 自杀的 我看焦阳眼神闪烁 似乎不太想聊自己生前的事情 于是我 直接召唤出城隍生死簿 打开城隍生死簿 我很快就找到了焦阳的名字 我一眼扫过 便知道他的死因了 原来 你是被人催债 催到自杀的 焦阳很是不好意思地说道 本来只是想下下催债的人 让他们别催得太紧 可没想到 天抬地滑 我一不小心摔了下去 在城隍生死簿上 关于焦阳的生平里 有这么一句 酷爱赌博 我支起耳朵一听 眼前破旧的居民楼里 传来了哗啦啦的声音 这是麻将机洗牌发出的动静 原来你怀念的是打牌啊 我没忍住 嘲笑他 人都堵死了 还想着翻身呢 焦阳一脸不甘心地说道 我知道自己永远翻不了身了 可我就是想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总是说 这句话 让我知道了 焦阳的怨念为何而来 走吧 我让你死个明白 我把焦阳收进了城隍令 然后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中年男人 我跨着一个手提包 大摇大摆地走进居民楼 我来到三楼 然后敲了敲门 很快 门打开了 门缝里露出一个凶神恶煞的脸 你找谁 我回答道 熊哥介绍来的 这句话是焦阳告诉我的 他说 但凡来此地赌博的人 都是一个叫熊哥的社会人介绍的 门里的人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 似乎在判断 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我拉开手提包 露出一叠红钞票 当然 这是我用法术变化出来的 但普通人是无法分辨的 我抽出五张 交给门里的人 规矩我懂 这是今天的门票 对方收了钱 把门完全打开 进来吧 一进门 我就闻到了浓浓的烟味 140多瓶的房子里 不管是客厅还是卧室 都摆着好几台麻将机 许多人都一边抽着烟 一边吆喝着打牌 收我钱的男人 指了指阴面的卧室 你去那个屋子打 刚好三缺一 我走进卧室 看到了三个正在砍大山的男人 娇阳愤怒的声音 从我耳边响起 就是那个穿蓝衣服的王八蛋 每次都是他赢的最多 我目光落在这个人身上 这是一个长得跟兽猴似的人 精瘦精瘦的 贼没熟眼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他主动向我打招呼 老板看着面生啊 第一次来 对 第一次来 兽猴主动给我递来一根烟 还是滑子 我不抽烟 正说着 刚刚看门的男人 拿来一副扑克牌 对我们四个人说 烟一下钱 我们四人把各自带来的钱 掏了出来 男人一一数过后 给了我们一些扑克 一张扑克牌代表一百块 如果手中的扑克牌没了 那就代表着 你输光了 来 大家入座 我屁股刚坐下 就感觉到藏在 城隍令里的焦羊 兴奋起来 我问他 手痒了 可不是吗 那你来打 真的吗 真的 我用了点小法术 在其他三人眼中 是我在打牌 但实际上摸牌打牌的 是焦羊 我恢复了灵体 站在一旁 这屋里没阴人 谁都看不见我 打了一轮 焦羊已经赢了一千块钱了 兽猴夸奖道 老板运气真好啊 焦羊笑呵呵地说道 小韵切 小韵切 这话说得很谦虚 但他的眉毛都骄傲地 快要飞到天上去了 但我知道 这只是开始 一个猎人 如果想让猎物 掉进自己的陷阱 一定要先点些甜头 第二轮 焦羊依旧赢钱 第三轮 他还是赢钱 至此 焦羊已经赢了五千块了 随后 好戏开始了 第四轮开始 幸运女神 好像从焦羊背后 走到了兽猴身边 兽猴连杠带碰夹子 摸 一下赢了焦羊好几百 然后 三人轮番胡牌 唯独焦羊一场不赢 等焦羊回过神来时 他刚刚迎来的五千块 不仅一块钱都没留下 反而倒赔近两千块 焦羊开始着急了 他先是冲着手掌哈气 似乎是想要把晦气吹走 随后 他又求菩萨拜佛 可依旧不停地输 输着输着 他就红了眼 差不多可以了 听到我的话 焦羊非但没停手 反而红着眼睛说 我一定能赢回来的 我伸手直接将他的魂魄 从座位上拉了起来 当然 在其他三人眼中 我依旧在摸牌打牌 你不是想知道 自己为什么一直会输吗 过来 看子谢 我把焦羊带到一人旁边 让他看着这人的牌 只见这人在摸自己面前的牌时 一下拿了两张牌 等他打牌时 又把一张无关紧要的牌 放了回去 焦羊瞪大了眼睛 愤怒地喊道 他出窃 我解释道 这手法并不高明 但你打牌的时候 一直盯着自己的牌 所以他才有恃无恐 说完 我把焦羊拉到对面 这人做得更过分 他出牌的时候 一下出了两张 手收回来时 又顺手在桌面上 捡了一张自己想要的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如果不刻意去观察 很难被发现 他也作弊 焦羊整个人猛了 他应该已经想明白 自己为何会一直输 但这还不是全部 我又把他拉到兽猴的背后 你看桌子 焦羊低头一看 兽猴正在桌子下 给旁边的人打手势 随后一张二饼 递到他的手中 他掌心里藏着这张二饼 然后去摸牌 手往回收的时候 又翘无声息地 把这张牌放在桌面上 与此同时 把掌心中的牌 捏在手上 胡了 子 摸 一张麻将桌 四个人三个老千 很明显 他们是一伙的 目的就是赢光我的钱 我回头看了一眼焦羊 只见他的眼神 从最初的愤怒 变成了呆滞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他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显然无法接受 这样的答案 我对他说道 民间有一句话 叫做十读九书 你知道为什么吗 焦羊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但从他的眼神来看 显然他已经知道了答案 焦羊垂头丧气地说道 我好不甘心呀 随后 他变得咬牙切齿 我要拆穿他们 我点了点头 然后把焦羊的魂魄 放了回去 当兽猴再一次出千时 焦羊闪电般出手 抓住了他的手腕 焦羊愤怒地吼道 你竟敢出千 信不信我把你的手砍断 兽猴面色先是一变 但很快重新变得冷静 他用威胁的语气 对焦羊说 说我出千 你有证据吗 焦羊大吼道 我都抓住你了 看你怎么狡辩 焦羊的声音很大 即便卧室关着门 声音也传得出去 门外响起脚步声 显然有人正在往这走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兽猴 给其他两人打了一个眼色 然后两人直接动手 把焦羊压在桌子上 这个时候 门开了 外面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赌客 赌场管事的人 凶神恶煞地问道 你们打牌就打牌 闹什么事 知不知道 在这闹事的后果 焦羊还没开口 兽猴恶人先告状 这小子打牌出千 让我们三个抓了个正着 焦羊大吼道 明明是你们三个串通一气 赢我的钱 赌场管事的人 一把将焦羊拉了起来 三个人告你一个 你说 我听谁的 这里以后不欢迎你 赶紧滚 说完 他就拉着焦羊 把焦羊扔出了门外 把人扔出去的时候 他还不忘了 把焦羊手里的钱包 抢了过去 哐当一声 门关了 焦羊愣愣地望着大门 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 我看到他身上的煞气 越来越重 如果不加以阻止 他很快就会变成恶鬼 焦羊不停地嘟囔着 我要杀了他们 我要杀了他们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起杀心 你真要杀了他们 等你到了地府 要受很重的惩罚 焦羊眼中流出了泪 可是我不甘心呀 我被他们骗了好多年 我被他们骗得气离子散 被他们骗到 只能靠自杀躲债 我叹了口气 我问你 就算没有这三个人 你的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你错的 不是遇到他们 而是赌博这件事 如果你不赌 那现在的你 还在过着美满的生活 焦羊被我说得嚎啕大哭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他现在知道错了 却已经太晚了 因为人死不能复活 不过 我也不忍心 焦羊就这样带着怨气 前往阴间投胎 于是对他说道 我让你出一口气 再去阴间报道吧 我和焦羊一直等到天黑 等到赌场里的人都散掉 然后我们看到 兽猴三个 以及看赌场的人 一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看赌场的人 把焦羊的钱包打开 然后把里面的钱 分成四份 一人一份 你们三个 以后都机灵一点 每次出事 我都得给你们擦屁股 直到这个时候 焦羊才明白 看赌场的人 也是和兽猴一伙的 我从地上捡了一块砖头 交到焦羊的手中 去吧 别搞出人命来就行 焦羊感激地对我说 谢谢你 陈皇爷 就在焦羊走向四人的时候 我收起了自己的法术 正在点前的四人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手中的钞票 变成了给死人祭祀的皇旨 兽猴惊恐地喊道 见鬼了 真是见鬼了 就在这时 焦羊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们还认识我吗 这四人显然是认识焦羊的 他们大喊一声 鬼呀 然后拔腿就跑 可焦羊怎么会让他们跑掉 他追上去 一板砖一个 全部撩倒 四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等出完了气 焦羊回到了我的面前 他将板砖扔在地上 然后恭恭敬敬地 向我磕了三个头 陈皇爷 谢谢你让我小姐怨恨 请超度我吧 我点了点头 用陈皇令 打开了通往阴间的大门 走吧 下辈子做个好人 不要再赌了 焦羊走向大门 就在他即将踏入大门时 他忽然停了下来 还有什么事吗 焦羊扭头问我 陈皇爷是不是正在 找像我一样的怨鬼 我点了点头 焦羊继续说道 不久前 我在马家村 见到一个冤死的大哥 他怨气比我还重 我谢过焦羊后 把他超度了 关掉通往阴间的大门后 我先是给张峰烧纸传信 让他带同事过来 把这个赌场端掉 赌博骇人骇己 不知道让多少人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我这样做 也算是让正道的光照在大地上 随后 我直奔马家村 然后在距离村口不远的水泥路上 看到了一只正在游荡的怨鬼 这只鬼的年龄 比起焦羊稍微大了一些 应该就是 他口中的那只鬼 我静止走上前 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这只男鬼匍匐在地上 向我行大礼 小的见过城隍爷 求城隍爷给小的做主 小的冤啊 我把他拉了起来 询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又有什么冤雀 这只鬼回答道 回城隍爷的话 小的名叫马文武 是马家村的人 他指了指身前的水泥路 继续说道 两个月前 我骑着摩托车路过这里 看到一个老大爷倒在地上 老大爷摔得不轻 我就下车把他扶了起来 说到这 马文武眼睛一下红了起来 我才把老大爷扶起来 老大爷就说 是我撞倒了他 任凭我怎么解释 他都一口咬定 是我的错 后来我和村民 把他送进了医院 老大爷的儿子赶来 一定要我垫付医疗费 否则就不放我走 我没办法 只能先垫付 然后去村里 找路上的监控 需要能证明我的清白 可没想到 这个地方是监控的死角 根本就没把事情 经过拍下来 老大爷的儿子 一直指责我 还把我撞他父亲的事情 闹得满村都知道 他让我赔偿四十万 可我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 我明明是做了好事 却闹得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我一冲动 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跳河自杀了 看到马文武身上湿漉漉的 他应该没有撒谎 我问他 你的诉求是什么 马文武哭着求我 我只希望 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点了点头 沉默道 我可以帮你 但你要在完成心愿后 立即去阴间报道 马文武对我千恩万谢 我拿出承皇令 让他暂居其中 今日天太晚了 我等到天亮 让张峰过来一趟 处理阳间的事情 他的身份比较合适 张峰刚赶到 就兴奋地对我说 张贤 你昨晚给的情报太有用了 那赌场还牵扯着别的案子 原本是个悬案 现在终于有线索了 我让他冷静一下 然后把马文武的事情 说给他听 案子的事情 你先放一放 先帮马文武完成心愿 我必须赶在新年前复活 林小璐有麻烦的事情 我已经告诉了张峰 张峰知道我时间紧迫 立即说道 好 我们先忙这件事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 很快就查到很多信息 比如说 被马文武撞到的老大爷 名叫马田龙 是同村的人 而老大爷的儿子 也就是一直逼着 马文武赔钱的人 名叫马秋生 现在两人都在医院里 除此之外 张峰还联系上了交警队 对于这场事故 交警队曾经有过鉴定 事发现场并没有刹车的痕迹 而马文武的摩托车上 也没有发生碰撞的痕迹 不仅如此 当地派出所 也让法医对老大爷的伤势 做过鉴定 虽然无法证明 老大爷摔倒与马文武无关 但老大爷身上 没有直接的撞击伤 综合这些信息 我可以判断 马文武应该没有撒谎 他的确没有撞到老大爷 我和张峰赶到了医院 顺利见到了老大爷 和他的儿子 张峰问老大爷 您是马田龙吧 我是市局的张峰 想来问一下 关于您和马文武之间纠纷的事情 病床上的老大爷还没张嘴 一旁的儿子先开了口 张警官 我爹在这住院都一个多月了 你们得帮我 向马文武要治疗费啊 我家里穷 老爷子都快住不起院了 我瞥了一眼 马秋生手腕上 价值最少两万块的手表 立即判定他在说谎 张峰问道 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 马文武撞了你的父亲 马秋生大声地喊道 就是他撞的 难不成我家老爷子 还诬赖他不成 我问老爷子 你确定马文武撞到了你 老大爷的眼神有些闪躲 但仍旧一口咬定 就是他撞的 我接着说道 可根据马文武的交代 他是看到你摔倒在地 好心扶你起来 老大爷眼神依旧闪躲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更加正视他在撒谎 张峰趁热打铁道 老爷子 您想好了再说 污蔑他人 可是犯法的 我 我 我 就在这时 马秋生再次插话道 马文武 那是恶人先告状 他好心 我怎么就不信呢 如果不是他撞的 他为什么要服 马秋生这句话 着实把我给气到了 什么叫不是他撞的 他为什么要服 尊老爱幼 不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吗 如果人人见到摔倒的老人不敢服 那才是社会道德的退步 张峰还想要再说些什么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开口道 我们走吧 出了病房 张峰问我 咱就这么走了吗 如果老爷子不肯承认 自己是碰瓷 你怎么超度马文武 我回答道 你没看出来吗 这对父子铁了心的要额钱 我猜 就算马文武自杀了 他们也不会放过马文武的妻女 张峰恨的是咬牙切齿 怎么会有这么道德败坏的人 我说道 人心分善 呃 什么样的人都可能见到 不过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一次 就来让我当这个恶人吧 张峰眼睛一亮 急忙追问道 你想要怎么做 我笑着对他说 在城隍秘法中 有一种能够给活人托梦的法术 今晚就能派上用场 张峰恍然大悟 你是想吓一下老爷子 我故作高深地说道 如果心中无鬼 又怎么会被吓到呢 当天晚上 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医院 病房里老爷子正在呼呼大睡 我伸出手 点在他的额头上 随后发动了城隍秘法 只过了十秒钟 老爷子便进入了梦乡 而这个梦 是我特意给他搭建的 在梦里 我化身马文武 一步步走向躺在病床上的老爷子 我轻声呼唤他 马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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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爷一下惊醒过来 他环视四周 周围的景象还是病房 因此 在他的潜意识中 认为自己已经醒了过来 老大爷拍着自己的胸脯 显然被刚才的呼唤声吓到了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使劲喘息着 就在这个时候 我再次开口道 马田龙 我来找你了 老大爷睁大眼睛一看 有我变化的马文武 就站在他的面前 他大叫一声 连滚带爬地下了床 我盯着他 狠狠地说道 马田龙 你不是被我装得很严重吗 怎么都能自己下床了 老大爷恐惧地问道 马 马文武 你到底是人是鬼 我再次使用变化之术 让自己全身湿漉漉的 头发上还挂着水草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我都跳河自杀了 你说我是人还是鬼 我一步步地走向老大爷 把他逼到墙角上 我死了之后才明白 就算我以死证明 只要你还活着 只要你还在诬赖我 我就永远洗不清冤屈 我伸出指甲里 满是淤泥的双手 掐在了老大爷的脖子上 老大爷哆哆嗦嗦地问道 你 你要干什么 我用阴森的语气回答 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找你索命啊 老大爷又是一声惨叫 他拼命掰开我的双手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出了病房 我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 这里是我构建的梦境 梦中的环境 我能随意变化 老大爷跑了足足十分钟 跑到筋疲力尽 然后他震惊地发现 自己又跑回到病房里 老大爷是真的被吓坏了 如果这不是在梦境 而是在现实里 我估计他已经被吓出了心脏病 我再次走到他面前 老大爷跪倒在地上 不停地向我磕头 马文武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吧 我冷笑着问他 今天不是有警察来找你吗 你不是说 自己就是被我撞到的吗 我看你是一点都不知道错啊 老大爷哭得是一把鼻子一把泪 一开始的确是我诬赖你 但后来听说你自杀了 我就害怕了 想把真相说出来 可我儿子告诉我 这个时候 我把真相说出来 大家一定会骂死我的 还不如一口咬定 就是你撞的 这样还能从你家额点钱 这会儿听得我十分气愤 所以我决定 给他再来点教训 我用更加阴森恐怖的语气 对他说了 马天龙 你知不知道生前谗言诽谤 污蔑他人 死后要下拔蛇地狱的 我心念一动 拔蛇地狱的景象 出现在老爷子的面前 只见一个个阴魂 被绑在石柱上 他们的身前 都站着两只小鬼 这两只小鬼 一直扒开阴魂的嘴巴 另一只把手中的钳子伸进去 夹住阴魂的舌头 随后 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直接拿着钳子的小鬼 不停地往后退 在一阵阵惨叫声中 阴魂的舌头 被越拉越长 最后拉到三米的时候 只听啪的一声 舌头被活生生地拔断了 更加恐怖的是 被拔下来的舌头 由小鬼卷起来 重新塞进阴魂的嘴巴里 片刻之后 阴魂嘴巴里 重新长出了舌头 然后这阴魂的恐惧挣扎中 那把铁钳 再次伸进他的嘴里 拔蛇 长蛇 再拔蛇 这样的场景不停地重复着 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拔蛇地狱中 传出来的惨叫声 吓得老爷子 瘫倒在地 浑身颤抖 口吐白沫 我看情况差不多了 一挥手 消去了眼前的场景 我警告老爷子 马天龙 如果明天你再不说实话 我一定会亲手索你性命 带你去拔蛇地狱 说完 我消失在他的面前 现实中 我一开了点 在老爷子额头上的手指 转身走出了病房 在我走出房门的那一刻 一声惨叫 从病房里响起 第二天天亮 我联系张峰 让他再来医院一趟 见面之后 张峰问我 那老爷子肯交代了 我笑着对他说 肯定会交代的 张峰再次走进了病房 我在门外等着他 只过了十分钟 他就走了出来 张峰扬了扬手中的录音笔 老爷子交代了 他说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怕看病花钱 就想着讹点钱看病 所以才污蔑是马文武状的他 张峰顿了一下 表情发生了变化 老爷子虽然交代了 但他的儿子依旧嘴硬 咬定就是马文武撞的他父亲 要不是我警告他 我手中的录音可以当作证据 他还想跟我争执下去 我眉头皱了起来 马文武的死跟马秋生也脱不了干系 要不是他逼得紧 马文武恐怕也不会想不开自杀 老的教训完了 小的也不能放过 我把马文武从城隍岭里放了出来 问道 你想不想亲自报仇 马文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想 听到马文武斩钉截铁的话 我从路边拾了一块砖头 交给了马文武 别说 鬼用砖头 就像是学了隐身和进步的刺客 当真是防不胜防 昨日我去找老爷子的时候 马秋生并不在床边守着 说明到了晚上 他会离开医院 回家休息 我和马文武 守在马秋生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这是一条土路 很少有人会经过 等啊 等 直到天快黑了 我们才等到马秋生 马文武用力捏紧手中的砖块 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 他来了 我问马文武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马文武回答道 在他的膝盖上拍上一砖 但是不许打断他的腿 我点了点头 叮嘱道 我知道你恨极了他 但如果做得太过分 你到了阴间会因此受罚 那就得不偿失了 马文武郑重地回答道 我听成黄爷的 去吧 马文武捏手捏脚地走向马秋生 或许是他身上散发的煞气 被马秋生感觉到了 马秋生打了个冷战 不停地用手搓自己的胳膊 但他感觉到也没用 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马文武 马文武走到马秋生面前 蹲下身子 对着马秋生右腿膝盖 就是一板砖 哎呦 马秋生惨叫一声 倒在了地上 碰得是直打滚 马文武走回我的面前 成黄爷 我收着力了 没打断他的腿 不过一时半会儿 他也别想站起来了 干得不错 接下来就看我的吧 我摇身一变 从灵体变成实体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向马秋生 马秋生听到脚步声 赶紧向我打招呼 兄弟 扶我一把 我站不起来了 我走到他面前 伸出了自己的手 马秋生一手撑电 一手去抓我的手 可就在他快要抓到我时 我又把手收了回去 马秋生身体一晃 又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反问他 我为什么要帮你 马秋生有些恼怒地说道 我又不讹你 快帮我一把 我冷笑一声 你说不讹我就不讹我 这里又没有监控 万一我把你扶起来 回头你倒咬我一口 那怎么办 我可是听说了 你老爹就是这么干的 马秋生狡辩道 我老爹真的是被人撞的 兄弟 天好了 你赶紧扶我一把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服 现在是十二月 傍晚的风一吹 冻得马秋生只打哆嗦 他向我哀求道 兄弟 我发誓 绝不闻你 说着他三指冲天 对天发誓 我马秋生对天发誓 如果闻你 天打五雷轰 发完誓 马秋生见我依旧不为所动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两张红色的钞票 兄弟 你把我付回家 这两百块就给你 好不好 我不稀罕 马秋生恼怒地冲我喊道 你这人 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我在心中冷笑 这家伙把马文武逼死的时候 可没见他有同情心 于是我把他昨天说的那句话 还给了他 你又不是我撞的 我为什么要服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马秋生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马秋生整整动了一夜 我临走前试了一道法术 屏蔽了附近的手机信号 因此 他只能挨到白天 才会被人救下 我把马文武超度了 获得不少阴德 陈皇令背面记载的阴德数量 已经达到了七百 再超度四到五只怨鬼 我就能凑齐复活所用的阴德 不过我的运气 似乎是用完了 一连找了三天 我也没有发现一只新的怨鬼 好在第四天的时候 如新一给我打了电话 张贤 我们抓住了一只怨鬼 你过来超度一下吧 我立马赶了过去 然后见到了一个女孩 女孩大概只有十岁的模样 面容很是稚嫩 但长得非常漂亮 属于从小就是美人胚子的那种 只可惜红颜早逝 这么年轻就死了 小女孩身上的怨气非常重 比被诬赖自杀的马文武 都要重得多 我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似乎有点怕我 后退两步 双手捏着自己的衣巾 抿着嘴 不肯回答 如新一在一旁说道 你不要怕 这是我们安德的城隍言 你有什么怨恨和委屈 尽管告诉她 说不定她能帮你消减呢 小女孩怯怯地地问道 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 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说一说你的冤屈吧 小女孩的眼睛当即就红了 大颗大颗的眼泪 啪哒啪哒地往下流 我叫黄小雅 今年十岁 我被人给杀了 小女孩的声音让人心疼 我追问道 是谁杀了你 小女孩回答道 是钱堂堂 如新一听到这个名字 愣了一下 随后询问黄小雅 是不是那个十三岁的钱堂堂 黄小雅点了点头 我问卢新一 你好像知道些什么 卢新一把我拉到一旁 掏出了手机 她翻找到一篇新闻 放到我的面前 你自己看一看吧 我接过手机一看 心里都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新闻的标题是 这样写的 十三岁男孩杀害十岁女孩 并叫嚣道 反正我是未成年人 杀人不用偿命 我快速浏览了这篇新闻 原来就在两年前 十三岁的钱堂堂 在放学路上拦住了十岁的黄小雅 钱堂堂欲图谋不轨 黄小雅不肯 结果被钱堂堂砍了七刀 当场毙命 不仅如此 她还将黄小雅 抛尸在离自家 仅五分钟的小区绿化带中 更令人气愤的是 钱堂堂在杀害黄小雅后 并没有表现得惊慌失措 杀人后的她 甚至淡定自若地 与同学聊天嬉戏 就连家人也没有发现她的异常 被抓获后 钱堂堂一脸的淡然 看不出有任何的情绪变化 后来记者采访她的时候 她还叫嚣道 反正我未满14岁 杀人不用偿命 现实让人心寒 因为钱堂堂未满14周岁 根据刑法中的规定 她未打法定刑事年龄 不追究刑事责任 只能将她送进管教所 收养三年 等我看完新闻 卢欣一叹了口气 这个案子在当时影响很大 几乎是人尽皆知 一年前 刑法做出了修订 将重大刑事案件罪犯受罚的年龄 降低到了12岁 但我们国家的法律 向来是法不速既往 因此 钱堂堂仍旧不会受到刑事责罚 我把手机吸屏 还给了卢欣一 我再次走到黄小雅面前 开口道 你的冤屈我已经了解了 你想要做什么 跟我说一说吧 黄小雅面带愤怒 眼睛里满是仇恨 她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只想要钱堂堂死 我沉默了 钱堂堂的所作所为 的确是该千刀万剐 但杨坚自有杨坚的规则 一切罪恶 要按照国家的法律进行判罚 我虽然是城隍 而且黄小雅如果真的杀了钱堂堂 她去网阴间后 会受到地府的惩罚 这也是我不想看到的 我把这个道理 讲给了黄小雅 小雅 我可以帮你教训钱堂堂 但你想杀了她 我是没办法答应的 黄小雅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的袖子垂落 这时我发现 她裸露的小臂上 有大片的焦黑 这似乎是某种因素留下的伤 我问黄小雅 你的胳膊是怎么回事 黄小雅抹了抹泪 回答道 我死后 一直想要报复钱堂堂 但钱堂堂身上有 某种厉害的护身法器 我每次靠近她 都会被伤到 卢新一开了口 钱堂堂现在在管教所 法器应该是她父母 找高人买来的 我冷笑一声 看来钱堂堂的父母 也知道自己儿子做了亏心事 害怕半夜鬼敲门 我柔声对黄小雅说 我帮你好好的教训她 你乖乖地去阴间报到 好不好 黄小雅犹豫了片刻 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于是我带着她 来到了管教所 管教所里收容的 都是像钱堂堂 这样的问题青少年 虽然他们在这里生活 像是在做监狱 但是和他们犯下的罪过相比 惩罚还是太小了 黄小雅指着一个 面向增悟的少年 恶狠狠地说道 他就是钱堂堂 说着黄小雅 便向着钱堂堂扑了过去 他双手长出尖锐的指甲 明显已经快要变成恶鬼了 然而就在黄小雅 即将抓住钱堂堂的时候 钱堂堂的身上 忽然闪耀出一阵微光 然后黄小雅就被弹飞出去 我看得真切 钱堂堂的手上 缠着一根红绳 红绳上绑着一枚古钱币 这枚钱币是辟邪的法器 能够让普通的恶鬼 无法近身 或许是古钱币震动了一下 被钱堂堂察觉到 他虽然看不见黄小雅 但依旧对着四周 做了一个鬼脸 然后竖起了自己的中指 这分明就是挑戏 黄小雅气急了 又一次扑了上去 然后毫无意外地 又被弹了回来 我看到他身上的衣服 被法器打得焦黑 想来他双臂上的伤 就也是这么造成的 就在黄小雅 准备第三次扑上去的时候 我走到他身旁 用手摁住了他的肩膀 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碰不到他的 黄小雅再次落泪 我安慰到 我不是答应 要帮你报仇了吗 别心急 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的 黄小雅用力地点了点头 用充满感激的语气对我说 谢谢你 成皇爷 我看向钱堂堂 和他一样 竖起了自己的中指 对付这种小恶魔 就得用恶魔的手段 恶魔的手段是什么 四天前 一个叫马田龙的老大爷 亲自体会过 我和黄小雅等到深夜 然后来到了钱堂堂的床前 钱堂堂四仰八合地 躺在床上 呼呼大睡 我伸出自己的手 点在他的额头上 绑在他手腕上的法 其实很不错 但想对付成皇 那还是太意想天开了 我动用成皇秘法 给钱堂堂构建了一个梦境 不过与对付马田龙不同 我没有在梦中 幻化成黄小雅的模样 而是把黄小雅 直接拉进了梦境 虽然这里是梦境 就算黄小雅 把钱堂堂撕成碎片 也不能伤害他的身体半分 但只要钱堂堂足够害怕 就会受到精神伤害 这也算是给黄小雅出气了 钱堂堂在梦境中醒来 睁眼就看到了黄小雅 我本以为他会吓一跳 没想到他却是哈哈大笑 黄小雅愤怒地质问 你笑什么 钱堂堂用张狂的语气回答道 我知道你变成鬼后 一直想要杀我 可惜啊 我父亲给我求了一件法器 你根本就碰不到我 我知道这是梦境 所以你怎么弄 又不是真的能够伤到我 等我醒过来 就结束了 黄小雅愤怒地扑了上去 一次次把钱堂堂撕成碎片 钱堂堂虽然能够感觉到痛 但他始终在笑 哈哈 你是没有吃饭吗 再大点力气啊 黄小雅 你可真是不知好歹 当初你要是答应我 我也不会杀了你 说不定咱俩现在还是恩爱的情侣呢 黄小雅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年 但我仍然觉得你长得很漂亮 要不我们把当初没有做的事情 做一遍吧 钱堂堂故意挑衅黄小雅 几乎要把黄小雅给逼疯了 我看到黄小雅身上的煞气越来越重 他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头 大声地嘶吼着 我见黄小雅状态不对 急忙散去了梦境 黄小雅从梦境里出来后 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一头钻进钱堂堂摄友的身体里 随后这名摄友从床上站了起来 他被黄小雅附身了 钱堂堂也从梦境中苏醒 他睁眼看到自己的摄友 正一步步走向自己 脸上露出慌乱的表情 你要做什么 摄友被黄小雅控制着 抓起宿舍里的椅子 用力地砸向钱堂堂 钱堂堂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 他手上的骨壁 被椅子给砸得脱落下来 掉在地上 黄小雅见到机会 从摄友的身体里钻出 又一次扑向钱堂堂 这个时候 我是能够阻止的 但一想起钱堂堂 刚刚在梦境中的狂妄之语 我的良心拉着我站在原地 几声惨叫后 钱堂堂死了 黄小雅愣愣地站在原地 身体一动不动 像是一个石雕 我叹了口气 对于黄小雅说道 你亲自报了仇 该散去一身怨念 去阴间报到了 说着 我使用承皇令 准备超度黄小雅 然而黄小雅并不接受我的超度 他缓缓地转过头来 我看到 他眼睛血红 身上散发出的杀气 更加浓烈 我心一沉 暗道一声坏了 黄小雅杀了人 彻底变成了丧失理智的恶鬼 他的手上 长出锋利的指甲 然后向着刚刚被他附身 此刻 正在昏迷中的摄友走去 小雅 快住手 我立即挡在黄小雅的面前 黄小雅杀了钱堂堂 算是复仇 但要杀钱堂堂的摄友 就属于滥杀无辜了 然而黄小雅根本就听不进我的话 他张牙舞爪地扑向我 锋利的指甲 直直地刺向我的喉咙 我叹了口气 他这是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啊 现在这个情况 我只能强行把他超度了 代价就是 我无法获得一点应得 就在我准备出手的时候 一道恐怖的气息 从宿舍外传来 然后 一道锁链缠在黄小雅的脖子上 随后锁链收缩 黄小雅的身形从窗户消失 我急忙追了上去 然后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人穿着官服 身上散发着浓烈的煞气 分明是我之前见过的那名鬼卜 上一次见面 是我为林小璐打造火金剑的时候 从地府召唤了一名消防英雄 消防英雄为了救人 触犯了地府的律法 鬼卜要拿他归案 为此我们还发生了冲突 最后 要不是老城皇郭怀帮忙 说不定我们就打起来了 鬼卜也见到了我 他开口道 黄小雅杀人 触犯地府律法 我要捉他回去 我嘴唇动了动 却不知道想要说些什么 鬼卜用嘲讽的语气问我 又打算给鬼求情吗 求情的话我说不出口 倒不是碍于面子 而是黄小雅确确实实杀了人 与上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鬼卜手腕一动 被他用锁链绑起来的黄小雅 静止飞进了通往阴间的大门 鬼卜走到我的面前 冷声道 黄小雅本是可怜之人 到了地府 会被优待 转世轮回 也能投一个好人家 但这一切都被你给毁了 我眉头皱起 心中生出一丝愤怒 我质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鬼卜反问我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钱堂堂原本有法器护身 黄小雅无法伤他一根毫毛 是你给了他希望 然后希望成了绝望 他才会变成厉鬼 改变了原本美好的命运 他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同为成皇 你比起郭怀 差了不止一点半点 心中怒火 我已压制不住 黄小雅十岁惨死 有仇不能报 这就是你所谓的美好命运吗 鬼卜辩解道 阳间有阳间的律法 阴间有阴间的规矩 阴阳有序 相互补足 黄小雅的却是在阳间 度过了短暂又悲惨的一生 但正是因为这样 他在下一世 会过上衣食无忧 无病无痛的生活 这是上天给他的弥补 鬼卜的话 似乎很有道理 但我心中依旧难受 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吧 投胎之前 是不是要喝下孟婆汤 忘记前世的一切 没错 那转世的黄小雅 还是黄小雅吗 鬼卜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 魂魄未改 自然还是 我咬牙变捡 可没了身为黄小雅的记忆 他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人 如何定义一个人 是魂魄吗 不 是他一生的经历与记忆 失去了这些 他就不再是他 而是一个新的人 诚然 黄小雅转世后 能过上美好富足的生活 但那是转世后的他 与这一世的黄小雅 没有任何关系 在喝下孟婆汤的时候 黄小雅就已经消失了 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与无法报仇血恨的遗憾消失了 我一口气 把自己想说的话 全部都说出了口 我看到鬼不脸上的表情变了几下 但最终 重新变回冷酷的模样 他用冰冷的语气对我说 或许你说的有些道理 但阴阳两界的规矩就是这样的 纵有不甘 又能如何 不过有一点你说的没错 黄小雅杀了钱堂堂 快以恩仇 那他犯下的罪过 就要由他来承担 至于喝下孟婆汤 成为其他人后 又会怎样 的确是和黄小雅这个名字无关了 说完这句话 鬼不转身离开了 身形消失在通往阴间大门中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回到钱堂堂的宿舍 钱堂堂已经死透了 他的阴魂从身体中钻了出来 此刻正一脸的迷茫 似乎还未能 接受自己已经死掉的事实 我看着他丑陋的模样 着实心烦 伸手将他抓来 扔进了阴间 可谓眼不见心不凡 然而 更让我心烦的事情还在后面 在我给张风烧纸 告诉他这里发生命案后 我忽然发现 城隍令背面的数字 发生了变化 原本已经接近七百的阴德 此刻掉到了五百 我心一沉 莫非是黄小雅的所作所为 让我丢失了阴德 如果按照英国一说 钱堂堂的死 我最少要负一半责任 这阴德 我扣得也不算冤 回到城隍庙 我是越想越郁闷 打电话 把忙完的张风卢新一 喊来一起喝酒 狗爷也参与了进来 我一边喝着闷酒 一边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讲了出来 听完之后 大家都是一阵叹息 张风喝得有点多了 他打着酒格 对我们说道 你们都知道 我是个警察 我比你们任何一人 接触的罪犯都多 有些罪犯 真的是丧心病狂 那些受害者 一个比一个惨 一个比一个可怜 尤其是在以前 科技手段不发达的时候 很多犯罪侦破困难非常大 有些案子 甚至是用了十年 二十年 甚至是三十年的时间 才破获 当这些罪犯 被绳之以法的时候 我经常在想 那些受害者 如果有在天之灵 能不能安息 能不能感到欣慰 我一直得不到答案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叫正义 永远不会缺席 可很多时候 迟到的正义 还叫正义吗 说完 张峰把杯中的酒 一饮而尽 听着她的话 我陷入沉默 我再一次想到了黄小雅 如果不是我的参与 或许她在阴间 会得到一些补偿 这些补偿 也可以称得上是正义 或者说是张峰 口中迟到的正义 但这种正义 真的能抚平 黄小雅心中的伤痕吗 这个问题太过于哲学 我心中没有答案 我也将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我很想大醉一场 可惜我现在是鬼 醉不了 狗爷开了口 张贤 你被扣了接近两百英德 时间可不多了呀 我用力点了点头 距离除夕夜 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想要获得五百英德 着实有些困难 这可怎么办事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说话的 卢心一开了口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放下酒杯 看向卢心一 卢哥 你有什么办法 卢心一挠了挠自己的头 表情有些怪异 我这个想法 可能有些异想天开 要不是喝了点酒 我还真想不到 张峰催促道 卢老师 你就别卖关子了 到底什么办法 卢心一解释道 我在想 我们能不能找人帮忙 我追问道 找谁 急煞汤 卢心一的回答 着实把我给听问了 张峰伸手 在卢心一眼前晃了晃 打趣道 卢老师 你喝多了吧 急煞汤可是我们的敌人 不是朋友 唯独狗爷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狗爷开了口 别插嘴 让卢心一把话说完 卢心一继续道 你们好好想一想 之前急煞汤的黎先生 为什么要告诉张贤 林小璐会在除夕夜 遇到危险 张峰回答道 咱们不是做过推测了吗 肯定是急煞汤有阴谋 不想被林小璐给破坏了 卢心一点了点头 那这件事的前提是什么 听到这 我已经猜到 卢心一想要说什么了 张峰挠了挠头 傻乎乎地问道 前提是什么 我替卢心一说出了答案 前提是 我能赶到龙脉东风印 能够顺利见到小鹿 张峰继续挠头 我知道 可这跟找急煞汤帮忙 有什么关系吗 卢心一说道 你想想 急煞汤并不知道 张贤现在离不开安德 可如果他们知道了呢 张峰恍然大悟 如果知道 急煞汤的人肯定会着急 因为他们的计划 出现了披露 我点了点头 说的没错 所以 急煞汤想要我出现在龙脉东风印 就必须得 帮我积累应得 张峰兴奋了喊道 卢老师 你真他 娘的是个天才 卢心一道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麻烦 我们怎么才能联系上急煞汤 这的确是个问题 自从上次急煞汤 把体内有不思九的马黄抢走后 急煞汤好像人间蒸发一样 再无踪迹 狗爷对我说道 张贤 当你自己搞不定的时候 就该发动你的人脉了 去找人帮忙吧 我说了声好 然后走到固化前 拿起话筒 拨出一个号码 话筒里嘟嘟响了几声后 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 哪位 黑爷 是我 张贤 没错 我打给了金门的黑爷 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黑爷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我傻了半天 这是什么情况 于是我又打了过去 黑爷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借个骗子 再打骚扰电话 信不信我报警 我哭笑不得 急忙到 黑爷 真是我 话筒那边沉默了三秒钟 你再说句话 听着耳熟啊 黑爷 真的是我 黑爷的声音激动起来 还真是小张贤的声音 你不是魂飞魄散了吗 怎么会 说来话长 黑爷 你有空吗 我有点事情 要麻烦你 有空有空 你人在哪 我去找你 第二天中午 黑爷就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他看到我后 上下打量 疑惑地问道 小张贤 你有点怪啊 明明是阴魂 却和普通的阴魂不一样 怪灾 怪灾 我解释道 我现在是安德的城隍 黑爷恍然大悟 这是当官了呀 黑爷我还是第一次见城隍脸 我请黑爷进了庙 黑爷东瞧瞧膝看看 然后问我 小张贤 你这庙 有点破呀 墙上都有裂缝了 站在我身旁的张峰 老脸一红 这些裂缝 还是他第一次召唤阴雷石炸的 至今还没修好 我赶紧转移话题 黑爷 咱先聊正事 好嘞 聊呗 我请黑爷坐下 找了瓶矿泉水给他 黑爷 这里不比茶馆 除了供品 就剩矿泉水了 您别怪罪 黑爷摆手 甭客气 咱又不是第一天认识 甭讲究 我把从自己 苏醒到现在的事情 简单地说给了黑爷听 黑爷听后 嘖嘖称奇 你小子 年纪不大 精力倒是比我们这些老人家 还丰富 他摸了摸下巴 这个急煞堂 听起来有点意思 这些家伙肯定在谋划着什么 而且所求之事 不一定比黑鸭小 我对黑爷说道 黑爷 我请您来 就是让您帮忙算上一挂 看看能不能透过天机 看清这急煞堂的来历 能不能找到 那个叫黎先生的人 黑爷回答道 忙我肯定会帮的 但小张贤 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 跟敌人合作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否则将会是鱼虎谋皮 害了自己 我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 黑爷开始补挂 只见一手持特制的铁片 另一手不停地掐算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手指掐算的速度越来越快 眉头越皱越深 我不是第一次见黑爷补挂 在算命节来说 黑爷和新爷 算是两座泰山北斗 黑爷每一次补挂 速度都很快 但这一次 他已经足足算了五分钟了 我看到黑爷闭上了眼睛 随后他额头冒出细腻的汗珠 这些小汗珠 在往下流的时候 汇聚在一起 变成大颗的汗珠 一直流到黑爷的下巴 然后坠落到地面 十分钟后 黑爷掐算的手 终于是停了下来 他把另一只手中的铁片 往地上一扔 只听叮当几声响 铁片稳稳落地 黑爷睁开眼 用袖子擦掉脸上的汗水 我赶紧再取一瓶矿 泉水递了上去 黑爷 您喝水 黑爷接过水瓶 咕嘟咕嘟喝了个见底 然后他长叹一口气 真是累死我了 我问道 算出来了吗 黑爷的回答 让我很失意外 算出来了 也没算出来 见我一头雾水 黑爷解释道 先说集煞堂吧 这个组织的历史的确不长 才往前推了两年 就什么都算不到了 应该是龙麦西风印爆发后 才建立的 他顿了一下 继续道 再说说黎先生 这个人可真是有意思 我先是算了近百年的历史 竟然一点蛛丝马迹都算不出来 然后我就往前算 不停地算 你猜最后 我在什么时间点 找到他的命格 黑爷直接说出了答案 两千年前 两 两千年前 张峰表情夸张地问道 那是什么朝代 两千年前的时代 狗爷可真是太熟悉了 他解答道 东汉 黑爷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东汉 我人都傻了 黑鸭的刘飞 是宋朝人 也就是一千年前的人物 这黎先生竟然更离谱 两千年前 不过 我立马就发现了问题 人不可能活两千年的 这黎先生 难不成是鬼 黑爷直言道 是不是鬼不清楚 但肯定不是人 他压低声音 我猜测 他应该是从龙脉封印下 跑出来的千年老鬼 我心中咯噔一下 如果黑爷的猜测是真的 那一切都能解释通了 身为上古恶鬼 黎先生肯定是想要打开 龙脉封印 将封印下的同伴 全部释放出来 否则他单枪匹马 就算实力再强 早晚也会被捉住打死 至于让鹰人统治世界 纯粹就是他组建势力 培育手下的借口 黑爷继续道 你不是说 自己看不明白 黎先生的手段吗 我猜他的能力 是将自己的三魂七魄分散 然后分别钻进 活人的身体 与活人的魂魄进行替换 从而控制他人 我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当初刘飞 就将自己的魂魄分散开来 黎先生同为千年老鬼 自然也有可能做到 卢星一插口道 这个好验证 我让同事再去检查一下 那些曾经被控制的人 半个小时后 卢星一的手机响了 他挂掉电话后 凝声道 黑爷猜得没错 那些曾经被控制的人 体内要么少了一魂 要么少了一魄 这个结果 基本验证了黑爷的猜测 黑爷重复之前叮嘱 小张贤 跟这个黎先生打交道 一定要小心啊 我对黑爷说 黑爷 你能算到黎先生在哪吗 黑爷回答道 算到了 有地图吗 张峰从手机中调出地图 黑爷伸手一指 在这 看到黑爷指的地方 我着实愣了一下 这里是 公墓 黑爷解释道 有什么好意外的 既然它是鬼 自然喜欢因杀气中的地方 张峰开了口 我陪你去 卢星一也道 还有我 我拒绝了 不用 人多了 他不一定会出现 再说他现在有求于我 不会趁机下手的 入夜 我独自一人 来到了安德市的公墓 夜间公墓是不开放的 但紧闭的大门 锁不住身为鬼的我 我直接穿墙而入 墓地煞气并不算太重 绝大多数的阴魂 早就去阴间报到了 因为执念 怨念留下来的 毕竟是少数 否则阳间早就天下大乱了 或许是感应到了 我的城隍气息 原本气息在公墓里的 诡异六烟地跑掉了 我也没去抓 这些鬼怨念不深 就算全部超度 能够得到的应得 也是三瓜两枣 我静止走到公墓的最中央 然后大声喊道 李先生 客人来了 你这个主人家 不出来迎客吗 墓地里静悄悄的 连风声都没有 格外的寂静 喊完之后 我一连等了三分钟 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李先生不在这 我并不这么认为 黑爷既然算到他在这 那他必然在这 我再次喊道 李先生 出来吧 我知道你在这 不用紧张 我是一个人来的 是来和你做笔交易的 呼 一阵阴风吹过 我顺着风吹来的方向看去 远处黑暗处 走出一个身影 我眯起眼睛 借着星光 看清楚了来者的模样 是公墓里的保安 当然 身体是保安的 灵魂 却已经被李先生所占据 保安走到距离我两米时 停下了脚步 他盯着我 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平静地回答 这不重要 保安 欧巴 是李先生 他继续问我 你找我合适 我找了个台阶 一屁股坐下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来找你谈一笔交易 什么交易 是这样的 我需要找一些怨恨很大的鬼 进行超度 换取应得 我自己找实在是太慢了 思来想去 找你帮忙最合适不过了 毕竟你们急煞堂 整天做坏事 肯定搞出不少怨魂来 李先生笑了 带着一丝嘲笑之意 你在逗我吗 我凭什么要帮你 我耸了耸肩膀 回答道 很简单 你不帮我 我就离不开安德 就没法赶到林小璐的身边 李先生似乎是被我逗笑了 你能不能赶到林小璐身边 跟我有关系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 故意拉长阴调问道 没 关系吗 我直截了当地拆穿他 我已经清楚你的身份了 你是从龙脉西封印 逃出来上古恶鬼 你活着的时候 大概是东汉时期 我说的对不对 我看到李先生的眼神 变了一下 这是本能的情绪变化 很难作假 因此 我肯定是说对了 我继续道 你的目的不难猜 就是想打破龙脉封印 把你的同伴都释放出来 如今东南西北四个龙脉封印 当属东封印最容易打破 所以你才想和封印里的上古恶鬼们 理应外合 搞些事情 可你怕林小璐坏了你的好事 毕竟林小璐西 不仅吸收了三伤五月的精华灵气 还得到了我的一对阴阳眼 如今实力究竟有多强 你心中没底 你怕林小璐不顾一切地阻止你们 所以你才想 让我感到他身边 这样林小璐心中有了希望 便会投鼠忌气 从而不愿拼命 然后正中你们下怀 林先生 我说的对不对 林先生脸上的表情一变再变 最后他鼓起了掌 你很聪明 全猜对了 可猜到有什么用 林小璐有难 你真的忍心不去帮他吗 当然不忍心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但你有一事不知 如果我凑不齐阴德 就无法离开安德 如何去找林小璐 林先生愣了一下 还有这样的事 当然 不信的话 你随我来 我把林先生带到安德边界 再往前 就是记省了 我伸出自己的手 然后被一道无形的墙壁 挡住了 看到了吗 没骗你吧 林先生盯着我的手 开口道 如果你是在演戏 确实太过逼真了 我知道他这是信了 收回了自己的手 所以 你要帮我吗 林先生没有立即答应 或者拒绝 而是这样说道 你刚刚不是说 来找我谈一笔交易吗 既然是交易 自然要对双方都有利 我可以帮你找怨鬼 但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我愣了一下 交易说 我只是随口一谈 没想到 黎先生还当真了 哦 那我改个口 不做交易了 单纯请你帮个忙 这下轮到 黎先生愣住了 你堂堂成皇 如此出而反而 我笑着说道 天鹏元帅 还厚着脸皮 调戏嫦娥呢 黎先生 哑口无言 过了片刻 他才重新开口感叹道 你倒是会耍赖 他顿了一下 再次开口 我答应了 三日后 会有怨鬼去你的城隍庙 说完 他脸上的表情 忽然发生了变化 眼中近视迷茫 奇怪 我怎么跑这来了 我知道 这是黎先生 离开了保安大爷的身体 得到黎先生的承诺 我也离开了公墓 三天后 午夜 原本正在歇息的狗爷 忽然睁开了眼睛 张贤 有什么东西来了 煞气很重 我也感应到了 于是走出城隍庙 然后远远地看到 十几只鬼 正在向着城隍庙走来 我开口道 这个黎先生 倒是挺讲信用的 狗爷道 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不得不讲信用 三分钟后 十几只鬼来到了我的面前 这些鬼一个个怨气十足 但眼神呆滞 似乎是被控制了 我施展法术 将这些鬼一点醒 这些怨鬼惊醒过来 见了我 有的当即跪拜大呼城隍言 有的则是扭头就跑 送到嘴边的烤鸭 我怎么肯耐让他飞了 当即给抓了回来 我对面前的怨鬼说道 你们既然已经到了城隍庙 就别想着能逃走 现在你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说出自己的怨念 我尽量帮你们消减 第二 被我强行超度 你们自己选吧 这些怨鬼面面相去 最终都选择了第一条 这些怨鬼的怨念各不相同 有的是因为感情 有的是因为钱财 也不知道黎先生帮我搜集怨鬼时 有没有精心挑选过 这些怨鬼超度的难度 都不算太大 小姐十几只怨鬼的怨念 就算一只鬼用三天 也得忙活一个多月 接下来的日子 我是忙得一刻也不停 45天后 最后一只怨鬼 被我送去了阴间 此刻 城隍令背面记录的阴德数量 已经达到了1200 我不仅凑齐了 复活所用的阴德数量 还有200的赋予 黑夜已经回去了 我把其他人都喊到茶馆 准备复活仪式 复活仪式绝不能被人打扰 为了保证仪式顺利进行 卢星一从附近的城市 接掉了不少13局的高手 为我保驾护航 除此之外 张峰与狗爷对我贴身保护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候了 我把复活所用的东西 都准备了出来 其中包括补天使 白玉莲和城隍令 张峰激动地问我 张贤 准备好了吗 我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着手复活仪式 复活仪式其实并不难 首先 我要将补天使 炼化成自己的模样 我将自己的煞气 注入到补天使中 很快 我便有了一种玄妙的感觉 眼前的补天使 明明坚硬如铁 但在我的感觉里 他像急了小孩子玩的橡皮泥 只要我愿意 可以捏成任何模样 理论上讲 我现在可以任何塑造自己的模样 想变吴彦祖 就变吴彦祖 想变刘德华 就变刘德华 但我并没有这样做 如果改变了身体的模样 魂魄就有可能匹配得不那么完美 我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接下来一个小时 我像是在玩捏脸游戏 将补天使 慢慢捏成自己的模样 捏完之后 就是复活仪式的第二步了 我拿来白玉莲 将莲花放在我新身体的胸口上 再然后 我的魂魄钻入白玉莲 白玉莲中的世界很是神奇 四周皆是一片混沌 没有上下左右的概念 也分不清东西南北 在这里 我有一种恍如出生的感觉 这种感觉 让人安心且着迷 我甚至萌生出一种沉沦其中 与天地归为一体的冲动 但我很快用理智 压制住了这股冲动 然后换出了城皇令 城皇令散发微光 有奇妙的力量涌出 是阴德 城皇令上记载的阴德数量 从1200减少到200 1000阴德注入白玉莲 我只觉自己全身暖洋洋的 仿佛在泡温泉 很快 我丧失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 我重新恢复了意识 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 像是没有星辰的夜空 虽然我看不见东西 但我能听到声音 一道非常大的跳动声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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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马反应过来 变得无比激动 这是心脏跳动的声音 也是我听到过的 最为天类美妙的声音 我努力地睁开眼睛 漆黑的夜里 裂开了两条缝隙 耀眼的光芒 将黑暗照亮 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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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是张峰 卢星一 以及王牧在呼唤我 我使劲眨了眨眼睛 终于是看清了他们 张峰开心地喊道 你活了 王牧笑着说 行医这么多年 你是我见过的 第一个死而复生的人 姑姑给我找来了 我以前的旧衣服 依旧非常合身 穿好衣服后 我双脚落地 站了起来 王牧问我 用补天石炼制的身体 和原本的身体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感受了一下 回答道 好像没什么区别 张峰疑惑地问道 怎么能没区别呢 传说中 孙大圣也是从补天石中 蹦出来的 他的身体 可是连太上老君的 炼丹炉都烧不坏 我忽然想起 网上一个段子 笑着回答 你知道炼丹炉 为什么对孙大圣 没笑过吗 那是因为 古代的丹炉 多是烧炭 最高只能达到1200度 孙大圣是石猴 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熔点1600度 当然烧不动 听了我的笑话 张峰打了个冷战 你这笑话 比外面的空气都冷 我翻了个白眼 反击道 明明是你没有幽默细胞 狗爷开了口 张贤 我觉得张峰说的话有道理 毕竟是补天石炼制的身体 肯定有过人之处 我挥了挥拳 蹬了蹬腿 重新感受了一下 依旧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同 让我来试试 王牧打开自己的药盒 掏出一根银针 把胳膊伸出来 我伸出胳膊 本以为王牧轻轻刺一下的 没想到他使出了吃奶的劲 用力一扎 啪 一声脆响 银针断了 王牧愣了一下 惊讶道 我这根银针 是用特殊合金制作的 怎么这么容易就断了 他再次打开衣盒 掏出了一把柳叶刀 让我切一刀看看 我嘴角抽搐 但仍旧是同意了 王牧也是真的不客气 真就拿柳叶刀 在我手臂上划 柳叶刀是做手术用的 非常锋利 可刀锋在我手臂上划了好几次 连印都没留下 王牧惊叹道 你这皮肤的韧性 也太惊人了 我捏了捏自己的皮肤 明明很软啊 王牧思考了一会儿 说道 要不再试试别的手段 张峰自告奋勇 用阴雷试试 说着 他就召唤出了阴雷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张峰已经能够很熟练地控制阴雷了 此刻他伸出一根手指 雷光在指尖跳动 他问我 张贤 你看这威力行吗 我瞥了一眼 吐槽道 你跟我没仇吧 这威力 就是块水泥砖 也能钻出个小孔了 张峰黑黑一笑 稍稍收了点力 这样呢 行 来吧 张峰用手指戳了我一下 我能感觉到 手臂有一点点酥麻 但没有任何痛感 等张峰收回自己的手 我的手臂毫发无损 张峰震惊道 这也太牛逼了吧 这下 连我也被震撼了 接下来的测试 我不用别人了 自己打开通往阴间的大门 召唤出了寒风 浴火 银雷 但这些力量 都很难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 王牧对我说 你的身体强度 应该很接近林素素了 这话让我吃惊 大姐的身体 可是千年僵尸 而且已经修炼到汗拔境界 我的心肉身 竟然能与她的身体媲美 震惊过后 我又高兴了起来 得到这样的肉身 我的实力将会大大提升 无论是帮助林小璐 还是去找失踪许久的师父 都能用得上 卢星一则是感叹道 幸好张贤阻止了刘飞复活 否则普天之下 真没人能打得过她了 我迫不及待地说道 我现在要去安德的边界 看看能不能走出去 卢星一掏出车钥匙 我开车送你 我说了声好 重新有了肉身后 我就不能和鬼一样 飞行了 卢星一拉着我 来到了安德与济省的交界处 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然后惊喜地发现 我的手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我深吸一口气 向前迈出一步 脚掌落地 过去了 复活之后的我 已经不再受地狱的限制 可以离开安德了 我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要赶往威海位 赶到林小璐的身边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要做一些准备 距离除夕夜 还有十二天 既然知道东风印 会出现大的混乱 那我怎能空着手去 我回到茶馆 钻进地下室 把有可能用得上的鹰雾 都找了出来 带在身上 对战鬼怪 鹰雾的效果 或许没各种法器好 但在某些方面 鹰雾可以做到 出其不意的效果 除了鹰雾 我还带上了卢星衣 毕竟十三局的人 在风印外围驻扎 带着卢星衣 更容易沟通 两天后 一切都准备妥当的我 准备出发了 出发前 王牧给了我一个 黑色的小盒子 拿着它 说不定能用上 我把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颗 黑色的小药丸 药丸没有任何气味 大小有点像 很多人小时候 吃过的麦粒素 我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 王牧解释道 这是我用那半只 马黄研究出来的 不死丸 不死丸 这个名字 听着就很霸气 一旁的张峰 好奇地问道 吃了它 会变成不死身吗 王牧回答道 当然不会 你以为我在 练长生不老丹呢 他顿了一下 解释道 我在那半只马黄里 提取到一些残留的不死酒 其中三分之一 我留下继续研究 剩下的三分之二 我炼成了这颗不死丸 吃下不死丸后 你的身体 会进入一种 惊人的恢复状态 之前 你身怀炎地血脉 应该能理解 我点了点头 之前有阴阳眼时 我右眼的能力 就是快速恢复 王牧继续道 这不死丸的效果 比炎地血脉还要霸道 就算你断了胳膊 也能再短时间尝出来 不过药效无法持久 只有三分钟 也就是说 在服药的三分钟里 你几乎是不死的状态 我点了点头 我听明白了 这药就是在危急关头 给我开挂用的 你这形容没毛病 我把不死丸收了起来 正准备与大家告辞 如新一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接了电话 挂断后 对我说道 一会儿有十三局的人来送信 我疑惑道 给我答 对 二十分钟后 有人敲响了茶馆的门 很快 我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上有两个张印 一个是十三局的标志 另一个我从未见过 如新一看了一眼 疑惑道 这是关押英人监狱的张印 监狱里怎么会有人给你写信 我把信封中的信纸抽了出来 信上的内容非常简短 千万不要打碎实相 新爷 信中落款 是新爷 我没有咒起 黑鸭落败后 新爷就被十三局送进了监狱 按说我死后 他已经无法看到我的命运走向 怎么会知道我复活了 还有 他留给我的话 是什么意思 实相 什么实相 狗爷看了一眼信上的内容 开口道 这个新爷似乎猜到 要去龙脉东风印 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 给你来了这封信 总之你遇到实相 一定要小心 我记住了狗爷的叮嘱 然后和卢新一一同离开茶馆 赶往威海卫 赶到威海卫后 我们直奔龙脉东风印 所在的城山头 城山头原本是一个景点 但从上次与黑鸭大战后 这里就关闭了 直到现在 刚刚靠近城山头 我和卢新一就被拦了下来 两位先生 请去关闭 请回吧 这人身上有淡淡的煞气 明显是一个阴人 卢新一掏出自己的证件 递了上去 同志 自己人 对方检查过卢新一的证件后 请我们走了进去 卢新一问道 这里谁是负责人 是李科长 带我去见他 卢新一去见负责人了 我在外面等候 15分钟后 卢新一走了出来 他给我带来两个消息 李科长说 封印里的情况 现在非常不明了 林小璐他们 已经有三个月 没传出信息了 还有 林天又已经进去了 但同样 没有信息传出来 这两个消息 让我心中一沉 一直没有联系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立即到 我要进去看看 卢新一点了点头 我已经跟李科长说好了 一会儿就有人带你过去 他顿了一下 脸上露出一丝愧疚 张贤 接下来的路 我可能没办法陪你了 我表示理解 毕竟现在封印四周 被煞风笼罩 只有实力最顶级的迎人 才有机会通过 卢新一算是半路出家 虽然进步很快 但实力仍旧算不得拔尖 他跟着我进去 我才是真的不放心呢 在外面等我好消息吧 十分钟后 一个新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 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女孩子 您就是张贤吧 请跟我来 我跟着女孩 走向景区深处 在踏过一面墙后 一道恐怖的煞风迎面吹来 女孩的脸色 瞬间发生了变化 原本红润的面庞 变得惨白 我看到她的眼神中 多出了一股凶意 仿佛一只快要发怒暴走的野兽 我忍不住在心中感叹 这风影下吹出来的煞风 实在是太霸道了 因人尚且难以抵御 更何况是普通人 如果龙脉四风影全部打开 就算风影里的上股恶鬼不出来 阳间也会天下大乱 我释放出自己的煞气 笼罩身旁的女孩 帮她抵御煞风的侵袭 女孩眼中的凶意快速消散 她用感激的眼神看向我 点头致谢 张贤先生 风影就在前方 但你只能自己往前走了 我说了声好 让女孩退了回去 风影前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的耳边是不停呼啸的狂风 身前则是飞沙走时 什么都看不清 我深吸一口气 用煞气包裹全身 然后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 才走几步 我就感受到了巨大的阻力 煞风仿佛化作一只无形大手 用力地把我往后推 不过这怎么可能难得住我 我一步一个脚印 身形始终保持着平稳 但走着走着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有几道模糊的影子 在我眼前闪过 又迅速融入到煞风中 我立即警惕起来 有什么东西 藏在煞风中 我停下脚步 仔细感应着四周 忽然间 那道影子又出现了 哪里跑 我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红色的阴雷 从我指尖射出 正中这道影子 啊 煞风中传来一声惨叫 我立即追了上去 然后抓住了影子的真身 这是一个身高一米的小鬼 他长相恐怖 脸上只有眼睛和嘴巴 眼睛大如鹅蛋 且只有一个 嘴巴里更是长满獠牙 英雷贯穿了他的胸膛 如果是普通的恶鬼 在被英雷命中的时候 就会魂飞魄散 独眼小鬼却是活了下来 尚能战斗 独眼小鬼见我靠近 从身后摸出一把小臂长短的刀 刀身有黑 但很粗糙 上面像是长有黑色的草台 死 独眼小鬼的喉咙里 发出类似于舌土性子的嘶吼声 他纵身一跃 从地上跳了起来 手中的黑刀刺向我的胸口 我没有任何思考 战斗的本能 让我的身体自己动了起来 我侧身一步 让独眼小鬼侧个空 与此同时 我的手抓住了 小鬼握刀的手腕 用力一摆 没有咔嚓的声音 但小鬼的手 仍旧被我给捏断了 准确来说 是被我给捏碎了 我惊讶地发现 全新的肉身 给我带来了更敏捷的反应 更快的速度 以及更大的力量 啊 小鬼又是一声惨叫 但他仍旧不退缩 他落地后 脚下一蹬 再一次扑向我 小鬼张开嘴巴 嘴角都要咧到后脑勺上去了 巨大的嘴巴 能把我的头一口吞下去 我没有后退 相反 我迎面冲了上去 我发挥出自己胳膊长的优势 在小鬼咬到我之前 右手用力地抓住了小鬼的脖子 小鬼在我的手中不停挣扎 他先是试图用嘴咬我 但我掐着他的脖子 让他无法低头 小鬼伸出完好的左手 手指上长出锋利的指甲 试图扎进我的手臂中 他失败了 我的手臂连王牧最锋利的柳叶刀都割不动 更何况他的指甲 不过小鬼指甲划过我手臂时 我感受到一阵刺骨的凉意 这是煞气 想要侵入我身体的感觉 这一瞬间 我深刻地体会到 来自封印下的恶鬼 与普通恶鬼的区别 普通恶鬼的煞气 我不管是用地藏菩萨经 还是杀绝 都能轻易化解 但封印下恶鬼的煞气 让我有种啃骨头的感觉 得费好大的力气 才能将其消化 心中有了危机感 我不敢再大意 手中用力 直接扭断了小鬼的脖子 让我震惊的是 小鬼投落地后 身体仍旧挣扎着 向我挥了两拳 才倒在地上 化作煞气 融入煞风 好强大的韧性 好可怕的生命力 干掉一只小鬼 我并没有放松下来 因为刚刚在煞风中 我看到的影子 不止一个 果不其然 十秒钟后 我前后左右 都有影子浮现 一只又一只小鬼 自煞风中现行 我向四周扫视 共有八只 这八只小鬼 同时从身后 摸出了漆黑的短刀 露着獠牙 向我低声嘶吼 我被小鬼包围了 但我并没有太过慌张 毕竟我已经不是 处处茅庐的菜鸟 手中没有了昆虏刀 我总觉得有些别扭 不过有阴雷在 我的战斗能力 并没有下降多少 我张开双手 两个掌心 各自凝聚一颗红色的雷球 雷球中 不停有细小的雷光涌动 落在地面上 炸的是尘土飞扬 如果是普通的恶鬼 见到阴雷保准 立马扭头就跑 但这些从封印下 爬出来的小鬼 却是毫不畏惧 死 不知是哪只小鬼 嘶吼了一声 八只小鬼 同时扑向我 我毫不犹豫地 将手中两颗雷球 扔了出去 而且全部扔向身前 雷球碰上小鬼 当即炸裂 两只小鬼的身形 瞬间被雷光湮灭 身前有了空档 我毫不犹豫地 起步冲上前 摆脱身侧 和身后小鬼的夹击 跑出包围圈后 我迅速转身 此刻我身后是安全的 可以专心应对身前的敌人 又是两颗雷球凝聚 这一次 我把球扔在了 小鬼们的脚底下 碰 碰 伴随两声惊天动地的雷鸣 六只小鬼全都被雷光吞噬 在这短暂的瞬间 就连煞风也停滞了一下 六只小鬼被炸死了五只 只剩一只 还拖着残渠的身体 继续扑向我 我没给它靠近我的机会 一道雷光从我指尖射出 直接贯穿它的额头 小鬼的嘶吼声消失了 天地间只剩下呼啸的煞风 我很满意 自己刚刚的表现 从出手到消灭八只小鬼 我总共用了不到十秒的时间 不过 我又遇到了一个麻烦 煞风中飞沙走时 刚刚的战斗 让我丢失了自己的方位 哪个方向是东西 哪个方向是南北 我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我挠了挠头 决定平直觉前进 我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之前在与黑鸭大战时 我见过完整无缺的龙脉封印 封印周围的地形不算复杂 煞风笼罩的范围极其有限 就这么大的地方 不管往哪个方向走 都能穿过煞风笼罩的区域 如果走错了 再重新钻进来就是了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一连走了15分钟 仍旧没有走出煞风笼罩的范围 这就奇怪了 我停下脚步 试图再次辨别方向 然而四周都是风沙 根本没有能让我辨别方位的物品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人声 这是一个充满蛊惑的声音 他轻难道 张贤 加入我们吧 只要加入我们 整个世界都会为你所有 你将会成为统治世界的王 只听近几个字 我的精神便是一阵恍惚 心中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渴望 这股渴望 催促着 我赶紧答应下来 仿佛只要我答应 我真的能成为统治世界的王 呸 我用力催了一口 然后赶紧在心中默念地藏菩萨经 地藏菩萨经的经文 将充满蛊惑的声音压了下去 心中升起的渴望 也烟消云散 我吐出一口灼气 怪不得十三局的人 不敢轻易踏进煞风 就算他们对付得了小鬼 也难抵着蛊惑魔音 经过两重考验 我对煞风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煞风好似有自己的意识 他对付活人 似乎有一套独特的本领 首先就是武力 实力强大的独眼小鬼 会用武力让你屈服 如果武力失败 他就会尝试用魔音蛊惑 一旦有人意志不坚定 极有可能会生出心魔 甚至被煞风控制 急煞堂的阴人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沦陷的 此刻我还没有找到龙脉封印 也不知道这煞风 还有没有其他的本事 我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前方又出现了一道影子 我以为又是独眼小鬼 可等这道影子变得清晰 我惊呆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 是我朝思暮想的林小璐 林小璐还是原来的模样 没有一点点的改变 恍惚间 我仿佛回到第一次到茶馆时 与她见面的情景 林小璐也看到了我 她身体轻颤 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 我们两人向着对方走去 当我们面对面时 林小璐眼中有晶莹剔透的泪珠 顺着脸颊滑落 林小璐颤微微地伸出手 放在我的上 她用不敢相信的语气问我 呆子 是你吗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同样是热泪盈眶 是我 是我 我活过来了 林小璐挖的一声 痛哭出来 扑进我的怀里 她用力地抱紧我的身体 仿佛害怕 这是一场梦 我能感受到怀中的温暖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我贪恋地深吸一口气 钻入鼻子的 是林小璐头发上传来的芳香 然后 我伸出自己的手 放到背后 抓住了林小璐的手腕 我推开林小璐 林小璐的被我抓住的手中 握着一把锋利的尖刀 就在刚刚 她举起尖刀 想要从我的后背 刺进我的心脏 林小璐眼神波动 她质问我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盯着林小璐的脸 回答道 你假扮得很像 几乎所有的细节都对了 但唯独一点 是错的 林小璐不敢相信 我可是偷窥了你的记忆 模仿的她 怎么会错 我解释道 是眼睛 此刻我面前的林小璐 右眼瞳孔是暗金色的 还有神秘的花纹 但她的左眼 却是普通的眼睛 这就是我口中的破绽 我的阴阳眼 移植给了林小璐 我记得很清楚 我先是挖出了自己的右眼 用炎帝血脉强大的生命力 让林小璐复活 王牧移植的过程 我是看到的 林小璐复活后 寒症爆发 我又挖出了自己的左眼 用吃油血脉 压制她的病 这个过程 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记忆中的影像 林小璐 只有一只眼睛 是阴阳眼 但我知道 她两只眼睛 都是阴阳眼 所以 在我见到林小璐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 她是假的 阴雷爆发 我眼前的林小璐 魂飞魄散 这应该就是 煞风的第三个本领 也是最后一个本领 因为当我杀死假的 林小璐后 我身前原本呼啸的煞风 忽然停了下来 风沙散去 我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残破的法阵 眼前出现的风印 我认识 正是当初刘飞 想要破坏的龙脉风印 刘飞死前 吐了一口鲜血 在龙脉风印上 历经两千年风雨的龙脉 风印 本就威力变弱 这口鲜血 使其发生了损坏 按照之前林天佑的说法 后来东风印 发生过一次混乱 煞风从风印下吹出 笼罩半个成山头 使得林小璐 与外界断了联系 只是我没想到 龙脉东风印 竟然会被破坏得如此严重 此刻整个风印 有三分之一的面积 黯淡无光 我在风印周围 发现了修补的痕迹 应该是林小璐 和民间殷人高手所为 但这修补与原风印相比 弱了许多 别说再来一次混乱 就是一阵厉害的煞风 都有可能将其破坏 所以 想要保证风印不被彻底破坏 必须派人在风印内进行镇守 林小璐不在这 所以 他必然在风印之中 此刻的龙脉东风印 仿佛一个裂开的峡谷 峡谷裂口下 是一片如血的红光 这道红光 仿佛通往异世界的大门 煞风从下方吹来 夹杂着让人头皮发麻 浑身冷战的鬼酷狼嚎之音 只是往下看了一眼 我便清晰地感受到 源自下方的危险 这一刻 我非常心疼 心疼林小璐 这将近两年的时间 再次冒着生命危险 苦苦镇守 这一刻 我也非常钦佩 钦佩师父 师娘 大姐 他们为了整个滑下的安全 分别镇守着 其他三个方向的风印 我喃喃道 小璐 等着我 我来帮你了 说话 我毫不犹豫地向前一步 纵身跃入龙脉风印 我仿佛一个 从飞机上跳下的人 耳边是呼啸的风声 狂风把我的脸皮 都吹得上下摆动 我的脚下 依旧是如血的光芒 一连下坠了半分钟 都没有任何变化 龙脉风印下 好似藏着一个无底洞 永远都见不到地 但无底洞中 就是不存在的 又下坠了半分钟 我精神忽然一阵恍惚 然后惊讶地发现 我的脚底板有了感觉 我低头一看 自己竟然双脚踩在地面上 刚刚长达一分钟的下坠 仿佛只是一场梦 我脚下的土地是暗红色的 暗得都有些发黑了 我重新抬起头 扫视四周 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场景 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但与阳间的戈壁不同 这里的地面是暗红色的 土地均裂 化作大片大片的龟甲 这里寸草不生 甚至连枯木都见不到 抬头看天 天上飘着许多云彩 云彩也是红色的 因为天上挂着的太阳 也是红色的 和阳间的太阳相比 这里的太阳大了三倍 不明亮 非常非常的红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煞气 一阵风吹过 尽是风沙 我随手抓了一把 停留在手心中的 并非沙粒 而是灰色的粉尘 一个怪异的想法 从我的脑海中诞生 这灰色的粉尘 该不会是骨灰吧 我的想法很快就被验证了 因为我在身前两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 已经被风化严重的海骨 这具海骨一半掩埋在地下 一半裸露在外 裸露在外的那一部分 被煞风腐蚀的坑坑洼洼 风一吹 灰色的粉末 从海骨上脱离 飘入空中 我十分确定 这里不是我熟悉的阴间 但也不是阴间 毕竟我曾在鬼界中 远远看了一眼阴间 那里的景色虽然也很阴森 但并不相同 这是哪里 难道真如传说中那样 是十殿阎王联手 创造的封印之地 用来关押 不愿入轮回的封都恶鬼 我走到地势最高的地方 瞭望四周 随后 远远地看到 几间房子轮廓的建筑 只是相隔太远 看不清晰 我心中兴奋 有房子就说明有人 是林小璐他们吗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 临近之后 我终于看清建筑的原貌 这是一些 用某种枯木搭建而成的房子 虽然做了一些加工装饰 但整体来看 依旧非常的破旧 而且这些房子的平面为方形 也有长方形的 分上下两层 下层开场 楼上才像是住人的 看清这些房子的样式 我心中原本兴奋的心情 变得紧张起来 这种构造 在建筑学中的学名 叫干兰式建筑 新于秦朝和两汉时期 这样的建筑 绝不可能是 林小璐等现代人建造的 我使劲咽了一下口水 我这是自己钻进了狼窝啊 正当我准备悄悄离开时 我的身后 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你是谁 我扭头一看 一个穿着汉朝人 服饰的小女孩 正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这小女孩身上煞气满满 分明是一只小鬼 听她的口音 很像如今的玉省方言 我想起历史书中的介绍 汉朝首都曾定都洛阳 哪怕后来班都 官方语言仍就是洛阳雅化 所以和如今的玉省方言 非常相似 所以别看我面前的小女孩 人畜无害的模样 实际上 她是一只两千年的恶鬼 我清了下嗓子 试图蒙混过关 我隔壁村子的 恰巧路过 我说的是卢省方言 当然不是安德化 我模仿的是卢省当中 更靠近玉省的几州 曹州两地口音 这两地的方言 与玉省方言相似 在历史上都属于中原关话 如果不仔细听 有希望蒙混过关 可我万万没想到 才一句话 我就漏了线 小女孩对我说道 我们这附近没村子 说完 她就大喊道 有敌人 她这一喊 不远处的房子里 冒出十几只 同样身穿汉潮服饰的鬼 手持棍棒刀叉地冲了过来 这些鬼每一个 都比之前我在封印外 见到的独眼小鬼墙 真要被他们围起来 我恐怕会陷入危险 于是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界 扭头就跑 我跑的速度很快 但追我的鬼速度也不慢 我始终没有摆脱他们 在追逐的过程中 我有了一些发现 首先封印中的鬼 似乎不能化成灵体 他们与我一样 都是用两脚走路的 碰到山石挡路 也不是直接穿过去 而是和我一样 老老实实地绕路走 如果我猜得没错 这应该是龙脉封印的限制 其次 这些鬼修为 都有夜叉水准 但没有艺人会使用鬼术 否则 我也不能逃得这么轻松 发现这些鬼 不能动用鬼术 我就放心多了 我开始动脑子 思考摆脱他们的方法 可让我没想到是 等我想到策略后 扭头一看 身后竟然没人 哦不 是没鬼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追我的鬼呢 他们是放弃了吗 不知为何 我脑海里忽然想起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做 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中有这么一段介绍 说在动物的世界里 越是凶猛的动物 越是有领地意识 不许其他动物踏入 我心中生出一个 让我感到恶寒的想法 刚刚追我的鬼 之所以停下脚步 有没有可能 是我踏入某只 更厉害的鬼的领地 我喃喃自语道 踩出狼窝 又入虎穴 我不会这么倒霉吧 谁知我话音 还没落 远处一个牙洞中 钻出一个身影 这人长得十分健壮 但脑袋和正常人的不太一样 更接近于古人类 或者说是传说中的野人 再看他的着装 身上绑着兽皮 手里握着一个用兽骨 和打磨石片组合的石锤 双脚赤裸 我恍惚了一下 这不是古人类 还能是什么 我真没想到 当初鬼城风度中 竟然还有古人类的灵魂 古人类冲我发出怒吼 他举起手中的石斧 向我冲来 刚刚碰到汉朝的鬼 我们至少还能用语言交流 可眼前这位 怕是没法沟通 此刻我第一个想法 就是转身离去 但看清古人类的奔跑速度后 我放弃了 这家伙 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他已经来到我的面前 石斧向着我的脑袋 砸下 疾风呼啸 这一斧头要是砸结实了 就算是用补天石炼制的身体 脑袋怕是 也要被开瓢 我急忙后退 斧头贴着我的鼻子落了下去 我心中生出一股怒气 老虎不发威 真当我是 Hello Kitty 我唤出英雷 手腕一甩 英雷化作长边 射向古人类的脖子 对方反应也很快 灰斧巨挡 英雷化作的长边 缠在斧头上 绑了个结结实实 伏饼的瘦骨并不倒电 因此我这一击 没有对敌人造成任何伤害 但也不能说是没效果 因为我明显激怒了对方 古人类嘶吼一声 右手手臂的肌肉便大了许多 他用力一拽 巨大的力量顺着长边 传导到我的身上 这力量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我还没反应过来 人就被拽离了地面 向着前方飞去 我心中暗叹一句国骂 这股人类 要是去参加举重比赛 怕是三根手指 就能破世界纪录 我被拽到古人类面前 他仰起左手 握成了拳 此刻我也被打出了一股心火 决定不躲不避 跟他肉搏 因雷覆盖在我的拳头上 然后我们一人一鬼的拳头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碰 一声巨响在我面前响起 拳头碰撞发出的响声 好似被炸响的二踢脚 震得我耳膜生疼 我刚刚还在往前飞 此刻立马变成了往回飞的姿态 当然古人类也不好受 因雷专刻魂魄 只要是鬼 古人类的拳头 被阴雷炸得乌黑 煞气外泄 我摔了个五氧八合 古人类单膝跪底 他恼怒极了 眼睛变得像是被天上的太阳染了色 血红一片 碰 古人类把手中的石斧扔在了地上 攥起双拳 快步向我走来 看他这架势 似乎是对我刚刚一拳 跟他打了个势均力敌 很不服气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拳头 除了有些泛红 几乎可以说是毫发无伤 这让我对自己的心肉身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眼前的古人类 实力必然超越了夜叉 或许没有达到最高的修罗一级 但罗刹肯定是跑不了的 而且从刚刚那些汉潮鬼 对他的恐惧来看 他应该算是罗刹当中的精英 精英罗刹一击 没能伤到我 那我的肉身极限 会在哪里 强烈的好奇 化作一只小猫 在我的内心中挠啊挠 我决定做死一把 把眼前的精英罗刹 当做自己的魔刀石 好好探一探心肉身的极限 古人类扔掉了自己的武器 出于对对手的尊敬 我也收起了阴雷 我对马上就要 走到面前的古人类喊道 让我们来一场 真男人之间的战斗 古人类听不懂我的话 但他似乎能从我的语气中 发觉我想表达的内容 他大吼一声 加快了脚步 一秒钟后 我们两人碰撞在了一起 古人类牛高马大 他一拳砸在我的脸上 如果是我之前的肉身 这一拳脖子最少 也得扭个180度 但现在 我只是感觉轻微的疼痛 你没吃饭吗 我一边挑衅 一边挥拳反击 碰 我的拳头 也结结实实地 打在古人类的脸上 古人类扭了下头 嘴角流出一丝血 这丝血激发了他的凶性 他嘴里不停地嘶吼 拳头如暴风雨般 砸在我的身上 他的攻击频率很高 但我见过更高的 当初大姐林素素训练我的时候 曾经用永春的技法 一秒挥出十三拳 当场就把我打猛了 和大姐相比 古人类看似很快的动作 在我眼里却犹如慢放 我见招拆招 几乎完美地 把攻来的拳头挡了下来 虽然遗漏了几拳 但打在身上 也就腾上那么一小会儿 古人类的疯狂攻势 足足持续了三分钟 不知是他打累了 还是觉得 这样打下去 破不了我的防御 暴风雨般的攻击 有了一丝停顿 我立马抓住了这个空档 发动了反击 我首先是一记重拳 打在古人类的胸口上 他头往下一滴 身体向后蜷缩 随后 我一记上勾拳 打在古人类的下巴上 他原本蜷缩的身体 猛地伸直 头也高高抬起 紧接着 我打出第三拳 也是致命的一拳 这一拳 我直接打在古人类的喉咙处 如果他是活人 这一拳会立即毙命 即便他是鬼 这里也是弱点不韦 碰 古人类跪了 他捂着自己的喉咙 在地上痛苦地颤抖 我深吸一口气 恢复力气的同时 开始准备接下来的攻击 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古人类忽然从地上翻滚起身 撒腿就跑 看着连武器也不要 头也不会逃走的古人类 我有些愣神 说好的真男人大战呢 我往前走了两步 俯身从地面上 捡起古人类的石斧 仔细打量 这幅头虽然是用石头 和兽骨打造而成 但强度非常惊人 其中还蕴含着浓郁的煞气 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厉害的法器 我正观察着 忽然听到有脚步声 从身后响起 我想都没想 回头就是一斧头 可我没想到的是 从我后方跑来的鬼 扑通一声 就给我跪下了 英雄饶命 斧头停在了半空中 我愣愣地看着眼前 忽然出现的男子 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打量这个男子 他身上的衣服 是那种很长很宽松的开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南北潮时期流行的服饰 我问他 你想干什么 男子惶恐地对我说 英雄帮我们赶跑了野人 小的是来感谢英雄的 我若有所思 我是一个鬼羞 身上满是煞气 这地方的鬼 又都是保持实体 因此 眼前的鬼 把我当成同类了 男子见我不话 继续道 刚刚被英雄打跑的野人 时常骚扰我们的村子 村中有不少人都被他给吃了 如今野人跑了 我们村子终于安全了 英雄 如果不嫌弃 请到我们村子里做客 让我们好好答谢英雄的大恩大德 我本想拒绝的 毕竟进入鬼村 一旦我被认出来 很容易被围攻 但一想到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连林小璐在哪都不知道 我决定冒险试一试 好 你带路吧 男子从地上爬起来 向我行李 然后做出请的动作 英雄请跟我来 男子带着我走了半个小时的路 然后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 比我之前见到的村子要大一些 建筑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进村后 男子大声呼喊 大家快出来 大家快出来 不一会儿 一只只鬼出现在我的面前 说真的 如果不是我知道 这里是封印内的世界 如果我感受不到 这些鬼身上的冲天煞气 我很有可能会认为 自己是穿越到古代了 眼前的鬼 从外貌上看 就是一群聚集在一起的古人 男子把我赶跑野人的事情 说给了村民听 村民们一个个露出高兴的表情 甚至有几人向我磕头道谢 十分的热情 一个中年人走到我面前 热情地说道 英雄 我是这个村子的村长 请到我家坐一坐吧 好 我跟着村长来到他家 村长给我倒了一杯水 这里的水 非常的浑浊 里面漂浮着许多灰色的颗粒 如果我猜得没错 应该就是风中弥漫的骨灰 一想到这是骨灰泡水 我还真没敢喝 村长问我 不知英雄来自哪个村子 亦或者是都城人士 我心中一动 都城 看来在这封印内的世界 也有势力划分 在来时的路上 我已经想好了说辞 我是一个四处流浪的人 我说自己是流浪者 就是防止别人打探我的来历 然而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我这个自称 让村长惊叹不已 野外这么危险 英雄却能四海为家 厉害 厉害啊 怪不得英雄 能打跑野人呢 我心中默默分析 从村长这句话中不难判断 封印中的世界 野外危机四伏 只有都城和村子 是相对安全的 我开始套话 村长把我当拯救村子的英雄对待 不宜有他 知无不达 这一聊 就聊了大半天 让我收获良多 收集了不少情报 首先 这个世界是有名字的 名为封都东界 其他三个龙脉封印下的世界 则为封都西界 封都南界 和封都北界 这四个世界其实是相通的 但有无法攻破的封印隔断 自龙脉封印降临 封都东界中的鬼不断减少 如今只剩下三十万只 其中有十万只生活在都城中 剩下的二十万只 则是零散于东界各地 以村子或部落的形式生存 因为封都东界是封闭的 魂飞魄散的鬼 所形成的魂魄碎片 无法离开 它们汇聚在一起 会形成一种名为魂怪的鬼 没有理智 只知杀戮 游荡在野外 这也是村长之前 为何说野外危险的原因 我在封印外 见到独眼小鬼 就是魂怪的一种 正聊着 村长忽然问我 英雄这时候 来到封印出口附近 可是受到东地的征兆了 在之前的聊天中 我已经知道 东地是封都东界最强大的鬼 也是封都东界的统治者 我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没有 我只是路过此地 不过东地征兆是怎么一回事 村长可否详细说说 村长解答道 英雄流浪太久了 可能对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 不太了解 当年 我们不愿接受 十殿阎王的管辖 进入轮回 于是十殿阎王 联手镇压了整个封都 如今两千年过去 当初人数达千万的鬼都 如今四界加起来 也不知有没有剩下百万 说到这 村长叹了口气 我们被关押太久了 久到许多人因为绝望 看不到未来 主动散了魂魄 求个痛快解脱 村长语气再变 从悲伤变得兴奋 好在这鬼日子 马上就要过去了 两千年来 封印的力量不断削弱 现在终于是出现了破痕 不久前 东帝派人前来召集勇士 再过几日 就要去打破封印了 我们终于要自由了 这个情报让我心中一沉 这个东帝 整个封都东界的领袖 会有多强 他率领的重轨 林小璐等人 能挡住吗 我问道 东帝也会去吗 村长摇头 当然不会 我们东界的强者 都被封印重点照顾着 封印不破 走不出帝都 所以 东帝才会召集 东界勇士 前去打破封印 听到这个消息 我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 我继续问道 那你知道 是从哪个方向 破开封印吗 村长显然是误会了 我的想法 他激动地问道 英雄也要去吗 我顺着他的话 回答道 当然 这可是扬名立万的机会 村长听说 我要去 激动地不行 有英雄 这样的强者参与 我东界子民 必定能够重获自由 英雄你稍等 我去把村中的勇士找来 他知道的消息 会更详细一点 很快 另一只鬼 出现在我的面前 村长让这只鬼 给我介绍 几日后大战的准备 这鬼一点 没有保留地说了出来 他取出一张地图 在我面前展开 地图上 标注着上百个村子和部落 在地图中央偏东的地方 则有一座大城 想来就是村长口中的都城 英雄你看 这就是我们村子所在的位置 我顺着这只鬼的手指看去 原来我在整个东界的最西方 英雄你在看 这里就是人类的防线 我眼神往地图的西北方向看去 然后看到一条山川 这条山川 就是人类的防线 封印的薄弱点 就在山川的尽头 我心中一动 林小璐应该就在这里 我不动声色地问道 人类有多少人 不多 四十多个 这么点人 是怎么挡住我们的 英雄有所不知 我们东界的子民 一旦进入山川 就会被封印压制 力量大大减弱 所以之前我们几次进攻 都被人类给打退了 那这次就能成功吗 对方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一定呢 虽然我不知道 东地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但东地的使者告诉我 东地已经想好了破敌之法 我们这些应照的勇士 只要能够拖住人类片刻 封印必破 我继续追问 但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了 我惊讶地发现 这个世界没有黑夜 血色的大太阳 无时无刻地挂在高空 呼 有狂风忽然吹起 我看到远方有一片灰色吹来 村长看了一眼 脸色大变 糟了 风暴来了 快通知大家进屋睡觉 莫要被波及 村里的鬼 似乎很怕这场风暴 一个个地跑回自己的家 我看到村长火速上床 只过了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便进入一种完全丧失 知觉的休眠状态 这个时候 就算我给他一拳 他都不一定能够醒过来 不过全村人都休眠 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要离开 不用再编造借口了 我走出村长的家 风暴已经降临 是煞风的加强板 我适应了一下 似乎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风沙完全笼罩天地前 我辨别好了方向 然后迈开脚步 向着山川走去 走了几个小时 我也理解 为何这里的鬼会怕风暴了 风暴中的煞气 会影响人的心智 好在我有地藏菩萨精 可以让自己变得心如止水 没有任何波动 除此之外 风暴中还藏有许多魂怪 有我之间打过的独眼小鬼 有一种长了三条腿的鬼怪 还有一种身高超过三米的大个头 好在这些鬼怪都不难对付 虽然过程惊险 但我终究还是扛了下来 我走啊走 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是看到了山川 正当我心中高兴时 我感受到一道凛冽的杀意 危机感在我心中爆发 我下意识地后退 一个锋利的刀锋 从风暴中展出 擦着我的鼻尖划过 这一瞬间 我看到刀锋的末端 刻有两个字 昆吾 看到昆吾二字 我的心跳停了半秒 我死死地盯着眼前的风暴 等待持刀人出现 Pull 一个人影从风沙中穿了出来 身材玲珑 黑发飘飘 一张美丽的面容 映入我的眼中 小鹿 出现在我眼前的 正是林小鹿 但和之前煞风幻化的林小鹿 有些不同 我眼前的林小鹿 比起两年前 我见她最后一面时 消瘦了许多 原本脸上小小的婴儿肥 完全消失不见 脸颊的轮廓异常清晰 她原本留着一头 能够垂到后腰的长发 此刻变成了 尚不能够到肩膀的短发 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干练 坚毅 我原本停滞的心脏 重新跳动了起来 跳得猛烈 仿佛要从我的嗓子眼蹦出来 我非常确信 眼前的林小鹿 是真的 小鹿 我大声喊出她的名字 张开双臂 试图将她拥入我的怀中 然而林小鹿看到我后 眼中的神采 却是多出了一丝杀意 她一句话也没说 手中的昆乌刀 翻转一百一百八十度 从正卧变成了反卧 接下来 林小鹿闪电挥手 锋利的刀刃 斩向我的脖子 这一瞬间 我全身汗毛 都被惊得竖了起来 我看得出 林小鹿这不是在开玩笑 她是真的想要杀了我 我来不及思考 这是为什么 身体本能地做出反应 我以最快的速度出手 抓住了林小鹿握刀的手腕 昆乌刀停了下来 刀锋距离我的喉咙 只剩下不到半厘米的距离 小鹿 我刚想张嘴 握住林小鹿手腕的右手 忽然感受到刺骨的寒气 我定眼一看 我的手掌已经覆盖上一层钉霜 而且寒冷的霜气症 顺着我的手臂向上蔓延 死 我倒吸一口凉气 林小鹿自从病好了以后 原本对她有伤害的寒气 反倒变成了她的戾气 我急忙收手 然而昆乌刀又斩了上来 知道眼前是真的林小鹿 我也不敢反击 生怕伤到她 我一边躲 一边大喊 小鹿 我是张贤 张贤啊 可不管我怎么喊 林小鹿都不理睬 甚至眼中的杀意越来越盛 我人傻了 莫非是两年前我擅作主张 以命换命 惹怒了林小鹿 不可能 以我对林小鹿的了解 她不会这样的 猛然间 我想起了之前 煞气幻化出的林小鹿 然后我懂了 我出入此地 就差点被骗 林小鹿在这里住手了两年 只不定遇到多少次相同的情况 她这是 把我当成假的了 我急忙到 小鹿 我不是煞风幻化 我是真的张贤 我活过来了 林小鹿终于是开了口 我信你个鬼 你每次都这么说 怒喝间 林小鹿的左眼变成了红色 那曾经是我的眼睛 我太清楚 左眼变红意味着什么 这是吃油血脉发动的迹象 吃油血脉 能大幅度提升拥有者的力量和速度 果不其然 眼睛泛红的瞬间 林小鹿出手的速度忽然暴增 一脚袭来 我来不及抵挡 被她踹在胸口上 碰 我被踹飞了 也被踹猛了 我在复活后 曾经设想过 我和林小鹿各种各样的见面场景 可唯独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画面 我被林小鹿一脚踹出三米远 重重落地 屁股倒是不怎么疼 但胸口却是活辣辣的 相比于两年前 林小鹿的实力 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和刘飞决战前 她已经不是我的对手 可现在我感觉自己打不过她了 半腰之躯 三山五月灵气 吃油 炎帝血脉 炼制的阴阳眼 这等配置实在是太过逆天 林小鹿持刀杀来 我没办法 只能全力以赴了 否则自己真的要死了 我施展雷爵 红色的阴雷在我掌心中浮现 我一个鲤鱼翻身重新站起来 手一甩 红色的阴雷变化成长枪姿态 此刻林小鹿已经距离我只有三步之遥 我一枪刺出 有雷霆之势 我没练过枪法 但见过大姐林素素与刘飞战斗时 如何将一柄银枪耍得威风堂堂 我这一招便是看虎花猫 或许威力大打折扣 但必有其三分其事 然后林小鹿简简单单的挥刀 就把我的红色长枪给砍断了 雷光四散 场面有些尴尬 不过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林小鹿停下了脚步 愣愣地看着我 我看到他眼中的胸翼散去 变化为迷茫之色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问我 你 刚刚施展的是 鹰雷 我猛然想起 在这封印世界中 鬼是无法施展鬼术的 鹰雷一出 我就能证明自己并非煞风幻化 我再次召唤出鹰雷 用雷光照亮我的脸 我激动地说道 小鹿 真的是我 我回来了 啪 林小鹿手中的昆吾刀脱手 插在脚边的地面上 他双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眼圈变红 然后大颗大颗的眼泪 掉了下来 我收起鹰雷 快步走到林小鹿的面前 我抓起他的手 放在我的脸上 你捏一捏 是不是真的 林小鹿双手都抚上了我的脸 他的嘴唇 因为激动而变得颤抖 呆 呆子 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用肯定的语气 温柔地回答 不是 你不是在做梦 林小鹿好像终于确定了 他猛地扑进我的怀抱 放声大哭 你还活着 太好了 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我 我向他道歉 对不起 让你伤心了 我们两人都用力地抱着对方 生怕再次失去彼此 林小鹿哭了好久 把两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痛苦 思念 委屈 都哭了出来 然后 他正开了我的怀抱 垫起脚尖 我以为他要吻我 却没想到 他对着我的肩膀 狠狠地咬了下去 死 我下意识地倒吸一口凉气 林小鹿这一口 着实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哪怕是我用补天石炼制的身体 也疼得呲牙咧嘴 虽然很疼 但我没有推开他林小鹿 相反 我重新把林小鹿拥入怀中 任他咬我 林小鹿咬的力气越来越小 最后 他爬在我的肩膀上 嘴唇贴在我的耳边 轻难倒 以后不许再牺牲自己了 哪怕是为了救我 你知不知道 活下来的人 才是最痛苦的 我能理解林小鹿的痛苦 如果当初换作林小鹿 为了救我而牺牲自己 我也会痛苦一辈子 此刻 我只能不停地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林小鹿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不要道歉了 你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 他的脸上 露出我熟悉的笑容 他仿佛又变回了 当初那个爱笑的女孩子 我有好多话要问你 但这里不合适 跟我回大本营吧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跟着林小鹿 往人类建立的大本营走 林小鹿死死地牵着我的手 力气大到我都有些疼了 我知道 他是在害怕自己抓不紧 我又不见了 在前往大本营的途中 我一直观察着四周的地形 这条山川 只有一条路可走 属于一手南宫的地形 外加封印对轨的限制 怪不得林小鹿 能带人在这坚守两年时间 我们到了 我看到了人类大本营 是一个个帐篷 有点像是当初我们在珠穆朗玛峰下 见过的那个大本营 这些帐篷上画满了符文 此刻符文闪耀着微光 让帐篷在风暴门口中 微然不动 刚踏入大本营 我就感觉到 数种不同的力量 有人从帐篷里钻了出来 看到我后愣了一下 然后问林小鹿 队长 这是谁 听到这句话 其他帐篷中也钻出了人影 林小鹿指了指最大的帐篷 大家来开会 钻入帐篷中 呼啸的风暴终于是没了动静 帐篷虽大 但一下容纳了四十几人 仍旧是有些闲小 我扫视面前的这些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他们的共同点 是身上煞气浓郁 一看就是阴人当中的高手 有人认出了我 你是张贤 听到我的名字 众人脸上无不动容 一铃老者开口道 跟黑鸭决战的时候 我就在现场 你不是为了救林队长 自焚了吗 有人警惕道 你该不会是煞风幻化的吧 这话一出 好几个人下意识地 摸向自己的武器 可见这两年来 他们没少吃煞风的亏 林小鹿开了口 大家别紧张 他真的是张贤 林小鹿对我说 呆子 讲一讲你是怎么复活的 还有 煞风困住了风印入口 你又是怎么进来的 我把这两年来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下 林小鹿听后 热泪盈眶 原来父亲 他早就给你留了后路 林小鹿眼圈红红的 似乎是放下了某种担子 精神气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有些心疼 想来是因为我的死 这两年来 他一直在迁怒师父 迁怒师父 把我当成棋子 与刘飞博弈 我牵起他的手 没有多说什么 一切都在不言中 在场的殷人高手们 听说我死后 当上了城隍 一个个露出 不可思议的表情 最先认出我的老者感叹道 原来城隍不仅仅是传说 是真正存在的 我愣了一下 直到这时 我忽然发现一件事 大家不应该知道 我还活着吗 毕竟我派了林天佑 提前来报信的 我再次扫视人群 不见林天佑的身影 小鹿 天佑呢 林小鹿回答道 毛山有事 找他回去了 什么时候 走了快一年了 那时候 煞风还没吹出风印呢 我心中咯噔一跳 暗道一声不好 林小鹿见我表情不对劲 追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急忙到 我复活后 联系过天佑 我帮他完成了毛山的考验 然后让他赶来这里 把我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你 林小鹿一听 瞪大了眼睛 然后脸上露出慌张的表情 风印入口处 煞风太大 没法久居 所以我们才把大本银前移到山川中 如果天佑进来 林小鹿说不下去了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风都冬界的鬼 想要靠近风印入口 只能通过这条山川 其余方向 即便四面荒野 也因风印的力量无法通行 但风印对人类无效 从入口处乱走 很容易迷失方向 进入冬界腹地 之前我就是这样迷路的 林天佑恐怕也遇到相同的情况 一名鹰人开口道 我们去找他 其他人也是点头 但林小鹿却没答应 不行 出去人太多 很可能会被冬界的鬼发现 万一他们趁机发动攻势 剩下的人很难防守下来 一人叹道 说到底 我们的人手 实在是太少了 当初近来一百多人 如今只剩下我们四十多个了 众人眼神黯淡 可见这两年时间 他们过得并不轻松 林小鹿攥紧拳头 我知道 他在做艰难的选择 过了一会儿 他开了口 天佑是道先转世 没那么容易死的 我相信 他自己有办法找到我们 林小鹿说这话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的手 颤了一下 众人沉默 这个时候 我得把更坏的消息告诉他们 你们谁知道 现在是农历多少号 一个女鹰人掏出手机 点亮了屏幕 那月二十四 我好奇地问道 在这里 手机怎么充电 女鹰人笑着回答 这里可没法充电 不过我的手机能换电池 见我依旧疑惑 他解释道 这个世界可没什么给人吃的东西 一切物资都要从阳间运来 可外面的人现在不是进不来吗 女鹰人指了指自己 骄傲地说道 没错 所以我这个勤务兵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说着 他指了指自己身上的一个布袋 听说你是林玄的弟子 正宗英商 那你知不知 这布袋是什么宝物 我仔细一瞧 女鹰人身上的布袋非常古旧 甚至有些破烂 但一看就不是反品 联想到我刚刚提出的问题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 这该不会是弥勒布袋吧 相传弥勒菩萨有音音化身 世人称其为布袋和尚 这和尚随身带着一个布袋 只装布曲 可不管装多少东西 布袋始终是空的 如果说的再通俗一些 这弥勒布袋 很像玄幻中的空间戒指 带着这布袋 等于带着一个大仓库 女鹰人夸赞道 真不愧是林玄的青传弟子 一下就猜对了 对了 你刚刚问时间做什么 我严肃地解释道 除夕那天 冬界会再次发生一次大混乱 冬地已经召集强者 准备一口气突破你们的防线 打破龙脉封印 听完我的话 大家都露出震惊的表情 可谓一旦激起千层浪 有人问我 这消息准确吗 我用力点了点头 准确 我已经从两方面验证过了 我把吉沙堂给我的消息 以及之前从鬼村里得到的消息 都讲了出来 一名老者分析道 既然是从鬼村里得来的消息 那应该不会出错 只是我很奇怪 这个吉沙堂 为什么会把消息告诉你 我把之前的猜测说了出来 听完之后 老者却是摇头 你这想法有点幼稚了 为了守卫龙脉封印 我们这些人 已经牺牲过半 你来了 林队长就会动摇 就舍不得拼命 怎么可能 他叹了口气 问我 你可知道 龙脉封印一旦被打破 意味着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意味着什么 封印一旦被打破 封都东界三十万恶鬼 将会倾巢而出 奔向阳间 在封印里 这些鬼的实力受到压制 可一旦离开封印 实力最弱 也接近夜差几别 阳间的凡人 根本不是对手 老者接着问道 当初外寇侵略我们国家 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青年 义无反顾的踏上战场吗 难道他们没有父母 没有妻儿吗 不是的 正是因为他们有父母 妻儿才明白 如果不打跑侵略者 自己的亲人 就永远过不上好日子 我们这些人 又何尝不是呢 一旦我们败了 我们的亲人 就会陷入人间地狱 所以 即便是死 我们也绝不会后退一步 我看向林小璐 林小璐表情认真的 向我点了点头 我感受到了林小璐的决心 然后重新思考 急煞堂的目的 这个时候 林小璐开了口 那个黎先生给你消息 会不会就是让你来帮我的 我愣了一下 这个猜测 我之前还真没想过 可他不是 风都风印中的鬼吗 他应该是想打破风印的吧 林小璐想了想 有没有可能 这风都风印中的 东西南北四界 并不是铁板一块 我立马明白了 他想表达什么 你的意思是 黎先生所在的急煞堂 或者说是 风都西界 并不想东界的风印 率先被打破 林小璐点了点头 我就是这个意思 众人面面相去 我思考了一下 还真有这个可能 这对我们来说 倒是一件好事 我赞同林小璐的话 敌人本就强大 若还铁板一块 人类恐怕一点机会都没有 相反 敌人之间还存在矛盾 就给了我们获胜的希望 林小璐再次开口 既然知道敌人进攻的时间 接下来 我们要好好地布置一下才行 接下来整整四个小时 众人都在研究 如何防御即将到来的进攻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但没有一人退缩 封印世界里没有黑夜 但时间已经来到了后半夜 这场会议终于结束了 除了需要值班夜间警卫的人员 其余人都回自己的帐篷休息 林小璐把我领到了他的帐篷 他拉着我钻进睡袋 然后钻进我的怀里 什么都不要说 让我说一小话 他声音越来越弱 话还没说完 就已进入梦乡 此刻的林小璐 像一只小猫 蜷缩在我的怀里睡觉 他呼吸非常地轻 人只有放松到极致 才会睡得如此安心 或许正是我的归来 才让他能好好地睡一觉 我紧紧搂着林小璐 同样是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 林小璐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 正眨压眨地看着我 我笑着问道 你才睡了多久 就醒了 以前的你 可是最爱睡懒觉的 林小璐用慵懒的语气对我说 自从来到这里 我没有一天睡觉 超过六个小时 看着林小璐明显消瘦的脸 我不禁心疼起来 我用力地抱住他 对不起 我没能陪着你 林小璐捏了捏我的脸 有什么好道歉的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死掉了 他把我的胳膊拉到头下当枕头 跟我讲一讲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吧 昨天 你讲得那么笼统 我还没听够呢 此刻的林小璐 与昨日的林队长 完全不像是一个人 我心中理解 昨日我身上有情报 他必须要快些把情报公布给众人 即便心中有再多的话 也没时间与我儿女情长 现在 他才真正变回我熟悉的那个女儿 故事很长 时间够吗 我中午才值班 你可以慢慢讲 我说了声好 从自己恢复意识开始讲起 讲我怎么成为城隍 讲我成为城隍后 做了哪些事情 是如何积攒够应得复活的 一直讲到 我来到这里 林小璐听得非常认真 一直等我讲完 起身给我拿来一瓶水 讲了这么久 口渴了吧 来喝点水 你先喝 我们两人喝完了这瓶水 林小璐看了一眼手上腕表 到时间了 我们出去吧 好 这里水资源珍贵 我们两人只能用毛巾 沾水擦擦脸 简单洗漱 走出帐篷 煞风迎面吹来 天空中的红云 比起昨日要密集了许多 把红色的太阳都给遮住了 这番场景 给人一种山雨 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林小璐问我 呆子 你说 我们能活着回去吗 我非常认真的回答 能 林小璐仰起头 看着我的眼睛 真的吗 真的 我语气坚定 一定能活着出去的 林小璐笑了 美得惊心动魄 大家常说 要心怀希望 心里要有盼头 可之前我一直不知道 自己的盼头在哪 她牵起我的手 语气温柔 现在我有了 她顿了一下 脸颊泛红 呆子 出去之后 你娶我吧 我愣住了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小璐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出去之后 你娶我吧 你今年22周岁 能领证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一时间 我竟是有些手足无措 林小璐瞪了我一眼 怎么 你不愿意吗 我终于是回过神来 急忙回答 愿意 当然愿意 林小璐嘴角上扬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 笑意与幸福 我冲着天空大喊 林小璐 等出去之后 我娶你 我的喊声在山川中回荡 久久不息 我忽然地大喊 把营地里的人们 都吸引了出来 众人纷纷起哄 林队 嫁给他 林小璐脸蛋通红 他急忙捂住我的嘴 娇称道 你干嘛 我拿开他的手 嘿嘿一笑 给大家提前下个通知吗 昨日向我展现 迷了不带的女姻人喊道 张贤 林队长 出去之后 别忘了给我下请帖 我大声回应 大家都来喝喜酒 林小璐笑了 捏了捏我的手 讨厌 嬉笑的时间 总是短暂地 忙碌与紧张 才是封印世界的主旋律 整个下午 林小璐带着我把山川转了一遍 好在煞气风暴已经停了 否则像昨日那般天气 当真是什么都看不清 山川非常荒凉 除了不知枯萎多少岁月的古墓外 剩下的便只有石头和沙粒 整个山川都被封印所笼罩 只有一条山谷 封印的力量比较薄弱 按照林小璐的说法 封都东界的鬼 如果想要打破封印 前往阳间 这里是必经之路 呆子 你看 我顺着林小璐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峡谷的崖壁上 刻画着一道又一道的符文 林小璐向我解释道 这些符文 是我们两年来陆续刻上的 一旦发动 能释放出冻结灵魂的寒气 除此之外 我们还设下不少机关 有封印的压制 加上这些防御措施 一般情况下 东界的鬼是不可能突破的 我开口道 但这一次 情况不同了 林小璐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如果你带来的情报没有出错 我们很快就要 面临一场残酷的战斗了 正说着 三名英人从我们身后走来 林小璐指着一名胡子拉叉的大叔说道 这位是冯公 是墨家传人 阵地上的机关 都是他制作的 冯公笑着说道 我又制作了几个机关 这不抓了两个人来装上 我看到冯公身后两人 推着一个小车 车上装满了一些圆盘状的物品 我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 冯公拿起一个 介绍道 我管这玩意儿 叫霹雳蛋 跟地 雷差不多 他很智能 人踩在上面屁事没有 但鬼踩在上面 会立马爆炸 这里面藏有雷符 爆炸威力不弱 要是鬼战的秘籍 一口气炸死两三个 绝对没问题 我灵光一闪 问道 我能召唤阴雷 能不能增强他的威力 冯公惊讶道 阴雷 真的假的 我立马用事实说话 伸出手来 红色的阴雷 在掌心中跳动 冯公大喜 好家伙 还是红色的阴雷 我回去喊 马老道过来 让他化些新的雷符 把你的阴雷储存进去 冯公急急忙忙地跑掉了 林小璐解释道 马道长是道家神骁派出身 最善雷法 他能将你的阴雷注入符中 藏到机关里 我感叹道 这里的前辈们 各个都是人才啊 林小璐说道 各派的精英都来了 否则仅凭我一己之力 根本就守不住这里 只可惜死伤太重 就算我们最终获得了胜利 各门各派也会人才断层 接下来的几日 大本营内的阴人 除了休息时间 几乎是连轴转 一个又一个符文 被刻在山谷中 一个又一个机关 被埋在地下 当然 仅凭法阵机关 就想挡下东界 蓄谋已久的进攻 那是痴心妄想 人类阵营的主力 是两个奇人 这两人一个叫张衡 是道家太平道的传人 这人有意绝技 名为撒豆成兵 他撒出去的豆子 每一米都是自己炼化的鬼兵 第二个人叫孙四 是个纸扎将 他比我刚入行时 碰到的那个纸扎将 可厉害多了 最多能控制 一百个纸扎同时行动 有这两人在 人类一方 等于多了两百个帮手 我带来的几件鹰雾 也派上了用场 算是最后一条防线 时间过得飞快 眨眼间 几日时光就过去了 终于 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 如果是在阳间 过了今晚凌晨 便是大年初一 而在太阳升起前的黑夜 就是除夕夜 这一天才刚刚到来 所有人都感受到 笼罩在山川上的 封印力量 正在持续减弱 事实证明 黎先生给的情报 没有错 经过测算 凌晨时分 封印的力量 将会变得最弱 冬界重轨 一定会杀上来 气氛非常紧张 许多人的脸上 已经眉头紧皱 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后勤的 那个女婴人 忽然提议道 今天可是过年啊 大家要不要 一起包饺子吃 她这个提议 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好啊 过了今晚 能不能活着还两说呢 先吃顿好的再说 说得对 怎么也不能 当个饿死鬼对吧 我要吃胡萝卜羊肉馅的 我要吃酸菜猪肉的 韭菜鸡蛋的 除了需要职纲警戒的 其他人都忙活了起来 别看在这助手的阴人 放在外面 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 干起家务活来 一个比一个像模像样 条线的条线 赶皮的赶皮 煮饺子的煮饺子 一个半小时后 每个人都分到 一大盘热腾腾的水饺 有人抱怨道 可惜没有酒 有句老话说得好 饺子配酒 越喝越有 行了吧 有醋配着就不错了 你们这些北方人 但凡过个节就吃顿饺子 也吃不腻 好怀念 我老婆包的汤圆啊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得上 放心吧 一定吃得上 等这里完事了 我去你家蹭吃蹭喝 尝尝你说的甜豆腐脑 没问题 等出去了 我请大家胡吃海喝 好啊 到时候 我急头白脸地吃一顿 你可别心疼 吃饭就吃饭 咋还吃几眼了 哈哈 众人捧腹 气氛欢快 我跟林小璐坐在一起 吃着饺子 林小璐笑着问我 这是我们第几次 一起过新年了 第五次 我和林小璐 已经认识快六年了 本来该一起过六次新年的 但我魂魄休眠的那一年 我们没能在一起 所以这是第五次 林小璐吃饱了 已在我怀里 南南道 第一次和你过新年时 你 我还有老爹 一起窝在家里打游戏 好怀念啊 我把林小璐搂入怀中 用认真的语气说道 那样的日子 一定还会有的 吃完饺子 没人刷碗 这活之前是大家轮流干的 但今天的刷碗工 是这样说的 等老子 杀过瘾回来刷 要是死在战场上 也就不用刷了 里外都赚 距离凌晨 还有十个小时的时候 所有人都进入山谷 山谷上方的崖壁 有封印镇压 即便封印力量减弱 东界的鬼也无法承受 战场就是眼前长长的古道 只有一条线路 可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林小璐的指挥下 大家各自进入指定位置 等待敌人的到来 八个小时后 在最前方放哨的鹰人 跑了回来 林队 前面有一大片黑云 飘进了山谷 林小璐当即抽出了昆吾刀 力声喝道 所有人准备战斗 我死死地盯着前方 很快 我看到了黑云 黑云充满了整个山谷 此刻正向我们飘来 黑云乃煞气凝聚 很像当初黑鸭批量培育的夜叉 所施展的鬼术 这黑云遮挡了我们的视线 让我们无法察觉 里面究竟藏了多少鬼 树然间 刻在崖壁上的符纹亮了 一道道光芒刺入黑云 啊 惨叫声从黑云中不断响起 符纹的威力很大 虽然我看不见 但我能猜到 有不少鬼已经被打得魂飞魄散 黑云前进的速度慢了一些 但依旧在前进 哄 爆炸声响起 紧接着 雷光四箭 这是我 冯公 马道长三人合作制作的机关 威力巨大 爆炸声中没有夹杂着惨叫 因为但凡踩中机关的鬼 都会瞬间丧命 黑云前进的速度更慢了 但仍旧没有停下 照这个速度 再过三分钟 就会飘到我们面前 有人道 谁有办法吹散黑云 一会儿黑灯瞎火的 可不好打 我来试试 开口的是马道长 前几日合作的时候 我对他已经有了些了解 他所在的神骁派 除了擅长雷法外 还擅长呼风唤雨 只见马道长扬起手中的浮沉 以极快的速度念出一段法诀 法诀念完 他用力一甩 浮沉卷起一阵大风 吹向黑云 散 呼 狂风起 吹得我头发都乱了 可黑云只受了一点点影响 并没有散去 马道长眉头紧皱 说道 风印对这些鬼的压制弱了很多 我这普通的风 吹不散煞气 我来吧 林小鹿站了出来 我看到他的左眼变成了红色 他这是要用吃油血脉 直接将煞气吸收 我赶紧阻止他 吸收这么多煞气 你会丧失理智的 林小鹿可不会杀绝 无法净化煞气带来的杀念 这简直是胡闹 看我的吧 我把林小鹿拉到身后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瓷瓶 瓷瓶的造型是古代的鼻烟壶 这是一件鹰雾 作用就是吸纳一切雾气 不管是炒菜的油烟 还是清晨的白雾 亦或者眼前煞气凝聚的黑云 只要是烟雾状的 都能吸得干干净净 我打开壶盖 动用阴商秘法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只见黑云以惊人的速度 吸入壶中 干干净净 我见到了原本藏在黑云中的鬼 然后忍不住骂出了声 操 这么多 我早就预料到 东帝不会放过这么难得的机会 肯定会派很多鬼前来 可我也真没有想到 会来这么多的鬼 此刻 但凡是我目之所及 皆是密密麻麻的人头 前方山谷人头攒动 胸靠背 肩靠肩 有人精神恍惚地问道 这有多少鬼 林小璐神情严肃地 给了一个大概的数字 最少一万只 四十对一万 哪怕古代战争史上 最惊人的遗少胜多案例 也没这么离谱 山谷中的符文和机关 仍旧在不停地处罚 可在这一万人面前 效果极差 许多人的脸上 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有的时候 打仗打的就是一股气势 如果气势先没了 那离败仗就不远了 我决定给大家提提气势 这些鬼 还有一阵才能走到我们面前 趁着这个时间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 62年的时候 我们华夏跟接壤的阿三国 打过一场自卫反击战 华夏大胜 打得阿三国 把首都改了名字 在那场战斗里 我们华夏军人中 出了许多战斗英雄 其中有一人 我印象最为深刻 这个人叫庞国兴 他在一场夜间战斗中 因为追击过快 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 但他没有慌张 冷静下来后 决定继续与敌人周旋 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遇到另外两名战士 组成了临时小队 小队深入敌军腹地 斗智斗勇 夺取两个炮兵阵地 避伤七人 把敌军一个营 两百多人打得屁滚尿流 后来他在写战后报告中 写下了一句传唱至今的名言 敌人非但不投降 还胆胆向我们还击 最后这句话 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继续道 三位前辈 面对百倍于自己的敌人 没有一丝恐惧 我们这些阴人 放在外面 个个都能以一当时 现在面对的敌人 也就比前辈们多了一倍 这叫是吗 一名阴人大笑道 张贤老弟说得对 前辈们能做到的事情 咱们未尝就做不到 大家一个个别 哭丧着脸了 就算是死 咱也得死得轰轰烈烈 说得对 人故有一死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如果我今天死在这 请活下来的朋友 告诉我的家人和师们 我是为他们而死的 士气重新提了上来 林小璐暗中捏了下我的手 低声道 呆子 干得不错 山谷中的声音小了许多 冯宫布下的霹雳弹 全部都炸光了 就连崖壁上的符纹 也变得暗淡许多 离我们最近的鬼 已经不足三十米 最惨烈的近身站 马上就要开始了 张衡拿出一个木盒 盒子尚未打开 我便感受到了冲天的煞气 啪的一声 盒盖打开 里面装满了黄色的豆子 从外形上看 这就是普通的黄豆 但在我的感觉里 仿佛有百只恶鬼 正站在我的面前 倒出手了 张衡手一挥 我盒子里的黄豆 全都撒向身前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黄豆在落地的瞬间 化作一个个身披战甲 手持长脊的士兵 这就是道家绝学之一 撒斗成兵 张衡召唤出的士兵 一个个投过黄金 身材魁梧健壮 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死士 这百名黄金死士 组成战阵 挡在我们面前 杀 杀 杀 伴随着阵阵暴鹤 黄金死士与众鬼 碰撞在一起 我们所在的地方 是山谷的尽头 这里比较狭窄 横向最多容纳 七八个人施展手脚 可谓一手难攻 虽然东界大军人数更多 但在这里 他们并不能发挥出 自己的人数优势 黄金死士们没有情感 不会疲劳 又各个骁勇善战 一时间 竟是真的将东界的鬼挡了下来 林小璐对我说 之前我们也遇到过数次险情 但只要有张衡在 最终都能化险为夷 我点了点头 张衡这一手撒斗成兵 的确是非常的厉害 有人夸赞道 张道长 早知道你的黄豆兵这么能打 我们就该在营地睡大觉 让你一个人来守就行了 张衡笑骂道 当我不会累的吗 我最多能撑一个小时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 接下来怎么打吧 站在他旁边的孙四开了口 你累了就换我上 我的纸扎 可能没你的黄豆兵能打 但撑的四五十分钟 还是没问题的 张衡正想说些什么 可就在这一瞬间 他脸色大变 什么 他惊呼出声 然后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己召唤的黄金死士 我也看了过去 然后震惊地发现 原本正挥舞长脊作战的 黄金死士 此刻一个个停下手中的动作 犹如石雕 怎么会这样 张衡不断施展秘法 试图重新操控黄金死士 但他所有的努力 都是白费的 黄金死士仿佛变成了石头 一动不动 更奇怪的是 东街的鬼 也不趁机攻击黄金死士 同样停下了手 似乎在等待什么 很快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黄金死士重新有了动作 他们一个个转过身来 看向我们 这些黄金死士的眼中 分明充满了杀意 我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刚刚还在抱我们的黄金死士 这是要转过头来对付我们啊 林小璐急忙问道 张道长 怎么回事 张衡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我也不知道啊 就在这时 有人喊道 你们看前面 我们往前一看 远处鬼群中 多出一辆马车 车上有一高台 台上站着一个 穿着黄袍的道士 这个道士大声喊道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遂在甲子 天下大吉 他的喊声在山谷中回荡 而黄金死士 听到他的声音后便有了反应 我想明白了 急忙问道 张道长 你所在的太平道 始创于什么朝代 东汉 我按骂一声 提醒道 快把你的黄豆兵收起来 你这是碰到祖师爷了 张衡大惊失色 我这一提醒 他也是想明白了 他的祖师爷 在丰都被封印时 尚未转世 被困此地 已有两千年 后代碰上了祖宗 这还怎么打 张衡一狠心 把原本装豆子的盒子 用力摔在地上 啪 盒子摔了个粉碎 伴随着一声脆响 装黄豆的木盒 摔了个粉碎 张衡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毕竟这是他们一派一脉相成的宝物 如今却是在自己手中 摔了个稀碎 不过效果却是立竿见影 伴随着木盒的粉碎 两百黄金死士 全部变回黄豆模样 洒落一地 但这对我们来说 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 因为冬界的鬼与我们之间 已经没了缓冲 张衡大声喊道 孙四 看你的了 孙四从腰间抽出一物 我定眼一看 是一把二胡 他坐在地上 将二胡抵在自己的腿上 然后拉了起来 二胡的声音响起 听调子似乎是某种地方戏剧 伴随着二胡的声音 我们的后方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我回头一看 只见上百个纸渣 正狂奔而来 这些纸渣 和我以前见过的纸渣 很不相同 他们做工极为精美 所有的细节都很到位 栩栩如生 简直和那些明星蜡像有一拼 与其说这是祭祀用品 倒不如说是艺术品 更神奇的是 这些纸渣的关节 明明是木条做的 但它们动起来 没有一点僵硬的感觉 仿佛真人在奔跑 纸渣的形象 都是戏剧中的扮相 有威武的大将军 有黑脸的反派 有俊秀的小声 还有漂亮的花旦 这些纸渣冲入鬼群中 与东界的鬼搏斗起来 看起来若不禁风的纸渣 却是把鬼打得节节败退 张衡问道 孙四 你们这一派的老祖宗 该不会也在这吧 孙四呸了一口 纸渣在唐朝才出现 就算我们这一派的老祖宗 还没转世 也在地府待着呢 他在说话的时候 手中拉二胡的动作 没有丝毫紊乱 与鬼战斗的纸渣 仿佛真的在演一场大戏 孙四继续道 我这纸渣没张到事的黄豆兵能打 你们做好准备 最少半个小时 我就可能撑不住了 林小璐回应道 尽量多撑一段时间 他转身喊道 王大师 你算出封印恢复的时间了吗 我顺着林小璐的视线看去 一个邋遢的中年男子 一手拖着罗盘 一手正快速掐算 前两日 林小璐跟我介绍过此人 王大师十分擅长风水阵法 此刻的王大师满头大汗 脸色憋得都有些发子了 三分钟后 他大喊道 算出来了 我们只要撑到明天早晨六点 封印就能恢复 这个答案并没有让众人感到开心 现在是凌晨十一点 距离早上六点 还足足有七个小时 真的 能撑住吗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 半个小时很快就到了 二胡声还没断 但孙四拉二胡的手 已经在颤抖了 张衡劝道 撑不住就别硬撑了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孙四咬牙道 能多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等会受了神通 我是一点力气都没了 到时候帮不了你们 只能这个时候咬咬牙了 他痛骂道 牛鼻子 别跟老子说话了 老子现在连骂人的力气都是宝贵的 就这样 孙四又硬生生地坚持了二十五分钟 二胡声断了 孙四眼睛一闭 身体直挺挺地栽倒栽地 昏迷了过去 林小璐当机立断 张道长 你把孙四送后面去 其他人接手战斗 没了孙四的操控 只扎很快被东介的鬼丝成了碎片 人类一方 还剩四十余人 林小璐早就做好了部署 每八人一组 轮流作战 林小璐把自己分在了第一组 我自然也要求 跟他待在一起 鬼冲了上来 林小璐一马当先 冲锋在前 我看到他的头发瞬间雪白 刺骨的寒气从身体中一出 将周围的地面都染上一层白霜 他一刀挥出 昏无刀的刀锋上 斩出一道白色的刀气 这刀气并不锋利 至少被斩中的鬼 没有被一刀两断 但被斩中的鬼 身上皆是结满寒冰 很快就被冻成冰雕 冻住第一排鬼后 寒气继续向后蔓延 很快又冻住了第二排和第三排鬼 至此 寒气停了下来 与我们一组的阴人喊道 林队 干得漂亮 林小璐的表现 让众人士气大增 一个个跟上前 各自施展出拿手的本领 别看人类一方人少 但战力非凡 当然 主要还是东阶的鬼兽封印影响 如果让他们跑到阳间 各个都是夜叉以上级别 随便一只 都够我们喝一壶的 林小璐奋力搏杀 我自然也不会划水 我召唤英雷 凝聚成一枚红色长毛 向着密集的鬼裙扔了过去 滋了 英雷长毛划破长空 发出低沉的雷鸣声 紧接着 红光炸裂 笼罩大片的土地 雷光四射 如珠网般蔓延 但凡被英雷波及的鬼 皆是在一秒钟内 魂飞魄散 这些鬼消亡后 他们体内的煞气溃散 我运转杀绝 煞气汇聚成气流 飘向了我 我张开嘴一吸 煞气全都钻进了我的肚子里 这些煞气 对于其他的英人来说 乃是毒物 但对我来说 则是大补之物 我刚刚释放英雷消耗的煞气 此刻不仅全都补了回来 反倒还多了一些盈余 不过这些煞气中 夹杂着冲天的杀意 如果是一般人 此刻立马就会疯掉 这也是 之前我阻止林小璐 用阴阳眼吸收黑云的原因 是由血脉 虽然能镇压煞气中的杀意 但只是镇压 并非消解 但我不一样 我现在的身份是成皇 再多的杀意怨念 也会被成皇令消解的一干二净 杀了一群鬼后 我惊讶地发现 自己不仅没怎么费力 反而还长了点修为 我眼皮跳了一下 一个疯狂的想法 在我心中浮现 如果我把眼前的鬼 全部杀掉 修为会增长到何种境界 正恍惚着 我听到林小璐的喊声 换人 他一声令下 第一波御敌的鹰人 立即后退 第二波鹰人 立即顶上 而第三波鹰人 则是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退下来的鹰人 一个个盘腿修炼 尽可能地恢复力量 我看到他们的额头上 都冒出了细微的汗珠 一组又一组鹰人 不断进行替换防御 我一边观察 一边在心中计算 每一组鹰人的战斗时间 平均是八分钟 八组就是六十四分钟 可以粗略 估算为一个小时 照这样打下去 如果想撑到封印恢复 每一组都要战斗六次 听起来不算特别困难 但敌人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每一次战斗 都会消耗大量的体力 而且 我心中隐约有种紧张感 东帝既然知道 今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又怎么会只派普通的鬼来 或许最强大的鬼 被封印压制在都城出不来 但肯定有比普通鬼 强许多的精英鬼 正隐藏在大军中叙事待发 事实证明 我猜得一点都没错 当时间来到零点 封印的力量降到最弱时 第一只精英鬼出现了 这只鬼有两米高 体型巨大 它穿着重甲 一手提着一个 重打百斤的大锤 这只鬼煞气冲天 相隔数十米 都能感应得到 一名鹰人示警道 大家小心 来厉害家伙了 另一人自告奋勇 让我去会会他 这名鹰人 同样是个大块头 身高虽然没有两米 但也有一米九 之前林小璐跟我介绍过他 此人原本是习武出身 一身横练功夫 后来被某鹰人门派收入门下 教了厉害的修炼法门 如今他全身如铁 刀枪不入 施展硬气功夫后 小口径的子弹 都能挡住三五颗 此人绰号黑土 他手持一把斧头 迎面向着对面的大块头轨走去 很快 一人一轨碰上了面 斧头与锤子同时砸向对方 碰 一声巨响 一人一轨皆是身体一颤 各自后退一步 显然是棋逢对手 实力相当 黑土怒喝一声 再吃老子一斧 他纵身一跃 从单手持斧 变成了双手持斧 用尽全身力量 一斧砸下 大块头轨举起双锤 交叉挡在身前 挡住了这一斧 就在这时 一名鹰人喊道 别迎来 接斧 这人手一甩 一张符路飞向黑土 直接贴在了斧面上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有了符路的加持 黑土的力量暴增 他把手中的斧头 耍得是虎虎生风 打得大块头轨 节节败退 三分钟后 黑土以一技漂亮的跳展 结束了战斗 斧头砍进大块头轨的脑袋 犹如披挂 脑袋一分为二 还是老子技高一筹 黑土扛起斧头往回走 虽然他说的话很神气 实际上 他已是气喘吁吁 可就在他转身走了没几步时 一道暗绿色的光芒 从远方飞来 没如已经倒在地上的 大块头轨的体内 接下来的一幕 非常诡异 大块头轨 原本已经变成两半的头 竟然重新长在了一起 然后 他站了起来 刚刚给黑土贴服的鹰人 发现了这一幕 他大声提醒 黑土 小心后面 或许是战场声音太过嘈杂 黑土没有听到他的呼唤 等他察觉到身后有危险时 大块头轨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 大锤落下 砸在黑土的后背上 黑土毫无防备 他眼神变得呆滞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黑土 一名鹰人冲出队列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倒下的黑土 然而 大块头轨已经再次举起手中的大锤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 黑土的头颅 这一锤如果砸中 黑土必死无疑 冲出队列的鹰人 已经用尽全力在奔跑了 然而他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大块头轨的锤子 眼见黑土叫丧命 我行动了 我凝聚鹰雷 化作长矛 直接扔了出去 鹰雷的速度 与自然界的闪电一样快 根本没有人能够躲得开 轰隆隆 红色鹰雷化作的长矛 直接扎进了大块头轨张开的嘴巴里 从他的后脑中钻了出来 我用意念操控 鹰雷瞬间爆炸 将大块头轨的整个头颅 都榨成了粉末 大块头轨 再一次倒了下去 刚刚冲出去的鹰人 也顺利就回了黑土 他把黑土送到后方 我和林小璐上前查看 经过检查 黑土的脊柱出现了损伤 或许不致命 但他一时半会儿 很难醒来 就算能醒过来 也不会有战斗力了 加上昏迷的孙四 至此 人类阵营 已经有两人丧失了战力 您快看 有人惊叫 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我抬头一看 只见又是一道 暗绿色的光芒 从远处飞来 再一次落到 大块头轨的身上 诡异的事情再次出现 大块头轨重新站了起来 它缺失的头颅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重新长了回来 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大块头轨 已经再次拿起自己的锤头 搭不上前 我有些傻眼 冬界里的鬼 不是在封印的镇压下 不能使用鬼术吗 这什么情况 我问林小璐 小璐 看清那道绿光 是从哪里飞来的吗 林小璐伸出手指 那边 不过和第一次方向不同 也就是说 施掌鬼术的鬼 一直在保持移动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在我和林小璐对话的时候 大块头轨 已经冲到了最前线 打乱了我们这边的部署 林小璐拔出了昆吾刀 冷声道 我去砍了他 我没有阻止林小璐 现在的确需要一个人 来解决这个大块头 我对林小璐说道 别一下砍得太碎 让他继续复活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震惊道 呆子 你想找出市长鬼术的鬼 我点了点头 回答道 没错 不把这只特殊的鬼找出来 我们绝没可能撑到封印恢复 这就像是在打游戏 对方有个能无限复活队友的挂逼 想要赢 必须第一个解决他 林小璐眼中满是担忧 毕竟这个挂逼藏在群鬼之中 就算我找到了他 也得冲进鬼群 才有机会把他揪出来 我安慰道 放心吧 现在的我 比和刘飞交手势更强 林小璐用力点了点头 好 你小心点 说完 林小璐便杀向了大块头鬼 有吃油血脉的加持 林小璐爆发出的力量 并不比大块头鬼弱 而且 他身形灵活 速度极快 只一个照面 就把大块头鬼的左腿给斩断了 大块头鬼单膝跪地 可就在林小璐挥刀 准备斩向他的脖子时 那道暗绿色的光芒 再次出现 我看得真切 当即向着光芒射来的方向奔去 藏头鹿尾的家伙 找到了你 找到了鬼术的来源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 就冲了出去 以我刚刚目测的距离 想要抓住这只鬼 我最少要前进一百米 这可不是在体育场玩百米测试 因为在我的面前 有数不清的鬼挡路 具体什么场景 大家如果看过丧尸电影 应该能想象得出 这个时候 我就有点怀念 自己没复活的时光了 如果是那个时候的我 直接飞过去就行了 可现在有了身体 就得尊重地球引力 只能正面杀过去 我唤出鹰雷 化作一柄长棍 在身前横扫 将挡路的鬼扫的是 人仰马翻 这个时候 我也不追求杀伤力了 只求能以最快的速度 把前方的鬼清扫干净 我甚至 恨不得鹰雷能化作一只战马 直接骑马冲锋 等我行进五十米的时候 一直躲在鬼群中 偷偷释放鬼术的鬼 发掘了我 他立马派出另一只精英鬼来阻止我 这只精英鬼倒不是大块头 它长得又矮又瘦 但速度奇怪 手中握着一把漆黑的匕首 这只鬼的身影 在大军中不停穿梭 试图让我丢失它的身影 但我早就 发现了它的存在 不管周围的鬼如何围攻 我的眼光始终跟随着它 咻 鬼影从我的身侧冲了出来 漆黑的匕首 直直地扎向我的胸口 我再次用手中阴雷变化的长棍横扫 扫飞普通的鬼 然后长棍变刀 我反手一展 挡住了匕首 这只鬼偷袭不成 准备再次盾回鬼群 但我又怎么会给它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这刀送你了 我直接引爆了手中的雷刀 红色的雷光将鬼影吞噬 这只精英鬼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就被阴雷炸得魂飞破散 事实证明 只要不留有躯体 复活的鬼术也是无能为力 我在鬼群中寻找市长鬼术的鬼 很快重新锁定目标 这只鬼披着一个黑色的袍子 把头脸全都给遮住了 此刻正在悄悄向后退去 你往哪里跑 我发狠了 因为不要前视地往外扔 我身前50米的道路 犹如降下雷电风暴 瞬间清场 煞气消耗过大 疲惫立即袭来 我深吸一口气 运转杀绝 战场上的煞气化作飓风 全都钻进我的身体 然后疲惫感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旺盛的精力与充沛的体力 这个时候的我很想学业师傅喊一声 我要打十个 不 我要打一百个 前方没了鬼挡路 我以最快的速度 追上了那个穿着鬼袍的鬼 我一把抓住了他 阴雷贯体 对方当即动弹不得 我本想直接杀了他 但一想到 对方能无视封印施展鬼术 又改变了主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必须得弄清楚 于是我把他扛在肩上 向来时的方向跑去 众鬼看我绑架了重要人物 一个个发疯似地扑向我 试图把我肩膀上的鬼抢回去 于是我再次化身轰炸机 用鹰雷狂轰烂炸 三分钟后 我回到了林小璐的身边 众鹰人看向我的目光 像是在看一只怪物 一名鹰人结结巴巴地问我 兄弟 你是赵子龙转世吗 这么忙 我黑黑一笑 然后把肩膀上扛着的鬼扔到地上 这鬼被我的鹰雷垫了个苏麻 此刻还没回过神来呢 众人围了上来 把他头上的鬼袍帽子一摘 鬼的真面容就露了出来 是个小老头 有人贡献出了捆绳 把小老头捆了个结结实实 我问小老头 你为什么能施展鬼术 小老头把头一撇 不说话 一个脾气火爆的鹰人怒喝道 别给脸不要脸 不老实交代 信不信爷爷们把你大谢八块 谁知小老头硬气地说道 我本来就是死人一个 大谢八块又怎样 大不了魂飞魄散呗 反正在这鬼地方待了两千年 我早就想解脱了 听他的语气 这话不像是作假 只是他忘了一件事 我开口道 你是不是忘记 在生和死之间 还有第三种状态 小老头下意识地问我 什么 我道出了答案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打了个响指 红色的鹰雷在我指尖跳动 我威胁小老头 我知道你一直生活在丰都 没有见识过地府开设的十八层地狱 不过没关系 我能让你免费地体会一下 我虽然没法把小老头真的扔去阴间 但鹰雷贯体的感觉 绝对比地狱中的惩罚更残酷 小老头大概是想起 之前被我用鹰雷垫的可怕场景 忍不住地打了个冷战 他颤声道 老头我不是被吓大的 想撬开我的嘴 啊 我一直戳在他的身上 小老头立马惨叫起来 住手 啊 快住手 啊 我不断加强鹰雷的威力 小老头的惨叫声一声高过一声 一分钟后 我暂时停了手 说不说 不 啊 每过一分钟 我的同伴都可能会受伤 甚至是死去 所以我绝不会对小老头 有任何客气 尊老爱幼 对敌人可没有这种美德 说不说 我说 小老头崩溃了 我能使用鬼术 是因为东帝亲自的袍子 我对一旁的鹰人说道 把他的袍子脱下来 这名鹰人立马动手 先给小老头解绑 然后把他身上的袍子扒了下来 我接过袍子 仔细查看 以我几年殷伤的经验 立马就看出 这件袍子不是反品 而是一件厉害的法器 这法器有屏蔽封印力量的效果 当然效果有限 否则穿着这袍子的鬼 就能轻轻松松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问小老头 战场上 还有几只鬼和你一样 穿着这样的袍子 小老头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就我一个 这袍子非常珍贵 整个东界都不超过五件 东帝是看中我的能力 才把袍子借给了我 只是没想到 我才出手 就被你给抓到了 小老头说话时 我一直盯着他的眼睛 从他眼神中流露出的 情绪波动来看 应该没有说谎 这是一个好消息 若是那些精英鬼一个个的 都能死而复生 那这仗就没法打了 在拷问小老头的时候 前方战线又轮换了三组 替换下来的人脚步轻浮 有些人握兵器的手都在发抖 可见有多累 林小璐也退下来了 他收起昆吾刀 问我 拷问出结果了吗 我把小老头交代的事情 简单说给了他 林小璐听后 也是松了口气 他走到小老头面前 质问道 东帝还准备了什么后手 小老头使劲摇头 我不知道 东帝的命令 是下达到个人的 所以我不知道 其他人接到的是什么命令 这话听起来是天衣无缝 但我敏锐地察觉 小老头的眼神 有那么一丝丝的波动 他在撒谎 他很可能知道什么 联想到星爷给我的信 我下意识地问道 你知不知道雕像 什么雕像 我不知道 小老头回答的是斩钉截铁 但脸上的神情已经出现了慌乱 我阴沉着脸 再次打了个箱纸 滋了 红色的雷光 再次在我的指尖上跳动起来 我威胁道 你最好不要 敬酒不吃吃罚酒 小老头咬牙道 你就算弄死我 我也不会被判东帝的 是吗 我手指前移 小老头下的脸色都苍白了 就在我的手指即将落下时 小老头大喊道 住手 我说 我没把阴雷收起来 手指就放在小老头的身前 说实话 否则后果你知道的 小老头哆哆嗦嗦地回答 那些雕像 是 他才说了几个字 脸上的表情忽然就僵住了 像是喉咙里被塞了什么东西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紧接着 他的身上冒出大量的煞气 仿佛烧开的废水 这是什么情况 林小璐急忙把我拉到一旁 呆子 小心 我才后退两步 小老头全身就溃烂了 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 他的身体就化成一滩烂泥 然后魂飞魄散 什么都没有留下 我眉头皱起 这东地当真好本事 竟然还有防止自己人泄密的手段 林小璐问我 刚刚你提到的雕像是什么 我把星爷给我的信拿了出来 林小璐看过后问我 星爷以前是我们的敌人 他的话 有可信度吗 我回答道 应该有 毕竟封印中的恶鬼跑出去 对他也没什么好处 林小璐看向战场远方 只能等着了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 战斗已经打响了三个小时 我们四十多个鹰人 虽然成功挡住了鬼群 但一个个都累得不轻 受伤的状况 已经是频繁发生 再这么打下去 大家肯定坚持不下去 我自告奋勇 小璐 把所有人都撤回来 我自己上 林小璐断然拒绝 不行 太危险了 我笑着回答 你忘了 我刚刚是怎么战斗的了 放心吧 撑不住我会求助的 林小璐犹豫了好一会儿 才勉强点了点头 他对正在前线战斗的鹰人 大声喊道 撤 八名鹰人立马回撤 而我 则是独自一人顶了上去 面对成群的鬼 我心中没有恐惧 相反 我内心生出一种 虽千万人无往已的豪迈感 鬼群冲了上来 我召唤出鹰雷 开舌属于我一个人的战斗 鹰雷克制一切阴晦之物 自然也包括鬼 更何况 我这还是升级般的红色鹰雷 轰隆隆 雷鸣声响彻山谷 但凡被鹰雷扫过的地方 鬼都会被炸得人仰马翻 被鹰雷直接命中的鬼 更是瞬间魂飞魄散 施展鹰雷 非常耗费煞气 但有杀绝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战场上弥漫的煞气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吸收 有城隍身份在 杀绝的副作用 已经无需顾虑 此刻的我 犹如雷电法王将士 以一人之力 拦住了万鬼 和我之前猜测的一样 我杀的鬼越多 我修为增长得越快 与其他快要力竭的鹰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用鹰雷狂轰乱炸的半个小时 已经有近千之鬼魂飞魄散 终于 疯狂冲锋的鬼群停了下来 一声长号在山谷后方吹响 群鬼停下脚步 然后向后退去 我收起了鹰雷 鹰人们跑到我的身边 一个个脸上挂着兴奋的表情 兄弟 你厉害啊 这杀鬼的效率了 比我们加起来都高 以后留在这吧 有你在 我们简直是如虎添翼 留下来吧 反正林队也在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许多人话中是满满的喜悦 仿佛危机已经渡过 我开口道 大家都冷静下 真正的危险 还没到呢 听到我的话 众人都闭上了嘴 与我一起 看向前方 鬼群后退了一百米 然后停下了脚步 不知哪里来的鼓声 群鬼伴随着鼓点 一同跺脚 动 动 动 地面微微颤抖 我脚下的实力 随着鼓声一跳一落 有人问道 这些鬼在干嘛 好像 是某种祭祀 或者召唤仪式 妈的 老子心里直打突突 感觉有不妙的事情 要发生了 忽然间 一声怒吼 从山谷后方响起 紧接着 鬼群一分为二 出现了一个通道 有人惊呼道 那是什么 我定眼一看 只见一个庞然大物 迈着沉重的脚步 走在鬼群中间的通道中 正向我们走来 这是一只怪物 体型比大象还大上不少 它的外形四犬 又似狮子 和藏鸥的模样 有几分相似 怪物的头上 长着一个坚硬的触角 它满嘴尖牙利齿 目露凶光 看着这只 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怪物 我不由地想起 当初从西王母宫 见到的那只手工神兽 但从气息上不难判断 眼前的怪物 比手工神兽更加强大 我身边有人说道 这该不会是年兽吧 我眉毛一跳 回想起古籍中的记载 当真有些像 相传在太古时期 有一种凶猛的怪兽 散居在深山密林中 人们管它们叫年 年的形貌恐怖 生性凶残 砖石飞禽走兽 临界虫制 而且一天换一种口味 从磕头虫 一直吃到大活人 365天不重样 让人谈年色变 慢慢地 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 它每隔一年 就会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 尝一次口仙 而且出没的时间 都是在天黑以后 等到机鸣破晓 它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男男女女便把这可怕的一夜 视为官杀 称作年官 全家人聚集在一起 彻夜不敢眠 如今很多人除夕夜 不睡觉 手碎的习俗 就是从熬年官发展来 传说中的凶兽 就这样真实地出现在眼前 更可怕的是 他还是我们的敌人 我去会会他 我向前一步 但被人给拉住了 我回头一看 是林小璐 我陪你 好 我和林小璐向前走去 前方年兽已经狂奔起来 有如一辆急驰的坦克 向我们二人拈来 林小璐深吸一口气 她的头发瞬间变得雪白 冰冷刺骨的寒气 从她的身上冒出 呵 林小璐娇喝一声 双掌向前拍出 两股寒气 从她的掌心中涌出 正中急驰的年兽 年兽身上迅速结满了冰 然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冰疙瘩 仅凭惯性往前移动 就在我以为林小璐的攻击声效时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 冰疙瘩炸裂 年兽脱困 四条腿再次迈动 继续狂奔 寒气没用 我决定试一试阴雷 轰隆隆 一声雷鸣响起 红色的阴雷被我扔向年兽 碰 阴雷炸裂 年兽倒地 一身焦黑 成功了吗 正当我打算上前查看时 年兽竟然重新站了起来 她身上被阴雷劈黑的毛发 变回了原本的颜色 年兽甩了甩头 喉咙中发出低沉的吼声 她似乎被我和林小璐给激怒了 年兽重新跑了起来 我又是一道阴雷砸了上去 碰 年兽再次倒地 可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 她仍旧重新站了起来 我没有扔出第三道阴雷 因为年兽已经冲到了我和林小璐的面前 林小璐左眼泛红 赤油血脉发动 她没有选择躲避 而是抽出昆武刀 直接砍了上去 我曾经拥有过赤油血脉 知道它能提供多少力量 当初西王母宫的手工神兽 就是在赤油血脉的加持下 被我乱拳打死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林小璐吃了扁 她被年兽直接撞飞出去 重重落地 不过年兽也中了一刀 头上出现一道生可见骨的刀伤 然而奇怪的是 伤口中并没有血液流出 吼 年兽怒吼 向着林小璐冲去 我挡在她的面前 阴雷划刀砍在她的腿上 啪 阴雷刀炸裂 年兽扑倒在地 林小璐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 再次持刀砍来 这一次 刀上寒气弥漫 扎进年兽身体后 寒气迅速蔓延 把年兽冻成冰块 林小璐的右眼 已经泛出暗金色 这是炎帝血脉的恢复效果 想来刚刚摔的那一下 让她受了些伤 她气喘吁吁地问我 干掉它了吗 我摇了摇头 年兽要是这么容易干掉 之前两道阴雷就能干掉它 果不其然 我听到了冰块碎裂的声音 咔嚓 年兽冲破碎片 重新站了起来 她额头的刀伤 已经消失不见 刚刚被我用阴雷打中的腿 也没有一瘸一拐的迹象 她的伤 竟然是恢复了 这恢复速度 比炎帝血脉都要快 好凶猛的怪物 林小璐奇怪地问道 呆子 没有鬼市长鬼术 这怪物 怎么能恢复得这么快 这也是我的疑问 这可怕的恢复速度 着实不合常理 我萌生了一个想法 有没有可能 它是假的 假的 呆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小璐 你回想一下 虽然在冬界生存的是鬼 但他们受封印限制 一直以实体存在 受伤时虽然不会流血 但会有煞气外溢 林小璐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我继续道 你再看看眼前这头年兽 它的伤口太过整齐 而且没有丝毫煞气外泄 与其他鬼受伤的样子不同 林小璐惊讶道 你的意思是 它不是鬼 而是被人用某种手段 创造出来的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没错 我就是这么想的 林小璐担忧地说道 如果它是假的 只要不找到它的创造者 就算我们杀它一百次 它也会不停地复活 我和林小璐尝试了一下 我们联手再一次 把年兽打趴下 但最终的结果仍旧没变 年兽好似打不死的小强 再一次站了起来 这样打下去 就算我和林小璐再强大 也会被活活耗死 林小璐问我 你有解决办法吗 我仔细思索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找到年兽的创造者 但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需要林小璐来做 我对林小璐说道 小璐 你仔细听我说 阴阳眼的能力 不仅仅在于提升力量 和恢复伤势 他还有寻踪溯源的能力 你现在把自己的灵气 注入双眼 然后仔细盯着年兽 他的身上 会出现一条丝线一样的东西 你试试看 林小璐立即照做 他的脸上 很快就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出现了 真的有 我继续教导他 那条丝线飘向的位置 就是年兽的力量来源 也就是他的创造者所在的位置 林小璐指向鬼群的后方 离得不远 我神情严肃地说道 现在我们得缤纷两路 一个拖住年兽 一个杀过去 毁掉年兽的创造者 林小璐立即道 我过去 其实我并不赞同这个分配 可只有拥有阴阳眼的林小璐 才能准确找到年兽的创造者 没有第二种选择 小心点 放心 林小璐向着侧方移动 或许是年兽察觉了他的想法 竟是直接无视了我 向着林小璐冲去 我怒喝一声 聂绰 你的对手是我 随即 一道阴雷砸了出去 轰隆隆 雷声轰鸣 年兽被我的阴雷 炸了个身形亮枪 林小璐没有跟他纠缠 趁着这个机会 从年兽的身旁绕过 直奔远方的群鬼 林小璐的身形没入鬼群 我的心一下就揪了起来 他虽然有阴阳眼加持 但毕竟不能像我一样 靠杀绝越战越勇 他能成功吗 接下来的三分钟 我一边与年兽纠缠 一边紧张地望着远方 时间的流速 仿佛变慢了百倍 三分钟明明很短暂 我却感觉 过了很久很久 度日如年 终于 在我的期盼下 林小璐的身形 从鬼群中杀了出来 以最快的速度退回我的身边 他身上的衣服 出现好几道裂痕 鲜血将衣服染红 好在有炎蒂血脉的 恢复能力 伤口正在以肉眼 可见的速度愈合 小洛 你没事吧 林小璐摇了摇头 他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 显然是没有成功 我问他 看到年兽的创造者了吗 看到了 不是鬼 而是 是什么 雕像 听到雕像两个字 我内心狠狠颤了一下 事实证明 星夜没有骗我的确有雕像存在 我让自己快速冷静下来 继续追问 什么的雕像 林小璐解答道 是人像 有十个 他们 林小璐的话戛然而止 我看到 他忽然瞪大了眼睛 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去 只见前方鬼群中 忽然出现了十辆推车 每一辆推车上 都摆着一个三米高的石头雕像 正如林小璐说的那样 这些雕像都是人像 有手持刀斧的将军 也有拿书卷的文人 每一个人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 如果他们不是用石头做的 那和真人几乎没有任何不同 雕像一出场 我就感受到 年兽的气息发生了变化 它变得更加强大了 林小璐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紧张地说道 呆子 那些雕像一靠近 年兽好像会变得更强 他话音刚落 年兽就再一次扑向我们 我急忙扔出一发阴雷 然而和之前不同的是 英雷炸裂 并没有阻挡年兽的进攻 小心 林小璐把我推开 他将吃油血脉的力量 发挥的极限 一刀刺进了年兽的额头里 换作任何一只 真实活着的怪物 这一刀必定会要他的命 可年兽是假的 别说把刀扎进头里 就是把他的头砍下来 他也不会死 林小璐被年兽撞飞 重重落地 一时竟是无法站立 年兽怒吼一声 扑向林小璐 想要趁机要他的命 我怎么可能会坐视不管 我纵身一跃 跳到年兽的身体上 一把握住昆吾刀的刀柄 时隔两年 我再一次拿到了昆吾刀 昆吾刀插进年兽身体的刀锋颤抖 发出一声清明 他仿佛有自己的思想 正在表达与我重逢的喜悦 我忍不住大笑道 老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我召唤阴雷 注入昆吾刀中 雷光从昆吾刀上爆发 刺入年兽体内 年兽当即痛苦地倒地挣扎 满地打滚 我趁机把昆吾刀拔了出来 然后对准年兽的脖子 就是一刀 昆吾刀是短刃 想要把年兽的头整个切下来 刀刃不够长 但我用阴雷凝聚成雷刃 将昆吾刀从短刃变成了长刀 伴随着我用力一展 年兽的头滚落在地 但我知道 这并不是结束 只要雕像还在 年兽很快就会复活 我从年兽的身体上跳了下来 以最快的速度 来到林小璐身旁 把他扶了起来 小洛 你还好吗 林小璐神情痛苦地点了点头 刚刚那一撞 把他伤得不轻 有几个鹰人跑到我们身边 开口道 林队 张贤 我们来帮你 林小璐断然拒绝 不行 实力差距太大了 你们不是年兽的对手 有人提议道 我们去把雕像打破 他们也已经发现 年兽是雕像力量凝聚的幻体 想要击败年兽 必须从雕像下手 不行 林小璐再次拒绝 你们难道忘记 张贤带来的情报了 绝不可以打破雕像 刚刚提议的 因人辩解道 给张贤情报的 是黑鸭的人 他的话 能信吗 万一他故意坑 我们怎么办 这话其实很有道理 从常理分析 星爷的确有报复我们的动机 可我仍旧选择相信他 还是那个原因 疯度的恶鬼跑到阳间 对星爷没有任何好处 他又并不是被十三局判了死刑 没必要破冠破摔 而且 当初他被十三局带走时 还特别自信地跟我说 他很快就会重新出山 成为一个真正的棋手 这样的人 不会选择成为一个疯子 林小璐显然和我想的一样 他对众人解释道 我们只要撑到六点 一切危机都会解除 这个时候冒险 不明智 这个理由说服了提议打碎雕像的阴人 他询问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这头年兽不断复活 我们拿他束手无策啊 林小璐冷静道 谁说我们束手无策的 既然不能打破雕像 那我们就封印他 好主意 我们当中有四个懂封印的阴人 而且流派各不相同 总有一种能封住他 林小璐立即道 去把这四个人找来 四人很快赶来 林队 要我们怎么做 下命令吧 林小璐指了指快要复原的年兽 你们有没有办法封印他 其中一个阴人回答道 这怪物是后面十面雕像召唤出来的 想要封印他 必须先封印雕像 我们四人的封印术法 虽然流派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靠近才能发挥 我听明白了 我和林小璐得想办法 把四人送到雕像面前 林小璐咬牙道 没问题 我和张贤送你们过去 我立即插嘴道 只有你们四人可不够 看到雕像后面的鬼影了吗 他们可不止在推车 还在保护着雕像 每个雕像后面 都有一只推车的鬼 另一人道 怪物是十面雕像共同召唤的 只要封住一个雕像 怪物就会消失 我们四个 再挑上几个好手 足够了 说完 他回头大喊道 来四个伸手好 还不怕死的 当即又有四名鹰人 站了出来 这样突进小队 就有了八人 一切准备就绪 年寿也重新站了起来 他被我砍掉的头颅 已经重新长出 我把困屋刀 递给林小璐 林小璐却是摇了摇头 刀还给你 还是你更适合他 我没有谦让 有困屋刀在 我的确如虎添翼 林小璐手中冒出寒气 一把兵剑凝聚成形 我用这个 突击小队中的 一个鹰人开口道 林队 等会儿你们一动手 我们八个就往前冲 林小璐点了点头 但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先别急 等雕像再往前走一走 这样后面的鬼群 就算要过来保护 也需要一段时间 足够你们动手了 八个鹰人 看向林小璐 林小璐立即道 听张贤的 此刻 承载着雕像的推车 已经远离鬼群30米 按照我的预估 等他们远离鬼群 50到60米时 才是动手的好时机 年兽站了起来 发出低沉的怒吼声 他的目光死死地锁住我 眼神里是熊熊燃烧的怒火 吼 年兽狂奔而来 他的四肢踏在地面上 能让我的脚底板 感受到微微的颤抖 毫无疑问 随着雕像的靠近 年兽的力量又增加了 我没有躲避 而是迎着年兽冲了上去 手中的昆乌刀 被鹰雷染成了红色 雷光照亮山谷 当我和年兽只见不足一米的距离时 年兽张开了血盆大口 露出满嘴尖牙 想要一口把我的脖子咬断 来报刚刚的断头之仇 而我 则是身体重心往下移 后背着地 一个划铲从年兽的身下划过 当我划到年兽肚皮下时 我手中的昆乌刀 用力向上刺去 扑吃 昆乌刀的刀刃 完全没入年兽的肚子 我的身体随着惯性向前划动 给年兽来了个开膛破肚 不仅如此 鹰雷在年兽的肚子里炸裂 年兽连悲鸣声都来不及发出 就倒在了地上 有鹰人为我欢呼 张贤 干得漂亮 我使劲喘了口气 与年兽战斗和鬼战斗是两码事 杀鬼 我还能吸收杀气补充力量 和年兽打 我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也是越打越累 呜 一声低鸣 从年兽的喉咙里响起 我惊了一下 这家伙 这么快就恢复了 我转身看向雕像 雕像已经行进了40米 看来 随着雕像的靠近 年兽不光力量变强 恢复能力同样也会增长 小洛 帮我 我冲到年兽身上 昆武刀再次插入他的体内 灌入鹰雷 林小鹿也赶了过来 手中冰剑刺入年兽的脖子 很快年兽的身上 结出厚厚的冰霜 鹰雷加寒气 威力皆是不俗 但我能明显地感受到 身下的年兽正在挣扎 而且力气越来越大 林小鹿宁声道 呆子 雕像在往前 我们两个就压制不住它了 一旦它冲出山谷 风印就保不住了 我没有回答林小鹿 而是死死地盯着雕像 42米 43米 44米 我知道 50米的目标是达不到了 当雕像走了45米时 我大声喊道 就现在 冲 八名鹰人本就是叙事待发 此刻我命令一出 他们犹如脱缰野马 以惊人的速度 冲向距离最近的雕像 八人速度都很快 四人一组 负责战斗的四个鹰人 冲在前面 负责封印的四个鹰人 冲在后面 负责推车的鬼 发现了情况 其中有八只鬼 立即放弃推车 迎了上来 另外两只鬼 原地待命 保护雕像 八对八 战斗一触即发 然而 只一个照面 八名鹰人就落了下风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 负责推动雕像的鬼 各个都是实力强悍的精英鬼 八名鹰人 虽然身手不俗 但也没到能单挑精英鬼的水平 眼见突袭计划就要失败 忽然间 异象突生 我看到留守雕像的两只鬼中 有一只悄悄地来到另一只鬼的身后 他从身后摸出一把刀 直接砍断了对方的脖子 我愣住了 这什么情况 对面起内哄吗 还没等我弄明白怎么一回事 杀了同伴的鬼纵身一跃 跳到一面雕像前 手起刀落 啪 雕像 碎了 我人傻了 我千算万算 都没算到 雕像会被敌人打碎 等等 不对劲 我低头看了一眼身下的年兽 因为雕像的破碎 他的身形开始变得暗淡 反抗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弱 即将消散 雕像碎了 不死的年兽就会消失 敌人又该如何冲出山谷 打破封印呢 如果我是东弟 绝不会让手下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难道说 打碎雕像的鬼是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 那只鬼又接连挥动手中的刀 打碎了第二面和第三面雕像 我眼皮狂跳 在他准备动手打碎第四面雕像时 大声吼道 林天佑 住手 身旁的林小璐被我吓了一跳 他震惊地问道 天佑 他在哪 我死死地盯着那只鬼 他果真停下了手 眼中带着一丝迷茫 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 这只鬼是林天佑假扮的 该死 不能打碎雕像这件事 我唯独没有通知林天佑 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娄子 真不知道这算是意外 还是天注定 此刻的我 喜怒参半 怒得当然是雕像被打碎 喜得是终于找到了林天佑 这些天来 虽然林小璐嘴上不说 但我能感受到 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弟弟 林天佑再次进入封印世界 是我指使的 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 我肯定会愧疚一辈子 我再次喊道 带人回来 林天佑解开了伪装 变回本来模样 他摘下贴在头上 拥有变身效果的俘禄 冲向前方正在与八名鹰人 厮杀的精英鬼 经过与黑鸭的决战 林天佑的修为 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 他先是掏出三张照雷符 手掐雷诀 三道天雷落下 瞬间劈死了三只精英鬼 随后 他又换出了自己那把 手掌长度的桃木剑 以灵气御剑 协助自己人战斗 他们九人且战且退 最终安全退了回来 林天佑一见到我和林小璐 便兴奋地邀功道 二姐 姐夫 我干得不错吧 打碎了雕像 那年兽就不会再出现了 哎 姐 你扭我耳朵干什么 疼疼疼疼 林小璐气得把林天佑的耳朵 拧了一圈 他气愤地吼道 你个臭小子 你跑哪里去了 知不知道 姐姐有多担心你 林天佑委屈道 我不知道 你们大本营会搬家 结果找你们的时候迷了路 误入鬼城 只好先伪装起来 林小璐眼睛都红了 他松开了手 继续道 你知不知道 自己闯祸了 林天佑一脸迷茫 他看向我 疑惑地问道 姐夫 我闯什么祸了 我叹了口气 解释道 雕像不能打破 林天佑依旧不解 为什么 这个问题 我就回答不上来了 因为目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肯定 答案马上就会揭晓 我看向山谷的另一端 剩余的七面雕像 已经被运了回去 而聚集的鬼群 也在向后退去 这番情景 像是敌人退了兵 但我知道 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一名因人疑惑地问道 鬼怎么退了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去 想不明白 有人不敢相信地问道 我们守下来了吗 没有人回答他 因为谁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就在不久前 大家都还认为 守到封印恢复 是一件非常困难 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林小璐握住我的手 她的掌心中有汗 显然非常紧张 她低声问我 结束了吗 我犹豫了一下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看被天佑打碎的雕像 这句话 我没有小声说 大家都能听得到 一时间 众人的目光 全部汇聚在三面破碎的雕像上 三面雕像破碎的样子 很是相似 都是被林天佑打碎了头 此刻雕像的破口中 散发出微弱的红光 三谷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强大煞气 笼罩整个山谷 仿佛有什么上谷凶兽 即将破茧而出 一人恐惧地南南道 有什么要出来了 我其实知道答案 是鬼 因为这三股煞气 我有熟悉的感觉 是鬼修独有的气息 普通的鬼 是不会修炼的 它们增长修为的方式 是吸食煞气 这种吸食 和活人吃饭是一样的 活人吃得多了 就会长胖 而鬼煞气吸食多了 就会变强 甚至是进化 可就像活人会拉屎一样 鬼吸食煞气 也无法全部流于体内 可若是会修炼 就完全不同了 会修炼的鬼 能将煞气完全具为己有 因此 它们的实力更强 鬼修很稀少 在地府中 只有鬼补以上级别的鬼官 才有资格修炼 风都估计也差不多 毕竟我在这 见了许许多多的鬼 它们修为虽高 但都是靠时间累积的 真正的鬼修 直到现在我才见到 如果我猜测没错 雕像中封印的 风都当中真正的强者 这些雕像 很有可能是 十点炎王所住 风都里的鬼打不破 所以要借我们的手 将封印其中的强者 释放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 对众人道 大家小心了 等会儿从雕像里出来的鬼 很有可能比年兽更厉害 许多人身体一颤 面露惊恐之色 不过众人早已 做好战死的准备 很快就调整好情绪 重新拔出武器 做好战斗准备 林天佑终于明白 林小璐为什么说他闯祸了 他想要亡羊捕牢 换出陶木剑 我们先下守围墙 他手一挥 陶木剑化作一道流光 飞向雕像 然而陶木剑 在距离雕像还有一米时 被一层看不见的墙壁挡住弹飞 林天佑一连尝试了几次 都失败了 从残破雕像里 冒出的红光越来越盛 片刻之后 红光冲天 而在刺眼的红光中 能隐约看到三个人影 待到红光散去 我看清了三人的模样 这三人的装扮各不相同 一个是将军 一个是书生 还有一人穿着官服 这三人都是鬼 而且是很强大的鬼 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煞气 远远超越了叶叉 我的身后 响起一个惊恐的颤音 罗 罗刹 我心中一沉 是罗刹吗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罗刹 刚入封都时 我在荒野里 和一个古人类交过手 那个古人类 就是罗刹修尾 我握紧手中的困雾刀 回到阳间 我想和打过罗刹非常困难 但在封都 还是很有希望的 毕竟这里的鬼兽封印影响 不能动用鬼术 然而我很快发现 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三只罗刹出事后 它们竟然飘在空中 它们背后没有长翅膀 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可能 三只罗刹 都是灵体 死 我下意识地倒吸一口凉气 这三只鬼 没有变成实体 说明封印的力量 对它们无效 换句话说 它们极有可能会用鬼术 能用鬼术的罗刹 和不会用鬼术的罗刹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大家小心 我才出声提醒 三只罗刹就飞了过来 不到百米的距离 眨眼就到 我和众多阴人们 正准备出手 那个书生模样 罗刹挥了挥手 黑色的飓风席卷山谷 呼 狂风吹得我睁不开眼睛 夹杂在风中的实力 更是打得我裸露的皮肤生疼 等到狂风消停 三只罗刹的身影都不见了 林小璐面色发白 他急忙道 快回去 等我们赶回封印入口 惊讶地发现 封印入口并没有被破坏 但入口处残留着罗刹的气息 他们跑出去了 谁也说不上答案 这个时候 有一个鹰人姗姗来迟 他大喊道 我抓回来一个火口 我定眼一看 他手中提着一只伤痕累累的鬼 这名鹰人解释道 这只鬼之前在战场上装死 想到我们走后开溜 要不是我眼尖 还真就被他跑了 这是一只胆小怕死的鬼 那可真是太好了 至少拷问起来 不用费太大的力气 事实证明 我想的一点都没错 这只胆小鬼 只受了一点小手段 就张开了嘴 把自己知道的全说了出来 然后 我们得到一个特别震惊的消息 林小璐不敢置信地 重复着胆小鬼刚刚说过的话 封印就算再残破 你们也不可能出得去 胆小鬼用力点头 封印只能从外面打破 否则封印就算只残留一点点力量 我们也出不去 我质问他 既然你们出不去 那为什么要一直跟我们厮杀 胆小鬼回答道 是为了让你们产生 我们能出去的错觉 诱导你们出手打碎雕像 我脸色阴沉 这可真是好计谋 我继续问道 雕像里的罗刹 是怎么回事 它们为什么不受封印的影响 胆小鬼支支吾吾地说道 雕像里的十只鬼是东帝的亲卫 实力强大 当初十殿阎王降临封都时 为了防止他们反抗 单独设下封印 将他们困在雕像里 随后才封印的整个封都 因此只要雕像打破 他们就自由了 对了 我们封都的鬼是打不碎雕像了 所以才要借你们活人的手 林小璐咬牙切齿地问出最关键的问题 那三个罗刹 跑出去做什么 胆小鬼犹豫了 林小璐当即凝聚一把冰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说不说 不说 我现在就砍了你 三只货真价实的罗刹逃出封都 这让林小璐无比愤怒 处于暴怒的边缘 胆小鬼吓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但仍旧紧闭着嘴唇 林小璐气得想要扎他一箭 却被我阻止了 我把林小璐手中的刀取下 柔声道 让我来吧 我与胆小鬼面对面 询问道 你是不想说 还是不敢说 胆小鬼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我不敢 我立马就明白了 之前我们也抓住过俘虏进行拷问 可疑问到有关东帝的秘密 那只鬼就魂飞魄散了 显然是东帝做的手脚 我把自己的猜想说了出来 询问在场的鹰人 你们有谁能找到 东帝在他身上下的静止 不把静止解除 我们什么都问不到 听我这么说 在场鹰人们纷纷上前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结果却是什么都没发现 林小璐动用了阴阳眼 却也没能改变结果 让我来试试 林天佑主动请鹰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符露 手一搓 符露就燃烧了起来 他对胆小鬼说 吃下去 胆小鬼看着面前燃烧的符露 有些傻眼 林天佑也不跟他废话 直接伸手捏开他的嘴 强硬地塞了下去 然后往他胸口一拍 燃烧的符露 就被胆小鬼吃进了肚子里 胆小鬼当即惨叫起来 烫烫烫 我看到胆小鬼的身体开始发红 然后额头上浮现出一个奇怪的名文 看到这个名文 我的眉头当即皱了起来 林天佑对我说 姐夫 这名文是不是很眼熟 我点了点头 在来丰都前 我在安德数次与吉沙堂的人交手 吉沙堂的英人也使用相似的名文 这就坐实了 李先生也来自丰都 只不过他来自丰都西界 而非东界 林天佑说道 姐夫 只要把这名文消了 他就什么都能说了 话说得很简单 可等大家再次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后 名文还待在胆小鬼的身上 林小璐感叹道 这毕竟是东界最强者留下的痕迹 想要消除它 没那么容易 我想了想 掏出了城皇令 城皇乃阴阳两界 共同侧风的守护神 力量非凡 让我来试试 我把城皇令贴在名文上 注入自己的煞气 待到煞气消散 我惊喜地发现 名文褪色不见了 好了 你可以说了 胆小鬼全都交代了 鬼是无法破坏封印的 哪怕从外面破坏也不行 所以 三位罗刹大人 要去寻自己的罗刹骨 用冬地交给他们的秘法 短暂重生 这样就能破坏封印 把我们放出去了 所谓罗刹骨 就是罗刹生前的骨头 之前黑鸭的鹰人 曾经用罗刹骨暗算过我 差一点就成功了 我疑惑道 封都是南北朝时期被封印的 那三个罗刹 最少也死了1500年 甚至是2000年 他们还能找到自己的骨头吗 胆小鬼回答道 应该能 他们生前都是大人物 墓葬豪华 尸骨能保存几千年 只要没被盗 就一定找得到 知晓了答案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绝望 三个罗刹 在封都里 或许还不觉得可怕 但他们已经逃了出去 犹如鸟飞上了天空 鱼儿跃进了大海 再想找到他们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 更何况 就算找到 能打得过吗 进入阳间的罗刹 能够肆无忌惮地使用鬼术 刚刚一个罗刹随手一挥 卷起的大风 就差点把所有人都吹飞 这种力量 绝不是一般因人 所能对抗的 悲伤的情绪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蔓延 我敢肯定 有些人甚至在怀疑 自己深入风 都镇守这一年的意义 他们为了保护 无骨百姓的生命 义无反顾地 来到了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一百名民间因人高手 如今已经死了六成 结果却成了一个笑话 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关键时刻 得有人站起来 鼓舞大家 于是我站了起来 大家别难过 虽然看起来是 我们输了 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 至少我们搞清了 风都的目的 当初与黑鸭斗智斗勇时 我几经挫折 最后甚至差点生死浑霄 可结果呢 刘飞已经死透彻了 黑鸭也彻底覆灭了 但我还活着 咱们华夏有句老话 叫不已一时成败论英雄 现在还没到 盖棺定论的时候 更没有山穷水尽 我们还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之前你们不是说过吗 咱之所以背井离乡 抛弃弃子地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亲人 不让自己的同胞 陷于水深火热 这是我们的理想 更是我们的信念 难道这一点点挫折 就能达到我们吗 绝不 我师父一家四口 全部都在镇压龙脉 小鹿更是已经很多年 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了 但这些痛楚只是短暂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能迎来胜利的曙光 一个温暖的小手 握住了我的手 林小鹿面色坚毅地说道 张贤说得没错 就算是为了已经牺牲的同伴 我们也绝不能放弃 否则他们的付出 就成了笑话 而我林小鹿 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他阴人也受到了我们的感染 原本绝望的情绪 一扫而空 林队 下命令吧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没错 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呢 林小鹿迅速做出判断 我们先留在这 等到封印力量恢复 以防这只胆小鬼撒谎 如果封印力量恢复后 冬界的鬼再无异动 我们就离开封都 回到阳间 从外面镇守封印 至于逃走的三个罗刹 就算是发动整个阴人剑 我们也要捉到他们 所有人原地等候 一直等到了六点 事实证明 胆小鬼说得没错 冬地的目的 就是把雕像里的罗刹 释放出去 目的达成 鬼群就散了 再也没回来 为了保险起见 林小鹿决定回大本营 再镇守一日 顺便让大家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明日离开封都 回到阳间 回到大本营 林小鹿把我和林天佑 拉进了帐篷里 一进帐篷 林小鹿就阴沉着脸 让林天佑把进入封都的经历 仔仔细细地说一遍 林天佑知道自己闯了祸 像是做错事情的孩子 全程低着头 他也是够倒霉的 林小鹿他们原本就是在入口处镇守的 可当时鬼群的进攻越来越频繁 不得不搬迁到地势更好的山川 搬迁后的第二天 林天佑到了 知道自己就晚了一天后 林天佑懊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头 我要是不贪杯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林小鹿疑惑地问道 贪杯? 贪什么杯? 我叹了口气 实话实说 天佑从我那离开前 说你们之前管的盐 不让他喝酒 他如今成年了 想要尝一尝 我就喊上张峰和卢哥 陪他喝了一顿 结果天佑喝醉了 刚好耽误了一天 这把林小鹿气得啊 他差点没把林天佑的耳朵给拧下来 啊 啊 疼 二姐我知道错了 快松手 啊 在林天佑再三保证以后 喝酒绝不贪杯后 林小鹿才放过他 我对林小鹿说道 我们得好好想想 下一步怎么做 林小鹿冷静下来 分析道 丰都的鬼无法离开封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出去之后 先把情报送去其他三处封印 让大家在外面镇守就可以了 我点了点头 几年前我与大姐通话时 曾听到她与罗刹战斗的声音 想来镇守西封印的鹰人 也是在封都中苦手 想到这 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普通的鬼无法离开封都 那黎先生是怎么出来的 莫非他也是被困在雕像里的罗刹 林小鹿立即道 很有可能 大概镇守西边的鹰人 也犯了和我们一样的错误 这个情报也要快点送出去 以免更多的罗刹祸害羊间 林天又问道 二姐 镇守封印这件事 肯定还得是你来做 毕竟这些鹰人一直跟着你 也只肯听你的命令 追击外逃罗刹的事情 林小鹿接下了话 我准备让你和张贤去追 林小鹿的选择 在我的意料之中 现在人手短缺 也只有我和林天又 有时间 有能力去追击外逃的罗刹 林天又没有意义 二姐 你放心 我会将功不过的 林小鹿瞪了他一眼 行了 去休息吧 自己找个帐篷 跟别人挤一挤 明天我们就出去了 林天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林小鹿走到我面前 投入我的怀中 很快 我感觉到自己胸前变得湿润 小鹿 你怎么哭了 林小鹿委屈地说道 才和你相聚 又要分别了 我用力抱着他 安慰道 又不是生离死别 等我找到那三只罗刹 就回来帮你 好不好 林小鹿依旧在流泪 那三只罗刹 都很强大 万一 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有自己的嘴唇 堵住了他的嘴 吻了很久才放过他 不许乌鸦嘴 林小鹿用力点了点头 然后下一刻 我被他给摁在了床上 望着压在我身上的林小鹿 我心跳加速 林小鹿仗红了脸 他支支吾吾地对我说 我受够了离别的滋味 我不想再等了 今天 我就要做你的新娘 作为男人 我如何能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一股热血直冲我的大脑 在林小鹿的惊呼声中 我翻身 把他压在身下 风都的夜很冷 但温暖的春风 却在帐篷里吹了一夜 一夜过去了 我搂着趴在我肩膀上 睡得香甜的林小鹿 心中久久无法平静 此刻我心中的滋味很难形容 有幸福 有不舍 也有责任 我轻轻地吻在林小鹿的额头上 却没想到他醒了过来 我柔声道 不多睡会儿吗 林小鹿轻轻摇头 更加用力地搂住我 再让我抱一会儿 就该起床了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我在心中叹了口气 林小鹿肩膀上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 大到他 甚至无法睡一个好觉 再睡十分钟 一会儿我叫你 嗯 半个小时后 我才把林小鹿喊了起来 我们穿好衣服 准备出发 离开帐篷前 我揉了揉自己的腰 林小鹿脸单一红 偷偷踩了我一脚 走出帐篷 众人都在收拾自己的东西 一个小时后 所有人离开大本营 来到封印入口 林小鹿已经收起小女人模样 再次变成了威严的林队长 走了 大家跟好 四十余人 一个接一个地踏出封印 呼 刚刚踏出封印 呼啸的煞风就吹到脸上 如刀片般 袭打着我的脸 一只只独眼小鬼 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这才想起 风都里的鬼虽然无法出来 但这些由残魂 凝聚形成的魂怪 却可以随着煞风埋到阳间 不过我们这么多高手在 也不怕他 很快就被收拾得一干二净 我们顺利走出 煞风笼罩的范围 十三局在此驻足的鹰人 见到我们 立即兴奋地上报 很快 我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张贤 小鹿 天佑 是如心一 自我进入风都后 他一直在这等着我 我和如心一 来了一个热情的拥抱 如心一上下打量我 奇怪地问道 这才多久没见 怎么感觉你变得不一样了 我好奇地问道 哪里不一样 说不出来 但就是感觉不一样了 我们回到十三局的驻地 好好地收拾了一下自己 在风都虽然其他资源不缺 但水非常珍贵 很多人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洗澡了 之前林小璐提到的两条情报 十三局以加密通讯的方式 传达给其他三个封印处的同志 不过能不能传达到大姐和师娘的耳中 还是个未知数 毕竟他们都在封印里 普通鹰人很难进入 我问东封印防线的负责人李科长 有我师父的消息吗 李科长摇头 没有 不过我相信林玄先生一定还活着 因为自他进入龙脉南封印后 南封印一直风平浪静 是目前四个封印当中最安稳的一个 我点了点头 也相信师父还活着 毕竟他是华夏英雄榜上的战力第二 怎可能会轻易死掉 同时 我也在心中发誓 等稳定了东封印 我就赶去南封印 争取找到师父 让他和林小璐妇女团聚 休整过后 林小璐率队去组建防线了 他甚至没来和我告别 我没有怪他 因为我很清楚 现在不是讲儿女情长的时候 只有彻底解决风都危机 我们才能回归以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一间隔音极好的办公室里 林天佑还有卢新一正在商议 卢新一听完我和林天佑的讲述 开口道 也就是说 当务之急 是找到从风都逃走的三个罗刹 说到这 他叹了口气 十三局的高手 都随副局去镇守北风印了 我们这些人 有罗刹逃出来 都没有发现 真是惭愧啊 我安慰道 这不怪你们 其实没发现更好 真要发现了 你们肯定要去战斗 必定伤亡惨重 卢新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问我们 想要找到这三只罗刹 首先得知道他们是谁 我回忆道 三只罗刹出事时 分别是书生 将军和官员打扮 既然他们在历史上 都是有名的人物 应该有迹可循 卢新一再问 还记得他们的长相吗 我摇了摇头 当时三只罗刹在我面前一画过 只看到他们脸旁的轮廓 来不及看细节 林天佑却道 真人的模样我也没看清 但我记得封印他们的雕像的模样 我心中一喜 那雕像和真人几乎是一模一样 记住了雕像 等同于记住了人 卢新一道 那太好了 我给张峰打电话 他们局里有个绘画罪犯 容貌的专家 只凭言语描述 就能把人的长相画出来 全国都有名 电话打过去 张峰很快就帮我们约上了这位专家 我们三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安德 有林天佑口述 最终得到三张画像 这三张画像上 有两人的长相很有特点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根据这些特点 去对比古籍中的记载 看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历史人物 这活卢新一找十三局的同事 去办了 毕竟那么多古籍 靠我们三人去翻 不知道要翻到猴年马月 就在等消息的时候 我挂在腰间的城隍令 震动了起来 这还是城隍令 第一次自己有反应 我拿起城隍令 然后惊讶地发现 城隍令中出现了一道奇怪的力量 一道不属于我的力量 我小心翼翼地接触这股力量 然后一个声音 从我的脑海中响起 安德城隍张贤 明日午时 我与两位城隍神 共同召开城隍大会 记得参加 声音消散 参加城隍大会的方法 直接刻入我的脑海 刚刚的声音我认识 是长安都城隍庙的城隍神己性 我能当上城隍 最先过的就是他的考验 我很是惊讶 三大城隍神统一召开城隍大会 全华夏所有的城隍都要参加 到底所为何事 第二天 我来到城隍庙 反锁庙门 然后将煞气注入城隍令 刹那间 我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 我来到一个巨大的庙堂 周围全市人影 这些是华夏各地的城隍 而在庙堂上 则有三个人影 其中一人我认识 正是长安都城隍庙的城隍神 己性 而另外两个人 我大概能够猜出其身份 一个是京陵都城隍庙的城隍神 蒋子文 另一个则是京都都城隍庙的城隍神 京都有三个城隍 分别是南宋的文天祥 另外两个是明朝的徐达和杨娇山 不过从这位城隍神的服饰 与法师不难判断 他是写出千古明具人生 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赵汉青的文天祥 从三位城隍神的战位来看 他们属于平级 己性扫了一眼下方的城隍 开口道 人来全了 我闲话少说 直接告诉大家 召开此次城隍大会的目的 他从衣服里取出一张黑色的布卷 这布卷上 散发着非常浓郁的煞气 而且 这煞气很不一般 绝非普通鬼怪拥有之物 己性介绍道 这是十殿炎王托蒋子文 带来的地府协查令 我的目光 落在精灵城隍蒋子文的身上 传说他是一殿炎王秦广王的继承人 虽然传说不一定准 但从己性的话中不难判断 蒋子文与地府的关系非常紧密 听到地府协查令 下方城隍们开始窃窃私语 我听到有人议论 地府协查令 这东西都几百年没出现过了 难不成是有什么厉鬼 从地狱中跑了出来 我看不像 什么样的厉鬼 值得三大城隍神全部出动 又值得召开城隍大会 感觉是有大事发生了啊 己性咳嗽了一声 各位同僚 大家先安静一下 听我把话说完 众城隍立即闭嘴 顶头上司的面子 谁敢不给 己性问道 大家有谁知道 封都 一名城隍反问道 地府出现之前的鬼都 己性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那个鬼都 大家都知道 所谓神灵 包括我们这些城隍 其实都是因为凡人的信仰 才被成就的 凡间有句俗语 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凡人的信仰消失 那神灵就变成了无根之瓶 会渐渐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封都 就是这样的 世间分阴阳 阳间历史五千年 朝代更迭 不停地变化 阴间亦是如此 最初 掌管阴间的是封都 人死后 魂归封都 但到了东汉时期 随着佛教传入 传播 新盛 人们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 地府孕育而成 封都大地 见势不可为 就与十殿阎王进行了交接 绝大多数的鬼 服从十殿阎王的安排 经过阎王审判 入六道轮回 但有一些生前 罪大恶己之人 不愿入地狱受罚 因此不服阎王管教 赋予顽抗 甚至想冲出封都 扰乱阳间秩序 十殿阎王 为了阻止灾难发生 也是为了承戒他们 以华夏龙脉为根基 设下封印 将他们永困封都 听到这 我才知晓真正的历史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 风都救鬼 都被困在封印中 只是极小一部分 但也是最邪恶的一部分 己信继续说道 正如我之前所说 神灵随信仰而变 如今这个时代 明智开化 凡人的信仰 从最初的图腾信仰 宗教信仰 逐渐变成了对真理的追求 我们这些神仙 也渐渐归为神话传说 民间信仰的减弱 让十殿阎王的力量 有所衰退 因此 龙脉封印 也跟着变弱了许多 说到这时 不少城皇又开始 窃窃私欲 现在的凡人 连本地城皇 是谁都不知道 是啊 我那破庙 已经很久 没有香火了 你至少还有间庙 我那庙几十年前 就被拆了 听了己信的解释 我总算是知道 龙脉封印 为何会出现问题了 原来是民间的信仰 出了问题 不过这也怪不得谁 因为华夏这片土地 信仰原本就与 其他地方不同 在其他国家或者民族 对于神的信仰近乎纯粹 因此 三大宗教才能遍布全球 唯独入了华夏 要么施展 不开手脚 形成不了实质 要么只能在特定人群中传播 要么好不容易发展壮大 却被凡间帝王灭了五次 最终变得温和 只谈往生 不谈今世 就连华夏本土的道教 也是影响甚小 究其原因 在于华夏人的理念 在根上就与外国人不同 相比于对神的信仰 华夏人对人的信仰 更为执拗与牢固 天漏了 有女娲练师补天 来洪水了 有大雨之水 帝王暴政 有陈圣振臂高呼 王侯将向 您有种呼 为何这些人 没有成为一种宗教信仰 因为对于华夏人来说 不管是女娲 大雨 还是陈圣 都是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面对灾难 面对苦难 比起祈求神灵降下福泽 华夏人更愿意 撸起袖子放手去干 用自己的双手 去争取 去抗争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近代记录的华夏 才能在短短百年时间 重新崛起 除此之外 三大宗教在华夏施展不开的原因 还在于华夏人对神的 崇拜功利且世俗 在华夏 有许多人怀着这样一种心态 有需要我就去拜 没需要就不去拜 谁灵验 我就拜谁 举例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 小明要考试 正在庙里拜着孔子 忽然想起 明天考的是英语 于是转身去了附近的教堂 再举个例更加真实的例子 打开你的微博 朋友圈和空间 有多少人转载了转发这支某某 明天一定报复转发这个某某 考试一定及格的帖子 当然 还有第三个原因 正如己信说的那样 明智开化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信仰真理 有人信仰科学 一心扑在科研 用自己的研究成果 造福全人类 有人信仰为人民服务 俯首甘位如子牛 有人信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虽年少 却日夜苦读 对于神明来说 信仰的减少 或许是一件坏事 但我这个活人却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 人的命运 就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用一句中二的话总结 这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急信拍了拍手 再次示意大家安静 他把地府协查令展开 宣布道 风印松动 有凶残鬼怪 从风都跑得出来 藏于阳间 十殿阎王下发协查令 希望我们成皇 能够协助调查 将从风都跑出来的鬼捉拿归案 一个熟悉的身影站了出来 正是我在江城见到的成皇 岳飞岳将军 岳将军问道 逃出了几只鬼 叫什么名字 什么长相 可有踪迹 急信拿出两张画像 给众成皇传阅 从地府得到的消息是 此次外逃鬼怪 共有两只 一个姓黎 在阳间绰号黎先生 一个姓陈 在阳间绰号陈先生 这两只鬼 皆为修罗 鬼术能力不详 他们外逃后 在阳间蛊惑婴人 建立了一个名为 急煞堂的组织 你们或许已经听过了 我心中一动 急煞堂 黎先生 我赶忙上前 接过画像 写有离字的那张画像上 是一个面向销售的中年男子 他古人装扮 嘴角有一颗黑质 至于另一张 写有陈字的画像 则是一个面向方正的男子 看到我的举动 己心问道 张贤 你认得他们 我实话实说 回击大人的话 我跟黎先生交过手 己心眼睛一亮 道 详细说说 我把自己与急煞堂 以及与黎先生交手的经过 说了出来 以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 黎先生的鬼术能力 是魂魄分身 他的魂与魄 能分别侵入活人身体 从而控制对方 至于陈先生 我没见过 也没听过 我顿了一下 继续道 借着这次城隍大会 大家都在场 我再说一个坏消息吧 说完 我看向台上的三大城皇神 三人皆是点头 示意我往下说 龙脉封印共有四条 分别位于华夏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黎先生和陈先生 是从西封印跑出来的两只罗刹 而就在几日前 东封印也跑出了三只罗刹 我这话一出 立即引起了轰动 己心不敢置信地问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这个消息 我们三人还未从地府得知 我肯定地回答道 是真的 那三只罗刹跑出封印时 我就在现场 我把发生在东封印中的事情 也讲了出来 末了 我又用煞气 幻化出三只罗刹的画像 给众人观看 这就是那三只罗刹 目前阳尖的鹰人 也在追查他们的行踪 诸位若是有认识的 可以跟我一说 感激不尽 我看到一名城隍的脸上 露出惊讶的表情 己心也看到了 于是问他 你有认识的人 这名城隍回答道 姬大人 我知道这人是谁 我看向他手指的方向 是那张书生画像 我赶紧走上前 先行了一礼 然后礼貌地问道 还请这位大人告知 对方解释道 我是咸阳城隍 这是一座古城 历史厚重 历代咸阳城隍 收集了不少史书 很多现在都已经绝版了 我在其中一本上 曾经看到 与此人相似的画像 哦 对了 我第一次见你 觉得面身 敢问 我急忙介绍自己 我叫张贤 是新任安德城隍 一道惊讶的声音 从我后方响起 你就是张贤 紧接着又是一道惊奇声 现在唯一的活人城隍 再看其他人的表情 都有所变化 我有些意外 我在城隍当中 名气这么大吗 咸阳城隍向我行了一礼 然后解开了我的疑惑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城隍一戏中 流传着一个传说 传说在信仰坍塌的时代 天下将逢大难 到时候会有一个活人 执掌城隍之位 成为拯救华夏的救世主 这个回答 让我傻了眼 因为救世主这个称号 我不是第一次听到 在我上一次活着时 就有很多因人跟我说过 我未来将会成为救世主 甚至说 师父将三大人皇血脉 以阴阳眼的赠予我 也是这个原因 所有人的目光 都汇聚到我的身上 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传说毕竟是传说 大家不要当真 这位大人 我们还是回归正题吧 咸阳城隍点了点头 回归了正题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可听说过 焚书坑儒 我点了点头 但凡是学过一点历史的 都知道这段历史 我简单地介绍起来 焚书坑儒 是发生在秦朝的一件事 秦始皇一统六国后 采纳了李斯的意见 认为立丰国 就是树敌兵 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然而 自郡县制确立八年后 仍旧有不少人反对这个制度 认为应该恢复古代的分丰制 一场宴会上 一个叫周清晨的臣子 极力奉承秦始皇 说 三皇五帝都不及您的成就 周清晨本想着舔一舔 给自己升官加绝 没想到给自己舔出了麻烦 一个叫淳于月的臣子 看不惯他的行为 大骂周清晨是舔狗 臣子之间有争论 本也没什么 但淳于月趁机发挥 要求秦始皇 恢复古代分丰制 他举例说 殷商和周朝统治达一千多年 正是因为分丰子弟及功臣 作为绑壁府裔 但现在秦始皇一统天下 子弟和功臣 还是平民百姓 日后出现霍乱 谁来营救帝王呢 秦始皇可能也犹豫了 于是请教李斯 李斯是什么人 法学杰出代表 直接痛骂纯于月的建议荒谬 他这样对秦始皇说 皇帝等五帝办事不相重复 下 商 周三代制度 也不应洗手救 所以能兴旺安定 并不是故意要同前代相反 而是因为时代不同 不能不由所改变 如今陛下开创了大业 建立了万事工业 怎么能再去效法三代的做法 现在天下太平 法令统一 百姓理应好好经商 仲天 儒生也要好好学习 和遵守法令制度 但是 就是有一些儒生 不学经而专学谷 他们纠集起来 向百姓造谣 制造混乱 如果不禁止这种风气 皇帝的权威就会降落 说完之后 他建议秦始皇 废止诸子 以利为师 秦始皇更加信任李斯 听信了他的建议 下令没收 诗经 尚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 以便使天下人 无法用古代之事 来批评当前朝廷 于是 民间所藏百家书籍 被焚烧一空 这在历史上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听我讲完 咸阳成皇又问我 这是焚书 那坑儒呢 我犹豫了一下 坑儒 从字面意思来理解 就是坑杀儒家弟子 可正史上相关记载 却少之又少 最简单的举例 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从司马迁接任父亲 担任太史令算起 距离坑儒的发生 只过去了62年 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 以司马迁的学识 和所处高层的地位 这样大的事件 不可能不清楚 但史记 之中 只有焚书 没有坑儒 所以 秦始皇有没有坑杀儒式 不好定论 咸阳成皇给了我答案 其实史皇帝杀的不是儒式 而是方式 所谓方式 就是古代自称 能够仿先炼丹求长生的人 众所周知 秦始皇对长生 有着极强的执念 他曾派出许多方式 外出求取仙丹 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徐福 咸阳成皇说道 世人皆知徐福 却不知对秦始皇影响甚大的 还有两名方式 一人名为卢生 一人名为后生 刚刚我说 自己兼画像眼熟 就是因为 我在一本绝版古籍中 见过此人 我急忙问道 他是谁 是卢生 咸阳成皇解释道 我之所以提焚书坑儒 因为秦始皇当年坑杀方式 就是因卢生而起 卢生这个人 曾在海外带回一本名为 《路途生》的书籍 说是一本称书 所谓称书 就是预测未来的书籍 书中有这么一句话 灭秦者 胡也 秦始皇正是因为这句话 才会让大将蒙田率兵三十万 北极匈奴 驻见长城 秦始皇很信任卢生 认为他一定会给自己 寻得长生不老的仙药 然而卢生非但没有寻到 还私下与另一名方式后生说 秦始皇一定成不了仙 说完之后 还相约一起跑了 秦始皇知道这事后 异常愤怒 为了成仙 他给予方式们很多很多的钱财 卢生一跑 他认为方式们是在骗自己 于是决定斩尽杀绝 坑儒一事 总共杀了463名方式 我听后直扎舌 这卢生也真是够损的 骗钱就骗钱吧 你哄着始皇帝也行啊 非得说大实话 逃跑前还不跟同行们说一声 结果害死了这么多人 我问咸阳城隍 你确定 我那画像上的书生 就是卢生 确定 古籍上不仅有卢生的画像 还有特征记载 全都对得上号 我心中一喜 三个罗刹 至少已经知道一人的身份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得知道卢生葬在哪里 要么去赌他 要么提前一步 夺走他的罗刹骨 只要他得不到自己的罗刹骨 就无法对封印有一点威胁 我追问道 那本古籍中 可有记载 卢生葬在了哪里 咸阳城隍摇了摇头 还真没有 我又问其他人 大家可有卢生墓葬的线索 没有人搭话 我不禁在心中叹了口气 看来想要找到卢生葬在哪 还得多费一番力气 一直没有发言的 精灵城隍蒋子文开了口 如今我们城隍的任务 就是尽快找到这五只罗刹的踪影 一旦有发现 立即上报我们三人 蒋子文的目光 落在我的身上 张贤 你是活人城隍 能与阴间的阴人合作 东风印逃出来的三只罗刹 你要多费些心 西风印的这两只罗刹 可以先放一放 交给其他城隍去追查 是 当然 蒋子文对其他人道 此事事关阳间安定太平 大家都要上心 不得推辞 众城隍齐声道 是 京都城隍文天祥也开了口 为了应对封都危机 十殿阎王还颁布了家赏令 不管是抓住外逃的罗刹 还是处理从封印里跑出来的魂怪 亦或者超度被煞气影响的游魂恶鬼 所获应得皆可翻倍 应得翻倍 这个奖励让我非常心动 对于鬼修来说 应得就是修为 我甚至幻想 如果我能把三个罗刹 全部捉拿归案 我的修为肯定能够再次超越林小璐 毕竟老婆比老公强 对于不愿吃软饭的男人来说 还是挺不好接受的 己心问大家 还有其他事情要上报吗 众城隍无人开口 己心便宣布 城隍大会就此结束 我的意识从城隍令中脱离 回到身体中 我立马打电话给卢星一 告诉他 有关卢生的事情 半天后 卢生兴奋地跑来找我 张贤 有消息 我惊讶到 这么夸 十三局的效率可真高 卢星一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还真不是我们十三局查到的 是方教授 我疑惑地问道 哪个方教授 金门的方教授 我立马回想起来 这个方教授 是金门大学的历史专家 他之前多次帮助过我 还从我这买过鹰雾 方教授怎么说 方教授 说他已经初步找到 历史上有关卢生的记载 但具体的内容 他还要好好辨别一下 最快两天 就能给我们准确的消息 我想了一下 与其在这干等 不如直接去金门找方教授 这样也更好沟通 我让卢星一联系一下方教授 如果方教授方便 我们现在就动身 三分钟后 卢星一挂掉了电话 教授说他方便 让我们过去就行 我们两人立马动身 火车票不敢烫 卢星一开车走高速 直奔金门 按说来金门 得去找黑夜问个好 但现在事情紧急 我只在电话里问候了一声 黑夜得知外逃罗刹的事情后 倒是帮我补了一挂 但没有任何结果 黑夜说 对方毕竟有罗刹修为 他也无能为力 一切还对我们自己 来到金门大学 我和卢星一 在办公室里见到了方教授 一见到我们 方教授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快来坐 我一个老伙计 刚刚从加拿大带回来的枫叶茶 一起来尝尝 接过方教授递来的茶 我们三人同时喝了一口 然后各自看了一眼 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卢星一也是差不多的表情 之所以有这样的表情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 这茶叶太难喝了 怎么形容口味呢 就像是红茶里面添加了树叶子 方教授哈哈大笑 我也是第一次喝 可别以为我是故意的 我把茶杯放下 聊起了正事 方教授 关于卢生 您查到了什么 方教授认真了起来 虽然关于卢生的传说 在民间有许多 但记录在史册上的内容 却是少之又少 这次能够查到有关信息 你们还真得感谢科技的进步 最近几年 我们几所高校的历史专业 联合起来搞了一个项目 收集全国各地的限制 并整理起来归类录入 我就是在这个系统中 找到了一些蛛丝马界 说着 方教授从自己的办公桌上 拿起多份打印资料 交到我和卢心一的手中 这是我刚整理出来的 你们看看吧 我定眼一看 资料上的一个地名 映入我的眼帘 范阳 方教授向我们讲解道 这个卢生 祖籍范阳 他爹在秦国担任博士一职 也算是小有名气 哦 对了 那个时候的博士 可跟现在的博士不一样 是一种管理教育的官职 他顿了一下 继续道 卢生他爹在族谱上 属于第五代 到了第六代 秦始皇已经一统天下 一部分卢氏族人 选择留在范阳 一部分则是去了开封 洛阳等地 还有一小部分 前往秦朝首都咸阳 根据史料记载 卢生从咸阳逃跑后 便没了踪迹 当时秦始皇 曾派人去卢氏家族搜查 但并未找到卢生 所以很多人猜测 他和后生一起逃到了海外 并未归乡 但我在范阳的县制古本中 发现了一个线索 书上说 范阳卢氏 曾在汉朝初期 在当地举办过一场盛大的葬礼 葬礼形式与当地习俗不同 十分奇特 还引来仙鹤在空中盘旋 仿佛是来接引仙人归天 从时间还有葬礼的规格 致使来猜测 很有可能是卢生的葬礼 我觉得方教的猜测没错 秦朝总共就存在了14年 按照卢生的年纪 如果正常死亡 的确是在汉朝年间 而且 卢氏家族在那个家族 除了卢生 也没有什么显赫人物 规模不同寻常的葬礼 应该不会是别人 教授 您知道卢生下葬的具体位置吗 方教授无奈地说道 书中怎么可能会记载这个 是怕盗墓贼找不到路吗 卢星一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问方教授 那有大概的位置吗 虽然现在还有泛阳这个城市 但古代的城市和现代的城市 肯定有很大的变化 方教授点了点头 你说得很对 历史上泛阳的位置 有过好几次变化 范围很大 甚至都到过京都的边缘 我知道你肯定想去 就翻了一下古书 经我确认 秦石的范阳 应该在荆桌州一带 我给你在地图上画了个范围 你自己看吧 说完 方教授拿来了一张纪省的地图 上面画有一个红圈 方教授能提供给我的信息 就是这些了 我谢过方教授 说好等完事 一定回来请他吃饭 好好答谢他 我和卢星一带着地图回到安德 然后把林天佑和张锋叫来 我准备立即动身去桌州 你们谁去 林天佑率先报名 姐夫 我跟你去 张锋也紧接着道 我也去 我问他 你跟我去 工作怎么办 张锋解释道 我去年的年假还没休呢 领导特许 让我休息几天 你不让我去 我就只能在家闲着了 好 那带上你 卢星一道 既然天佑和张锋都跟去了 那我留下 万一是三局那边有新的发现 我也好接收信息 联系你们 行 我 林天佑 张锋 你最快的速度出发 赶往桌州 到了桌州后 张锋拿着地图问我 张贤 方教授在地图上画的圈看着不大 但在现实中 差不多有半座城了 我们上哪去找卢星的墓啊 这的是个问题 我想了想 回答道 得找当地人问问 找谁 桌州城隍 我拿出城隍令 施展城隍秘法 很快 我就感应到 此地城隍的气息 我冲着气息所在的方向抱拳 朗声道 安德城隍张贤 拜会桌州城隍 随后 那道气息越来越近 十几秒后 一个身影凭空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方开口道 张贤 我们又见面了 我笑着回应 心中却是有些尴尬 之前参与城隍大会的城隍 实在是太多了 我对眼前这位 没有丝毫印象 但人家记得我 我还得表现得熟络一些才行 以免人家落了颜面 好在对方也没多寒暄 直接进入了正题 你不是在追查外逃的罗刹吗 怎么跑到我这来了 说到这 桌州城隍眉毛一颤 该不会有罗刹 跑到我这来了吧 我实话实说的 目前还只是猜测 经过我的调查 当初卢生 很有可能是在古泛阳下葬的 也就是如今的桌州地界 你最近可有发现什么异常 桌州城隍眉头皱起 异常 没有啊 他反问我 张贤 卢生既然是在找自己的坟墓 那应该很好找吧 他会不会已经得手了 这的确是让人担心的一点 在来时的路上 我们三人已经讨论过了 张峰说了一句 让我感到放心的话 一座城市的样貌 十年都能大变样 更何况 这都过去两千年了 卢生能不能比我们 更快地找到古泛阳 都是问题 我把这句话 也说给了桌州城隍 桌州城隍点头道 很有道理 说不定是我们更快一些 他顿了一下 继续道 我最近的确没收到什么消息 不过 我可以把我的守夜人 招来问一问 桌州的事情 一般都是他来解决 说完 桌州城隍拿出一张黄色 他动用秘法 黄纸上自己浮现出 密密麻麻的文字 随后他将黄纸烧掉 通知自己的守夜人 几位随我去城隍庙坐坐吧 也好让我这个桌州城隍 尽一尽地主之意 我说了声感谢 带着林天佑和张峰 来到了桌州城隍庙 等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桌州城隍的守夜人赶到了 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 别看病脚已经有些发白 但神采奕奕 穿着皮衣 也难掩一身健子肉 桌州城隍开口道 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守夜人 名为田园 已经跟我合作三十年了 田园向我们打招呼 各位好 各位的来意 城隍大人已经在信上告诉我了 最近桌州的确有古怪事情发生 桌州城隍惊讶道 既然有 你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 田园非常自然地反问道 告诉你 你就会管吗 桌州城隍 尴尬地打了个哈哈 向我解释道 我这个守夜人太勤了 所以我已经习惯当甩手掌柜 让诸位见笑了 他催促道 田园 快说说 田园介绍道 桌州有一个名为杨角村的小村庄 最近时常闹鬼 我听附近的阴阳先生说 短短十日 已经有三户人家向他求助了 今天我正准备过去瞧了瞧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虽然田园无法确定 杨角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这个时候 任何线索 我都不能放过 我开口道 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田园听后 非常高兴 有城隍大人陪同 我深感荣幸 我起身对桌州城隍拱了拱手 桌州城隍 在你地盘上指手画脚 实在抱歉 桌州城隍急忙说道 安德城隍客气了 城隍神不是说了吗 是官封都 责任重大 你这哪里是指手画脚 分明是来帮我排忧解难的 该我说谢谢才对 他扭头对田园说 从现在开始 安德城隍的命令 就是我的命令 他指东 你就往东 他指西 你就往西 要坚决服从命令 听明白了吗 田园非常认真地回答道 遵命 桌州城隍给足了面子 我再次称献 然后带着林天佑和张峰 跟随田园一同前往阳角村 在路上 田园向我们介绍道 阳角村在历史上 非常的有名 传说在古时候 村子附近常有野兽出没 搞得是人心惶惶 后来村子里出了一个勇士 他听闻神山上 有一种长着金毛的山羊 百兽惧怕 于是他独自一人 前往神山 找到了金羊 拿回了一只羊角 挂在村中 从那以后 村子附近再也没有野兽靠近 村民们得以安居乐业 为了纪念勇士的壮举 村子改名为羊角村 直到今日 依旧保留着这个名字 张峰听后 奇怪地问道 这样的传说 华夏各地都有 为什么羊角村 会格外地有名吗 田园解释道 因为其他地方只是传说 而羊角村 真的有一根金色的羊角 到了羊角村 田园指着村口 竖着的一根长杆 说道 你们看 那就是传说中的金羊角 我抬头一看 只见长杆的顶端 用麻绳 绑着一根金色的羊角 这羊角历经风雨 却历久迷心 仿佛刚刚 从活羊身上取下 我们三人都是嘖嘖称奇 不过正是要紧 没时间仔细观看 田园带我们走进村子 我左脚刚踏进村子 便察觉到不对劲 好重的煞气啊 其他人也感受到了 林天又惊害到 哪里来的煞气 连脚下的泥土都浸透了 修为最弱的张峰 更是打了个冷战 田园也是惊疑不定 两年前 我来过这里 当时可不是这样的 怪不得那个阴阳先生说 村中频频出现怪事 如此重的煞气 可不得闹鬼吗 田园加快脚步 在来时的路上 他曾对我们说过 与他联系的阴阳先生 正在村中驱鬼 他这是要先找到人 了解情况 可令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等我们找到阴阳先生时 他已经死了 阳脚村的老阳家 门内门外 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 老阳家从三天前起开始闹鬼 一到夜里 家中圈养的畜生 就会莫名死去一只 如今已经死了一头牛 一只驴和一只狗 老阳家本来就穷 家中畜生接连死去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 老阳听从媳妇的建议 拿了一筐新鲜鸡蛋 又拿了两百块钱 从附近的村子里 请来了阴阳先生 可谁曾想 阴阳先生做法事的时候 像是忽然中了鞋 眼睛一瞪 两腿一撑 众目睽睽下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死了 等我们赶到老阳家时 阴阳先生已经死了15分钟了 张峰想要上前给他做急救 被我拦住了 魂魄都没了 别浪费力气了 灵天又奇怪地说道 这死了也不久 魂魄按说会留在身边才对 跑哪去了 田园道 让我来看看 说着 手掌一挥 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幻想 当然 这道幻想 只有我们几个阴人能看到 附近围观的村民 是看不到的 幻想中 阴阳先生正在做法事 我惊讶地问道 这是时光倒流 田园回答道 算不上 只能看到最近发生的事情 时间也不能太久远 超过一日就不行了 张峰好奇地问 这是你从桌舟城隍那继承的能力吗 田园点了点头 反问道 你是安德城隍大人的守夜人吧 你继承的能力是什么 英雷 田园脸上 先是露出震惊的表情 随后变成了羡慕 而我却在心中感叹 如果卢星一在场 看到田园的能力 肯定会羡慕地流口水 卢星一若是能拥有田园的能力 但凡是新发生的案子 他都能很轻松地侦破 轻松摘取华夏第一侦探的称号 幻想中 阴阳先生的法事已经做到关键时刻 看得出 这位阴阳先生绝非江湖骗子 是有真本事的 可就在法事江城的时候 一只恶鬼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身后 伸出双手 掐住了阴阳先生的脖子 阴阳先生如遭雷击 整个人立马就动不了了 他瞪大眼睛 眼珠子都差点从眼眶中爆出来 半分钟后 他和村民们描述的一样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 阴阳先生死掉后 他的魂魄从身体中飘了出来 杀他的恶鬼一直在旁边等着 魂魄一出现 就被恶鬼抓到手中 然后张开大嘴 咔嚓咔嚓地给吃掉了 这画面太过残忍 田园不忍再看 挥手散去了幻想 他开口道 这不是普通的鬼 我点了点头 肯定了他的猜测 这位阴阳先生是有水平的 可恶鬼都来到身后了 他都没有发觉 被掐住脖子后 更是连反抗的动作都做不出 这足以证明 这只杀人恶鬼不同寻常 可惜我们来得太晚 不仅没有救下阴阳先生 连恶鬼都跑没应了 田园问我 城隍大人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立即到 我们留下来 等恶鬼出现 我顿了一下 继续到 刚好村民们都在 你跟这里人熟悉 去问问他们 还有谁家闹鬼 多一条线索 就多一份希望 田园立马就办了 很快 他就会总好了消息 杨角村闹鬼的 总共三户人家 其中两户是家里闹鬼 一户是自家麦子地里闹鬼 这三家有个相同点 都是晚上闹鬼 于是我决定 派田园和张峰两个守夜人 去处理麦子地里的鬼 而我和林天又留在村中 帮助两个家中闹鬼的村民 我留在了老杨家 田园离开前请求我 一定要给死去的阴阳先生报仇 我说就是我给死去的阴阶 我给死去的阴阶 回来 我给死去的阴阶 这一条阴阴阴阴阳